这明明是一对鸳鸯 温念云扑驰一声乐道 碧哥也忍俊不惊 这的确是一对鸳鸯 只不过这姑娘手艺的确不咋地 绣成了一对胖鸭 紫 我再往下看 见那对象鸭 紫的鸳鸯下面 还绣着三个歪歪扭扭的字 于小三 碧哥笑道 这于小三肯定是人家姑娘的名字 按照这里的传统 只要人家把绣着鸳鸯和名字的手帕 塞到你手里 就是看上你了 刚才那姑娘直指屋子 就是随着等着你过去找她 郭震东笑嘻嘻地问道 碧哥 那要是找过去能干什么 碧哥笑骂了一句 你说呢 郭震东和孙家轩顿时喜不自胜 温念云白了他们一眼 美好气地道 一群色胚 正说话间又有几个姑娘跑了过来 往郭震东和孙家轩手里塞了手帕 喜得两人激动不已 再待了一会儿 就有更多的手帕被塞了过来 这里头 就数郭震东和孙家轩最多 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不下十几块 碧哥次之 拿了五块 就连马大师都拿了两块 是两个三十多岁 身材丰满的女人 送的 然后就是我 拿了一块 温念云是个女人 自然除外 陈平 你要加油啊 郭震东乐呵呵地道 温念云疑惑道 我怎么就看不懂呢 明明咱们这里 就小陈长得最帅 没理由他最少啊 碧哥淡淡笑道 阿云 这就是成熟男人的魅力 郭震东和孙家轩也是起哄道 就是啊 魅力这一块 我还是拿捏得死死的 温念云不以为然 就你们几个 我肯定选小陈 这时 又有两个姑娘过来 犹豫了一下 一个把手帕塞给了碧哥 一个塞给了马大师 陈平 你可要加油了 连马大师都比你强了 孙家轩乐道 结果就被马大师一烟杆子 敲在脑袋上 怎么着 看起大眼 不敢不敢 孙家轩赶忙讨饶 大师您老当义壮 魅力非凡 行了 赶紧先找地方住下吧 温念云看不下去了 出声打断道 于是我们在碧哥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排房子前 这一排房子 都是二层楼的 大概有十几栋连在一起 白墙黑瓦 都是很古朴的风格 听碧哥说 这地方就是十九里寨 专门给外来客人住宿的地方 看来很多人慕名而来啊 郭震东笑道 是有挺多人来的 不过这地方实在难找 大多数人都进不来 碧哥说着 带着我们进了屋子 几位客人打奶来 大概是听到动静 从里屋转出来的女人 大约三十多岁 皮肤身材都保养得很好 我们是来的大巴山游玩的 无意中进入了这里 想着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碧哥早就编好了一套说辞 总不能直言不讳的 说是冲着这里的姑娘来的吧 只说是无意中碰巧进来的 那老板娘也不知是信了 还是没信 微笑道 远来都是客 几位请随我来 她说的也是巴蜀一带的口音 很是软糯好听 正好也没其他客人住 几位想住哪个房间 都可以自己挑 老板娘介绍道 我趁机打听了一下 老板娘 最近店里生意都挺清闲的 老板娘淡淡笑道 这个客栈 原本也不是为了盈利的 我们这寨子 向来偏僻冷清 不过近些年 也不知什么原因 经常有游客跑到我们这儿来 没办法 只好建了这个客栈 不然都没法招呼客人 可能是咱们寨子里风水好 毕哥呵呵笑道 郭震东和孙家轩 也是一脸古怪 毕竟心怀鬼胎嘛 老板娘点头道 客人们既然来了 就在咱们这里 好好休息一下再上路 外边荒山野岭的 也不太安全 还是要小心 之后 我们就各自选了个房间 屋里的摆设相当简陋 除了一张木床 一张木桌 两张木椅 另外有一些生活用品 其他就没什么东西了 不过在这种深山里 能有这些也不错了 咱们这里条件比较差 几位客人只能将就将就了 老板娘抱歉道 这边没有电 晚上只能点油灯 另外用水的话 得几位自己去楼下那边的坛子里去取 我们一一硬了 这个寨子由于十分封闭 又是在深山之中 条件就比较原始 不过我们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大家也都毫不在意 那几位先休息 我就不打扰了 老板娘把一些事情交代完后 就先下去了 之前毕哥说 这里的人只生女娃 我还不信 这回我真有点信了 郭震东嘖嘖说道 对啊 这一路上过来 要不是还能看到那么几个男人 我差点以为到了女儿国了呢 孙家轩杂杂呼呼地道 毕哥笑 男人的天堂可不是白教的 郭震东羡慕地道 那住在这里的男人不是爽呆了 温念云白了他一眼 要不你留在这里做个上门女婿算了 郭震东黑黑笑道 我考虑考虑 马大师 您老要不就留在这里养老德了 我看行啊 马大师吐出一口烟圈 老神在在地道 我倒是想 只不过如今我们风水界不太平 还得我这个定海神针四处奔波呀 我听得安安好笑 这老头倒还挺能给自己脸上贴金 不过郭震东和孙家轩 却是听得佩服不已 连连称赞马大师是高人前辈 大家肯定也都累了 等会儿吃个饭 好好睡上一天 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也得晚上去做 今天白日的 有伤风化 明白吗 毕哥说道 明白明白 郭震东和孙家轩 一脸我懂的样子 温念云呸了一声 一群色呸 别让小妖精给你们吞了 于是 我们各自回房 先休息一会儿 等着吃饭 我找到个脸盆 准备下楼去打点水洗脸 正好碰上温念云 也拎着脸盆出来 于是我俩 就一到下了楼 我俩从那个水坛子里 打了水上来 坛子不大 但十分幽深 那水冰凉冰凉的 念云姐 你一个人就敢往这种深山里闯啊 我问 温念云看了我一眼 笑道 怎么 看不起姐家 那可没有 我盲笑着否认 只是总归不太安全 那你还不是一个人 跑到这里来 温念云道 我叹了一口气说 我也不想啊 其实我是来找人的 温念云嗷了一声 问我 你找谁啊 我碍了一声 本来我是跟着一群朋友出来玩的 后来因为遇到点事 他们就先过去了 后来等我再追上来 就没有他们的人影了 电话也打不通 应该没事的 这边信号不行 打不通正常的 温念云安慰道 希望没事吧 我摇摇头说 我之前听他们说 可能会路过一个美女 很多的寨子 所以就想着过来看看 温念云笑道 这么说来 你不是冲着这里的漂亮姑娘来的 这个 也顺便吗 我挠了挠头笑道 温念云笑骂道 原来你也是个小色配 我俩说着话 就见那位老板娘 从对面过来 这个水有些凉 两位要热水的话 可以去厨房倒一些 老板娘跟我们打了个招呼 笑着说道 我们点头说知道了 老板娘 这几天有没有其他客人来过这里 我顺便打听了一下 有啊 两天前来过一批的 好些人呢 把这里差点都住满了 老板娘笑道 我心里一动 就问他 都是些什么人 男女老少的都有 看着不像是旅游的 老板娘跟我描述了一下 我一听 就知道 他说的肯定是姚家那一行人 那他们现在都已经走了 我接着问了一句 住了一晚上 昨天天没亮 就走了 老板娘说道 这么糟啊 老板娘摇了摇头 可不就是 我也觉着有点怪 这群人走的时候 巧没生息的 连我都不知道 我差一道 不太可能吧 这么多人 要是走的话 肯定会有不小动静 也可能是我睡得太熟了 没听见吧 反正我起来的时候 这些人都已经走了 老板娘说道 那店里的其他人 有没有看到 我问 老板娘笑道 这客栈平常都没什么客人 除了白天忙的时候 会有人过来帮忙一下 晚上都只有我一个人守着 哪还有什么其他人 我听得暗暗皱眉 这个事情明显就挺蹊跷的 以姚家人的做派 要是好端端的 不可能就这么不声不响地 偷偷走人 不过一时之间 也问不出其他什么 跟老板娘道别后 我和温念云 端着水盆回房 刚才老板娘说的那些人 不会就是你朋友吧 温念云随口问 我说 听着有点像 不知道是不是 温念云看了我一眼 笑道 老板娘说 那群人可不像是来旅游的 而且男女老少 托家带口的 我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念云姐 你可真精明 什么都瞒不过你 其实我们真不是来旅游的 主要是出了点事 所以全家老小出来 准备找个地方避一避 温念云点头道 原来是这样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估计你们是惹上了什么大麻烦吧 出来躲躲也好 虽然这大山里没水没电的 但至少没那么多纷争 对啊 我很是认同 念云姐 你的念头还是很通达的吗 https-3w.bychugaccess.com 温念云笑道 你哪里看出来 我通达了 感觉呗 我笑 温念云呵呵笑了笑 要是我真的像你说的 念头通达就好了 不跟你扯了 我去洗把脸睡一会儿 他说着就推门回了房间 我稍稍停留了片刻 也快步回了自己房间 在屋里小睡了一会儿 老板娘就过来叫吃饭 吃过饭后 还是各自回屋接着睡 一直到了傍晚 所有人才又聚到了一起 毕哥 咱们是不是该出去转转了 郭震东和孙嘉勋 跃跃欲试的 毕哥笑道 看把你俩给急的 你看人家马大师多沉稳 小陈也比你们沉得住气 郭震东黑黑笑道 我们跟马大师怎么比 至于小陈嘛 我看就是闷骚 说不定比我们还急呢 一阵哄笑 温念云美好气地丢了的大白眼 懒得看你们这些老色胚 小色胚 自己注意一点 别真让人吞了 说着 就拿着他的相机 先出了门 毕哥吹了个口哨 笑道 那咱们搁几个 也出发吧 郭震东和孙嘉勋 一阵欢呼 于是在毕哥的带队之下 我们几个也跟着出了客栈 在门口遇到老板娘 他笑着问了句 几位去哪 就是去四处转转 看看风俗文化什么的 郭震东随口胡周了一句 那也是好的 不过最近寨子里 有些不太安生 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老板娘点头道 郭震东微微正了正 问 怎么就不太安生 老板娘道 我也说不上来 也可能是山里的野兽 跑进来吧 总归小心没大错 毕哥等人一听是野兽 也就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入夜之后 寨子里各家各户 都亮起了灯光 因为没有电 所以用的都是油灯 是那种昏黄的灯光 跑到这里 感觉一下子 像倒退了几十年 孙家轩笑道 世外桃源嘛 其实这样也挺好 郭震东笑着接了一句 自从一出客栈 两人就一路东张西望 毕哥笑道 瞧你们两个猴急的样子 还记不记得 白天送你们手帕的姑娘住哪 郭震东和孙家轩 都是一联盟 我竟激动了 这哪记得住 估计也就陈平记得吧 他就那一个 两人都有些急了 马大师吐个烟圈 淡淡道 我也记得 您老牛逼 郭震东竖起个大拇指 又苦着脸问毕哥 那这可怎么办 毕哥笑道 既然不记得了 等会儿 你们就挨家挨户过去 逃完水喝 要是家里的姑娘看中你了 会给你塞手帕 要是你也相中了 那就留下来 否则 就找个借口走人 明白了吧 原来还有这一招 郭震东和孙家轩大喜 不过欢喜过后 郭震东二人又有些担心 我们这样子 会不会被人打出来啊 毕哥笑道 放心吧 这里的习俗不一样 男欢女爱 你请我愿的 说到这里 又加重了几分语气道 不过我事先提醒你们啊 要是人家姑娘不愿意 你们可不能硬来 而且也不许动歪脑筋 随口许些实现不了的承诺 哄骗人家 明白了没有 明白 毕哥你放心 我们绝对不是那种人 两人保证道 于是 郭震东和孙家轩两人 还真的开始一家一家的敲门 讨水喝 小陈 好好玩 毕哥拍了拍我肩膀 打个招呼 也和马大师各自去了 很快 一伙人就一窝蜂散去 我沿着石板路 继续往前走 这会儿天色已暗 路上的行人很是稀少 转了一会儿 见前面有个男人 在门口编织破解 就过走了过去 大叔 好手艺啊 我笑着打了个招呼 那男人五十多岁 皮肤粗糙 手掌粗大 看来是干惯了浓活的 抬头笑道 就是做惯了 什么好手艺不好手艺的 你们是早上进来的客人吧 我笑着点头说是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大叔问 毕哥早就统一过口径 就说是误打误撞进来的 大叔道 也是 自从有个道士来过之后 我们寨子就有点邪性了 很少再有外人 能进到我们寨子里来 我听得心里一动 好奇问 什么道士啊 大叔呵呵一笑 都是沉点往事了 不提了不提了 说 你就给我讲讲呗 我最喜欢 听一些沉点往事了 我笑说 那大叔摸不过我 就道 那好吧 反正也没事 就跟你说说 来 坐这儿 他给我递了一个小木凳过来 我接过来坐了 那还是十几年前了 具体几年 我也记不住 反正好多年了 大叔慢慢说道 本来呢 咱们寨子里还是挺热闹 时不时的就有客人进来 说是我们这里山好谁好 来度假游玩的 嗨 其实我也想不明白 咱们这儿荒山野岭的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 后来有一天 突然来了个道士 这道士呢 就挺邪门的 在我们寨子里转了一圈之后 就往我们寨子入口处 一坐 这一坐就不再起来了 我问 是不是那个堆骨头山的地方 大叔笑道 对头 你们也看到那白骨山了吧 有没有吓一跳 还行吧 我呵呵笑道 其实被吓一跳也正常 谁看到那一大骨头 也得发出 不过呀 这就是我们寨子的传统 以前经常要打猎嘛 就把吃剩下的野兽骨头 给堆在寨子外头 大叔解释道 我表示理解 还是说回那道士 大叔接回刚才的话题 那道士就死赖 在我们寨子门口不走了 不吃不喝的 但凡是有外面的人 要进我们寨子做客 就他给挡在那里 不让进 我笑说 还有这种事 大叔拍了一下大腿道 可不就是 也真是邪性了 那道士还特别蛮横 看着挺瘦的 力气可大得很 那些客人要是不听劝 非得进来 他就动拳头 把客人全给打跑 这倒是还真挺有意思 后来呢 我顺着他的话头问 后来嘛 这是当然把咱们寨子里的人都惹脑了 大叔道 咱们寨子 向来民风淳朴 热情好客 他这一闹 不是给咱们寨子抹黑吗 让外人以为 是咱们不懂道理呢 没错 是这个脸 我点头说 我们一群人找过去 想请他走 结果那道士却死活不肯挪握 还说我们寨子这样下去 迟早要遭天遣 他是在替我们挡灾 唉 我们也不知道 他在胡说些什么 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他给轰走了 可没想到第二天起来一看 咱们寨子入口的白骨山旁边 居然多了一块黑色石碑 上面还写了个三个字 叫什么白骨寨 这又是那道士搞的鬼 我们当时就不乐意了 准备把那石碑给推掉 不过夫人说 这石碑立了就立了吧 叫白骨寨也没什么不好的 我们这才作罢 把那块石碑保留了下来 我疑惑问 夫人是谁 夫人嘛 就是咱们寨子里的领头人了 也是寨子里最有本事的人 我们都很服他的 在你们外面 是不是叫村长 大叔问 叫法挺多的 如果是村子的话 是叫村长没错的 我笑说 嗨 都一样 大叔白白手道 夫人都发话了 我们也就没再去管那石碑 后来几天 也没见那道士再来 我们以为这样总安生了 可后来就发现有点不对劲 从那天后 就没有客人再来咱们寨子了 当时我们也没多想 不来就不来吧 反而清静些 直到有一天 两个小伙子灰头土脸地进了寨子 一问才知道 他们是误打误撞进来的 正常的路子 根本找不到咱们这里 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知道 原来那道士暗中做了什么手段 把我们寨子给藏起来了 大叔说道 至于什么手段 你可别问我 反正稀奇古怪的 我也是听其他人这么在说 后来呢 那道士去哪了 我问 大叔摇摇头道 后来我们夫人亲自出面 邀请那道士进咱们寨子做客 那道士还真来了 跟夫人见了一面 也不知夫人跟他说了什么 那道士离开之后 就再也没回来 然后咱们寨子 也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就跟你们一样 时不时会有几个客人误打误撞 进我们寨子 不过人少了也好 清静一些 我在心中暗自琢磨 又问 我听客栈老板娘说 就前天 还来了一群外人 听说人数还挺多的 对 是来了一群人 我还真是有好多年 没见过这么多外来客人了 大叔笑道 关于两天前来的那一行人 大叔的描述 跟老板娘的基本上一致 对了大叔 你是本地人吗 我问 大叔看了看我 笑道 徐州那边的 徐州啊 我前不久才去过 我笑道 后来您是在这里结婚生子了 大叔笑道 我以前是做皮货生意的 那年运气不好 破产不说 还欠了一屁股债 只能东躲西 藏的 后来无意中到了这里 虽然生活简陋了些 不过日子还是不错 又遇到了个喜欢的女人 就留下来了 之后 大叔又叙叙地 给我说了一些当年的事情 像她是怎么跟这里的姑娘好上 又怎么结的婚 后来还生了两个孩子 我听人说 咱们寨子里只生女娃 这肯定是个谣言吧 我好奇问 大叔正了一正 叹气道 这个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谣言 不过打从我来了这里之后 咱们寨子里 的确只有女娃出生 还真有这样的事情 我吃惊问 大叔摇摇头道 这是的确怪异得很 我当年也觉得很是奇怪 不过嘛 这世上稀奇古怪的事情多得很 见多也就不怪了 那也是 我顺着她的话说 不过 我听我婆娘说 很早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大叔说道 我顿时来了兴趣 问她具体是怎么回事 听我婆娘说啊 这应该是从五十多年前开始的 在这以前 咱们寨子里还是正常的 大叔回忆道 难不成五十多年前 出过什么事情 我心里一动 接着问道 大叔皱了皱眉头 这是说起来很复杂 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搞不清楚 不过听我婆娘说 是有狐仙作祟 狐仙 说好听点是狐仙 说难听点就是狐狸精 大叔说道 不过这种玩意儿 传说倒是挺多 但咱们谁也没见过啊 我总觉得这说法有些不靠谱 我让大叔说来听听 我婆娘是这么说的 说是咱们寨子里 一直有个神婆 神婆你知道吧 就是跳大神的那种 我点头说知道 也有地方叫仙姑的 对对对 就是那种 反正是神圣叨叨 装神弄鬼的 咱们寨子里原先就有 我听我婆娘说 寨子里的神婆 她还是世代相传的 母亲传给女儿 女儿又传给自己的女儿 一代代往下传 嗨 就这 居然还搞嗜邪 大叔笑道 听她的口气 显然对神婆这些东西 有些嗤之以鼻 呵呵 是挺有意思 我随口附和了一句 其实 真正的神婆仙姑 那是有真本事的 而且她们的手段 又跟道门的法咒俘禄 或者寻常的风水术 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 如果细细追究起来 她们神婆仙姑这一脉的 应该是跟巫术有关 她们其实算是巫女的后裔 也分属悬门百道之列 当然了 现如今真正有本事的神婆仙姑 那是少之又少了 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跳大神骗人的 就这神婆啊 之前在咱们寨子里呢 装神伴鬼的 不时还抓点药 给寨子里的人治病 所以寨里的人 都一直把这神婆 当成神一样进着 直到五十多年前 寨子里突然开始连续的生女娃 大家火都慌了 一起去找那个神婆询问 究竟怎么回事 那神婆呢 一番计算后 脸色凝重地告诉大家 是咱们寨子里受了诅咒 我听得暗暗咒没 诅咒 其实是一种很特殊的法术 如果细究起来 应该可以归到其神术一类 顾名思义 就是祈求神鬼 加祸于敌对之人 可以说 这是一种十分难缠的术法 一般来说 寻常法咒的效果 通常只是短暂加深于某人 就算是威力强大如雷法 那也只是在天雷劈下的瞬间 造成巨大的伤害 但诅咒这种东西可不一样 它可能来势没有那么猛烈 但能够缠着你五年 十年 一辈子 甚至还可能疑惑到你的子孙后代 所以 但凡是涉及到诅咒的 都是十分棘手的 当然了 下诅咒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通常越是厉害的诅咒 下诅人所需付出的代价就越高 动不动就是以血为霉 甚至直接自己 以自己的命为代价 都是不在少数 可以说是 既伤敌又伤己 诡异得很 如果说 这寨子里 之所以只能生女娃 是诅咒造成的话 那的确是十分合理的 后来怎么样了 我问 大叔摇头道 我估摸着那神婆 也就是神神叨叨的那么一说 什么诅咒 都是胡编乱造的 后来嘛 听说那神婆想了很多办法 也没能找出解决的办法 反而自己倒先给病死了 病死了 我不禁咒眉 对 听我婆娘说 那神婆 算出是诅咒后 大概没过两个月 就突然病死了 哎 装神弄鬼的 能有什么好下场 我又问后来怎样 那神婆死后 就由她的女儿 继承了她的衣钵 大叔道 问跟她打听 那位神婆住在哪里 大叔看了我一眼 笑道 怎么 你还想去找她 问神请卦呀 就是比较好奇 想去看看 我随口编了个理由 不用去了 那个神婆早就不在了 大叔摇头道 我疑惑问 是已经不在寨子里了 大叔微微一叹 道 早二十多年前 已经死了 怎么死的 我大为意外 大叔爱了一声道 我听婆娘说 这神婆 其实是狐仙作祟 当初寨子里 之所以突然间 只能生女娃 就是被这狐仙下了诅咒 听说这叫狐祖 这神婆 怎么成了狐仙了 我很是诧异 大叔摇头道 谁知道呢 反正当年 被寨子里的人发现 这一代代的神婆 其实就是狐狸精 藏在咱们寨子里 后来不知怎么的 心肠毒了 居然给寨子里 下了诅咒 为了避免她再危害 就把她给捉起来 给处置了 怎么处置的 我问 大叔笑道 这种陈年旧事 我也说不清楚 小伙子 你也就当个笑话 听听就算 也是 我附和地笑道 但这十九里寨里的事情 还真是越来越蹊跷了 我跟这位大叔 又闲扯了几句之后 屋里有女人 叫她回去吃饭 我就跟她道了个别 离开了 之后又在寨子里 转了一阵 跟几人打听了一下 就回了客栈 在门口 遇到那位老板娘 这么早就回来了 她有些意外地笑道 我被她这目光 看得有些尴尬 就随便转了转 天太黑 就干脆回来睡觉了 老板娘玩耳笑道 怎么 没去淘水喝 咱们客栈里也有水 就没必要去淘了 我甘笑一声说道 老板娘似笑非笑地 盯着我看了一阵 好吧 说得也对 我问其他人 有没有回来的 其他人哪那么快 老板娘美好气地道 估摸着明天早上 能回来 就不错了 这话题真是越聊越尴尬 我道了个别 就咚咚咚回了楼上 果然 其他人一个都没回来 就连温念云也还在外头 我回到房间 脱了把椅子靠窗坐下 仔细梳理着 近些天发生的事情 真是越琢磨 越觉得这寨子 充满了古怪 姚家一行人 确定是来过这里的 但在这里住了一晚上 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 更奇怪的是 他们这么多人离开 却是没有一个人见过 虽说当时的时间比较早 外面行人稀少 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这里头 绝对有古怪 要么是姚家一行人 离开的时候 不想被人看见 所以施展了某种手段 隐匿了踪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是最好的 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 姚家一行人 不是自己离开的 而是莫名其妙地 就在这寨子里消失了 要是这种情况 那就麻烦了 我在房中坐了一会儿 从窗户看到 老板娘出了门 往左去了 想了想 就起身出门 来到隔壁的房间 手掌往门锁上一贴 门锁随即啪哒一声打开 我悄然推门而入 将整个房间 细细翻查了一遍 之后从这房间退出 又换了另一间 过不多时 就把这一层楼里的 所有房间都翻查了一圈 但是并没有找到 任何姚家人留下的痕迹 无奈之下 只好回到房中 刚坐下没多久 就听门外 传来嘟嘟的敲门声 我心说 难道是温念云回来了 过去开门一看 就见门口站着一个姑娘 穿着一条碎花裙子 乌黑的长发披在肩上 有点湿漉漉的 像是刚洗完了澡 唇红齿白 有些娃娃脸 素面朝天 没有任何妆容 看着清新自然 你还记得我吗 她笑嘻嘻地看着我 一笑起来 脸颊上就露出 两个浅浅的酒窝 你是 我一时还真没想起来 她用手握住头发 分成两股 这样记得了吗 我心里一动 猛地想起来 是你啊 原来是早上 我们进寨子的时候 跑过来塞我手帕的 那个姑娘 只是当时 她扎了个麻花便 匆匆一瞥 现在披散着头发 又换了一条裙子 看着大不一样 一时间我就没认出来 你想来了 那姑娘笑嘻嘻地道 说着 就侧身从我身边挤 进了房间 然后顺手把门关上 我们这里 你还住不住地惯 她打量着房间 笑着问 我说 还挺习惯的 很清静 那就好了 她说着 转到桌子旁 脸色一洗 我的手帕你没扔啊 把手帕拿在手里 冲我晃了晃 笑问 我绣得怎么样 我说 绣工不错 她扑斥一声乐道 还不错呢 你知道我绣的是什么吗 不是一对鸭 子妈 胖乎乎的 很可爱 我笑 她乐得不行 你肯定是故意这样说的 明明知道 我绣的是鸳鸯 你还哄我 其实鸳鸯和鸭 紫鸭差不多 都是两个翅膀一张嘴 我说 那我跟你还都是一个鼻子 两个耳朵呢 能一样吗 她皱着鼻子轻横道 我往窗外看了一眼 还没见老板娘回来 笑道 都是人 不是差不多 哪一样啊 我是女的 你是男的 差得多了 她把手帕绕在手指上 缠了几下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把名字说了 原来你叫陈平 我记住了 她嘻嘻一笑 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吗 是不是于小三 我问 对了 她欢喜地拍手道 你看到我手帕上秀的名字了 哎 就是我的自秀的实在是丑 我说 已经挺好了 在手帕袖子本来就不容易 如果让我来的话 估计鬼都认不出 于小三笑得花枝乱颤 你是男人 当然不会这种姑娘家的手艺了 我说也不是 在外头 有很多刺绣高手 就是男的 真的假的 于小三大为吃惊 还有男的刺绣啊 对啊 多的是呢 你不知道吗 于小三摇摇头 轻轻叹了口气 我从一出生就在寨子里 从没出去过呢 也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样子 我本来觉着 她说的有点夸张 但转念一想 这十九里寨远在深山 十分封闭 连店都没有 更何况是网络了 如果不出去的话 的确不太能了解外边的世界 小的时候 经常有客人从外边进来 我就追着他们 给我讲讲外边的事 可惜这几年 来的人越来越少了 于小三苦着脸道 我笑道 没事 你现在长大了 可以自己出去看看 于小三露出微笑 对啊 我过了今天就十八岁了呢 说到这里 又微微叹了口气 可惜 我们是没法出去的 我有些奇怪 为什么不能出去 因为啊 我们要出去的话 就活不长 很快就会病死了 于小三微微猝起眉头道 我说 不可能吧 哪有这种事 于小三微笑道 这是说出去 很多人都不信 不过是真的 我们这里出生的人 只要离开了寨子 很快就会生病 然后无药可治 之后就死了 我看他的样子 不像是在随口户舟 陈平哥哥 你是不是觉得好奇怪啊 于小三问 我说 是挺奇怪 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于小三叹气道 其实以前我们这儿也不这样的 就是从五十几年前开始的 我心里一动 说道 是因为诅咒吗 他疑了一声 陈平哥哥 你也听说过诅咒的事情 我说刚才在外面闲逛的时候 听一位大叔说的 于小三嗷了一声 突然笑音音地盯着我问 陈平哥哥 你去淘水喝了吗 我说没有 他吸的一声笑道 你为什么不去啊 我说出来的时候 喝过水了 不渴 于小三盯着我看了半天 轻横了一声说道 你明明知道去淘水喝什么意思的 你来我们这儿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其实我主要是来找人的 我解释道 来找谁啊 他好奇问 我说是来找一群朋友 两天前来过这里 住了一晚上 之后就不见了 啊 原来他们是你朋友呀 于小三恍然道 你也见过他们 我问 于小三点头道 对啊 我们寨子就那么大 只要有外面的客人来 大家就全知道了 我叹了口气说 我听老板娘说 他们走得翘无声息的 我现在也不知该去哪里找他们 陈平哥哥 你别担心了 他们那么多人 不会有事的 总能找到的 于小三柔声安慰道 我问他 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事情 于小三想了半天 摇头说 你那些朋友来了之后 就住进客栈了 而且晚上也没有人出来转悠 规矩得很 我心说 姚家这一行人 是来逃难的 而且以姚家的作风 自然也不可能允许谁 出来搞些风花雪月的事情 对了 有一件事 于小三突然想到 我问是什么 你朋友里面 是不是有位姓姚的大叔 样子很气派 很威严的 于小三问 对 那位是姚大先生 按照他的描述 那应该就是姚振远了 于小三哦了一声 说道 这位姚大先生 去找过我爸 我破意外 他去找过你爸 对啊 于小三点头道 当时我刚好在场 我爸见到那位姚大先生 好像很激动的样子 我感觉他们两个 像是认识的 我心里一动 之前在电话里 听何思同的意思 姚振远是要带着他们 路过十九里寨 难不成是十九里寨里 是有姚家的熟人 所以姚振远 才要打这里经过 你父亲怎么称呼 我问 于小三笑道 那可巧了 我父亲也姓姚 叫姚思贤 我一正 也是姓姚 难道这位姚思贤 竟也是姚家人不成 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要知道 现在姚家 可谓是风雨飘摇 艰难无比 姚振远 竟然能在这个时候 去找此人 说明姚振远 对他应该是十分信任的 如果这姚思贤 是姚家人 那就说得过去了 我能不能去拜见一下你父亲 我问道 当然可以啊 于小三笑道 不过他刚刚出去了 估计要后半夜才能回来呢 我只好把这事先缓一缓 对了 你父亲不是本地人啊 是啊 否则他也没法地出去 于小三点头道 我在心里暗暗琢磨 总感觉这寨子里头的事情 越来越蹊跷 陈平哥哥 你别担心了 等我爸回来 我让大家帮着你一起找人 于小三柔声安慰道 好 多谢了 我感激道 客气什么 于小三把手帕绕在手指上 然后又解开 低声道 陈平哥哥 你知道我们这儿 送手帕的含义吗 知道 我有些发炯 于小三手指搅着手帕 红着脸看着我 我看上你了 所以才送你手帕的 我还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不由得大为狼狈 那你喜不喜欢我呀 于小三两眼水汪汪地看着我 我赶紧先划清界线 这个 咱们不合适 于小三眼圈一红 你是不是嫌我不够漂亮 没有 你长得很好看 真的 于小三破涕微笑 你不喜欢我这个乡下丫头也正常 不过我喜欢你就好了 你知道吗 今天是我十八岁生日 我能遇到你 实在太好了 他说着 伸手过来握我的手 我忙往后退了一步避开 于小三夕的一声笑道 陈平哥哥 你还脸红了 晚上我陪你好不好 我大为窘迫 他朝前走了一步 凑过来 娇声笑道 你知道早上为什么只收到一块手帕吗 这是为什么 我赶紧趁机岔开话题 那是因为 我送你手帕了呀 于小三笑道 今天是我十八岁成 人里 只要是我挑中谁了 大家都不会跟我抢的 原来是这样 我恍然大悟 想着找个什么理由 赶紧摆脱眼前的窘境 陈平哥哥 你讨不讨厌我 于小三两眼汪汪地看着我 当然不会 他松了口气 那就好了 只要你不讨厌我就行 晚上就让我陪陪你好不好 说着 来往我的手臂 我忙后退了一步 陈平哥哥 你是不是讨厌我 于小三眼圈一红 委屈地问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解释 心中飞快转念 索性把心一横 叹了口气说 其实 不是你不好 主要是那个 我喜欢男人 于小三睁大了眼睛 微微张着小嘴 愣愣地看着我 这个秘密 你可别告诉别人啊 要不然我可没法做人了 我苦着脸道 那 那你是讨厌女人吗 于小三呆呆地问 我索性眼到底 也说不上是讨厌 就是反正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于小三愣了好半天 才难难地道 难怪你 不去淘水喝呢 可不就是 我叹气道 主要是根本没什么兴趣 那你 于小三愣愣地看着我 半晌才道 那你陪着我说说话好不好 说话当然没问题 我拖了把椅子过来 请他坐下 咱们就好好聊聊 于小三坐下来 还有些呆呆地看着我 对了 你父亲姓姚 怎么你是姓于 我觉得这气氛有些尴尬 赶紧插了个话题 于小三嗷了一声 解释道 我们这里都这样 都是随母姓的 我妈妈姓于 原来是这样 我表示了解 对啊 于小三点头道 我俩正说话 突然听到门外 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 紧接着 就听到有人在外面敲门 我正要问是谁 于小三急忙扑过来 捂住我的嘴 冲了做我一个虚的动作 让我不要出声 外面的敲门声又持续了一阵 过了一会儿 就听一个娇媚的女生问 有人在吗 于小三忙冲我摇头 那女生又问了几次 然后就听到脚步声离开 虽然刚才是一个人的声音发问 但从脚步声听来 外面应该是有两个人 只不过另一人没有出声而已 听到门外再没有动静 于小三才松开手 又跑过去贴着门板听了好一会儿 才松了一口气回来 刚才是谁啊 我好奇问 是我两个姐姐 于小三道 其实我的大名叫于三三 在家里排行老三 我二姐叫于双双 我大姐叫于依依 你们家这名字 起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笑说 于三三脸微微一红 名字是我爸起的 他说这样简 一句话还没说完 突然听到 外面又是一阵脚步声响 来到了门口 外头有人啪啪啪门 三三 我知道你在里面 一个娇滴滴的女生叫道 于三三急忙示意我别出声 三三 再不说话 我们开门进来了 另一个女生说道 想必此时在外面的 就是于三三的两个姐姐了 大姐二姐 我在里面 你们干什么呀 于三三只好出声应道 只听外面一个女生问 你们还没好吗 我见于三三一张小脸 仗得通红 休脑道 哪有这么快 那女生有些意外道 还挺久 你们快走 别打扰我 于三三怒道 外头那女生笑道 小姑娘还发脾气了 那你继续 我和你二姐在外面等等 我听外面的动静 两个人还真的没走 就守在了门口 压低声音问 你两个姐姐等什么 他们 于三三咬着嘴唇道 他们在等着我完事 我愣了一下 才明白过来 她说的完事 是什么意思 这也是你们这儿的封锁 不是啦 于三三扭尼了一下道 我两个姐姐也看上你了 所以等着我完事 好近来找你 我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 我两个姐姐长得很漂亮的 比我好看多了 你要是喜欢女人的话 肯定会喜欢她们的 于三三叹了口气道 可惜可惜 我随口附和道 于三三哼了一声 盯着我道 你也觉得可惜呀 不等我说话 她接着说道 我不让他们进来 是为你好 这话我有点没听明白 于三三大概是 怕被外面的 两个姐姐听到 凑到我耳边 低声说 陈平哥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别告诉其他人 我点头答应 其实 于三三迟疑了一下 才继续说道 我们寨子里的女人 体质都有点特殊 要是 要是男人跟我们好的话 会对身体有伤害的 见我疑惑 于三三连忙解释道 也不是其他什么伤害 就是会很累 我听人说 这叫采阳补音 会损耗男子元气的 我正想说 其实这个也算正常的 就听于三三又道 这好像也是 从五十几年前开始的 以前不会这样的 听她这么一说 我就知道 她说的这个损耗元气 只怕是超出正常范围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据说我们寨子 是被胡金诅咒了 所以我们这边 只能生女娃 而且 女人的体质也很特殊 跟男人那样的话 会吸对方精气 就跟狐狸精一样 于三三低声道 她说到这里 看着我 咬了咬嘴唇说道 陈平哥哥 你会不会觉得 我是个怪物啊 哪里有像你 这么可爱的怪物 我笑着安慰道 真的 于三三喜道 说着又微微叹了口气 陈平哥哥 你要是喜欢女人的话 我们寨子里所有姑娘 你都可以去淘水喝 不过 你千万别碰我两个姐姐 我好奇问 这是为什么 于三三道 我两个姐姐 是我们这里最漂亮的 可是他们太过分 跟他们好的人 第二天都会大病一场 要是身体差的 甚至会有性命之忧 所以 你千万别招惹他们 我听得暗暗称奇 点头道 明白了 见到他们躲得远远的就是 于三三恩了一声 正要说话 外面又是一阵 砰砰的敲门声 三三 还没好 她大姐的声音问道 急什么 没好 于三三回道 她二姐笑了一声道 三三 我怎么听你 气息挺平稳 于三三皱眉道 气息挺平稳 怎么了 她二姐格格笑道 傻丫头 你要是在做那个事情 气息能平稳得了吗 于三三这才反应过来 怒道 关你们什么事啊 我和你大姐 这不是等着有点心交吗 她二姐笑道 那你们可以去找别人啊 于三三气呼呼道 大姐娇声笑道 咱们三姐妹的眼光差不多 我和你二姐 也看中了这个 于三三道 今天是我的城 人脸 你们谁也不许跟我争的 二姐笑道 你个傻丫头 要不是今天刚好是你成 人的日子 这块小鲜肉 还轮得到你 那不就成了 你们别打扰我 不让我跟妈妈告状去 于三三威胁道 她大姐二姐 在外头笑得花枝乱颤 好吧 那你快着点 我们再等等 不行 你们守在外面 我害臊 于三三道 外面二女又是一阵笑 大姐娇声道 你个小傻丫头 这有什么可害臊的 二姐乐道 算了 这傻丫头 毕竟是头一回 咱们到边上等着吧 那行吧 再等你半个钟头 大姐笑道 你们慢慢等吧 我要很久的 于三三气鼓鼓道 听门外传来的声音 两人果然离开了 陈平哥哥 我两个姐姐 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咱们偷偷溜出去吧 于三三低声跟我说 我本来就准备出去的 当即点头说好 于三三往窗户外张了张 问我 陈平哥哥 这么高你能不能爬下去啊 我说没问题 那我先下去 你再下来 于三三说着 一撩裙子 就从窗口爬了出去 三两下 就干净利索地落到了地面 看得出来 平时没少爬上爬下 这本来就是二层楼 也不高 等它下去后 我也跟着爬了下去 脚刚着地 就听二楼有人气急败坏地叫道 三三 你干什么 我看了一眼 见二楼其中一个房间的窗口上 站着两个长相娇美的姑娘 年纪比于三三略大 想必就是她的两个姐姐了 快跑 于三三拉住我 就往外跑 只听身后传来 两个姐姐愤怒的叫声 小丫头 你给我等着 一直跑出去老远 于三三才拉着我停下来 格格大笑 陈平哥哥 今天晚上 你就一直陪着我好不好 于三三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反正也睡不着 正好到处转转 我笑道 于三三嗚了一声 点头道 好啊 之后 我俩就顺着青石板铺就的道路往前走 于三三 不时给我说一些 他们寨子里的风俗和陈年旧事 对了 你们寨子里 以前是不是有个神婆 我问 对啊 不过我没见过 陈平哥 你还知道这事啊 于三三笑着问 之前听人说的 据说是这神婆 其实是狐狸精 于三三恩了一声说 寨子里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我不太清楚 我俩正说着 突然听到左前方 传来一声惊恐的尖叫 此时夜色已深 在这寨子里尤其安静 这一声尖叫 就更是让人惊悚 于三三这姑娘 被吓了一跳 过去看看 我带着她 往叫声传来的方向感 拐过几栋房舍 就见一个女人坐倒在地上 在她头顶上方 挂着一个黑乎乎的丛西 被风吹得晃荡荡荡的 啊 于三三跟着尖叫了一声 吓得直往我后面躲 那挂在半空的 赫然是一个烧焦了的人 我定睛细看 见那人的左右肩膀上 似乎是插了两枚 类似长钉的东西 钉尾穿了麻绳 向上悬挂在头顶的树干上 看着极为诡异 来人啊 来人啊 那个被吓得坐倒在地的妇人 大声尖叫 很快附近房舍 纷纷亮起灯 好些人闻声赶了过来 不过一眼看去 绝大多数都是女人 只有寥寥几个男子 我跟几个男人一起 把那具烧成焦炭的尸体 放下来 别碰到 我提醒了一句 蹲下来仔细查看 从体型轮廓来看 这应该是个女人 整个人都已经叹化了 轻轻一碰就得破碎 这种样子 肯定不可能是 普通的火能烧出来的 阿花 阿花 你没事吧 有个身影急匆匆地冲进来 抱住之前那个受惊吓的女人 我看了一眼 原来是之前偶尔遇到的 那个做波及的大叔 想来那女人 应该是她老婆了 我过去打了个招呼 小兄弟 是你啊 她也认出了我 冲我点头道 嫂子估计是受了惊吓 应该没事的 我安慰道 那个叫阿花的女人 扑在大叔怀里瑟瑟发抖 过了好半天 突然大声哭道 我姐 那是我姐 大叔大吃了一惊 看看地上那句黑炭 急忙问道 怎么回事啊 女人哭道 我刚才过来给我姐送点菜 结果在她家里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人 我就出来找找 结果 结果就 大叔连忙拍着她后背 你怎么认得出来 她是家姐 女人指着地上 那个 那个篮子 是我姐的 我见地上滚落着一个菜篮子 篮子的边缘 还镶着蓝色的布边 的确是挺显眼的 那具被烧焦的尸体 模样争鸣阴森 的确十分吓人 赶过来的众人 都是一脸惊恐 议论纷纷 我见于三三那姑娘 吓得小脸苍白 过去安慰了几句 陈平哥哥 我好害怕 于三三紧张地揪着裙脚 这时 人群里有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突然惊恐地叫道 作孽啊 报应来了 报应来了 我早就说过 会有报应的 众人 被她吓了一跳 有几人怒声呵斥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什么胡说八道 那女人像是疯了一样 瞪着人群 我早就说过 胡先是不能动的 你们偏偏不信 现在报应来了 谁都跑不了 还胡言乱语 给我张嘴 人群中 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怒声喝道 看来这老太太在当地 威望挺高 听她一声令下 当即有两个妇女 冲上前去 抓住那个女人 狠狠地抽了两巴掌 慌什么 谁也不许胡言乱语 赶紧去禀报夫人 老太太敲着拐杖道 对对对 去告诉夫人 去告诉夫人 众人纷纷道 当即有两个男的 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在这个寨子里 女人占了绝大多数 看样子 也主要是女人当家做主 在那个老太太的分派之下 众人的情绪 倒是被安抚了下来 我仔细观察着 人群中个人的表情 这个寨子 还真是越发古怪蹊跷了 过不多时 就见一群人提着油灯 从东边快步 朝着这里赶了过来 夫人来了 夫人来了 人群发出一阵欢呼 看起来 这位夫人在这个寨子里 的确是很得人心 威望隆重 我打眼看去 就见来人当中 为首的是个 穿着白裙的中年妇人 年纪应该在四十来岁 但保养得宜 凤眼寒威 气势极强 夫人来了 夫人来了就好了 众人纷纷叫道 那白裙女人 朝着众人 微微点头致意 想必她 就是那位夫人了 她用手掩着鼻子 来到那具 烧成焦炭的尸体前 皱眉看了几眼 是谁先看见的 夫人问 大叔忙 带着他妻子阿花上前 求夫人替我姐姐做主啊 阿花哽咽着 把事情说完 你放心 夫人点头道 这时 那个被掌嘴的大婶 突然又哽着脖子 叫了一嗓子 是胡仙回来报仇了 是报应来了 咱们一个也跑不了 夫人皱眉道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那个主拐杖的老太太 立即怒斥道 给我接着张嘴 那大婶被抓着 又给狠狠扇了几个耳光 夫人眉头微醋 在人群里扫了一眼 紧接着目光落到 我和于三三身上 三三 她叫了一声 只听边上的于三三 嘀嘀地叫了一声 妈 我大感意外 没想到这位掌管寨子的夫人 就是于三三的妈妈 夫人一步 朝我俩走了过来 诞生问道 三三 你怎么在这里 我 于三三扭尼了一下 我俩出来逛逛 刚好就到了这里 夫人打量了我一眼 恩了一声 把人抬到晒谷场 叫醒所有人 去那边集合 夫人转身吩咐了一句 人群当即动了起来 几个男丁 负责把那句交尸抬起 其余人散去 各家各户叫人 跟我来 夫人说了一句 转身离开 于三三冲我使了个眼色 带着我随后跟上 叫什么 只听那位夫人问 她叫陈平 于三三急忙替我回答道 你对我家三三 是什么看法 夫人一边走 一边问 我笑说 是很好的姑娘 夫人点了点头 那让你留下来 陪着三三过日子 怎么样 我正琢磨着 该怎么作答 于三三娇称道 妈 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玩玩 难道你还真想让我嫁人啊 夫人停下脚步 看着我俩 说道 你俩要是谈得来 结婚生子 也未尝不可 我才不要呢 于三三翘脸通红 我也要跟姐姐一样 我怎么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夫人摇了摇头 无奈道 随你吧 之后就没说话 不久之后 就看到前面出现 一大片宽敞平整的空地 应该就是他们说的晒谷场 已经有人先到了 摆放好了几张大椅子 夫人在中间那张椅子落座 于三三拉着我站在一旁 很快 晒谷场上的人 就越聚越多 看过去乌泱泱一片 不过看到最多的 还是些年轻漂亮的姑娘 这在所有人中占了大半 其次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女人 再其次是男人 并没有看到小孩子 应该都是待在家中 晒谷场四个脚上 都点起了油灯 照得整个场子灯火通明 那句烧成焦炭的女尸 此时就停放在晒谷场正中 人群惶恐不安 议论纷纷 再过一阵 夫人两边的椅子就坐满了 都是些上了年纪的女人 能坐在这里 肯定也是一种地位的象征 都到齐了吗 夫人淡淡问 旁边有个建树的夫人回到 应该大部分都到了 还有一些没来 夫人微微点了点头 这时只听到一阵呵斥声 从东南角传来 紧接着就看到毕哥 郭震东 孙嘉轩和马大师四个 衣衫不整地被人赶了过来 毕哥和马大师还好点 至少衣服都已经勉强穿完整了 只是来不及穿鞋 两脚光光的 郭震东和孙嘉轩两个就惨了 只来得及穿了个裤衩 只能用手捂着脸 跟着他们一起过来的 还有几个漂亮姑娘 头发散乱 神色苍黄 衣服也是勉强蔽体 看来是他们几个 都是在床上 被人突然拎起来的 乡亲们 不知是有什么误会 要是我们有什么做得不对的 千万淡淡 千万淡淡 毕哥急忙双手合十 跟众人点头打着招呼 郭震东和孙嘉轩有样学样 急忙跟着一起认错讨饶 不过基本上没有人理他们 只是把他们往晒谷场中间一推 这猛的一看到地上那具骄尸 毕哥几人吓得惨叫一声 差点一屁股坐倒在地 也就是马大师 看着还镇定些 毕竟也算是老江湖了 不过这脸色也好不到哪去 花嫂 你先跟大家讲讲事情经过 夫人淡淡说道 就见那位大叔 扶着他老婆花嫂 从人群中走出 来到晒谷场中央 花嫂一双眼睛 哭得又红又肿 她也不敢再看地上姐姐的尸体 哽咽着把事情讲述了一遍 人群中响起一阵一阵的骚动 毕哥四人更是吓得脸色发白 咱们寨子里 从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坐在夫人左手边的那个老太太 重重地敲了一下拐杖 冷声说道 是啊 咱们寨子里向来太平 怎么会出这种事情 唉 我这几天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终于出事了 吓死人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看肯定是这些外来客干的好事 人群中议论纷纷 我仔细听了一下 真是说什么的都有 毕哥哆嗦了一下 急忙辩解道 乡亲们 我们就是来旅游度假的 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啊 对啊对啊 跟我们没关系啊 郭震东和孙家轩也是吓得傻了 急忙分辨道 毕哥拉过一个姑娘 叫道 小英可以作证的 我俩一直在一起 那个叫小英的姑娘 脸羞得通红 低着头承认了 郭震东和孙家轩 也急忙找了跟他们在一起的姑娘 来替他们作证 马大师倒是颇为镇定 光着脚走到那具胶尸旁 皱着眉头仔细看了看 说道 这人不可能是被普通的火烧死的 什么意思 有人问道 马大师双手背在身后 淡淡说道 要把人烧成这个模样 这种火必须要比寻常火焰 要凶猛数倍 所以 本大师敢肯定 这绝对是有邪碎作怪 有邪碎作怪 人群顿时又是一阵骚动 毕哥在一边急忙大声介绍道 我们这位马大师 是赫赫有名的风水大师 马大师绕着那具尸体转了一圈 笃定地道 这定是邪碎作怪 本大师绝不会看错 这老头摆起架子来 还是颇有高人风采的 胡言乱语 我们寨子里 哪有什么邪碎 那个拐杖老太太 力声呵斥道 这老太年纪一大把 脾气却是比年轻人 还要来的暴躁 马大师微微一笑道 这位老夫人稍安勿躁 咱们寨子里 毕竟坐落深山 而且最近世上本就不太平 招惹些邪碎 也是难免的 一派胡言 老太太怒道 别的地方我不管 但在我们十九里寨 绝对不可能出什么脏东西 她话音刚落 就听人群里有人扯着嗓子 惊恐地大叫道 肯定是胡仙降灾了 报应来了 报应来了 我看了一眼 发现还是之前那个 被长了很多记嘴的那个妇人 这人双眼直勾勾的 满脸惊恐之色 虽然被两个男人按住 却还是拼命挣扎叫嚷 给我把她的嘴撕烂了 老太太咬牙叫道 两个女人冲上前去 给那妇人嘴里 塞了一团抹布 那女人呜呜的 终于叫不出声 但她这话 却已经在人群里 引起了巨大的波澜 会不会真是胡仙作祟 你们 你们还记不记得 当年那个女人 就是这样死 胡说八道什么 是不是也要把你的嘴缝起来 八婶说得好像也有道理啊 会不会真是那狐狸精 别胡说了 成天自己吓自己 我仔细听了一阵 人群中众人议论不休 各个神色惊慌不安 他们说当年那个女人 是不是说的那个神婆 我低声问于三三 于三三显然受了惊吓 一张小脸 还是没什么血色 点头道 对 其实 我听说 她是被活活烧死的 我正想再追问一句 只听人群里有个清亮的声音问道 这位大师 你说会不会是胡仙在作怪 这声音听起来有几分耳熟 我往人群中仔细一看 果然 说这话的 长相美艳 风韵犹存 正是客栈那位老板娘 谁在那里胡说八道 老太太怒声问 老板娘从人群里走出 笑道 您老别生气吗 我们也只是问问 万一真有胡仙作怪呢 大家说对不对 人群一阵骚动 尤其是那些个年轻姑娘 都很是赞同老板娘的话 马大师微微点了点头 道 如果是胡仙的话 那祸害起人来 可是十分厉害 当然是有可能的 好些人刷得变了脸色 会不会 真是那个女人来报仇了 有个妇人师生叫道 马大师问道 什么女人 给我闭嘴 什么这个女人 那个女人的 老太太立声呵斥道 老板娘笑道 田奶奶 您急什么 现在可是出了人命 正好又有大师在 不应该让她瞧个明白吗 人中议论纷纷 很多人都认为 老板娘说的有道理 那老太太脸色铁青 正要喝马 就听夫人诞声说道 那就让这位大师给看看 听到夫人发话 那老太太虽然有些不甘 也只能善善闭嘴 马大师恩了一声 道 能不能把本大师的鞋子 和烟杆子还回来 夫人点了一下头 立即有人 把马大师的鞋袜 和烟杆子送上 马大师将鞋袜穿好 又美美地吸了一口烟 这才眯着眼问道 我听你们一直在说 什么狐仙作祟 咱们寨子里 以前是闹过狐仙 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没人说话 是闹过狐仙 还是那位老板娘回道 马大师哦了一声 那你说说 是什么个情况 好吧 那我就来说说 老板娘也不推脱 那是22年前的事了 我听人群中 很多人在怯声议论 大概是老板娘这话 也勾起了他们的回忆 给我闭嘴 什么22年前 那位拐杖老太太 怒声呵斥道 老板娘盯着她看了一眼 半步不让 大声说道 22年前 咱们寨子里烧死了一个狐仙 难道不是吗 人群中的议论声 一下子响了起来 众人神色复杂 尤其是那些个上了年纪的 脸上更是流露出 惊恐仓皇的表情 22年前的事了 马大师皱眉道 你们怎么知道 那是狐仙 老板娘说道 当时我才十几岁 我也不清楚 究竟是不是狐仙 不过他们都说是 马大师问 谁说的 这时 人群里有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说道 那女人就是个狐仙 这是肯定的 而且 她妈也是狐仙 我们寨子里的诅咒 就是她妈给吓的 马大师有些一头雾水 你们到底 说的是哪个女人 毕哥也忙在一旁搭枪道 对 你们说清楚一些 这样马大师才好分析 那个女人 就是我们寨子里的神婆 叫黎湘俊的 那女人说道 马大师皱眉道 既然是你们寨子里的神婆 怎么又变成狐仙了 就是我们一直当她是神婆 没想到她 其实是狐狸精 她妈也是 女人翻来覆去地说着 却是有些家产不清 还是我来说吧 老板娘开口道 我们十九里寨 其实有很长的历史了 从一开始 咱们寨子里 就有一位神婆 这位神婆姓黎 寨子里的人 生病受伤了 就找她求医 遇到天灾人祸 也是去跟神婆问卦 可以说 正因为有这位神婆的存在 咱们寨子里 少死了很多人 我们寨子一带船一带 神婆这个位置 也是一带船一带 都是母船女 一直往下船 马大师点头道 的确如此 很多村子 其实都是受神婆庇佑 那怎么又成了狐仙了 老板娘道 这就要说回到五十多年前了 那时候出了一件事 咱们寨子里 突然间只生女娃了 大师既然来了咱们寨子里 想必也有所耳闻吧 老板娘眼波流转 看着马大师问道 马大师汉手 的确是听过传闻 老板娘呵呵笑道 这可不是传闻 而是确有其事 五十多年前 咱们寨子里 开始只生女娃 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又是何故 马大师皱眉问道 老板娘扫了一眼人群 接着说道 因为是出古怪 所以大家伙就去找我们 当时的神婆 请她过问此事 神婆点头应允 帮寨子里解决此事 但没料到过了不久 那位神婆就突然离世了 按照老板娘所说 那位神婆突然离世之后 就是她的闺女 黎湘俊 继承了神婆之位 在此之后 十九里寨不仅只生女娃 而且在本地出生的人 都无法离开寨子 只要到了别处 就会很快地生病亡故 黎湘俊百般调查之后 认为这是寨子里 被人下了诅咒 而且 这应该是一种糊足 也就是说 十九里寨之所以变成如今这样 是由于有狐仙作祟 众人一听 就慌了 要求黎湘俊 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寨子 黎湘俊也一直研究解决之道 只可惜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 这诅咒的事情 却是依然无法无法可解 寨子里的人 渐渐地就生出了许多不满 但是由于 黎家世代神婆积累的威望 大家明面上也不敢说什么 直到有一天 寨子里突然悄悄流传起了 这样一个说法 说这黎家之所以能够请神奇卦 拥有法力 是因为这黎家人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狐仙变的 这种流言 越传越凶 而且被说得有鼻子有眼 到了后面 更有一种说法 说这寨子里的诅咒 其实就是黎湘俊的母亲所下 由于这诅咒实在太过恶毒 所以黎湘俊的母亲 也因此遭到诅咒 反噬身亡 这流言传得有鼻子有眼 在众人眼中 黎家人渐渐就从德高望重 庇佑寨子一方水土的神婆 变成了吃人不涂骨头的胡金 不过涉于黎家的威望 这些人也不敢怎么样 就是在私底下七嘴八舌的议论 老板娘一脸讥讽地说道 那后来又怎样 马大师皱眉问道 老板娘正要说话 突然人群一阵骚动 姚大夫回来了 姚大夫回来了 有好几人高兴地大叫道 我打眼一看 见晒谷场西南方向 走过来一个人 更准确地说 是一个男人背着一个女人 正往这边走了过来 那男人应该也就五十多岁 但头发已经白了大半 脸上满是沧桑之色 第一眼看到她 我就想到了姚振远 虽然两人的气质迥异 但眉眼之间 却是有六七分相似 是我爸回来了 于三三喜道 果然 这男人就是于三三的父亲姚思贤 我更加肯定 这姚思贤和姚家 肯定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 她背在身上的那个女人 长相娇媚 身材火辣 却是之前出去采风拍摄视频的温念云 看起来似乎是腿上受了伤 爸 出什么事了 这时 姚思贤身后追上来两个人影 其中一人娇声问道 这两人相貌娇媚 体态妖娆 跟于三三长相颇为酷似 正是她的两个姐姐 大概是听到消息 匆匆赶来了晒谷场 姚大夫 众人纷纷跟姚思贤打着招呼 并上前帮忙 看来这于三三这位父亲 在寨子里的人望很高 姚大夫 放我下来吧 温念云也有些不好意思 姚思贤将她放下 又赶紧叫人拿了一张椅子过来 让她坐下 啊 于家姐妹俩看到地上那具浇尸 被吓了一大跳 姚思贤这才注意到 也是脸色大变 怎么回事 急忙上前查看 当即有人把事情给她简单讲了 我正打量着 那位姚思贤姚大夫 眼前人影晃动 一阵香风扑面 三三 你胆子大了 敢忽悠你姐了是不是 是于三三的两个姐姐找了过来 哪有 我怎么你们了 于三三急忙挡在我面前 哟 看你紧张的 怎么 还没完够呢 那位二姐格格笑道 于三三气鼓鼓地道 对啊 我没完够 你们不许碰 大姐白了她一眼 没好气地道 瞧你这小气啊 平时我俩有什么好东西 什么时候不想着你了 你倒是好 打算一个人吃毒食啊 这不一样 于三三小脸通红 哎哟 小妮子情窦初开 不得了不得了 二姐笑得花枝乱颤 说着 绕着于三三 往我身上一贴 往我脸上吹了一口气 娇声道 小哥哥 你要跟我一起玩 还是跟我这傻妹子一起玩 声音又昧又酥 听得人浑身发麻 于三三急忙把她二姐拉开 怒道 你干什么呀 刚拉开二姐 那位大姐又贴了上来 三三你这可就霸道了 喜欢跟谁玩 那得小哥哥自己选 小哥哥 你说是不是 说着 手指一勾 就朝我下巴勾了过来 被我后退一步避开 你别乱来 于三三气急 忙拉开 她大姐挡在我面前 大姐呵呵笑道 只准你乱来 就不准我乱来啊 你个小霸道鬼 我就霸道了 你们不许动她 于三三气呼呼地道 她两个姐姐笑得前腐后仰 我就要把她给吃了 你能怎么的 小傻丫头 二姐娇声笑道 那我就告诉妈 于三三大声叫道 妈 他们欺负我 结果夫人坐在那里 压根没有理会 只淡淡道 都安静点 她这一发话 于三三的两个姐姐 顿时也不敢再嬉闹 虽然嘴上是不说了 手底下的动作却是不断 二人分从两侧 朝我身上贴了过来 于三三气得不行 护着我 急忙把两人给挤开 我看他们的样子 姐妹三人的关系 其实相当不错 感情很深 姚大夫 你有没有看出什么了 只听老板娘的声音问道 我看回场中 见那姚思贤眉头紧皱 原本就显得苍白的脸色 看着又更加白了几分 是被火活生生烧死的 姚思贤沉声说道 是啊 马大师也是这么说的 老板娘道 姚思贤看向边上的马大师 嘴唇动了动 大概正要说什么 就听老板娘突然说道 姚大夫 你记不记得 还有个人也是被火火烧死的 这一瞬间 我就见姚思贤的手哆嗦了一下 然后脸色越发苍白 人群中也随即起了一阵骚动 胡言乱语 还不给我闭嘴 那位老太太历声呵斥道 老板娘这回 却压根没有理她 双眼一瞬不顺地盯着姚思贤 姚大夫 你倒是说话啊 你不会已经忘记了吧 姚思贤默不作声 倒是人群中议论声见大 除了那个被烧死的狐狸精 还能有谁 有个年长的妇人 不以为然地提了一嘴 老板娘豁然回头 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那妇人被她吓了一跳 恼羞成怒 骂道 你干什么 我难道说错了吗 老板娘喝得一声笑道 没错 二十二年前 还有一个人 被你们当作狐狸精活活烧死 她这番话一出口 人群顿时一片哗然 你说什么混账话 那个女人就是狐狸精 烧死了活盖 那主拐杖的老太太 勃然大怒 拍着一靠大骂 人群中也有好些人 开始指责老板娘 谁说我黎一是狐狸精了 老板娘收起笑容 双眼一红 厉声贺问道 我黎一哪里对不起 你们了 咱们这十九里寨 世世代代 谁家没受过黎家人的恩惠 好呀 原来你是跟那狐狸精一伙的 来人哪 把他给我抓起来 老太太大怒 老板娘凌然不惧 怎么了 急眼了 我哪句话说错了 人群议论声大作 之前那个妇人插腰骂道 你个丫头骗子 是被那个狐狸精养大的 我早知道 你不是好东西 现在还在听那个狐狸精 说好话 你再说一遍 老板娘逼试着她 那妇人呸了一声道 我就骂那死狐狸精 把我们害成这样 她一句话还没骂完 老板娘就扑了上去 一把拽住她的头发 直接狠狠甩了她两个耳光 那妇人发出一声尖叫 两个女人顿时打成一团 只是明显还是老板娘 站了上风 压着那女人再打 一阵鬼哭狼嚎 成何体统 成何体统 老太太敲着拐杖大叫 她一声吩咐 当即有人冲上来 要把老板娘抓起来 我李死得惨啊 她现在回来了 你们一群人不得好死 老板娘一边骑在那妇人身上 左右开弓 啪啪扇着她耳光 一边吏声大叫 那几个人听了 都是一阵惊惧 不敢再靠近 会不会真是胡仙来报应了 我早就说我胡仙 胡仙是不能烧的 这回怎么办 老天爷保佑 这是跟我没关系啊 人群中 众人惊慌失措 瑟瑟发抖 我大致是听明白了 这老板娘 应该是那位神婆 李湘俊养大的 后来李湘俊被当作是胡仙 让寨子里的人 给活活烧死了 这里我觉得 很是有些蹊跷 这个李湘俊 不管她是胡仙也好 是神婆也罢 按理说 仅凭寨子里这帮人 应该没有能耐 将她烧死才对 如果李湘俊真是胡仙 那也就是说 这已经是一头 可以画出人形的胡金 对于金怪来说 能否画出人形 那绝对是一个分水岭 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 金怪画形 就差不多等于英诗画杀 英诗跨过画杀这个门槛 就有了成诗杀的希望 可想而知 这已经画了人形的胡金 会有多么可怕 就算是一个中等风水世家 估计也挡不住 一只可以画形的胡金 更何况是这么一个 都是普通人的寨子 就凭他们 想要烧死一只画形胡仙 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反过来说 如果李湘俊不是胡仙 而是真正的神婆 那也不大可能被一群普通人给烧死 要知道神婆 跟普通的修行者不同 他们起源于巫术 一般是靠着血脉传承的 也就是说 神婆的后人 一出生就会有特殊的能力 再加上后天经过勤学苦修 通神问鬼 他们的能耐 根本不是普通人可以比拟的 除非是他们 这一脉的神婆 本领实在差得惊人 又或者说 他们就跟现在大多数神婆一样 只是个样子祸 只是装神弄鬼 没有本事的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被一群普通人给制服 然后活活烧死 又或者 当年的事情 还有其他什么隐情 最终还是姚思贤 跑过去把老板娘拉了下来 劝道 小珍 小珍别打了 老板娘啪的一声拍开她的手 大叫道 你别叫我小珍 恶谢 这小珍八成是老板娘的名字 老板娘跟你爸挺熟的 我问于三三 于三三迟疑了一下 说是挺熟的 以前 以前 她吞吞吐吐的 一句话还没说完 我就见老板娘 眼睛通红地盯着姚思贤 指着她鼻子怒骂道 你个恶心的东西 你别碰我 你烧死自己的媳妇 你不做噩梦吗 我吃了一惊 听老板娘的意思 难不成这姚思贤 居然是黎香郡的丈夫 难怪于三三吞吞吐吐的 怎么了 我爸做得又没错 那个狐狸精 把我们寨子害成这样 我爸这是大义灭亲 于三三的大姐 出声反驳道 老板娘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并未搭理 紧紧盯着姚思贤 姓姚的 当初你流落到此 差点一命呜呼 是谁花了几天几夜 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的 姚思贤低着头 一声不吭 老板娘越骂越怒 你这个没良心的混账东西 我黎姨真是瞎了眼啊 居然会看上你 这么个狗东西 你再胡扯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于三三两个姐姐 顿时怒了 冲出去要找老板娘算账 结果被姚思贤给拦了下来 老板娘立声道 当年我黎姨 要不是被你暗中做了手脚 她能被这帮人害死 我听得暗暗诧异 难道当年 黎香郡之所以被寨子里的人擒住 居然是被姚思贤 暗中下了手段 她是黎香郡的丈夫 自然就是最亲近的人 姚香郡不会对她有什么防备之心 再加上 她又被这里的人称作姚大夫 显然是通医术的 而且她极有可能是神医姚家的人 作为神医姚家的传人 自然有许多外人无法想象的密传手段 要是由她来下手 那么不管黎香郡是狐仙还是神婆 那都是有可能找到的 这样就说得通了 谁叫你那个黎姨害人了 他妈也不是好人 给我们寨子下了这么恶毒的诅咒 我爸行医救人 一心为善 这叫大义灭清 余三三大姐反呛道 人群中议论纷纷 大多数人都是称赞姚思贤人好 心地善良 余三三两个姐姐听得大为得意 你到了没有 我爸的为人 哪个不夸 老板娘突然格格笑了起来 还行医救人 一心为善 说到这里 一指坐在那里的夫人 当初还不是这不要脸的女人 勾引这姓姚的 把她迷得神魂颠倒 才把我离仪给害了 你敢污蔑我妈 余三三两个姐姐大怒 冲过去就要撕扯老板娘 住手 被姚思贤给拦了回去 爸 她不仅污蔑你 还污蔑我妈 姐妹俩怒不可遏 我看身边的余三三 也是咬着嘴唇 很是生气 人群中更是掀起了轩然大 不 好多人开始指着老板娘大骂 看来这位夫人 在十九里寨 的确是威望隆重 无人可及 你还口口声声狡辩 我们寨子里被下了诅咒 只要是本地出生的 谁也不能离开寨子 否则就会死 对不对 余三三大姐冷声道 可你那个黎姨 几次三番就离开寨子 却是一点事情都没有 她要不是狐狸精 谁是 老板娘呵呵笑道 我黎姨是黎家传人 是咱们寨子里的神婆 她能跟一般人一样吗 她不怕诅咒 这有什么可稀奇的 还死不承认 大姐怒道 要是你那个黎姨真没问题 当年大家怎么会把她给烧了 难道大家都是瞎了眼 你说对了 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瞎了眼 老板娘惨声笑道 你们这些狗东西 哪里知道 这个女人 才是狐狸精 她猛地朝那位夫人一指 人群顿时炸开了锅 各种辱骂声接踵而来 居然污蔑夫人 简直是不可饶恕 说夫人是狐狸精 脑子嗅逗了吧 简直胡言乱语 我看她是疯了 各种言语 纷乱而至 你别装模作样了 老板娘死死地盯着 坐在正中神色淡然的夫人 夫人微微摇了摇头道 小珍 我知道你是被黎湘俊养大的 青铜母女 所以我也不来怪你 但黎湘俊毕竟是胡精 她母亲又给寨子里下了诅咒 图谋不轨 大家把她烧死 也是情有可原 老板娘失声笑道 还在假惺惺 你们这帮蠢货 被这狐妹子骗得团团转 还在替她数钱 给我长嘴 老太太一跺拐杖 恶狠狠吃的 但是老板娘站在那里 冷冷地看着众人 一时间却是没人赶上去 还有这个老贱人 老板娘一直递上那具骄尸 你别骂我姐姐 花嫂忍不住哭道 老板娘猛地回头 盯着她 当年你这姐姐 还有你 得了怪病 差点死掉 是谁辛辛苦苦 把你俩救回来的 花嫂被她吓得哆嗦了一下 说 是谁救了你们的命 老板娘紧盯不放 是 是她救的 花嫂带着哭腔道 老板娘呵呵笑道 你还记得呀 当年要不是我黎姨 救了你们姐妹俩 你们两个坟头的草不知 有几时长了 当年我黎姨 被这个姓姚的王八蛋 做了手脚 无力反抗 结果被你们吊在那里 活活烧死 说到这里 一纸地上那具骄尸 这个老贱人 不仅没有半点感恩之心 还趁着我黎姨遭难 跑到我黎姨家里来偷到东西 不巧被我妹妹发现 这老贼货 居然如此心狠手辣 拿起剪刀就炸我妹妹 可怜我妹妹才不到十岁 她也下得去手 老板娘双目赤红 咬牙切齿 不 不可能 我姐姐那么善良的人 不可能做这种事的 花嫂哭道 还心地善良 这种老毒妇 我恨不得把她大谢八块 老板娘惨声笑道 人群里有人叫道 狐狸精的孩子 那肯定也是狐狸精 就算扎死了 也没什么 我这才知道 原来老板娘说的妹妹 是黎湘峻的女儿 你 你说什么 鸭鸭是被 是被 姚思贤急声问道 老板娘冷冷地盯着她 对啊 你以为我妹妹是哪去了 她就是被这老贱人用剪刀 一刀一刀 扎了十几刀 然后找了个地方给埋了 所以啊 你怎么可能找得到她 哼 不过其实也无所谓啊 我妹妹死不死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什么时候 把她当成闺女过 老板娘一字一句 字字诛心 压压她真的 她在哪 姚思贤整个人瑟瑟发抖 突然哇的一声 喷出一口血来 爸 驴三三大叫一声 冲了出去 和她两个姐姐一起 急忙把姚思贤扶住 还真是副辞子笑 看着让人羡慕啊 老板娘呵呵笑道 你有这么三个好闺女 还想管什么 我妹妹的死活 姚思贤脸色惨白 整个人不停发抖 这老贱人 早就该不得好死 不过现在也不晚 老板娘冷冷地道 包括你们这些人 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但是现在 报应来了 随着老板娘 愿读的声音响起 人群悚然而惊 各个仓皇不安 天际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堆满了漆黑的阴云 沉甸甸地压了下来 让人心惊肉跳 果然是被狐狸精养大的人 就是个白眼狼 老太太敲着拐杖怒骂道 老板娘冷笑盯着她 还有你个老奸货 当年就是你点的火 我都记着呢 你 老太太大概是被她 盯得有些发毛 尖声叫道 快来人呐 把这个奸丫头给我按住 有种的来啊 老板娘哈哈笑道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那老太太脸色铁青 指着她大叫 我看她也是个妖孽 人就是 她给放火烧死的 她边上的另外几个女人 也建议道 夫人 咱们先把她抓起来吧 等看看情况再处置 也好 夫人微微汗手 人群中出来几个男人 向着老板娘 慢慢围了过去 不过几人都很是犹豫 大概是有点害怕 磨磨蹭蹭的 谁也不敢第一个动手 你们几个也去 老太太朝碧哥 他们几个人一指 碧哥忙陪笑道 这个事情 我们外人就 就不掺和了吧 那老太太眼睛一瞪 去不去 碧哥咽了咽口水 无奈道 去 去 只好带着郭震东和孙嘉轩 硬着头皮 朝老板娘走了过去 大师 麻烦你把这个妖孽给收了 老太太又看向马大师 马大师眯着眼 摇了摇头道 老板娘是正正经经的活人 可不是什么妖孽 那肯定是你看错了 老太太冷声道 马大师向来颇有傲气 说道 本大师从不看走眼 好好好 老太太连说几个好字 来啊 把他给我一起按住 众人对老板娘很是顾忌 对马大师却并不如何害怕 一听 立即呼啦啦朝着马大师围了过去 等会儿等会儿 让本大师再好好看看 马大师眼见对方人多势众 立马就怂了 我看得安安好笑 这老爷子还真是个老油条 见风使舵 用的贼溜 那还不快去 老太太把人叫住 马大师被逼无奈 只好过去找老板娘 碧哥苦着张脸 东张西望了一阵 看到我站在夫人身后 盲冲我连石眼色 我看在眼里 只当做没看见 这种时候 还是静观其变为好 愣着干什么 给我动手 老太太立声叫道 马大师 碧哥 郭震东 和孙嘉轩四人 被其他人赶着 朝老板娘围去 实在对不住了 我们也是没办法 碧哥双手合十 连声解释 老板娘冷冷地看着几人 没有吭声 就在这时 只听一个声音淡淡笑道 碧哥 你们几位还是下去吧 别搅和进这趟浑水 这说话的 正是坐在边上 左腿扭伤的温念云 阿云 碧哥愣了一下 哭丧着脸道 我们也不想搅和进来 这情况 温念云笑骂了一句道 还不是你们色星不死 要不然会落到这种地步 郭震东和孙嘉轩 脸色通红 羞得抬不起头 碧哥也是善善的 倒是马大师 毕竟见过的风浪多 脸皮更厚 面不改色的 温念云轻哼了一声 突然转向我 问 小陈 你把人家妹子睡了没 我笑笑 没有接话 温念云从椅子上起身 走到于三三姐妹三人跟前 你这女人搞什么鬼 你不是脚扭伤了 还让我爸呗 你明明好得很 于三三大姐盯着她冷声道 温念云打量了她们姐妹三人一眼 微微一笑 长得倒还真是不错 细皮嫩 肉的 小陈 便宜你了 我没有接她的话茬 于三三那两个姐姐 可不是什么善茬 气势汹汹的 就要来找温念云麻烦 却被她们父亲给叫住了 你 你为什么要假装崴了脚 姚思贤脸色惨白 正正问道 温念云转过头来 看着姚思贤半晌 突然叹了口气 爸 你的医术真是越来越回去了 连我有眉崴脚 都看不出吗 这番话一出口 就如同一道雷霆在空中滚过 整个晒骨场上 顿时炸了锅 我之前就对这温念云的来历 有些猜测 但听她亲口说出这句话 还是觉得万分震撼 你 你是呀呀 你呀呀 姚思贤颤声大叫起来 正脱开两个女儿 亮亮呛呛地冲过来 想抓住温念云的手 却被她后退一步 轻巧地避开了 人群嗡的一声 议论纷纷 惊骇疑惑者有之 坐立不安者有之 对了 你是呀呀 你是我可怜的呀呀 姚思贤激动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双目通红 老泪纵横 温念云却是不再看她一眼 你是那个狐狸精的孽种 老太太立声斥骂道 温念云转过头来 淡淡看了她一眼 你以前就很讨人厌 现在更讨人厌了 是了是了 你就是那个孽种 连说话的口气 都跟那个妖孽一模一样 老太太铁青着脸叫道 不是说你这个孽种 已经被剪刀扎死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老板娘喝得冷笑了一声 你这个老东西 还盼着我妹妹死是不是 当年我妹妹 被那歹毒的老贱人 用剪刀扎了十几下 还被她装进麻袋 埋进坑里 正好被我撞见了 等那老贱人走后 我赶紧跑去 把我妹妹挖了出来 天可怜见 我妹妹还有一口气 真是一派胡言 老太太叫骂道 被剪刀扎了十几下 被人埋进坑里 还能活下来 简直是胡说八道 老板娘盯着 冷笑道 你个老蠢货 我妹妹是我离异的闺女 自然是继承离家血脉 她能跟普通人一样吗 放肆 你还反了天了 老太太气得直哆嗦 这时 只听一个声音淡淡问道 八婶是你害的吧 这声音虽然并不如何响亮 却是十分清晰地 传入了每个人的耳朵 说话的 正是那位在十九里寨中 得高望重的夫人 温念云转过身来 直面那位夫人 韩生说道 没错 天理循环 周而复始 谁也逃不了 夫人微微一笑 都说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你外婆是妖孽 你妈是妖孽 果然 你也是个害人精 你这个害人精 当年就该把你和你妈一起给烧了 省得你跑回来护害人 那拐杖老太太 坚声叫骂道 花嫂扑在大叔怀里 大哭起来 人群中也是一片沸腾 温念云却是凛然不惧 冷漠地扫了众人一眼 我妈 我外婆 我外婆的妈妈 一代又一代人 都在庇佑着十九里寨 庇佑你们这些人 当年我外婆 甚至为了破解诅咒 心力交瘁而亡 可你们这些蠢货 非但没有半点感恩之心 还联手 把我妈妈害死 这世上 哪有这个道理 既然老天不让我死 让我回来 那我就来讨回这个公道 她的声音 越说越高 语气越来越利 把整个晒谷场的嘈杂之声 都给压了下去 字字千军 如肋骨激发 人群惊慌不安 那位夫人却是神色淡然 微笑道 是非公道 自在人心 你们一家子妖念 我们十九里寨 岂能容得你们胡作非为 那声音虽然淡淡然 但其音鸟鸟 如千丝缠绕 让人心跳加快 魂魄振战 我心里一惊 这声音中明显夹杂了 某种奇异的蛊惑魅音 把这妖念抓出起来 果然跟她妈妈一样 是个骇人精 狐狸精的女儿 当然也是狐狸精了 一家子妖念 不除掉她 咱们寨子里始终难安 一下子群情激愤 大有要把温念云和老板娘二人 大谢八块的架势 尤其是那拐杖老太太 开始跳脚大骂 这时 就见温念云从包里 拿出一个很大的黄铜铃铛 这的确是个铃铛 但跟一般的铃铛截然不同 在铃铛的尾部 有一个很长的把柄 正好可以用手来握住 这看起来 有点像道家的法器地中 不过地中的把柄 是那种三叉戟的样式 温念云这个铃铛 黄铜锁住的灵壁上 露刻着各种野兽精怪 铃铛边缘 撰写奇闻符咒 通体黄中泛着黑 应该是一件 很有年头的物件了 温念云抚摸着手中的铃铛 目中流露一丝哀色 我妈妈的巴震流灵 好久没见过了 她边上的老板娘 眼泪忍不住夺况而出 哽咽道 自从李已死后 我就把这铃铛藏了起来 藏了22年 现在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 温念云眼圈一红 将手中铃铛一晃 当 一声极细极清的铃银 如同一缕清风 吹过晒骨场 所有正在大声喝骂的人群 突然一下子静了下来 双眼迷茫 正正发呆 这是那女人的铃铛 是那女人的铃铛 妖孽又要做法害人了 拐杖老太太 尖着嗓子大叫 我见温念云神色肃然 嘴唇飞快开合 应该是在念动咒语 左手在胸前捏了个指觉 这指觉的捏法 十分奇异 跟一般法咒截然不同 她右手持着巴震流灵 突然向上一举 铃铛发出当的一声响 随后 就听到天空中 传来当的一声回应 这一声 如同有一个巨大的铜钟 挂在空中敲响 声震如雷 朝着晒骨场 滚滚而来 晒骨场上众人 都被这巨大的回应 震得七到八歪 突然响起三声惨糊 只见于三三姐妹三人 突然抱着头 痛苦地哀嚎起来 又是当的一声 灵鹰从天而降 随着灵鹰震荡 于家姐妹三人越发痛苦 猛然间惨叫一声 她们漂亮的脸颊上 突然长出一根根白色的毛发 指甲也是越长越长 鼻子边尖 耳朵向上翘起 瞳孔更是变成了 碧油油的绿色 诡异无比 妖怪啊 人群中突然爆发出 一阵惊骇的尖叫 众人惊慌失措 乱成一团 原本坐在夫人边上的 老太太和几个妇女 也是吓得屁滚妙流 手脚并用地逃了开去 碧哥她们几人 也是吓得魂飞魄散 一个个急忙躲在马大师身后 我看得暗暗心惊 怎么回事 我手上怎么长毛了 我的脸 于家三姐妹 惊恐地摸着自己的脸 看到对方的样子 更是被吓得语无伦次 谁给我们吓了妖术 肯定是你 大姐和二姐 又惊又怒 于三三 则是被吓得直哭 很快 三人的裙子后面一阵乱动 疏忽钻出来一条毛茸茸的白色尾巴 周围的人群 骇然惊叫 纷纷后退 现在你们看清楚了吧 到底谁是妖灭作祟 温念云手持八阵流零 冷声说道 老板娘双眼通红 眼角还带着泪痕 指着周围人群大叫 你们这帮蠢货 你们这帮王八糕子 来看看啊 看看你们 当作神一样膜拜的夫人 生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哈哈 她一边骂 一边大笑 像是要把羁押了这么多年的怒火 统统宣泄而出 所有人都被吓得不知所措 你们别听她胡说 我们是被吓了妖术 渝家姐妹又急又怕 拼命地辩解着 但眼见为实 所有人都看到她们 都是一脸惊恐 就连那拐杖老太太 也是被吓得脸色铁青 躲在人群后头 瑟瑟发抖 唯独那位夫人 依旧独自坐在椅子上 神情淡然 妈 渝家三姐妹 哭着跑过去找他们母亲 有人给我们吓了妖术 怎么办呀 夫人神色冷淡 看着乱成一团的众人 原来他们才是狐狸精啊 人群中一阵阵地尖叫 突然有人跪了下来 大叫祈求道 李娘娘 救救我们啊 随着这人跪下拜求 更多的人跪了下来 朝着温念云磕头不休 你们这群狗屁东西 还有脸叫李娘娘 老板娘气得咬牙切齿 那拐杖老太太扑过来 尖声叫道 李娘娘 您救苦救难 助我们降服妖孽 温念云神色冷漠 一挥手 那老太太呼地飞了起来 越过人群 砰得摔在地上 咕噜噜打了几个滚 就没了动静 也不只是生是死 众人吓得爬起来 连连后退 只剩下姚思贤 脸色惨白地处在当地 滚开 温念云冷冷地道 压压 姚思贤沙哑着声音喊道 温念云却根本不加理会 也不见他有任何动作 就见姚思咸呼地 一下子摔了出去 在地上接连打了几个滚 我听说神婆一脉 是古代巫女的一个分支 是靠着血脉带带相传 所以 每一代的神婆 自已出生 就会拥有特殊的能力 他们甚至不用学习法术 就能具备一些 常人无法想象的天赋 就比如当年 温念云被剪刀扎了十几下 又被埋进了土里 居然都还能剩下一口气 这就是他身上的血脉起了作用 又比如 他现在身不动 手不动 也没有任何的施法过程 就把姚思咸给扔飞了出去 这应该也是他与生俱来的某种能力 狐妹子 我来讨债了 温念云盯着夫人 冷斥一声 地上那具骄尸 猛地飞了起来 朝着对方直扑了过去 我看得暗暗呐喊 这看着有点像是隔空欲物的手段 但其实差别很大 应该是温念云的某种天赋能力 能够控制周围的一些物体 瑜伽姐妹三人 看到黑漆漆的骄尸扑到 都吓得尖叫一声 然而 那骄尸刚刚扑到半途 就在空中砰的一声 炸成了粉碎 温念云冷哼了一声 晒骨场周边 本来堆着许多刚刚砍下来的原木 随着他一声冷哼响起 一根根原木冉冉升起 呼的一声飞过众人头顶 朝着夫人击射而去 人群中发出震震惊呼 我闭在一旁 一边紧盯着温念云 和那位夫人交手 一边耳听八方 留意四周变化 三条原木 呼得从空中飞下 居然发出了破空之声 就听这声势 要是有人被这原木给砸中了 能直接给砸成肉泥 那夫人却是端坐不动 只是随手一挥 那三道原木 赫然在空中一顿 紧接着倒飞了回去 吓得人群一哄而散 我看得暗暗心惊 这一手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于三三和他的两个姐姐 在八阵流零零音的镇压下 露出了一半狐狸的样貌 这当中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于家姐妹几个 本身就是狐狸化形成 人 只是这种可能性 微乎其微 因为虽然狐狸属于 灵性最强的几种精怪之一 但想要修到化形这个地步 实在太难了 而且于三三姐妹几个 看着也不像是那种 能化形的大妖 那么就只剩下第二种可能 于家姐妹的父母当中 其中有一方是人 另一方是化形胡金 这才有可能生下 他们这样半人半胡的孩子 他们的父亲姚思贤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个正常人 那么就说明 那位夫人 是只可以化形的胡金 达到化形地步的精怪 绝对是非常可怕 轰的一声响 空中三条原木 在双方的僵持之下 猛地爆了开来 木屑纷纷扬扬 如同下起了一场古怪的大雪 晒谷场上的人群 早就逃得远远的 小陈 赶紧跑啊 毕哥带着马大师 郭震东和孙嘉轩冲过来 拉着我往外逃 这几人还算挺讲义气的 我就跟着他们往边上躲避 就在这时 突然一股巨大的压力从天而降 毕哥 郭震东和孙嘉轩三人 连反应都来不及 就一背砸趴在地 马大师也被压得矮了半截 急忙一挥烟杆 口中念念有词 总算勉强稳住了 只是两条腿 却是咯吱咯吱抖得厉害 我仰头望了一眼空中 这应该是某种威亚 八成是来自那位夫人 像我之前用过的大威灵咒符 其实也是属于这种威亚类法术 法咒一旦施展 铺天盖地 就如同一座大山从天涯下 将周遭所有人镇压在地 不过据说 对于那种可以化形的精怪来说 这种威亚 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 并不用刻意施法 这其实就是 精怪与人类法师最大的不同 笑 小陈 你 你怎么没事 毕哥被压得贴在地上 连抬头都费力 吃惊地问 马大师拉开架势 正硬着头皮对抗威亚 也是神色怪异地看看我 只是他正在施法 不敢开口 怕一口气给断了 看来这泡妞不好泡啊 我叹了一口气说 把他们四个人 往后面挪去 是啊 谁知道会出这种事情 毕哥哭丧着脸道 郭震东和孙家轩两个 更是差点哭了 不过陈平更惨 孙家轩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 我不由得好奇 怎么说 其他人几人也忍着害怕 纷纷看向他 陈平他 他还跟小狐狸那个了 也不知道会有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孙家轩结结巴巴地道 郭震东挨忧了一声 对啊 被狐狸精睡了 哪里还有好下场 我真是哭笑不得 也不知这两人 是不是惊吓过度 都这种时候了 还能想这种有的没的 没事 我好得很 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毕哥敬意不定 难道你是因为被小狐狸睡了 所以才没事 我都懒得解释了 马大师闷哼一声 终于也扛不住了 索性不再硬扛 跟着其他人一样被威压给压在了地上 马大师 连您老爷挡不住了 孙家轩惊问 马大师瞪了他一眼 那是只画了人形的狐仙 谁能挡得住 郭震东大惊 连马大师 您也对付不了吗 对付个屁啊 这种狐仙 任谁来了也白给 马大师黑着脸道 那 那怎么办 孙家轩眼看着又要哭了 马大师呸了一声道 真是倒了血霉了 怎么会碰到这种东西 毕哥有些不死心 这狐仙有那么厉害吗 我看电视上演的 也就一般般啊 就会勾搭一下男人 马大师 您老可是风水界赫赫有名的大师 收拾这种妖孽 不是手到擒来才对吗 马大师怒道 你也知道是演的呀 这种化了形的狐妖 吃你们这种蠢蛋 根本就不用吐骨头 我算老几啊 敢跟他叫板 那 那咱们不是死定了 陈平 你别停啊 赶紧把我们拖出去 快快快 郭震东下的连声催促 拖个屁啊 万一被那狐仙看见了 咱们连骨头扎子都别想上 马大师骂道 要想活命 赶紧给我好好趴着 别乱动 说着 他也把脑袋给贴到了地上 毕哥三人一听是这个情况 也赶紧催我趴下来 别站在那里 我只好往下蹲了蹲 赶紧再趴下来点啊 万一被那狐狸精看见了 就完了 孙家萱心惊胆战地催促 我没接他这茬 见晒骨场上 此时一片空旷 老板娘和瑜伽三姐妹 都退到了一旁 只有夫人和温念云 正在场中对峙 那 那咱们 该咱们办啊 毕哥娇声问道 马大师道 还能怎么办 装死 现在就只能祈祷 阿云能把那狐仙给收拾了 没想到念云姐 原来是这里的神婆后代 郭震东唏嘘地道 就是啊 一开始真的没想到 孙家萱也是感叹连连 毕哥还想抛念云姐呢 毕哥脸色一阵忽红忽白 恼羞成怒道 那怎么了 阿云长得这么好看 你们两个小子没想法呀 现在是不敢了 郭震东择舌道 不过还是陈平厉害 连小狐狸都给睡了 孙家萱感叹了一句 我真挺想抽她一下 都什么时候了 还说些有的没的 这时 突然听到当的一声响 清月的灵音 从空中掠过 直上天际 温念云手持八阵流零 莫送法咒 念云姐手里的 那是个什么宝贝 肯定可以把狐狸精给干到吧 郭震东喜道 马大师抬着头 盯着那边 闷哼了一声说 那应该是他们 离家世代相传的法器 厉害肯定是很厉害的 众人一听 都是又惊又喜 紧接着 于是一阵灵音荡起 从天而降 随着那道灵音落下 煞世间狂风大作 就如同有个什么庞然大物 从晒骨场上空直直压下 激起气浪汹汹 毕哥几人 忍不住骇人惊呼 我宁神看去 见那位夫人坐在椅子上 长发和白色的群衫 被那股气浪吹得乱舞 烈烈作响 他左手手掌往上一翻 只听喀啦啦一声响 他脚下坚硬的岩石地面 出现叨叨裂纹 碎石飞溅 形成一个诡异的大圈 但他和他坐下的那张木椅子 却是毫发无损 卧槽 好像对他不起作用啊 郭震东忍不住叫了一声可惜 念云姐加油啊 孙家轩压着声音 拼命给温念云助威 清悦的铃铛声 一声接着一声 连绵不绝 这铃铛声 虽然是从温念云手中的 八阵流零发出 但声音却是传自天上 从那漆黑的铜云中透出 一声一声地往地面冲压来 每一记铃声 都带起狂风大作 就如同一记又一记重锤 从天敲下 砸落在夫人的头顶 我见那夫人 只是以一只手掌 拖在头顶 就将那一记记铃音 削米无形 她四周的地面 不停地军裂 碎石飞溅 但她和她那张椅子 却是始终纹丝不动 毕哥他们几个 看得脸色发白 这 这就是斗法呀 郭震东咽着口水 颤声问 你以为完完呢 马大师哼了一声道 不过看她的样子 估计也被吓得够呛 只是在我们面前死撑而已 就算她是我们 风水圈子里的老游子 平常又哪里能够看得到 如此惊天动地的斗法 我看着晒骨场中心 烟尘滚滚 心中念头极转 姚家一行人了突然失踪 只怕是跟这画形狐仙有关 不过要怎么对付这玩意儿 那就很是棘手了 马大师 你说谁会赢啊 郭震东看得面无人色 战战兢兢地问 那肯定是念云姐会赢啊 孙家轩打断她说道 毕哥道 你俩别瞎嚷嚷 马大师您来给说说 马大师脸色凝重 沉吟了半天道 这狐狸的确厉害得很 不过阿云是神婆后人 手上又有祖传法器 大概能烧胜一筹 毕哥几人一听 顿时长松了一口气 我却没有那么乐观 看温念云的出手 他们神婆一脉的手段 的确不可小觑 他手中那件八阵流灵 也是十分珍贵的法器 而且似乎对妖邪精怪 有特殊的镇压作用 如果是一般的什么邪碎 或者殷尸之类的东西 碰上了温念云 只怕三两下就被他收拾了 但画形的狐妖 那可真不是玩的 一记一记的灵鹰 自空中杂落 晒骨肠坚硬的岩石 寸寸碎裂 已然面目全非 唯独那位夫人 和他坐下的椅子 却始终不损分毫 就算黎湘俊在世 也不过是 我的手下败将 更何况是你 夫人似笑非笑地道 他的声音听在耳中极为清晰 甚至压过了空中 落下一记记灵鹰 比起你黎湘俊那个女人 你可差远了 画音方落 夫人挡在头顶的手掌 突然一翻 就像是与什么东西呼啸而至 紧接着四面八方 纷纷炸裂 手持八阵流零的温念云 灯灯灯倒退几步 脸色刷得一下子苍白如指 碧哥等人 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好像不行啊 怎么办啊 几人颤声惊叫 只是他们的声音 被空气的撕扯声 以及爆裂的轰鸣声给掩盖 根本传不出去 我也顾不上他们 一顺不顺地盯着那渔夫人 等待最佳时机 九天十地 坟尽一切闲 只听温念云低沉的银皱声 声声传来 就见他的双瞳中 似乎有鸿芒一闪 一道赤红色的火焰 疏忽从他脚下窜起 迅速地向着前方蔓延开去 只是一个转瞬 就形成了一道火墙 空气都被那股热力烧得扭曲了 朝着渔夫人席卷去 这一幕 伪实太过壮观 碧哥几人看的目瞪口呆 连惊叫都忘了 这神婆一脉的手段 还真是诡异得很 这种赤火 堪比稻树中的阳火 但威力似乎还在阳火之上 而且去世凶猛 妖艺之极 这很有可能就是 巫术中的红莲火 那个什么八神 应该就是 被这种火给瞬间烧死的 那赤色火焰 似乎铺天盖地 犹如躲躲红莲 眨眼间就把渔夫人给吞没了 然而 还没等碧哥他们放声欢呼 突然那团赤色火焰 轰得一下爆开 躲躲红莲火蛇之中 渔夫人脸上带着森然笑意 眼角上扬 我情之不妙 当即不假思索 立即使一个陆地飞腾 闪现到温念云身边 并指点出 龙虎山秘说 巨蟹指 白影闪动 渔夫人的身形穿过重重赤焰 鬼魅般出现在温念云身侧 温念云刚刚施展过红莲火 神色违靡 她根本来不及反应 渔夫人的左手已经抓到了她的心口 几乎在同时 我的巨蟹指点向了渔夫人的眉心 渔夫人的身形瞬间一阵模糊 在电光石火之间 避开了我一指定鞋 温念云也因此逃过 被破胸挖心的下场 她急忙往后急退 却已被惊得脸色惨白 手脚发颤 刚刚那一瞬间 就是生于死的界限 我拘鞋指一指落空 立即使清风不二绝 向左侧挪移而出 吃得一声响 女子晶莹剔透的指甲 擦着脸颊掠过 我不敢有丝毫停留 催动清风不二绝 犹如化身一道清风 那于夫人的身形 也早已看不清楚 只见一道白影 疏忽来去 神出鬼没 我俩除了身法之外 没有使用任何法术 在短短的一瞬间 不知交了几次手 然而 这远比刚才的斗法 来得凶险百倍 以化形狐妖的能耐 要是被她的指甲抓到了 就是连起几道 金刚护体骤也是 无济于事 烧一不慎 就是一命呜呼的下场 我以前就听说 金怪在化形之后 肉身就变得极为强悍 远超人类 几乎可以比你施杀 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而且 他们根本用不着施展身法 本身的速度 就已经奇快无比 面对这样可怕的对手 普通的风水师 甚至来不及节奏 只怕就得命丧当场 不过全真教的 清风不二绝 是一等一的藤魔身法 再加上 我消关音虐了那么久 倒是看看能追得上 那于夫人的速度 答案 一记灵鹰 从头顶降下 是温念云挥动八阵流灵 在旁诸宫了 这八阵流灵 是离家世代相传的法器 威力自然不可小觑 在灵鹰的镇压之下 就算以渔夫人之能 也不免受其影响 我的压力顿时骤减 侧身避过 节奏并止滑出 龙虎山秘术 剑指 剑指挥出 就如同一道无形之剑 劈开空气 直斩向渔夫人的双目 我专门找的是 她最脆弱的部位 要是劈她其他部位 估计就是剑指 也奈何不了对方 渔夫人闪身避开 我趁此时机 一气 祭出七道雷火符 悬于空中 煞时间 天雷勾动地火 雷火浮阵激发 倒到紫色电芒 直劈而下 虽然只是小雷法 但威力却也是极端惊人 虽然未必伤得了对方 但却是可以给她 造成不小的麻烦 我手掌一番 三道猿龙将士阵符 呼啦啦盛起 强大的威压 猛然朝着渔夫人笼罩而下 同样是威压 渔夫人是凭借着 画形狐妖的天生本能 将整个晒谷场的人 死死镇压 而这三道猿龙将士阵符 却只是 镇压她三尺范围 就如同一座大山 瞬间压在她身上 当初在姚家大院的时候 就连胖兽二怪 也被我这三道将士 阵符给镇压住 影响了身法 渔夫人自然也不会例外 移动的速度 又减缓了不少 只听当当声 不绝于耳 一记又一记灵音 从天而降 看来温念云震女人 也是发了飙 要拼命吗 晒谷场中气浪滚滚 碎石飞溅 我绕着渔夫人 急速地转了一圈 刷地抛出 三道通幽宝钞 向着她砸了过去 渔夫人四有警觉 手掌一挥 空中降下的三道宝钞 居然硬生生被她 逼得停了停 但也只不过是停了一瞬 三道宝钞就缓缓地 再度压下 趁此机会 我脚下一点 疏忽抢劲 旋即打了旋转 左手挥出 茅山秘书 秀里清风 这是茅山树中 极为凶险的一门秘书 让人防不胜防 森冷的阴气如剑 疏忽射入渔夫人胸口 当初 在我重伤乏力的情况 茅山派那个丹阳子 被我用秀里清风 射中心脏 丧且立即毙命 这渔夫人挨了这一下 虽然无法置她于死地 也绝不会好受 只见她捂着心口 目中双瞳竖起 散出悠悠绿光 猛地仰天 发出一声长啸 她原本光滑的脸颊上 长出根根白毛 鼻子也开始变尖 耳朵竖起 指甲转眼间 长出了数寸 锋利如刀 晒骨场上 惊恐的叫声 此起彼伏 我心头一领 背后寒毛直竖 急忙闪身避开 就见渔夫人的面孔 在眼前疏忽放大 只觉一股距离袭来 我硬生生地 被撞飞了出去 在空中急转之时 就见白银闪电般追来 我立即使一个锁身装 笛直落下 渔夫人擦身而过 只听轰的一声 旁边的地面 被砸出一个大坑 滚滚沙尘之中 我见白银一闪 渔夫人恐怖的身影 疏忽出现在温念云身后 当即不及细想 将空中三道通幽宝钞 一气砸了下去 同时一个陆地飞腾 抢身而上 温念云大概也是有所感应 拼尽全力往边上闪避 三道通幽宝钞 正正地砸在渔夫人的身上 稍稍迟至了她的动作 让温念云避开了要害 但还是被一巴掌拍得 飞了出去 在地上咕噜噜一阵滚 我手掌一翻 加了一道通幽宝钞 催动明玉精 朝着渔夫人的手腕 直斩而下 这通幽宝钞的第二种变化 加持上明玉精 就连周冠主的结界 也给劈开了 渔夫人似乎觉察到了危险 硬生生把抓向温念云的手 收了回去 但还是被通幽宝钞给带到了 一丝血光闪过 她的手腕上 被割开了一道伤口 温念云也趁此机会 挣扎着滚到了一边 手持八阵流零 念动法咒 渔夫人双瞳竖起 发出一声愤怒的长笑 顿时狂风大作 席地刮起一阵旋风 我知道是生是死 只怕就在接下来的一瞬间 轻嘘一口气 并出一切杂念 就在这时 突然听到一声惨叫 只见滚滚的沙尘之中 姚思贤举着左臂 但十分诡异的是 从她的手掌开始 血肉迅速地干瘪了下去 转眼之间 她的一只手掌 就变成了白骨 这种恐怖的痛苦 让她浑身剧烈颤抖 双目圆睁 嘴唇被她咬出了 深深的血痕 姚思贤猛地一挥右手 刀光闪过 那一条左臂 居然被硬生生斩了下来 诡异地悬在空中 血光一闪 那条只剩下骨头的手臂 居然瞬间贯穿了渔夫人 连刀枪都无法撼动 分毫的身子 渔夫人的反应 虽然已经快到了极点 但还是被那诡异的手臂 给贯穿了腹部 她猛地发出一声淒厉的长笑 顿时狂风大作 飞沙走石 白银一闪 连带着她和瑜伽三姐妹 都在滚滚风沙中消失不见 我和温念云追了一阵 始终没找到她的踪迹 这才返回来 此时的晒骨场 原本被打磨得 十分平整的岩石地面 此时早已经布满了各种坑洞 到处都是碎裂的石块 面目全非 渔夫人一走 正在晒骨场上的威压 也立即消失不见 但十九里债那些债民 一时之间却也身子发麻 双腿酸软 一时之间无法爬起 更有许多运气不太好的 被飞溅的碎石 给伤得头破血流 我穿过晒骨场 找到倒在地上的姚思贤 她左臂已经其间而断 但却没有血流出来 伤口呈现一种诡异的黑色 右手紧紧地握着一把锋利的短刀 脸色惨白 没有一丝血色 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 鲜血顺着脸颊躺了下来 整个仍在不停地发抖 可以想象 她是忍耐着怎样的痛苦 她左臂的伤 尾时太过奇怪 我一时之间 竟不知该如何处理 姚思贤看到我 原本茫然的眼神陡然一清 右手松开刀子 猛地拽住我的手腕 我知道她有话想跟我说 但是由于巨大的痛苦 她的牙齿一直在咬着嘴唇哆 发不出音调来 我也不敢贸然 给她使用符咒 听到身后脚步声响 姚思贤的目光 霍地从我身上移了开去 回头一看 来的是温念云 姚思贤一双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温念云 身子开始更加剧烈地抖动 我暗叹一声 知道她是见到了女儿 心情激荡 温念云冷漠地看了她一眼 就再也不加理会 从她身边走过 姚思贤浑身聚颤 不知从哪来的力气 猛地一翻身 用紧剩的右手 抓住温念云的脚踝 嘴里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温念云置之不理 依旧往前走 姚思贤却是死也不肯松手 竟然被带着在地上拖了过去 我有些愚心不忍 上去叫道 念云姐 温念云看在我的面子上 停了一停 姚思贤躺在温念云的脚下 吃力地仰着头 嘴唇颤动 嘴唇里发出呵呵的声音 却是始终说不出来 这时老板娘跑了过来 一把抱住温念云 你个负心薄心的狗东西 还跑来干什么 老板娘冲着姚思贤 狠狠地催了一口 姚思贤趴在地上 突然开始用头 砰砰砰地磕着地面 不一会儿 额头上就鲜血长流 你现在假惺惺地来做什么 妹妹 我们走 老板娘拉着温念云 快步离开 我见姚思贤还在磕头不休 上前在他眉间点了一下 让他昏厥过去 孝辰 毕哥他们 穿过满是坑洞的晒骨场 一脚深一脚浅地跑过来 我起身笑问 你们都没事吧 几个人看着我 都是神色古怪 小陈 你也真是 太深藏不露了 好半天 毕哥憋出了这么一句话 对啊对啊 陈彬你也太深了 刚才把我们看得都傻眼了 郭震东和孙嘉轩 也是一脸激动 我笑说 哪有什么深藏不露 我跟马大师算是同藏 马大师咳嗽了一声 点头道 小陈这本事 说不定已经超过 我这老头子了 马大师太谦虚了 我跟你老比起来 还是相差甚远的 我盲摇头道 马大师呵呵笑道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郭震东羡慕地道 陈平 原来你也这么厉害 还有念云姐 还有马大师 你们都是风水界的人 孙嘉轩跟着道 就是啊 搞得我也好想 跟你们一样 学法术 毕哥拍了一下他脑袋 小骂道 就你们两个耸祸 吓得跟安纯一样 让你们学法术 有什么用 孙嘉轩有些不好意思 林了还是对了一句 毕哥 你也跟我们差不多 毕哥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所以我有自知之明 我这点精良啊 也就能到处玩玩 做个旅友 再泡泡妞 其他的 就干不来了 我叫了他们帮忙 一起把姚思贤给抬回去 路上郭震东和孙嘉轩 直吸冷气 居然一刀就把自己 胳膊给卸了 这得多狠啊 奇怪的是 你看他伤口 居然没血 我刚才没看清啊 这人的手臂卸下来后 怎么就突然变到 那狐狸精身上了 你问我 我问谁去 陈平 马大师 你们说这怎么回事 马大师吭斥了半天 最终只憋出一句 八成是某种 十分诡异的邪术 我其实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 哪门子秘术 不过的确是诡诀得很 说他邪 还真是特别邪 估计也只有等姚思贤醒来 问问他才知道 我们一行人 还是回了客栈 把姚思贤 安置到其中一个房间之后 毕哥等人就摊坐在椅子上 估计这一晚 也是够他们瘦的 郭震东和孙家轩回屋 穿了一身衣服回来 又咕嘟咕嘟地喝了一大杯水 我给姚思贤检查了一下 虽然心跳气息微弱 但暂时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稍稍松了口气 这位可是找到 姚家一行人的关键人物 可疏忽不得 去洗了把脸回来 见毕哥几个摊在那里发呆 郭震东苦着脸道 我听说这里的姑娘会 会吸 惊气 我现在好像是感觉挺累的 手脚无力 胸闷气短 怎么办 毕哥笑骂道 我看你是吓的吧 能有什么事 你看陈平被三只小狐狸睡了 都好端端的 你怕个毛线 陈平他怎么能一样 他会法术的 当然不怕 我们哪经得起啊 孙家轩反驳道 毕哥道 那马大师还会法术呢 他不也跟咱们差不多 马大师老脸一红 这种事情和法术无关 放心吧 没事的 顶多也就是损耗点元气 痒痒就回来了 正说话间 就听门外有人笑道 你们这帮老色胚 小色胚 到现在了 还色心不死呢 说话的是温念云 他和老板娘一块进门 念云姐 我们哪还敢 郭震东和孙家 仗红了脸 无地自容地道 温念云白了他们一眼 有色心 没色胆 对不对 两人干笑挠头 你们还不如小陈呢 人家是有色心 也有色胆 温念云道 我盲解释道 念云姐 我可真没做什么 温念云哼了一声道 你放心 那三只小狐狸 你睡就睡了 我不会不高兴的 我也真是无语了 这都算是哪门子事 其实真要说起来的话 于三三他们姐妹几个 还是温念云同父一母的妹妹 这关系 嗨 也真是说不清理还乱 老板娘笑道 要睡那三只小狐狸 那也得有本事 要是一般人 被他们折腾一晚上 不死也得脱层皮 郭震东和孙家轩 听得脸色发白 毕哥硬着头皮笑道 这也就是小陈能扛得住 咱们几个铁定完蛋 老板娘眼波流转 媚眼如丝 笑道 怎么 你们也会怕啊 我还以为你们这些男人 只要见了美女 连命都不要了呢 毕哥几人只能干笑 不敢接话 还是马大师比较淡定 坐在那里 啪哒啪哒抽着汗烟 老神在在 反正老板娘说啥 她也当作没听见 姜果然还是老的了 老板娘 原来你跟念云姐是老相好呀 还把我们骗得团团转 我看毕哥他们尴尬得不行 笑着岔开话题 老板娘呸了一声道 什么老相好 你这小坏蛋 也不是什么好人 温念云挽着老板娘的手 笑道 我俩是姐妹 只不过二十二年没见了 阿云 你们姐妹俩都二十二年没见了 好长时间 实在是太可怜了 毕哥唏嘘道 温念云微微一笑 道 当年要不是我姐 把我从坑里挖出来 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那个老贱人 真是该死 郭震东和孙嘉轩 义愤填膺地骂道 听温念云说了 我们才知道 原来当年他被那个八神 用剪刀扎了十几下 埋进坑里后 幸亏被老板娘给挖了出来 他身上留着离家神婆血脉 生命力要比普通人强盛许多 让他硬生生地撑了下来 之后 老板娘就找到了一个姓温的男人 这个男人 也是从外地流落到十九里寨的 受过温念云母亲的救命之恩 一直对离家感恩在心 老板娘找到他 将事情圆委说了 那位温先生一听 当即二话不说 带着重伤的温念云 连夜逃出了十九里寨 因为他是外地人 而温念云又是神婆后裔 所以都不受诅咒的影响 但老板娘却不行 他是在十九里寨出生的本地人 一旦离开十九里寨 身上的诅咒就会发作 必死无疑 无奈之下 他也只好忍痛和温念云分别 独自留在了寨子里 这一别 就是二十二年 这二十二年中 温念云在那位温先生的养育之下 逐渐长大 他体内的神婆血脉 也让他从小就与众不同 温念云经过多年历练 自认可以对付狐妖了 终于回到十九里寨 要为自己的母亲讨回公道 他一来 就和老板娘姐妹相认 只不过在我们面前 他俩并没有表露出来 之后 老板娘带着温念云 去取回了黎湘郡留下的八镇流灵 家传法器在手 温念云更是信心倍增 他们商议之后 就决心先找那个八神下手 留在十九里寨的二十二年里 老板娘一直忍辱负重 眼看着仇人在面前晃荡 不知道有多少次 他恨不得冲过去 把她给碎尸万段 但每一次 他都强行忍了下来 因为他始终坚信 妹妹一定会回来的 到时候 他们姐妹两个 就可以一起联手复仇 而时至今日 他也终于等到了 于是 两人找到八神之后 温念云亮出身份 直接把对方给吓得个魂飞魄散 多年仇怨 一招了断 温念云动用红莲赤火 直接把八神给烧成了黑炭 之后把他的尸体当街挂起 就是要引得所有人聚集到晒谷场 当年 他的母亲黎湘俊 就是被吊在晒谷场上 给活活烧死的 所以 温念云姐妹俩 也要在这里了结一切 可以说 他们的安排都没什么错漏 一步一步都在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 只是最后还是出现了一个致命的漏洞 那就是 他们实在太低估一只化形狐妖的可怕了 要不是阴差阳错 正好我在场 两人联手 再加上姚思贤突然诡异地插了一手 只怕温念云姐妹俩 现在连渣都不胜了 没想到 事情还有这样的曲折 阿云你这一辈子实在太累了 毕哥感叹道 老板娘瞪了他一眼 你个老色胚 别想打我妹妹主意 毕哥慌忙道 不敢不敢 老板娘哼了一声 量你也没这能耐 我看得好笑 问道 现在寨子里情况怎么样 老板娘冷声道 还能怎么样 照我说啊 这帮蠢货就该一个个烧死算了 不过 他也就是发发狠 那个老贱人怎么样了 郭震东突然问 他说的那个老贱人 就是那个主拐杖的老太太 听说当年就是他亲手点火 烧了黎香菌 那老贱货 已经被狐狸精吓死了 老板娘道 我估摸着 这老太太被温念云拍死的可能性比较大 就他那一把老骨头 乃惊得起他这一巴掌 不过老板娘说是被狐狸精吓死的 那就是被狐狸精吓死的咯 反正一报还一报 该的 我们正说话间 只听隔壁房间传来一阵动静 应该是姚思贤醒了 过去看看 我冲温念云道 温念云秀眉微醋 没有言语 老板娘拉着他道 去看看 咱们看这老东西 怎么死 语气中怨毒之意 溢于言表 我们一群人 就跟着去了隔壁房 姚思贤果然已经醒了 看到进来的温念云 他挣扎着想爬起 咕噜一下从床上滚了下来 脸朝下 砸在地上 我和郭震东抢上前去 把姚思贤扶回床上 呀 呀 姚思贤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温念云 嘴里含糊地叫着 应该是叫的的 温念云的小名 呀呀 我回头看了一眼 见温念云站在门口 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老板娘则是一脸愤怒 骂道 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 还有脸在这里叫 姚思贤整个人瑟瑟发抖 吃力地叫了几句 口齿逐渐清晰了起来 呀呀 呀呀 他一直不断地叫着 只是因为嘴唇被他咬伤了 听起来音调很是有些别扭 你 他神色激动 你了半天 最终问出一句 你的腿 腿好些没 温念云靠在门框上 看着他扮上 冷冷地道 我的脚根本没碗 骗你的 姚思贤嘴唇颤抖着 浮现出一丝笑容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温念云的声音 冷得如同冰霜 姚思贤颤声道 看到你第一眼 就认出你了 认出你了 温念云阁的一声笑了出来 你能不能要点脸 呀呀 你 你故意崴脚 是不是想让爸爸 爸爸再背你一次 就跟小时候那样 姚思贤右手颤抖着 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你给我闭嘴 温念云陡然爆发 你还有脸提小时候 你这个无耻的东西 被那狐妹子勾引 居然对我抹下手 她是你发漆呀 你好狠的心 姚思贤用紧盛的右手 啪地抽在自己脸上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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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又一遍地抽着 够了 温念云怒道 你别在这里惺惺作态了 你要真想死 你怎么不去死 姚思贤忍不住 嚎啕大哭起来 我看着这老爷子哭成这样 心里也时时暗暗叹息 你们这些男人 没一个好货色 都是见色奇异的混账 老板娘怒气冲冲地骂道 得 我们几个男的 直接躺枪了 郭震东和孙嘉轩 嘴巴动了动 看着像是要去解释一下 不过最终 还是没敢吭声 我该死 我该死 姚思贤老泪纵横 一记一记地抽着自己的脸 温念云冷冷道 别在这里装可怜了 除非你能让我妈活过来 姚思贤身子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脸色变得愈发苍白 当年 是我下流无耻 她给迷惑 神魂颠倒 竟然糊里糊涂 在你妈身上做了手脚 闭嘴 温念云双目通红 被她迷惑 你还好意思说 我心里一转念 说道 念云姐 咱们就听听她怎么说吧 毕竟狐妖天生魅惑 那渔夫人 又是化了形的狐妖 这魅惑的功夫 只怕不是常人能都抵御的 姚思贤感激地冲我看了一眼 当即把当年的事情 细细说了一遍 据她所说 她当年的确是被渔夫人 给迷的神魂颠倒 至于是不是中了魅惑术 她说 她也不敢肯定 反正这一切都是她的错 她认 当时的姚思贤 拜倒在渔夫人的石榴裙下 日日与她偷惠 而且对她言听计从 后来 寨子里突然流言四起 说黎家人其实狐仙作祟 黎湘俊就是个狐狸精 寨子里的诅咒 就是被她母亲给种下的 这谣言传得有声有色 渐渐地 人人对黎家咬牙切齿 恨之入骨 但众人都知道黎湘俊的厉害 也不敢对他们家怎么样 姚思贤却是在渔夫人的蛊惑之下 用他们姚家祖传的一个手法 悄然在黎湘俊身上做了手脚 黎湘俊对她极为信任 根本就没想过她的枕边人 居然会存了害她的心思 于是在毫无防备之下 她就着了道 没有半点反抗之力地 被愤怒的债民们抓了起来 在晒谷场上被活活烧死 之后 渔夫人就取代了黎湘俊的位置 在十九里寨中说一不二 地位尊崇无比 而姚思贤也和渔夫人结合 几年里生下了于家三姐妹 随着时间过去 姚思贤慢慢觉察出了不对 这里她没有细说 是怎么发觉不对的 在我猜测 有可能是渔夫人在她身上下的蛊惑术 随着时间过去 出现了某种漏洞 让姚思贤清醒了过来 又或者是 这姚思贤突然间幡然醒悟 到底是怎样 我也无法断定 反正就是 姚思贤的心思起了变化 逐渐脱离了渔夫人的掌控 姚思贤想到自己 居然亲手害死了自己解法妻子 又害得自己亲闺女失踪音讯全无 又愧又恨 几次想要寻死 只是 她终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开始一边装傻 一边暗中调查渔夫人 几年下来 终于让她查出端倪 原来把她迷得神魂颠倒的渔夫人 才是真正的胡金 当年十九里斋的诅咒 也是被这渔夫人所下 也就是所谓的胡祖 五十多年前 黎湘君的母亲 调查诅咒的来源 就是被渔夫人暗中下了毒手 以至于没过几个月就病故了 后来黎湘君继承神婆之位 她聪慧过人 天赋更在其母之上 让渔夫人感觉到了莫大的威胁 而且她早就打算 把十九里债控制在手中 对于她来说 债子里的神婆迟早都是个麻烦 于是她用魅术 蛊惑了姚思贤 以及十九里债的债民 以妖狐的天生媚态 没有几个人能挡得住 就连姚思贤也在不知不觉间 败在她的石榴裙下 最后 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黎湘君这个最大的麻烦给除掉了 姚思贤醒悟之后 悔之晚矣 她每每想起妻子女儿 都是如同万箭穿心 愧疚难熬 几次想去找于夫人拼命 但都被她咬牙染了下来 因为她知道 以她的本事 根本不可能对付 伤得了已经化形的妖狐分毫 她夜夜无眠 辗转反侧 终于让她想到了一门邪术 这门邪术 她曾经在祖上传下来的 一个残本上读到过 因为这个法子 极端阴毒 极端恐怖 让她印象极为深刻 姚思贤想到的这门邪术 就是要在手臂上做文章 她虽然不懂术法 但这门邪术 对术法的修养要求不高 而且她又是十分高明的大夫 因此还真让她学成了 其实要学这门邪术容易 难的是修炼的过程 于是十多年来 她每天都要承受着 左臂上如腕虫啃食般的痛苦 不可有一日中断 这种痛苦 换作常人 连一分钟都承受不了 姚思贤 却是熬了整整十数年 我听得暗暗心惊 这门邪术的原理 有些类似于白骨钉 白骨钉 是将人的植骨取下来 打磨成钉 再漏刻符咒 加以秘书炼制而成 是一种震邪必杀的法器 就比如再厉害的英诗 一旦被九根白骨钉封住尸鞘 也无法再兴风作浪 姚思贤修的这门邪术 就很像是白骨钉 但远比白骨钉来得更残酷 更阴毒 威力也比白骨钉强上数倍 日复一日地狱般地煎熬下来 姚思贤的这门邪术 终于有所成效 但他不敢轻易施展 因为机会只有一次 他要等待最佳的时机 才能一击毙命 漫长地等待 直到前几天 姚家一行人突然来到了十九里寨 你是姚大先生的哥哥 我虽然早已有所猜测 但听到姚思贤亲口确认 还是不由得心头震动 姚思贤微微一震 你说的姚大先生是郑远吗 我点头说是 你 你认识郑远 姚思贤有些激动 我解释道 我和景辉是朋友 你是我景辉侄儿的朋友 姚思贤脸上浮现一丝喜色 紧紧地盯着我 我点头肯定 问他知不知道景辉他们去哪里了 姚思贤抓着我的手 猛地一颤 急声道 他们肯定是被他 被他给带走了 我知道姚思贤说的他 就是指的于夫人 带哪去了 急忙问道 姚思贤摇了摇头 声音有些微微发颤 我也不知道 可能 可能是我找郑远商量事情 被他给察觉了 原来 姚振远带着一行人横穿大巴山 之所以要经过十九里寨 就是来找他大哥姚思贤的 姚思贤比姚振远要大三岁 不过如今看起来 姚思贤比起他弟弟来 可要苍老得多了 他们兄弟俩 出生神医姚家 从下就跟着家中长辈学习医术 相对一般人而言 兄弟俩的医术 自然已经是十分出色 但对于姚家来说 二人的医术天赋 就都只能算是平庸 注定了无法接过 下一代神医的重任 姚振远年纪虽然较小 但心胸却是比兄长更为开阔 他知道自己在医术 这一道上的造诣始终有限 也就不去勉强 转而开始管理家族 在各地的产业 经营得有声有色 而姚思贤就有些执拗 对于此事始终耿耿于怀 心中苦闷之下 就离开姚家 四处游荡 想要借此磨练自己的医术 后来 无意中流落到十九里寨 二人也互相投契 日久生情 于是姚思贤就留在了十九里寨 并和黎湘君结为夫妻 不过姚思贤毕竟不是孤身一人 婚嫁这样的大事 肯定是要通知家人的 所以他曾经回了一趟姚家 并将此时原原本本地 告知了家中长辈 对于他这个决定 家中亲人虽然十分惋惜 但也没有反对 并且让他带了很多礼物回去 给黎湘君这位姚家媳妇 从此之后 姚家这位长子 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 很多不知情的人 都把姚振远当成是姚家长子 并称呼其为姚大先生 这次姚家大难 姚振远带着众人举家迁徙 准备进入大巴山避难 发生了这种大事 他总归是要让自己大哥知道的 所以他就带着众人来到了十九里寨 他们有四位供奉随行 寨子外面的风水阵 自然是难不倒他们的 当姚振远找到姚思贤时 看到兄长满头白发 几乎不敢相认 后来得知黎湘君已死 自己那个没见过面的侄女 也不知去向 更是大吃了一惊 而姚思贤得知 姚家遭逢大难 姚家大怨被毁 家人死伤无数 而自己身为姚家长子 居然连半点力都出不上 又是自责又是愧疚 忍不住抱着弟弟大哭 经过这些年的历练 姚振远要比他哥哥的心思 甚密得多 也镇定得多 将哥哥安抚下后 仔细问起黎湘君和侄女的事情 面对亲弟弟 姚思贤终于把这个 惊世骇俗的秘密说了出来 就算以姚振远的镇定干练 听说事情经过之后 也是被彻底给震惊了 姚思贤苦熬了二十多年 一直在等待时机 正好这次弟弟 带着家中四位大供奉过来 他立即意识到 机会来了 以姚家四位供奉的本事 连骑手来 未必就会输给那妖狐 而自己 就可以趁机使用那门邪术 一举奠定圣机 对于姚思贤来说 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姚振远仔细琢磨之后 也认为迎面很大 兄弟俩秘密商议之后 就定下计策 姚振远回去召集四位供奉 而姚思贤依旧守在于夫人身边 二人来个里应外合 我细细一想 他们两人定下的这个计策 可行性还是很高的 姚家四位供奉的手段 我都见过 这四人联手起来 就是那于夫人 也未必就能占得到多少便宜 再加上姚思贤在背地里 突然发动 他那门诡异无比的邪术 说不定还真能把于夫人一举拿下 然而 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就在这结果眼上 姚家一行人却在客栈里 突然人间蒸发了 当时都在传说 这些外地来的客人 是天没亮 就直接离开了寨子 可姚思贤是知道内情的 他知道 这是绝不可能 他将这是翻来覆去的戏想了一遍 不由耸人而惊 郑远他们突然消失 我想来想去 只可能跟那个女人有关 姚思贤沙哑着声音道 我在想 是不是那女人察觉到了什么 所以 所以被他 掀下手为强了 我原本想从姚思贤口中 打听姚家一行人的去向 没想到他也不明不白 老板娘 那天你起来的时候 就没见着他们人了 我回头问 老板娘瞪了我一眼 怎么 你还不信我是不是 我笑说 之前咱们还不算自己人 我不是怕老板娘你 还有什么隐瞒吗 你个小色呸 现在就算自己人了吗 老板娘轻呸了一声 没好气到 我记得那天 我一觉睡到六点半 一起来 就发现客栈里空空荡荡的 一个人影都没了 我听出一些言外之意 那老板娘你平时睡到几点 老板娘目光中略过一丝黯然 自从离仪过世之后 我睡眠就差得很 时不时的就要惊醒过来 而且不能有半点响声 否则根本就睡不着 那就奇怪了 碧哥插嘴道 这么多人出客栈 照理说真真不应该听不见啊 你叫谁真真呢 老板娘狠狠弯了他一眼 碧哥笑嘻嘻道 这里还有谁叫真真的 我知道老板娘的真名叫刘真真 不过我还是习惯叫他老板娘 你个老色呸 再叫一声试试 老板娘威胁道 不过看他的神情 其实并没有生气 这么多年来 他独自一人守在十九里寨苦熬 大约也没什么人叫过他真真 因此听到有人这样叫他 心里八成还是乐意的 碧哥混迹多年 是个察言观色的老手 哪会看不出来 于是我和郭震东 孙家轩他们 也跟着叫真真姐 这是说起来 的确是有些怪 老板娘美好气地白了我们一眼 那天晚上我 睡得特别熟 连一次都没醒过 当时我还 觉着奇怪呢 姚思贤插嘴道 我那晚 好像也没醒过 老板娘一听到他说话 立即就把脸一沉 看来对着姚思贤 真是恨到了极点 郭震东和孙家轩 自告奋勇地出去打听 回来后说 大多数人回答的都一样 那天晚上都是睡得很沉 直到六点多钟后才醒来 我们这样一和解 就推断出了一个可能性 要么那天晚上 整个十九里寨的人 都奇怪地陷入了昏睡之中 因此 就算闹出什么样的大动静 他们也不会知道 换句话说 很有可能是那渔夫人 使了某种手段 说不定除了寨子里的人外 连姚家这一行人 都统统着了道 以至于这么多人 一夜之间消失无踪 整个十九里寨的人 还都猛然不绝 这样一来 事情就棘手了 现在也不知道 何思彤他们身在何处 安危如何 我皱眉琢磨了一阵 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珍珍姐 你知不知道 那个道士的事 老板娘道 你说的那个 是不是在我们寨子门 赖着做了几天几夜的牛鼻子 我笑 就是他 你问他干什么 老板娘回忆了一下 应该是十几年前了吧 这倒是莫名其妙 跑到寨子里来 说咱们这个寨子很是邪性 然后就在寨子门口一坐不起 还立了个杯 把十九里寨 叫成白骨寨对不对 郭震东插嘴道 老板娘道 是啊 挺奇怪的一个牛鼻子 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说到这里 他突然愣了一下 你们说这牛鼻子 当年是不是真的看出 咱们寨子里有妖妾 碧哥几人连声附和道 有这可能 很有可能 老板娘冷哼一声 有些人真是有眼无珠 连一个外地来的牛鼻子 都比不上 我们都知道 他说的有些人 就是指的姚思贤 温念云冷着脸 靠在门框上 一言不发 那后来这倒是去哪了 我问 那谁知道 老板娘不以为然 想了想 又道 这牛鼻子 在外头坐了几天 据说还在外面布了一个风水阵 这是我也是听说的 不知道是不是 外面的风水阵 的确是有 在边上抽烟的马大师 冷不丁插了一句 对对对 我们就是马大师 用风水术 给领着进来的 否则还真进不来 碧哥几人纷纷点头道 老板娘摆了我们一眼 你们不是说 误打误撞进来的吗 一群色呸 碧哥几人甘笑几声 后来嘛 这牛鼻子 就被那狐狸精请过去了 两个人在屋里待了好久 再后来嘛 就没见过那个道士了 老板娘说到这里 冷哼了一声说 说不定啊 这牛鼻子 已经被那狐狸精给吃了 这时 就听姚思贤 沙哑着声音道 那个道士 应该 应该和那个女人是认识的 老板娘一听到他说话 就厌恶地别过头去 我们几个都是颇为诧异 那个道士 一进寨子 我就 就注意到了 姚思贤断断续续地道 这人穿着一身就道袍 其貌不扬地 看着普普通通 但他在 在寨子外头哭作了五天五夜 滴水未尽 却是 却是一点事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 他滴水未尽 没准那牛鼻子偷偷吃了呢 老板娘呛声道 姚思贤也不在意 接着道 我虽然没用 但这点眼力劲还是有的 那道士在五天之内 应该是从未进食 也从未方便过的 马大师大吃了一惊 吸着冷气道 难不成是 已经壁鼓了 壁鼓 那是道横修炼到很深的地步 才能做到的 之前徐州园门那位 胡海山老爷子 就已经达到了壁鼓的地步 可以在地势里面 哭作大半个月 纹丝不动 当然 壁鼓也有境界高低之分 像胡海山老爷子 应该是刚刚 迈入了壁鼓的门槛 但就算如此 胡海山老爷子的道横 那也已经是极为深厚了 这都是你的猜测 哪里有个准啊 老板娘冷声道 姚思贤吃力地喘了口气 道 还有一点 以那个女人的 心狠手辣 如果那道士真是普 普通人的话 早就 早就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 老板娘冷哼一声 你这话倒是说的没错 那狐狸精就是个祸害 姚思贤说的的确没错 以于夫人的手段 要是那道士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只怕早就被他捏死了 何须这么麻烦 不过 就算是姚思贤 这个于夫人的枕边人 也不知道 那个倒是最后的去向 我见这个 也问不出什么究竟 只能作罢 现在最直接的 就是把于夫人给找出来 按照姚思贤所说 对方被他的 那门白骨邪术所伤 就算不死 也必然重伤 这时候 是围剿他的最佳时机 只是这大巴山广袤无垠 别说是那种 已经化形的妖狐 就算是个人 进了这样的大山里 也如同雨滴入海 请客消失不见 又能上哪去找 我占了金钱客 占了几卦 也都是蒙昧不清 这也正常 神算占卜 也有难以之分 比如 你要是算普通人 那以我的造诣 基本上可以 一算一个准 但只要这人 牵涉的事情越多 那难度就会暴增 而像于夫人 这种化形妖狐 又哪是那么容易 被人算中的 我也不敢勉强 一阵苦思冥想之后 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当年这于夫人 为什么要在 十九里寨中 下这样一个诅咒 要知道 诅咒这种东西 都是既伤人又伤己的 十九里寨这个诅咒 覆盖了整个整个 寨子里的人 而且还能一代代遗传 说明这个诅咒的威力 强大无比 就算是渔夫人 这样的妖狐 恐怕也不是能 轻易承受其反噬的 那么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才会拼着自己 身受重创 也要种下这么一个诅咒 一般来说 会给对方下诅咒的 通常都是因为恨 从记载来看 其中有大半以上的诅咒 都是源自于怨恨 就比如因爱生恨 像是什么被男人 使乱中气了 女子对其十分痛恨 就以血为咒 用自己的性命 对这个男人 种下诅咒 这种事情 屡见不鲜 但是要说 这渔夫人 也是为情所困 才下诅咒 报复整个十九里寨 这我是不信的 以渔夫人 这种杀伐果断的性子 基本上不大可能 而且 真要是十九里寨的人 得罪了她 以她的能耐 直接把寨子抹平了救世 何必大费周章 还要下个诅咒 就算当年 十九里寨 有黎家人庇佑着吧 她也有很多手段 可以选择 真的没必要用到胡祖 再进一步说 这个诅咒 也特别有意思 说她歹毒吧 是挺歹毒 但跟那些个 真正惨烈无比的诅咒 比起来 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充其量 也就是让寨子里的人 只能生女娲 而且终身被困在寨子里 无法出去 相较来说 这在各种诅咒里来说 并不算十分残酷的 对了 我突然想到 还有一点 就是中了诅咒的女子 在和男人欢好之后 会采羊补鹰 吸取对方的精气 我始终没想明白 这一点的用意在哪里 这渔夫人 用自己的心头 写下了 这么一个奇怪的诅咒 又在此地耗费了数十年 究竟想干什么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他人也是想不明白 说不定这狐狸精 就是喜欢把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老板娘恨恨地道 我不太认同她的说法 那渔夫人老臣持重 心思甚密 绝对不是干这种无聊事情的人 这当中 必然有着某个关系重大的隐秘 十九里寨的风水 怕是不行 惹到了这么一个灾心 改天让马大师给瞧瞧 孙家轩随口说了一句 我被她一提醒 突然想到 会不真的跟风水有关 这渔夫人 如果有其他什么目的 那完全可以在下了诅咒之后 就离开 又或者干脆把 整个十九里寨 给杀得鸡犬不留 那更是干净 她为什么还要 费心费力地除掉离家 这个寨子的庇佑者 然后数十年如一日地 霸占整个十九里寨 这只能说明 十九里寨这个地方 对它是有用的 这种深山老林里 总不能是为了 霸占这块地来 开发房地产吧 所以 要么十九里寨这块地里 藏着什么宝贝 要么是它有一种特殊的地理 就比如巨婴池 养尸地什么的 但目前看来 这两者应该都不太符合 那么就剩下最后一种 十九里寨这块地 可能在风水上 存在某种意义 再多想一层 会不会是这大巴山里头 存在着某个风水局 而十九里寨 就是这个风水阵中 十分关键的一个结构 当初在滇南 萧观音的长生墓 就是凭借附近的山式地理 布局而成 我越琢磨 就越觉着有道理 珍珍姐 这些年寨子里 有没有人走丢过 我问老板娘 老板娘道 有啊 时不时就有人 不知上哪去了 郭震东好奇道 是不是有些男的 后悔了 偷偷溜了 老板娘瞪了他一眼道 你小子是不是这样想的 郭震东急忙咬手 没有 没有 不敢再插嘴 走丢的 是不是都是女人 我问 老板娘看了我一眼 说道 被你说对了 是不是都是特别漂亮的 我接着问 老板娘皱了皱眉头 细想了一下 点头道 还真是 我有印象的 那些个走丢的 都是寨子里顶漂亮的 孙嘉轩忍不住插嘴道 那他们去哪了 他们不知道出去 就会死吗 老板娘微微叹了口气 那谁知道 我要不是得在这里 等我妹妹回来 说不定我也出去了 死也就死了吧 没什么意思 温念云厅的眼睛一红 过来搂住老板娘的腰 姐妹俩相互依偎在一起 我心中有了一个猜想 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道 这些姑娘 平时是不是最受欢迎的 老板娘微微愣了一下 没好气道 那不是废话吗 你们男人不就是喜欢这种年轻漂亮的 这也就意味着 这些姑娘接触的男性 是最多的 那么更进一步说 他们吸取的精气 也是最多的 这就存在着一种 令人毛骨悚然的可能 这些姑娘 是因为吸取了足够的精气 所以被渔夫人给带走了 从此在寨子里消失无踪 而寨子里的其他人 只当他们是忍受不了在寨子中的日子 所以不顾性命 溜出了寨子 听完我的猜测之后 屋中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被惊到了 帝哥几人 更是脸色苍白 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 这怎么听着 像是在养猪 孙家轩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他这话所得虽然有点糙 但话糙里不糙 如果真的如我所料 那这十九里寨 还真的就像一个猪卷 寨子里的年轻姑娘 那就是渔夫人养的一头头猪 他们身中诅咒 等他们从男人身上 吸取足够精气之后 就被渔夫人 当作养肥了的猪带走了 虽然不知道 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但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真是细思极恐 这狐狸精到底想干什么 老板娘恨恨地骂道 温念云冷声道 管他想干什么 把他宰了就是 帝哥几人也被吓得不轻 赶紧给温念云鼓劲加油 姚思贤本来就筋疲力竭 支撑着说了一阵话后 终于忍不住昏睡过去 温念云冷冷看了他一眼 也没说什么 和老板娘转身出门 我和帝哥他们 也随即从房中退出 唉 没想到这一趟会搞成这样 见温念云姐妹俩下了楼 帝哥长长地叹了口气 郭震东也是大为感叹 咱们能保住命 就算不错了 真是吓死个人 孙家轩拍着胸口 也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马大师啪哒啪哒抽着烟 摆着架子教训道 你们还说要学什么风水术 就这点出息 马大师 我们哪能跟您老 还有陈平比 你们都是风水界的人 不像我们 只是肉体繁太一个 郭震东有些异性阑珊地说 几人商议之后 决定还是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 陈平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啊 孙家宣问 我摊摊手说 我朋友还不知所踪 肯定走不了 唉 我们也帮不上忙 郭震东叹息道 毕哥拍了一下我肩膀 郑重道 小陈 你和阿云都要保重 咱们以后再聚 我笑说 那毕哥 你可要先找个好地方 最好是姑娘又漂亮 又安全的 郭震东和孙家轩 也不禁被逗乐了 跟着起哄道 就是就是 毕哥你下回 可不能再失手了 毕哥笑道 下回看歌的 绝对让兄弟们满意 马大师啪哒抽着烟 老神在在地道 安全不安全的 还是其次 姑娘一定要好 不不不 安全也是很重要的 郭震东和孙家轩二人 急忙摇头 我们一阵笑 那咱们走之前 是不是要去见见 孙家轩迟疑着说道 郭震东勾着他的背笑道 是不是不舍得你那妹子 孙家轩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姑娘的 那就去见见 好聚好散嘛 毕哥干脆地道 于是一行人 就出了客栈 各自去找 昨晚相会的姑娘去了 直到了中午 老板娘烧了一桌子菜 我们三个正在吃午饭 才见他们几个陆续回来 几个人脚下打飘 一脚深一脚浅的 老板娘一看 就冷哼道 又去偷心了 温念云笑音音地道 怎么 腿都软啊 郭震东和孙家轩两人 羞愧得无地自容 就连毕哥和马大师 也难得得老脸一红 主要是和妹子聊着聊着 就有点难舍难分 情到深处 你浓我浓 这个毕哥解释着 得了吧 你们赶紧来吃饭吧 温念云笑骂道 毕哥几人忙坐了下来 郭震东和孙家轩两个 全程低着头扒饭 不敢吱声 我看得暗暗好笑 就听温念云突然说道 可惜那三只小狐狸被带走了 要不然 小陈也能去温存温存 毕哥一听 顿时跟着起哄 就是呀 要是三只小狐狸在 估计小陈是下不了床了 那也不一定啊 左奥我看陈平也好端端的 看来学风水术 还有这好处 郭震东艳羡地道 可不是嘛 你看马大师 老当一壮啊 孙家轩也连声附和道 我听得无语 干脆不去理他们 老板娘冷冷地骂了一句 都是色胚 毕哥几人缩了缩脖子 赶紧闭了嘴 我就纯粹是躺枪的 吃过饭后 毕哥四人收拾了行李 就准备离开了 阿云 小陈 我们在外面等着你们 咱们一起再去找地方玩玩 临行前 毕哥凯然说道 马大师眯缝着眼 抽着汗烟 郭震东和孙家轩 也是有些依依不舍 对了 还有珍珍 咱们一块去 毕哥果然是老油子 看到老板娘黑着脸 站在一边 连忙又补了一句 老板娘冷哼了一声道 别说我不能出去 就算能出去 我也不想 跟你们一群色配混 温念云笑道 你们先走吧 我会带我姐来找你们的 一戏别之后 毕哥一行人 就趁着天色还早 向寨子外走去 目送他们离开后 我们三人就回了客栈 我和温念云商量了一下 准备去寨子周遭 看看这一带的风水格局 这样才能得亏全貌 他和老板娘 都是在这里出生的 正宗的本地人 但一个十岁不到了 就离开了大巴山 另外一个 一直被困在寨子里 从没出去过 对于周围的环境 自然都十分陌生 我去找了那个 做过籍的大叔 跟他大致了解一下 附近的环境 他老婆花嫂 看到温念云和老板娘 吓得直哆嗦 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温念云姐妹俩 也不去理会她 回来收拾了一下 我和温念云就准备出发 珍珍姐 就辛苦你照看一下老姚 临行前 我笑着拜托了一下老板娘 我管她去死 老板娘没什么好脸色 不过 我知道 她也就是嘴上说说 出了客栈 我俩就往寨子出口方向走去 可没走几步 就见几个人 朝这边匆匆跑了过来 你们几个色胚 怎么回来了 老板娘嫌弃地道 回来的正是毕哥几人 跟着他们一起来的 还有另外两个脸上的年轻男子 两条腿一瘸一拐的 脸上身上都有不同程度 已经凝固的血迹 我和温念云一起迎上去 问他们出了什么事 不好了 外面出事了 出不去了 毕哥气喘吁吁地道 几个人的脸色都不大好 似乎受了很大的惊吓 原来 他们几个从寨子里出去后 就沿着原路返回 准备先回到镇子里 谁知刚走出没多远 他们就遇到了邪碎 我问是什么邪碎 郭震东现在脸还白着 颤声道 马 马大师说 那是山霄 山霄 我有些疑惑 山霄 民间又叫做山鬼 这种东西 的确会在一些荒山野岭中出没 就譬如 我们在长白山遇到的雪猴子 其实也是山霄的一种 但是到了近些年 这种东西 已经极其罕见了 寻常的山野中 很难会遇到山霄这样的邪碎 除非是在那种 阴气极重的深山里 或许有可能存在 我之前和他们一起来的时候 除了感觉地表阴气 稍显浓郁之外 并没有太多异常之处 你们遇到几只山霄 我问 毕哥也是惊魂未定 有两只 吓死人了 幸亏马大师在 要不然 我们就回不来了 我们遇到的有两只 但肯定是不止 这两个哥们也遇到了 孙家轩指着那两个 受伤的年轻人道 我看了那两人一眼 没错 我们遇到的的确是山霄 而且数量不少 其中身材高些的青年 朝着我点了点头说道 我暗暗皱眉 当初长白山就是 突然之间冒出了许多邪碎 雪猴子不说 甚至连血尸都跑出来一头 只是长白山之所以闹邪 那是因为天师神功出世 引动地气 导致邪魅怪异频出 那这大巴山 又是因为什么 兄弟 你知道山霄 也是风水这一行的 那青年向我问道 我说略懂一点 又问他们 是什么来历 那青年拱了拱手道 在下耿修文 这是我弟弟耿修武 我们是柳州耿家的人 马大师诧异地问道 柳州耿家 耿京通耿大师 跟二位怎么称呼 那个叫耿修文的青年 微微一笑道 老爷子您 认识我爷爷 马大师呕了一声 笑道 原来二位是耿大师的后人 我虽然不认识 不过耿大师大名鼎鼎 总是听说过的 耿修文兄弟二人 听马大师夸赞他们爷爷 都是面线笑容 看来老爷子 也是咱们同道中人 耿修文笑道 郭震东插嘴道 那是当然了 我们马大师 在风水界 也是赫赫有名的 耿修文微微一笑道 久仰久仰 孙家轩又介绍我和温念云 这是陈平和念云姐 他们俩也是很厉害的 耿修文朝我俩看了一眼 笑道 久仰久仰 估计他连我和温念云的名字 没听说过 没想到 在这里还能遇上这么多同道 实在是荣幸之志 耿修文微笑说道 他们兄弟俩满身血迹 煞事狼狈 但言谈举止 还是颇有气度 不愧是出身耿家的 这柳州耿家 我也听说过 是个底蕴相当深厚的风水世家 他俩的爷爷耿精通 号称柳州风水头一把交椅 这地位和杨远宁不相上下 两位来大巴山 事有事要办 马大师问道 我俩是跟着爷爷来的 说话的是耿修文的弟弟 耿修武 想比哥哥 耿修文的身材 要矮小精瘦一些 耿大师也亲自驾临此地了 马大师吃了一惊 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耿修文兄弟俩对视了一眼 几位都是朋友 说了也没关系 耿修文道 这次爷爷带着我俩 是来给虚臣道长住一臂之力的 虚臣道长 马大师正了一下 随即惊道 你说的虚臣道长 不会是毛山道宗那位吧 耿修文和耿修武二人听了 同时笑道 就是那位 马大师倒吸了一口凉气 孙家轩有些不解 问 马大师 毛山道宗是个什么 马大师瞪了他一眼 什么是个什么 毛山道宗 就是毛山派 毛山派 郭震东和孙家轩两人 顿时就激动了 马大师神色凝重地问 怎么连虚臣道长 这样的高人都惊动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耿修文说道 具体的 我们也不大清楚 据说是有人得罪了毛山派 事情闹得很大 所以虚臣道长 带着人一路追了过来 马大师咋舌道 这到底谁那么大的胆子 敢在毛山派头上动土 耿修武插嘴道 好像是药王级的人 药王级 马大师扎目了一下 你说的不会神医姚家吧 应该是吧 耿修武说道 不过到底事情如何 我们也说不清 我爷爷和虚臣道长是好友 刚好又离得近 自然要过来相帮 马大师哀悠了一声 怎么神医姚家 他说到这里 猛地回头冲我看了一眼 马大师 这神医姚家又是什么 来头很大吗 郭震东好奇问 孙家轩道 既然是什么神医的 那肯定是挺有名的大夫吧 马大师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郭震东和孙家轩还带再问 就被毕哥给叫住了 你们俩哪来这么多问题 听两位耿兄弟先说 我在边上看的真切 马大师和毕哥反应快 估计从神医姚家 立即联想到了姚思贤他们家族 郭震东和孙家轩 反应就慢了一拍 不过被毕哥拉到一边后 慢慢地也就回过未来 偷偷地冲着我猛实眼色 这里头到底有什么事 我爷爷没跟我们说 就是一路追到了大巴山 耿修闻道 谁知后来出了点意外 我们兄弟俩就跟大队走散了 我心里微微一惊 这样说来 茅山那伙人 已经是到了十九里寨附近了 还真是狗皮高要似的 甩都甩不掉 这耿家兄弟俩 跟大队走散后 就在山中转悠 结果遇上了一群山霄 他们伤痕累累地冲出来之后 正巧遇上了 同样在逃命的毕哥等人 于是一行人就凑到了一起 在马大师的带领下 他们就逃回了十九里寨避难 因为出了这个意外 我和温念云的行程 就被耽搁了一下 毕哥他们几个 还惊魂不定地 回到客栈喝了几碗茶 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耿家兄弟二人 看着颇为狼狈 不过运气还算不错 都是皮外伤 包扎处理之后 也就没什么大碍了 你们还要出去 听到我和温念云要出寨子 耿修闻吃了一惊 他弟弟耿修武 则说得毫不客气 外面的山霄凶得很 你们这是出去送死吗 我笑着叹了口气说 没法子 有点重要事情 不出不行 耿修武冷哼了一声道 命都没了 你们还办什么事 这小子不禁脸上的黑 说话也难听 陈兄弟 温小姐 如今外面的确凶险得很 二位还是慎重为好 耿修文也跟着劝道 相比起来 这耿修文就会说话多了 不过 我俩急着去看于周边的风水地势 哪里有时间耽搁 把毕哥他们安顿下来后 就准备出发 既然这样 我们兄弟俩 也正好跟着二位一起去 路上有个照应 耿修文起身说道 我和温念云都没什么意见 于是我们一行四人 就一块出了十九里寨 等会儿出了寨子 局面会非常凶险复杂 请二位听我同意指挥 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在临出寨子前 耿修文提议道 我和温念云都看了他一眼 我哥这是为你们好 跟着我们 至少比你们自己乱走安全得多 耿修武 嗡声嗡气地道 也行 我俩就听指挥 我和温念云 很是从善如流 耿修武恩了一声 黑着脸道 等会跟紧了我们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许乱走乱动 明白了没有 明白明白 我连忙点头道 温念云则是笑笑 没说话 一番交代之后 我们就出了十九里寨 路过寨门口的时候 耿修武看到那一堆古山 吐槽了一句 这寨子也是奇奇怪怪 搞那么一堆破骨都干什么 温念云秀眉微醋 笑道 别人这样做 当然有他的道理 能有什么道理 耿修武不以为然 我笑着插了一句 据说这寨子里住着一个大妖 这一大堆骨头 就是他吃剩下吐出来的 老兄你最好别胡乱议论 否则被那妖怪抓了去 生吞活泼了 那可就划不来了 温念云听得忍俊不惊 耿修武恼怒地瞪了我一眼道 胡说八道 修武 这是人家寨子的风俗 别随便议论 他哥耿修文喝止道 耿修武虽然不服 但也不敢不听他哥的话 怒哼了一声 别过头去 对了 还没请教二位 耿修文对着我们拱了拱手 笑着问道 这是在问我们的来历了 算命看向的 我笑着说道 温念云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同样说道跳大神的 耿修文脸色古怪 干笑了一声道 原来陈兄弟是一位算命师 是相师 我笑着纠正了一下 相师和算命师 还是有不少细微区别的 原来如此 耿修文笑着点点头 又把目光转向温念云 温小姐这是 我干脆替他解释了一下 也就是神婆 耿修文呜了一声 了然地点点头 他边上的耿修武 鼻子里却是发出痴的一声 显然对我们两个 有些痴之以鼻 说起来 各行各业里 都存在着一种鄙视链 就好比演艺圈吧 我之前听朱小梅说 他们演话剧的 鄙视演电影的 演电影的 鄙视演电视剧的 演电视剧的 又鄙视演网剧的 而在我们风水界 这个圈子里 其实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 一般来说 到门的人 最是有一种优越感 高高在上 其次是风水师 当然了 这风水师里边 又分成两种 一种是专门给人 看风点水 比如找找墓地啊 看看宅子风水啊 这种叫做理论派 第二种则是 不仅会看风水 而且精通各种 俘虏法咒 会震煞破鞋 降妖扶魔 一般来说 第二种风水师 都是看不起第一种的 甚至有些极端的 根本就不把他们 当成自己的同乡 而风水师再往下 那就是我们这些相师 算命先生之类的 在普通人眼里 就只会神神叨叨 装神弄鬼 比我们还不如的 那就是像 温念云这种神婆 往往还有个 难听的名字 叫跳大神的 至于再往下 就比如什么四大阴门 像纸扎将啊 二皮将啊 又或者讨亡人 文音师等等 都被视为旁门左道 下三流的 这条鄙视链 确实是存在的 只不过这通常是 无知之人的浅薄认知 就说一个简单的好了 那天在姚家大院 姚广盛这位大指扎将 横空出世 以其数镇压一切敌 谁敢在他面前 说三道四 又比如温念云 这种真正的神婆后裔 别说是耿家两兄弟了 就算是 他俩的爷爷 耿精通亲自过来 也未必能在他手底下 讨到什么便宜 所以说了 三教九流 悬门百道 就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所谓的鄙视链 那都是无知者搞出来的 那咱们都是同藏 耿修文呵呵笑道 这哪里是同乡了 他弟弟耿修武 则是一脸不以为然 我俩也懒得理他 一番交流之后 我们就继续上路 耿家兄弟俩 是想找到他们的人 我俩则是要 看于周边的风水 本身来说 目的是不同的 不过这大巴山里 地势复杂 林木茂密 他俩一时之间 也不知该往哪去 只好也就漫无目的地乱转 我随身带了个本子 一边走 一边划出地形轮廓 起初的一段路 还算顺风顺水 也并没有碰到 他们所说的山霄 耿家兄弟俩走在前面 十分小心戒备 时时刻刻注意着四周 温念云和我并尖行 不时看一眼我画的图 真的假的 你是个相师 他似笑非笑地问 如假包换 我观察着周边地形说道 温念云道 我怎么就没见过 像你这样的相师 我以前也没见过 念云姐你这样的神婆 那好吧 我们从寨子里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 又走了三个多钟头后 天色就开始阴暗下来 怎么这么顺当 耿修武一脸疑惑 那些该死的玩意儿 怎么一个都不见了 我在本子上描着地形 接了一句说道 本来没事的 被你这么一说 肯定得出事 耿修武回头瞪了我一眼 装神弄鬼 他话音刚落 就听边上的草丛吸索一声 一道黑影直扑而出 耿修武离的最近 不过反应到也是快 低喝一声 朝旁边闪避了一步 同时挥手劈了过去 他手里拿的是一把五寸来长的短刃 这个短刃的样式十分特别 顶端是个尖尖的 类似三角形的 刃身中间厚 两侧薄 在中心线位置 开了一道细槽 短刃两面露刻了许多符咒 两侧开了封 但是看着没有什么锋芒 十分古捉 这是一种法刀 通常是用来辅助施展某些术法的 耿修武一刀劈下 一盆烟红的血水 顿时当空洒下 他虽然逼得快 但脸上还是被见了不少 砰的一声响 重物落地 原来 刚才扑出来的 竟是一只黑熊 被耿修武直接一刀剖开了肚子 晦气 耿修武骂了一句 我觉得有些奇怪 虽说这巴蜀一带 天气相对温暖 但毕竟是寒冬腊月的 这熊瞎子跑出来干什么 耿修文警惕地查看了一下四周 也回了过来 就一只不长眼的熊而已 没什么 耿修武收起法刀 对他哥哥说道 我蹲下来仔细看了几眼 伸手翻开那黑熊的眼睛 只见他瞳孔中一片血红 甚至有血水渗了出来 这不可能是刚才耿修文造成的 有东西过来了 我突然感觉到 附近有细微的阴气波动 耿家兄弟俩忙四周查看 胡说八道什么 哪来的东西 耿修武怒气冲冲地道 我没理他 起身看向东南方 我最讨厌你们这种装神弄鬼的玩 耿修武不屑地说着 只是他话还没说完 就见东南方的蜜 林中摇摇晃晃出来几个怪异的黑影 浑身漆黑 看着有手有脚 是个人形 但身上的皮肤 却更像是那种老树皮 皱得厉害 面目模糊不清 浑身上下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黑烟 在他们身上滚来滚去的 那是什么 温念云诧异地问 山霄 耿修文沉声说道 耿修武也嘀嘀地骂了一句 抽出他那把法刀 山霄是一种统称 种类很多 绝大多数山霄 都是山中动物的尸体 无意中倒在了一些阴气极重的地方 类似巨阴池这种 再加上某些后天条件 天长日久 就成了邪碎 但眼前这三个 从形体轮廓来看 很有可能是人师形成的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有点类似于阴师 但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 山霄在山林里边 要比普通的阴师更加可怕 你们两个好好待着 别乱动 耿修武冲 我们叫了一声 兄弟俩就冲着那三只山霄 迎了上去 温念云看看我 咱们就待着 就待着吧 我蹲下来 继续查看那只黑熊 温念云也跟着蹲下来 问 看出什么了 我在那黑熊的脑门上 按了几下 说道 挺怪的 这熊瞎子身上 气血很旺盛 旺盛的超乎寻常 这也能看出来 温念云疑惑问 我恩了一声 在心里转着念头 紧接着 听到前方几声呼喝 这山霄还挺厉害的 温念云疑了一声说 我说 在山里头特别厉害 以前没见过 温念云摇头道 没有 那念云姐 你平时都接触的什么 我有点好奇 温念云道 我平时当然是做自媒体 拍拍视频啊 然后就是专门找一些 传说中的凶宅啊 鬼屋啊 去磨练磨练 嗨 不过大多数凶宅 都是徒友其名 我笑 那是当然 哪有那么多凶宅的 我也不太懂 就专门上网去查 看他哪里发生了 什么怪异的事情 我就过去了 温念云说道 我有些听明白了 温念云其实不算 严格意义上的 风水圈子里的人 他虽然继承了 神婆的血脉 也学了许多法术 但一直游离在 我们这个圈子之外 很多基本常识 他也不太懂 看着更像的外行 他们那个耿家 很有名吗 温念云问 我点头说 名气还是很大的 很厉害吗 温念云又问 我问他 你觉得他们兄弟俩 厉不厉害啊 温念云盯着前面 看了一阵 感觉也挺一般的 我笑道 要真动起手来 他俩还真不够 你打的 不过他俩懂得比你多 你们离家是神婆世家 也是风水界的一份子 还是要多熟悉熟悉 温念云道 那以后你待待我呗 我说这个没问题 他们用的那个是法印吧 我见你也用过 温念云问 我说对 那人拿的那个刀子 好像不一般 我说那叫法刀 耿修武这一把 应该是露刻了 震邪的符咒 所以针对山霄 这种邪碎效果更佳 温念云道 我们家也有 类似的东西 我小时候见我妈妈用过 不过已经找不到了 他说着叹息了一声 我问他 知不知道炼制的法子 温念云摇头 不知道了 我妈妈的好多本事 我都没能学会 哎 早知道 我小的时候 就不该那么贪玩 应该多跟我妈妈学学的 我见他神色黯然 想来又是想起了他母亲 笑着岔开话题道 你看他们用的那个火 此时耿家兄弟俩 用符录寄出了两道火焰 看样子 应该是养火符寄出的养火 对于大多数阴煞邪物 都有克制作用 应该比不上我的吧 温念云看了一阵说 我笑问 你用的那个 是不是红莲火 温念云恩了一声 说 是红莲赤火 要练这个必须得是我们离家人 否则练不成的 其实他也没有完全说对 要练这红莲赤火 是需要神婆血脉 倒不一定非得是离家人 他们离家 也只是其中一只血脉而已 红莲赤火 的确要比一般的养火 要厉害得多 不过养火 也有养火的特点 不能一概而论 还有 他们好像要赢了 温念云说道 我看了一眼 果然 在耿家兄弟默契的配合之下 那三只山霄 被逼到一个圈子里 最后被他们兄弟俩 祭出的养火 给烧成了灰烬 不过 两人也付出了不少代价 灰头土脸地回来 脸上身上 又多了不少伤 这种山霄 都是带有浓烈湿气的 普通人被沾到一点 就得避命 二人显然是加持了护体咒 和去驱邪咒的 所以 伤口才没有被湿气入侵 这里的山霄 还真是凶得很 耿修武骂了一句 不过刚刚灭掉了三只邪碎 颇有些意气风发 瞥了我俩一眼 点了点头道 还算听话 没给我乱走乱跑 我笑笑 站起来说道 还好有两位在 否则真是要糟糕了 耿修文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微笑道 都是朋友 客气了 他弟弟耿修武 却是冷笑一声 现在知道怕了 要是只有你们两个 刚才就得没命 温念云听得翻了一下白眼 是是是 多亏有两位在 我笑着捧了一捧 耿修武轻哼了一声 这才满意 咱们还是要当心点 这玩意儿 要是更多一点 咱们也吃不消 耿修文有些担忧地道 耿修武瞪了我一眼道 还不是你这个算命的 胡说八道 把这玩意儿给招来了 我笑说 我有个外号 人称铁口直断 一般说来 都是比较准的 准个屁 就是让你碰了个巧 你还是给我闭上嘴巴 耿修武不屑地道 我呵呵笑了笑 没再理会 休息一阵后 我们一行人继续上路 我要看于 十九里寨周围的 风水格局 当自然是要绕着 十九里寨转圈 耿家兄弟俩的目的 在于找人 起初是他们 带着我们再走 但山中地形复杂 一入密 零 尤其是在天黑之后 连方向都分辨不清 他们不知不觉 就反而被我带着走了 途中又好几次 遇上了山霄 不过都是零星一两只 都被耿家兄弟俩 合力灭掉了 我和温念云 倒是落得个清闲 你晚上能看得见 温念云看看我 奇怪地问 我说 念云姐 你在晚上的视力 也不错呀 温念云道 我是天生的 不仅是我 我妈 我外婆 在晚上的视力都很好 虽然比不上白天 那么清楚 但也差不了多少 她盯着我看了一阵 问 你也天生有这种能力呀 我摇头说 那倒没有 是后天练的 温念云听了很是诧异 这个还能后天练出来的 我笑说 这叫夜眼 有很多种开夜眼的法子 温念云听得嘖嘖称奇 那真是我孤陋寡闻了 还有这种事 我还以为 只有我能夜视呢 温念云他们家 由于神婆血脉的关系 是天生的夜间势力 不过相比后天修炼的夜眼 他们这种天生的能力 还是要稍训一筹的 就比如 同样在漆黑的深夜里 后天修炼的夜眼 是要比他 看得更加清晰的 当然 温念云如果后天 再加以磨练的话 也不会比夜眼差 那他俩怎么好像 看不太清的样子 温念云疑惑问 我只好又给他解释了一下 如今开过夜眼的人不多 这耿家兄弟俩 明显就是没有练过的 温念云这才恍然大悟 今晚的天气 其实还不错 天空没有什么云彩 一轮明月挂在天际 星河璀璨 意义生辉 虽然是走在山林里头 就算没有夜眼 也还是能勉强失误的 为了避免光亮 引来什么东西 耿家兄弟俩都没有点灯火 也不许我们使用 我看着一下午 描绘出来的地形轮廓 不由得皱眉沉思 这么黑灯瞎火的 你还在看呢 看出什么了 耿修武不以为然地道 耿修文拍了他弟弟一下 上来问我 陈兄弟 你这画的是风水地理图吧 我笑说没错 你是打算勘于这周边的风水 耿修文奇怪地问 我说 寨子里出了点事 所以来看看 风水有没问题 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看风水有个什么用 耿修武吃笑道 我看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见那边有个地方比较空旷 说道 我过去那边看看 到空旷处 仰头望向天际 温念云和耿家兄弟俩 也跟了过来 看什么呢 耿修武顺着我的目光 瞅了瞅天空 我没接他的话 仔细观察天空中 星宿的排布 左手飞快地开始掐算 我这用的是洛星看玉术 当初在千岁湖 波耳山庄 宝儿帮我赢了一本 洛星手抄星宿推 这门洛星看玉术 就是出自这本书中 这是用星宿推演 风水格局的一种法子 通常所说的阴阳 在风水看玉术中 叫做左青龙 右白 虎 又衍生出星宿四项 对应风水 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北为玄武 南为朱雀 左为青龙 右为白 虎 风水之道 在于人 在于地 在于山势 在于河流 也在于天星 极为复杂 而洛星看玉术 主要用到的 就是北斗七星 以及二十八星宿 来辅助看定风水 你懂观星 耿修武诧异地问 我沉浸在推演之中 没有回答他 直到一遍演算完毕 才说到略懂 耿修武吃笑了一声 胡吹大气 你知道观星看玉术有多难吗 连我爷爷都不敢说略懂 你还真敢说 我笑道 树叶有专攻吗 我是个相师 当然观星的法子 也必须懂点皮毛 耿修武冷笑道 越说越离谱 你一个相师 观什么心 这就是典型的 少见多怪 我们相师一脉 本就是向天 向地 向人 这又有什么稀奇的 难不成真到我们 只能给美女摸摸骨 看看手相呢 正在这时 突然东南方 传来一声尖锐的消叫声 那声音就像是 窜天猴升空 声音极为刺耳 天破音 我微微吃了一惊 所谓的天破音 是茅山树中的一种 用来破患的秘书 这种声音 十分有特点 很像是窜天猴 这种鞭炮升空时 发出的声音 十分尖锐 可以破除很多幻想迷惊 哥 这是不是茅山的天破音 耿修武吃惊地问 耿修文也是脸色一沉 说道 我们快过去看看 说话间 加快脚步 朝着东南方 急行而去 由于天色昏暗 地形又复杂 耿家兄弟二人 也不敢完全施展身法 因此 速度也只是一般 不时回头看看我们 能否跟上 穿过一片密 铃 只听到前方传来 砰砰几声乍响 隐约还夹杂着 几声急促的呼吓声 耿家兄弟二人一急 也顾不上我们 猛地加速 赶了过去 我和温念云 坠在他们后面 过不多时 就从密 林中穿出 只见前方一片 低矮的谷地 乱石凌寻 在乱石之间 几个人正被一群 黑影团团围着 不时有火光闪现 那是俘虏燃起的俘火 我们来了 耿家兄弟大喝一声 就冲了下去 我仔细看了一眼 那群黑影 身形怪异 身上冒着淡淡的黑气 不时发出呵呵的怪响 原来又是一群山霄 足有十余之 这些个山霄 奇形怪状 应该是某些野兽的尸身 在重阴之地 被阴煞气浸润生成的 我看得安安呐喊 到底是哪里突然冒出来 这么一对山霄的 这种玩意儿可不常见 还真是巧了 等看清被围着的那几人 我轻移了一声 温念云看看我 怎么 遇到熟人啊 也算熟人吧 我点头 下面那对最引人注目的男女 正是毛山派的万英才 和他的未婚妻何梦瑶 另外两人是万英才的师弟 之前在瑶家大院见过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三男一女 就脸生了 之前从未见过 他们八个人 结成一个防守圈 配合颇为默契 堪堪与那一群山霄 斗了个旗鼓相当 在耿家两兄弟加入之后 局面立即发生了逆转 不多时 就有一只山霄 被万英才用桃木剑斩杀 要不要帮忙啊 温念云问 我说算了 咱们还是先看看吧 温念云就笑道 看来你这些熟人 不是什么朋友 估计恨不得把我大谢八块 我甘笑一声说道 温念云眉头一挑 笑道 干什么坏事了 你个小色胚 把人家姑娘给睡了 没有的事 我赶紧否认 温念云似笑非笑地盯着我 你就别遮遮掩掩了 要不是你把人家姑娘给睡了 人家干嘛要跟你拼命 不过这两个长得都还不错 眼光可以啊 我也真是无语了 这位念云姐 不愧是出身十九里寨的 不正经起来 连毕哥都比不上他 要不去来个英雄救美 温念云笑盈盈道 我无奈道 得了吧 用不着咱们插手 果不其然 很快又有一只山霄 被养火烧成了灰烬 此霄笔掌之下 不出小半课中 所有山霄 就被消灭了个一干二净 我别的不怕 就怕突然撞上毛山 那个老农 不过看眼前的情形 那位大佬应该不在附近 我本来想着 干脆躲开算了 后来一转念 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 跟对方接触接触 摸摸底 看看毛山这帮人 到底在干什么 否则两眼一抹黑 给一头撞了上去 那可就糟了 你们两个过来 这时 就见耿修武冲着我们挥了挥手 大喊了一声 我俩就沿着坡道走了下去 这就吓傻眼了 耿修武一脸讥讽地说道 他话音刚落 边上的万英才 几人货帝拉开架势 齐齐手截法咒 把耿家兄弟 以及另外三男一女 给吓了一跳 几人也慌忙抽法刀的抽法刀 截法咒的法咒 警惕地看着四周 万兄 什么事 耿修文脸色凝重地问道 还有邪碎 另外 那名年轻姑娘咒眉问 万英才死死地盯着我 沉声道 大家当心 耿家兄弟 和那三男一女 顿时反应过来 匪夷所思地看向我俩 万老哥 何大姐 还有你们两个 叫什么来着 名字有点记不大清 好久不见啊 我笑呵呵地 跟几人打了个招呼 何梦瑶目光闪了一闪 相比之前在姚家大院 这姑娘的消瘦了很多 人也憔悴了不少 没了以往的娇纵之色 想必姚家那件事 对她的打击极大 万英才一脸寒霜 冷冷地道 你想干什么 她的两个师弟 也是紧张之急 截着了法咒的手 居然在微微发颤 我心说 我也没干什么事 至于这样吗 万老哥 你说这话就见外了 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气氛搞得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笑呵呵地说道 谁跟你是朋友了 万英才怒声打断道 万师兄 这人是谁啊 边上那个扎双遍的年轻姑娘 奇怪地问 万英才阴沉着脸 没有说话 我摆摆手 笑道 我和万老哥 和大姐他们都是朋友 就是之前有点误会 什么误会啊 那姑娘看看我 又看看万英才 疑惑地问 万英才脸色忽红忽白 一声不吭 孟瑶姐 什么事啊 那姑娘又去问何孟瑶 何孟瑶同样脸色苍白 死咬着嘴唇不说话 耿修闻道 万兄 这两位是我偶然遇到的朋友 如果只是有点小误会的话 说开了也就好了 就是就是 我先跟各位赔个罪 以前多有得罪了 我笑呵呵地赔礼道歉 那姑娘盯着我打量了一阵 问道 你到底怎么得罪我万师兄啊 其实也就是点小摩擦 没多大事 我笑着解释了一句 是吗 那姑娘将信将疑 又转向万英才跟何孟瑶 万师兄 孟瑶姐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万英才脸色发黑 何孟瑶白着脸 两人都是一言不发 他俩身后的师弟 忍不住怒骂道 这小子 就是那个陈平 其余人都是愣了一下 那姑娘昨梦了好半天 猛地指着我 师生惊呼道 原来你 你就是那个 随着那姑娘的一声惊呼 气氛一下子剑拔弩张起来 只有耿家兄弟二人 还一头雾水 摸不着头脑 万兄 这到底怎么回事 耿修文看看我 又看看其他人 但万英才等人 此时全都守截法咒 高度戒备地盯着我 并没有人回答他的疑问 就是之前发生了点小误会 也算不打不相识吗 我替他们解释道 什么小误会 你还在这里胡说八道 那姑娘怒气冲冲地叫道 我常常叹了一口气 道 我真的挺无辜的 这是本来和我就没多大关系 不信你问万老哥 你还狡辩 那姑娘气鼓鼓地骂道 还不是你帮着那个无耻的色 那个姓姚的王八蛋 我无奈地道 你说小姚啊 谁叫她是我学生呢 你们这样吊着她打 总得考虑考虑我这个当老师的感受吧 我不要面子的呀 那姑娘怒道 你还老师呢 谁叫叫出这样不知羞耻 的学生了 你还护着她 你还有理了 我摇摇头说道 这件事里面 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 一点很多 也怪你们太急了 不分青红皂白 就喊打喊杀 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学生 被你们宰了吧 你 说了半天 你还有理了 那姑娘气节 公道自在人心吗 我拍着胸口道 这样 我在这里下个保证 要是我那学生真的干过这种事 我亲手把她宰了 你们看怎么样 那姑娘愣了一下 她边上的师兄皱眉道 彩河 别信她的鬼话 那叫彩河的姑娘回过神来 祈祷 谁会信你的鬼话 你们要相信我的人品 我向来说话算话 我情真意切地道 呸 你有什么人品 彩河气呼呼地瞪着我 万师兄 咱们别跟她废话了 一起把她拿下 万英才阴沉着脸 死死地盯着我 却是一直没有吭声 万师兄 还等什么 那个彩河说着 就要动手 结果被万英才给拦下了 沉生说道 行了 先找到师伯他们为重 别理她 万师兄 彩河气道 这人那么坏 怎么能放过她 是不是连我的话也不听了 万英才咒眉道 她这句话一出口 那彩河也只能 恨恨地瞪了我一眼 闭嘴不再吭声 看来这万英才 在他们师兄妹之中 威信还挺高 大家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处理一下伤口 万英才吩咐道 众人还是戒备地盯着我 只是经过刚才一番恶战 想必也都是又累又法 撤了法咒 坐下来休息包扎伤口 你可以走了 万英才 冲我冷冷地道 我笑着跟温念云说 咱们也休息一会儿 这地方不错 温念云笑盈盈地说了一声好 于是我俩也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这个古地中 到处都是乱石 也有屏障作用 用来充当暂时休息的地方 的确不错 万英才等人虽然不愤 但也无可奈何 只好不理会我们 小茬 你还挺有名 温念云笑眯眯地问了一句 念云姐 能不能把这儿字去掉 我听着怪别扭的 我听得一声鸡皮疙瘩 温念云笑道 我觉得挺好 那群人是毛山派的吧 我听说毛山派很厉害的 我嗡了一声说 是很厉害 那你还敢睡人家姑娘 温念云挑了挑细长的眉毛说 我哭笑不得 念云姐 你可不能乱说 睡了就睡了 有什么的 温念云不以为然 我赶紧插开话题 笑道 念云姐 你长这么漂亮 身材又好 肯定有很多人围着你转吧 温念云撩了一下 她的一头大 波浪 格格娇笑道 还是你有眼光 在外头追姐姐的人可多了 不过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也不能一杆子打死 我辩解道 温念云淡淡道 什么山盟海誓 什么相依为命 都是狗屁 我早就看透了 我看她目光黯然 想必是她父母的事情 对她造成了极大的阴影 她又微微一笑 道 不过嘛 男人玩玩还是可以的 男人如衣服 睡完就扔 同个男人姐姐 从不睡第二次 我听得汗言 没曾想 这还是个女海王 不过你这小色配也不差 把人家未婚妻睡了 还把人家吓得敢怒不敢言 温念云笑道 就像她说的 刚才万英才之所以叫住师兄妹 没有动手 那是被我给吓住了 不敢动手 但这什么 把人家未婚妻睡了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我就把姚家大怨的事 简单给温念云讲了一遍 省得他老冤枉我 原来还有这种事 温念云嘖嘖称奇 小辰你很威风啊 居然把毛山派都压得抬不起头来 哪有 我是被人家追得鸡飞狗跳 我苦笑道 温念云盯着我看了几眼 笑道 小辰 你这长得又好 又有本事 肯定迷倒不少了姑娘 不过你要听姐姐的 同个姑娘绝对不要睡第二次 明白没有 我没想到 她的重点居然在这里 一时间尽不知该如何接话 干什么 世上漂亮姑娘那么多 有的你睡的 你千万别陷进一个坑里 知不知道 温念云滋滋不倦地叫一道 知道知道 我敷衍着 温念云哼了一声 道 果然是个小色胚 小坏蛋 不过这种想法才是对的 就你这本钱 什么姑娘睡不到 是不是 我真跟这女海王 没啥共同话题 干脆闭嘴 去看万英才那一堆人 他们聚在一起 似乎在低声商议着什么 时不时地转头 朝我们这边看上一眼 小辰 那个扎两条辫子的妹子不错 你有没有兴趣 温念云笑道 没有 我十分干脆地道 我看还可以啊 不比那三只小狐狸差 你看你看 人家还偷看你了 温念云笑道 我转头一看 见那彩合还有其余几人 都齐刷刷地转过头看我们 尤其是那彩合 脸上的通红 盯着我咬牙切齿 我顿时明白过来 念云姐 你能不能小声一点 毛山派的耳朵都灵 像毛山这种道门大派 里面的弟子 从小都是要修武教的 耳朵的听觉 要比正常人灵敏许多 是吗 温念云也有些诧异 我干脆起身 朝对方走了过去 温念云见我过去 自然也跟着我起身 你来干什么 那个彩合怒气冲冲地呵斥道 我朝万英才看了一眼 笑道 万老哥 怎么没见着虚臣道长 万英才冷声道 我师伯他们就在附近 马上就回来 我知道他在序章声势 也不点破 说道 最近这大巴山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闹鞋闹得厉害 还是得小心为妙 万英才冷淡地道 不劳你挂心 我呵呵笑道 咱们怎么说 也算是老朋友了 要不就一起上路 多少有个照应不是 万英才黑了一声道 你就不怕我师伯他们回来 是挺害怕的 我笑说 不过深正不怕影子邪嘛 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想必你们毛山的长辈 还是能明辨是非的 就你 就你还深正不怕影子邪 那个彩和气急 双眼圆睁 满面通红 咬牙切齿地骂道 我说 当然 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 以后你们就会明白我的为人 呸 就你这样的为人 还好意思说 彩和怒道 万英才站起身来 冷声道 咱们走吧 带着众人 朝山谷外走去 我和温念云 就跟在他们后面 耿修文两兄弟 回头看了我们一眼 不过并没有说什么 继续跟着众人往前走 小缠 你跟那个妞挺熟的 温念云问 我问哪个 就那谁的未婚妻 他说道 我呕了一声 说 这是辞成何家的千金 之前在长白山的时候认识的 是我一个朋友的堂姐 你朋友 男的女的 他感兴趣地问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没好气道 这不重要 温念云笑道 那就是女的咯 既然是这小妞的堂妹 那长得肯定也不差 又是你朋友 那肯定是 被你睡过了 我实在是有些招架不住 干脆也不去解身 不过 你这朋友的堂姐 以后日子 怕是不好过 温念云又接着说道 我有些好奇 怎么说 温念云抬了抬下巴 道 你自己看 我看了一眼 见何孟瑶和万英才 并肩走在最前面 不过仔细想想 两人似乎全程都没什么交流 而且万英才对他的态度 也十分冷淡生疏 你那色胚学生 把人家姑娘给糟蹋了 那个姓万的 八成是嫌弃了 温念云道 我纠正道 这是是不是我那学生做的 还不一定 温念云道 不管是谁干的 这姑娘是没的好日子过了 还不如及早把这男的给踹了 我也不知该如何接话 温念云突然又问 你那个色胚学生 是不是就是那个人的侄子 我知道他说的那个人 是他父亲姚思贤 点头道 没错 温念云冷哼了一声道 原来是那人的侄子 也就难怪了 我哭笑不得 这就是典型的迁怒 万英才在前面带队 走的是西南方向 这一片地方 我俩之前也没走过 正好可以观察一下地形 越往前走 林木越发茂密 连月光都很难渗透下来 四周阴森无比 途中又遇到了 灵星一些鬼魅的东西 不过都不成什么气候 被他们一行人 给随手消灭了 一路上我宁神细听他们的谈话 想打探一下 茅山其他人现在身在何处 他们又是如何走散的 不过听来听去 也没听出什么头绪来 再走一阵 前面突然传来几声惊叫 我俩快步赶了上去 见万英才等人神色 戒备正在四处查看 在一颗老松下 靠着两个人 仔细一看 就发现他们 被一根树枝扎穿了喉咙 两个人像被穿堂葫芦一样 钉在了后面的老松上 脸上满是筋布的表情 双眼圆睁 死不瞑目 林师兄 王师兄 有好些人失声痛哭 看来这两人 是茅山派的弟子 不知道怎么死在了这里 大家当心 万英才低贺一声 其余人登时醒悟过来 几人一组 暗暗戒备 我走到那颗老松边上 见那根树枝 不过就手指头粗细 但是另一头 深深地扎进了树干中 那两个茅山弟子 其中一人手里还捏着俘虏 另一人紧握拳头 想必是在应敌的时候 被一击致命 这种死法 不像是山霄之类的邪碎造成的 到底是谁 敢杀我们茅山弟子 万英才的几个师弟 双目赤红 悲声叫道 万英才猛地转过身来 盯着我道 是不是你干的 我看他也真是昏了头了 说道 我跟你们走了一路 怎么可能 你这两个师弟 明显是刚死不久 万英才眉头皱了一皱 大概也觉着 我说的有道理 冷冷看了我一眼 叫上其他人 一起把两个师弟的尸体 从树上放下来 正在这时 就听一阵古怪的笑声 从阴暗的树林中飘了出来 什么人 万英才等人 立即高声喝道 话音方落 就见四道黑影 悄无声息地从林子里飘了出来 这四人模样极为怪异 头上缠绕着破步条 只露出一双金光闪闪的眼睛 站在昏暗的树林中 如同鬼魅 你们到底什么人 万英才大声喝道 那四人站在那里 也不说话 发出一阵夜宵般的怪笑 让人毛骨悚然 我两个师弟 是不是你们嗨的 万英才立声喝问 那四人笑了一阵 其中一人突然道 你们是毛山派的 那声音听起来尖锐刺耳 如同指甲在铁锅上 抓闹发出的声音 令人十分不舒服 我们就是毛山派的 你们还不快报上名来 万英才一个师弟 大声喝骂道 那头上缠不条的怪人嘎嘎笑道 毛山派的 那就该死 混账 那师弟喝骂一声 纵身就要朝对方冲去 只是刚迈出一步 突然脚下一沉 两条腿猛地陷入土中 小心 他身边的两个师弟健壮 立即冲上去 抓住他肩膀 只是还没等把前者拉上来 两人的双腿 也是往下一沉 同样陷了下去 万英才急忙叫道 都别乱动 其余人听到他的叫声 都站在原地 不敢烧动 那三个陷进土里的毛山弟子 身子一直在缓缓地往下沉 不管他们寄出什么俘虏还是法咒 都毫无用处 不由得惊慌失措 你们先别动 万英才叫道 三人听到赶紧停止动作 下沉的速度果然变慢了些 是你们搞的鬼 万英才扫了一眼那四个怪人 这毛山的弟子 真是废物一堆 那四人一阵哈哈大笑 万英才虽然怒急 但还是压着火气道 四位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中长辈就在附近 那四人一听 又是一阵大笑 好呀 把你们毛山几个老东西都叫过来 我们等着 万英才神色微微一变 道 几位还是不要开玩笑为好 开玩笑 谁跟你们开玩笑 其中一个怪人阴森森地道 你问问那两个 是不是开玩笑 他伸出手 指了指那两个 被钉死在树上的毛山弟子 是你们害死了两位师兄 众人顿时炸了锅 悲愤地怒骂道 只是没摸清 那地里有什么东西之前 谁也不敢贸然上前 我注意到 那怪人伸出的手 也缠了那种肚条 基本上这四人除了眼睛 就没有一个地方露在空气中的 跟四个穿着衣服的木乃衣似的 既然是毛山弟子 那就是死有余辜 那怪人阴森森地道 万英才等人 惊怒交加 但一时之间 也没有任何办法 我俩不是毛山的 跟我们没关系 我打量了一眼四周 扬声说道 那四个怪人 奇奇朝我俩扫了一眼 哦 你俩是哪里的 其中一个怪人问 我撇清关系道 我俩是毛山的仇人 他们恨不得把我俩 给碎尸万段 不信你问他们 怎么会有你这么无耻的人 那个叫彩和的姑娘 怒声骂道 我马上指着她说道 你们听到了吧 你 你混蛋 彩和气得大骂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 解决恩怨了 我说着 拉了一把温念云 朝着左前方跨出一步 接着又向右前方 斜斜跨出一步 温念云紧跟在我身后 每次都是 踏在我走过的地方 一连走了四十二步 就已经出了 那片古怪的山地 正准备离开 就听离我们最近的 那个怪人 冷森森地道 谁叫你们走了 成 那我们就暂时不走 我从善如流 带着温念云 就在边上 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那四个怪人 齐刷刷地朝我们看了一眼 这时 万英才那几人不知 用什么法子 截了根绳子出来 套住那三个 现在土中的湿地 数人合力 想要将其拖上来 只是三人陷在土中 像是被水泥浇灌了似的 根本纹丝不动 彩鹤 你开路 万英才吩咐道 彩鹤微意迟疑 应声道 是 他纵身一跃 如一只燕子般掠过地面 堪堪落在我刚才 停留过的一处地方 然后屈指一弹 一颗石子被他弹到地上 位置正好也是 我之前经过的一处 接着 石子被他连续弹出 每一颗都极为精准地 落在我踩过的位置 难怪万英才会叫他开路 这姑娘寄行道真是不差 居然把我刚才走过的路线 记得一丝不差 你们先出去 万英才吩咐道 独自一人用绳子 拉着那三名师弟 剩下的几名毛山弟子 也不废话 立即按照彩鹤标出的路线 迈步踏出 耿家兄弟二人 冲着万英才点了点头 也跟随其后出去 英才哥 我陪你一起 和梦摇道 伸手去握万英才的手 被万英才给避开了 淡淡道 你快去吧 我没事的 和梦摇脸色 一下子变得苍白 摇了摇嘴唇道 那你当心 转身跟着众人 一起往外走 那四个怪人就这样看着 也没有其他任何动作 眼看着一行人 就要跟我们一样 从圈子里走出 我突然心里一动 大声讥讽道 你们不是挺能的吗 有本事 就别走我走过的地方啊 不走就不走 彩鹤气鼓鼓地瞪了我一眼 不再继续往前走 原地纵身一跃 身形轻巧地在空中一转 直接落到了十米开外 他的几个师兄弟 以及耿家兄弟 和和梦摇三人 有样学样 都是原地月初 小诚儿 你怎么看出来的 温念云盯着一片山地 好奇地问 我解释道 望地气 这是我们相识的拿手绝活 刚才地气变了 之前我走出来的那条路是对的 但是就在刚刚的一瞬间 地气又变化了 如果他们继续按照原路走的话 又得陷进去 不过这块区域的范围 毕竟有限 他们已经走到了边缘 距离不远 只要原地跳出 那也就成了 这样一来 那一片地里 就只剩了万英才 和他那三个 现在地里的师弟 英才哥 和梦摇焦急地喊道 万英才将绳子的一端 绑在腰上 然后打量四周 不对 你们快看 耿修文突然指着地面叫道 其他人一看 都是面色大变 万师兄 刚才我们走的路 已经不能走了 彩和急忙叫道 温念云轻笑道 这小妞终于反应过来了 你刚才那顿骂 也不算白矮 我叹了口气说 好人难做呀 温念云笑道 等你把这妞给睡了 也就不亏了 这女人又来了 我现在唯一庆幸的 就是小石头不在 要不然 被这女人几句话一说 只怕小石头以后 都得不踩我 正说话间 就见万英才 微微虚了口气 陡然身形闪电般掠出 便如足部沾地一般 好厉害 这是什么 温念云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万英才用的 正是茅山秘书 陆地飞腾 虽然他的火候 尚浅 不过在此时用出来 却也是恰到好处 不过 这片被动了 手脚的山地 范围颇广 万英才想要 靠一次陆地飞腾就冲出来 是不太可能的 至少要两次 但这样一来 就意味着 必须要在中途 找到个落脚点 万英才看不明白 地气的变化 也不知道哪里能落脚 所以他就把目标 瞄准了距离 最近的一棵树 用陆地飞腾 瞬间闪现到 那棵红山前方 不等落地 立即双手一抓 抓住树枝 戒势翻身而上 彩河等人 顿时一阵欢呼 我看了一眼 那四个怪人 见他们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也不知再打什么主意 万英才在树上站稳 将身上的绳子解下 将其绑在树上 之后 左手捏了个法绝 口中送咒 突地往树干上一拍 赫然就见 那捆在树上的绳子 绷得笔直 万英才口中念念有词 右手在那根绳上 轻轻一拨 那绳子顿时如琴弦一般 发出嗡的一声 开始急速地颤动 奇异的是 随着绳子颤动 原本被陷在土中 纹丝不动的三人 居然开始缓缓上升 万师兄威武 他的师弟师妹们 高声喝彩 我还是头一回见 这种法术 估计是毛山派新创的 毕竟图山笔记 是几百年前的了 这几百年来 毛山也是能人辈出 另外创出什么 新的法术来 也是毫不稀奇 绳子如琴弦般 嗡嗡震荡 那三名弟子越升越高 纷纷露出喜色 就在他们的膝盖 即将露出地面时 突然听到羞的一声响 那条绳子猛然崩断 在众人的惊呼声中 三名弟子重新献了回去 功亏一篑 万英才愤怒地 看向那四个怪人 四位当真 要与我毛山不死不休 刚才正是这怪人出手 打断了他的施法 我没说过吗 毛山弟子都该死 其中一个怪人 用尖锐刺耳的声音说道 那你们就来试试 彩荷等一众毛山弟子 勃然大怒 朝着那四个怪人围了上去 耿修文朗声说道 几位是哪里的朋友 我是柳州耿家的耿修文 那怪人冷然道 什么耿家张家的 那是什么玩意儿 一听这话 耿修文还没怎么着 他弟弟耿修武 直接就气炸了 骂道 你又是个什么玩意儿 他话音刚落 突然人影一闪 不等其余人反应 那耿修武 就被其中一个怪人 给抓了回去 那怪人手指缠绕着布条 抓着耿修武的脖子 拎在半空 耿修武那么大一个人 在他手里 居然如同三岁小孩 半点防抗余地都没有 这张嘴真是臭 那怪人冷森森地说了一句 掰住耿修武的下巴 众人骇然失色 别伤害我弟弟 耿修文急忙叫道 此时的耿修武 脸上尽是惊恐之色 只要那怪人稍一使劲 他的嘴巴就会被生生撕开 必死无疑 先别弄死了 领头的那名怪人道 抓着耿修武的怪人松开手 转而抓着他的左臂一凝 只听咔嚓一声 耿修武大声惨叫 他的一条手臂 赫然被那怪人 给硬生生抿断了 耿修文顾不得其他 立即扑了上去 何梦瑶以及其他毛山弟子 也是纷纷冲上 然后他们刚刚冲到半途 脚下突然一沉 所有人都陷入了土中 慌乱之中 众人伸手在地上一拍 想要借视乐起 然而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很快身子就沉下去大半截 只能用手死命地撑住地面 那四个怪人 发出一阵毛骨悚然的笑声 齐齐朝着他们飘了过来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四人的身法很是诡异 身子轻如纸片 当真是如同鬼魅一般 耿修文等人 被陷在土中 根本无计可施 其中一个怪人蹲下身子 在何梦瑶脸上摸了一把 发出一阵圣人的嘖嘖声 藏在深山里这么多年 好久没见过这么水嫩的女娃了 何梦瑶脸色煞白 浑身发颤 这个也不错 那怪人又伸手摸了一把彩合的脸蛋 那姑娘性子倒裂 挥手截了个法咒 就朝对方拍了过去 那怪人只是一挥手 就把她的法咒给震散了 这一下不但没伤到对方 她还因为动静太大 身子立即又沉下去小半截 那怪人伸手抓住她的肩膀 往上提了提 姐姐笑道 开口求我 就拉你上来 彩鹤呸了一声 骂道 混账王八蛋 好凶 那怪人大笑 我还真没尝过毛山的女弟子 是什么滋味 说着 伸手就朝她胸口抓去 彩鹤脸色煞白 脑袋猛地往前一撞 张口就朝她的手咬了过去 那怪人冷哼一声 手微微一抬 彩鹤的嘴唇顿时鲜血淋漓 就在这时 一阵破空声响 原来是万英才折了一节树枝 朝那怪人的背心打了过去 那怪人动也未动 树枝撞到她后背 顿时碎成积粉 万英才左手一拍 将她随身携带的桃木剑射出 同时使一个陆地飞腾 疏忽略出 堪堪在那桃木剑上一点 借力再度使一个陆地飞腾 冲出那片山地 英才哥 万师兄 万兄 几声惊喜的叫声响起 万英才将桃木剑抄在手中 朝着那怪人急刺而去 桃木剑是一种法剑 可用作刺削劈砍 也可以辅助施展竖法 万英才这是薄命一击 气势凌厉之极 那怪人站起身 伸手朝她抓了过去 就在双方即将触击之时 万英才的身形疏忽一转 瞬间绕到了那怪人的身侧 挥剑直批而下 这一手倒是不错 又快又准 然而那怪人却如同纸片般 在肩不容发之际 如同鬼魅般飘了开来 瞬间又欺净身边 挥手朝着她当头抓下 万英才急退束步 持剑一挥 高声喝道 六丁六甲 借我神通 茅山秘书 上清六丁六甲神咒 万英才的身形 陡然间魁梧了几分 猛地一剑斩下 这上清六丁六甲神咒 加持在身 可以让人瞬间力道暴增 如同神人附体 瞧这一剑的威势 恐怕一块大石放在眼前 也能让它一剑展开了 然而那怪人突然飘了过去 一巴掌拍在万英才肩膀上 轰隆一声 六丁六甲神咒加身的万英才 竟被硬生生地拍得矮了大半截 小半个身子直接磨 入了土中 在一片惊骇的尖叫声中 万英才半个身子被压入地下 手中桃木剑一横挥剑斩去 只是没等他斩时 就被那怪人夺了过去 双手一合 那桃木剑当即咔嚓一声 被掰成两劫 什么茅山树 实在不堪一击 怪人发出一阵刺耳的讥笑声 万英才桃木剑被毁 立即手劫法印 那怪人一脚踏去 把他的结印的手踩在地上 发出喀啦啦一声脆响 英才哥 万师兄 众人急得大叫 万英才却是忍痛 一声不吭 那怪人发出一声怪笑 一只脚踩着万英才的手掌 另一只脚在他肩膀上一踩 万英才顿时应声 往地下沉了几分 紧接着又是一脚 万英才跟着往下沉去 不要 一众茅山弟子急声呼喊 那四个怪人 发出一阵刺耳的大笑声 此时的万英才 整个身子都已经陷入土中 只露出一个脑袋 因为气息不畅 整张脸憋得通红 来叫声爷爷听听 那怪人蹲下来 拍了拍万英才的脸 万英才死死地盯着他 呸得冲他吐出一口血沫子 不过刚喷到那怪人面前 就被他的护体咒给挡下了 那怪人阴沉沉地笑了一声 双手抱住万英才的脑袋 看来你这脑袋瓜子 也没什么用 拧了算了 我见那万英才瞳孔放大 紧咬着牙关剧烈颤抖 显然害怕之极 但始终不吭一声 倒也算是硬气 一众茅山弟子大叫怒骂 几位前辈 且助手 不知几位跟茅山 到底有什么仇 耿修文急声叫道 其中一个怪人节节笑道 前辈 哈哈哈哈 只怕心底里在骂怪物吧 不敢 耿修文盲道 那怪人露在外面的一双眼睛 金光闪烁 森森然地扫了一眼众人 突然立声叫道 我们这副鬼样子 都是拜茅山这群人所赐 声音极为怨毒 耿修文大吃了一惊 迟一片刻 问道 这不知这 那怪人突然笑了起来 当年我们四个 被茅山怕用阳火烧成这副鬼样子 在荒山野岭躲了这么多年 没想到你们这帮不长眼的 居然还敢跑到我们的地盘里来 那抓着万英才的怪人阴冷地道 先把这小子的脑袋拧了 再好好尝尝 茅山的女弟子什么滋味 耿修文等人 骇然惊呼 那怪人哈哈大笑 两只手搂住万英才的脑袋 只要他手掌微微用力 万英才的脑袋 立即就得搬家 我虽然跟他们这帮人 没什么好交情 但也着实有些看不下去 正要出手插一杠子 就听何梦瑶哭着喊道 陈平 你救救英才哥 他双眼又红又肿 吃力地朝我们的方向扭过头 只要你救了英才哥 那件事我 我不追究了 我们何家也不追究了 他说的那件事不追究 意思是 姚景辉糟蹋他那件事 他和他们何家都不追究 我这一下子就尴尬了 这到底是让我出手好 还是不出手好 我要是一出手 不就是承认姚景辉 干过那种事情吗 而且 好像是我为了让他不追究 才出手救人似的 你别求他 万英才怒吼一声 陈平 求你救救英才哥 何梦瑶哭喊道 万英才咬牙切齿 秃地叫道 我知道你们是谁了 你们就是当年在云台庄 被我几位师叔伯 用养火诛杀的四个妖人 没想到 你们居然没死 那四个怪人 齐齐发出一阵怪笑 你小子还有点见识啊 云台庄 嘿嘿嘿 你们毛山派 把我们撕得害成这样 你说 你们这些个徒子徒孙 该不该赔偿一下 万英才怒声骂道 你们也算是个人吗 不仅用邪术随意咒杀普通人 还把他们的肉割来吃 只可惜 当年在云台庄 让你们这种妖孽跑了 那四个怪人 发出一阵毛骨悚然的奸笑 等把你收拾了 我尝尝两个女娃的肉怎么样 那怪人语气一粒 就要拧断万英才的脖子 不要 何梦瑶尖叫一声 我起身叫道 等会儿 那四个怪人 齐刷刷地朝我看了过来 你们吃人 我寒声问 一个怪人呵呵笑道 不仅吃 还变着法子吃 另一个怪人阴森森地道 小兔崽子 你不会是想来替天行道吧 八成是脑子有病 又一人道 其余三人哈哈大笑 我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 那就去死吧 一张缠绕着布条的猙獰面孔 猛地出现在我面前 是一个怪人突然出手 我甚至能看清 他那双眼睛中 闪烁的阴狠戾气 卡拉 那怪人被我一记手刀 斩在脖子上 顿时颈鼓碎裂 脑袋歪在一旁 气绝倒地 这一番吐起胡落 只在电光石火之间 四周寂静了一煞 剩余的三个怪人 齐齐发出一声愤怒的怪叫 我不等他们出手 身形瞬间闪现到 其中一名怪人身前 陆地飞腾 十数米距离 几乎一蹴而就 那怪人身形猛的一折 如同纸片般 向后飘去 我跟进 左手空卧 锤在他胸口 毛山秘术 九阳锤 那怪人心口位置 喷得闪过一道火光 连哼都没哼一声 随即倒地毙命 同时 身后两股破空之声袭来 我也不回头 脚尖一点 原地疏忽得如陀螺般 一个旋转 双手一戴 一个怪人的脑袋 喀拉一声 被带得转了180度 光当道地 另一人发出惊恐的一声尖叫 拔腿就跑 他的身形轻如纸片 呼东呼西 奇快无比 我刚迈出一步 脚下一沉 已经没 入土中 当即左手一挥 毛山秘术 秀里清风 一道煞气凛冽的阴风 无声无息地射出 瞬间贯穿了 那怪人的右脚 一声刺耳的惨叫 那急速飘逸中的怪人 顿时栽倒在地 我催动破虚妄咒 当即将土线破开 从地下跃出 那怪人瘸着一只脚 向前方急奔 被我追上 喀拉喀拉几声 将手脚关节全部捏断 像死狗一般拖了回来 丢在地上 我把那怪人的脸上的布条扯开 就露出一张 被烧得面目全非的脸 甚至都看不出 这是一张人脸 想必是当年在云台庄 这四人被毛山派的长辈围剿 小姓逃得了性命 但全身的皮肤 都已经被阳火烧毁了 所以才用布条 缠成了木乃伊 四周鸦雀无声 我看了一眼 就见耿家兄弟等人 全都两眼发直地盯着这边 你们四个一直躲在这里 我踢了一脚 那怪人问 那怪人四肢被吠 瘫软在地上 发出节节的怪笑声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我也不跟他废话 从中指上取下纸环 拉成银针 给他来了一套 我们祖传的鬼门结脉 顿时一阵阵鬼哭狼嚎 从他的口中传了出来 我们 我们一直躲在这里 过了不久 那怪人就忍不住叫道 我等他再惨叫一阵 这才将结脉蒸汽出 那怪人摊在地上 呼呼地喘着粗气 https-3w.bychugaccess.com 躲在这里干什么 我冷声问道 怪人嘿嘿笑了一声 还能干什么 被毛山那帮老贼驴追得没法 再加上我们这副鬼样子 只能躲在荒山野岭 就没干其他什么事情 这种荒山里头 能干什么 怪人否认 我盯着他 面无表情地道 还吃了不少人吧 那怪人的目光闪了闪 当然没 我手中银针一闪 再次给他封了个结脉针 这次没撑多久 他就大声求饶 吃了 吃了 跑进这山里转悠的人多 随便吃 反正人丢了 也没人知道 按照他所说 他们躲藏在这大巴山中多年 除了默默修炼之外 还时不时地出来捉个把过路的旅客回去 打打牙记 我听着 却觉得这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以这四人的性子 凶狠残酷 无所不为 难道说 就因为被茅山的人围剿了一次 就害怕了 躲在大巴山一动不动 这有些违背常理 其他就没有了 我冷声问 那怪人道 没有了 就是这些 那行 可以去死了 我说着 双手一合 抱住他的脑袋 你 你要是杀我 我主人不会放过你的 生死关头 那怪人眼中 也是流露出极为惊恐之意 急声叫道 你还有主人 我们主人无所不能 他马上就回来了 到时候 你们一个个都得死 那怪人历声叫道 是吗 我不置可否 一脸不幸的样子 那怪人叫道 要是我主人发火 别说你们了 就是茅山 那些老东西全来了 也得死无葬身之地 还挺会吹 我讥讽道 那怪人眼珠子转了转 叫道 之前那一群茅山的老东西 就已经被我主人收拾了 你胡说八道 彩河等一众茅山弟子 纷纷怒斥 那怪人黑地笑了一声 那一群被我主人收拾的人里面 有一个我认识 叫做虚臣的 万英才等人一听 顿时大惊失色 不可能 谁会吸你这种鬼话 彩河气鼓鼓地骂道 不过看他的样子 明显是有些害怕了 那怪人鹰笑了一声 道 你以为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你们一进山 就被我主人发现了 我主人负责收拾那群老东西 我们几个来收拾你们这群小的 众茅山弟子纷纷怒骂 根本不信 但我觉得 这说不定还真是事实 茅山一群人进入大巴山后 就被对方给盯上了 中间又出了变故 导致万英才等人 与虚臣他们走散 就如那怪人所说 他们的主人 应该的确是对虚臣他们出手了 但至于虚臣他们 是不是真被那人收拾了 这就要打个问号了 毕竟虚臣那一行人 可都不是什么善查 尤其是还有那个老农压阵 哪会轻易招了别人的道 你主人是谁 我踢了那怪人一脚问 我主人尊号山中老人 怪人道 我问 真名叫什么 那怪人却是说不上来 我又逼问了几句 那怪人将事情如数说了 原来 当年在云台庄 那这四人 被茅山几位长辈围剿 侥幸不死 躲过一劫 之后 这四人浑身被羊火烧得面目全非 再加上惧怕被茅山的人找过来 于是就干脆躲进了大巴山深处 四人在深山里晃悠了一阵 时不时地就抓几个人来开开婚 就如他们所说的 这种大山里 死个把人 就跟吃饭一样随便 谁也不会注意 不过熬了一个月 他们就忍受不了了 就想着到山外面的镇子里透透气 结果 就在他们准备出山的时候 途中撞到了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 这老人续着长发 披在肩头 身上穿了身麻衣 穿着草鞋 那四人最喜欢的 就是细皮嫩肉的姑娘 对于这种糟老头子 自然毫无胃口 正打算随手捏死 谁知那老人 只是轻哼了一声 就以威压 把他们给镇压在地 四人吓得魂不附体 大声祈求饶命 那老人问他们来历 起初四人 还想胡周一番 蒙混过去 结果那老人精明至极 几人无奈 只好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 那老人听了之后 单单问了句 你们吃人 四人头皮发麻 但又不敢胡扯 只能点头认了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那老人居然点了点头 说道 不错 然后问他们 要不要做他的奴仆 那四人哪敢说不 赶紧连连磕头 殷勤地大喊 主人 这个老人 就是四人口中的山中老人 四人跟随其过去 发现这老人 居然在大山深处 开辟了一处洞窟 里头布置得跟房舍似的 最惹人瞩目的 是石窟中一个 一人多高的三角铜炉 那老人告诉他们 这是丹炉 你这主人 是个炼丹术士 我略有些诧异地问 那怪人道 可能 可能是吧 我微微皱眉 在很早的时候 炼丹术士十分盛行 但如今这个年代 炼丹术士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了 就算有 大半也是装神弄鬼居多 丹 其实是传统中药里的 一种药剂类型 比如什么天王补星丹 山海丹 其实跟六位地皇丸 人参健皮丸的丸 也差不了太多 只不过用丹的话 就表示 这种药丸 更加灵验神医 而炼丹术 古代又称为 外丹术或黄白竹 最早是在战国中期出现 秦汉以后盛行 形成炼丹术士这一派 炼丹术士 主要是通过各种秘法 烧炼丹药 用来服食 最终的目的 还是为了追求长生 当年秦始皇 就在宫中养了 大批的炼丹术士 为他炼制长生不老药 不过 最后还是功亏一篑 到了两宋之后 炼丹术就逐渐衰败 炼丹术士也越来越少 到了如今 更是连听都很少听说了 那四人 被那老人收为奴隶之后 就在他手底下 干着杂役的活 他们也不敢逃跑 因为那老人的手段 让他们根本不敢 生出任何逃跑的心思 那山中老人 平日里也不干其他事情 就是日日守着丹炉 调配各种药材 有一天 那老人就吩咐四人 去抓两个人过来 要一男一女的年轻人 那四人对这种事情 驾轻就熟 当即出去转了一圈 很快就抓回来一对 来旅游的小情侣 那老人看了一眼 不满意 那四人只好又去 逮了一对男女回来 这回那老人 还算勉强满意 然后就让他们四人 把这对男女洗刷干净了 又用特别调制的汤药 浸泡了九天 之后 就把那对男女投入丹炉 和其他药材一起炼制 他居然拿人来炼丹 众人一片骇然惊呼 纷纷怒骂道 我让那怪人 接着往下讲 那山中老人 的确是拿活人来炼丹 但那一炉丹炼出来后 他尝了一尝 就全被倒掉了 之后又重新开炉 又让那四人去抓活人 这回是抓了一对双胞胎姐妹 洗刷禁药之后 再次投入丹炉之中 结果丹药出炉 那老人还是不满意 还发了一痛脾气 四人战战兢兢地 哪敢说话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 四人就在这老人手底下 干干杂物 不时地去捉来一些活人 供那老人炼丹 有些捉过来的 如果老人不满意 就被这四人打了牙剂 我听得暗暗心惊 这天长地久的 也不知道多少人 死在他们手里 恐怕白骨都堆成了山 你主人这单炼成了没有 我问 怪人摇头道 没有 我主人说是这些人的体质太差 那什么算体质好的 他微一迟疑 道 就那个寨子里的女人 体质就不错 什么意思 你还去抓了十九里寨的女人 温念云冷声问 附近一带 也只有十九里寨一个寨子 那怪人眼珠子乱转了几下 说道 不不 十九里寨的人 我们可不敢乱动 我心里一动 冷笑道 还有你们不敢的 是真不敢 那怪人忙道 那寨子里头 盘踞着一个妖女 我们四个 可不敢去触她的眉头 什么妖女 我心里已经有所猜测 但还是追问道 怪人道 是一只化了形的胡金 温念云冷哼了一声 你们怎么知道 那寨子里有胡金 我问 她道 是主人告诉我们的 让我们别去她的地盘惹事 看来这山中老人 还真是不一般 居然和这渔夫人 毗邻而居 而且还知道她的身份 后来又怎样 我让她接着往下说 后来 我主人就带着我们 去找了那个渔夫人 对了 她就是那个狐妖 嗯 然后交涉了一番 那渔夫人就同意 每隔三个月 就送我主人两个姑娘 据说那寨子里头的姑娘 能吸收精气 所以品质一流 温念云怒哼了一声 好呀 原来那些走丢的姑娘 都是被送去 给人炼了丹 我起初也是这么想 但一转念 就绝不对 寨子里姑娘那么多 你主人只要两个 是不是太少了 我故意问 她解释道 寨子里女人虽然多 但是要吸满精气的 并不多 而且渔夫人自己还要用 我心头一动 问 她有什么用 那就不清楚了 她摇头说 十九里寨的姑娘 被那山中老人带回去后 也还是相同的命运 被洗刷干净 经过药汤浸泡 然后被投入丹炉中炼药 年复一年的 那四人前前后后 不知去了寨子里几次 不过那山中老人 始终没有炼出满意的丹药来 大概是五年前 四人又一次去寨子里 接受姑娘 结果这次渔夫人叫住他们 并要求去见一见 他们的主人 于是 四人将渔夫人带了过去 之后 渔夫人就在山中老人的洞窟里 待了整整三天 至于三天中都发生了什么 她也说不清楚 三天过后 渔夫人从洞窟中出来 回了寨子 之后连续三个月 山中老人都没有炼丹 而是一直在洞中忙活 而且勾画了很多图纸 在第三个月的月底 那老人就带着他们四人 离开洞窟 在附近忙活 我听她的描述 心中暗暗吃惊 这应该是在布阵 不过那四个怪人 对叔叔奇门一窍不通 也说不上什么来 再在忙碌了小半年时间后 山中老人又再度开始炼丹 据这怪人所说 这一次炼丹完毕后 那老人拿起丹药尝了尝 脸上显出了一丝喜色 不过最终这炉丹药 还是被他全给倒掉了 接下来的时间 就又开始日复一日地炼丹 每次炼丹完毕 山中老人脸上的喜色 也一天比一天重 这是快要炼成了 我随口问道 那怪人点头道 我主人说 丹要成功再望 只要你放过我 我向主人求求情 让他也赏你一颗 保管你炎年异寿 甚至长生不老 我心说 我要真想炼什么炎年异寿丹 长生殿里这种丹数多的事 还稀罕你的 至于长生不老 你就别想了 后来呢 我冷淡地问 后来 就是前几天 这群茅山的人 闯进了大巴山 主人很早就发现了他们 很是高兴 要是拿了他们来炼丹 说不定会有奇效 后来果然跟主人 料想得差不多 茅山那群蠢货 很快就入了我主人的套 那怪人黑黑笑道 由我主人出手 茅山那群老东西 自然一个也跑不掉 我们四个 就来搂搂草 打打漏网的兔子 做你的白人梦 你那什么主人 遇到我们茅山派 只有束手就擒的份 彩河等人 纷纷破口大骂 耿修文则是一脸凝重 想必是担心他的爷爷 万英才立声贺问道 你们用了什么诡计 怪人笑道 我主人无所不能 对付你们这些蠢货 还用得着什么诡计 又冲我看了一眼 嘿嘿说道 我看你能耐还不错 不如跟着我一起 服侍主人 以后肯定前途无量 我没搭理他的蛊惑 描述了一下 姚家一行人的样貌 冷声问 有没有见过这样一群人 你说的是这些人 怪人笑道 我心中一动 你见过 他眼珠子转了转 说道 你找他们干什么 我把银针碾在手中 行了行了 我说 他立即认怂 这群人去了十九里寨 结果不知道是得罪了于夫人 还是怎么回事 全被放倒了 后来这批人 于夫人分了我们一半 我一颗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真怕他说出这些 都已经被炼成了丹药 强自镇定问 这些人在哪 那怪人道 本来是要拿这些人来炼丹的 后来那帮茅山的蠢货一来 主人就让我们把这些人 先送去了药谷 药谷 我脸上不动声色 心底却是大吃了一惊 因为我曾经听何思彤提过这个名字 所谓的药谷 其实就是姚家在大巴山里 经营的一片秘密基业 姚振远带着姚家全族 千里迢迢赶赴这里 最终目的 也就是为了去到药谷 在那里折服上一段日子 暂避风头 这药谷 其实就是一个很偏僻的山谷 难找得很 要不是有一次被我们无意中撞见了 真不知道 里面藏了这么多人 还在里面建成了一个村子 怪人黑了一声说道 原来 就在小半年前 这四人在大巴山中转悠的时候 偶然间发现了姚家的那一处秘密基地 这个地方 选在了一处人迹罕至的鸡脚嘎拉里 经过多年的经营 这谷中已经有上百人 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村落 被他们称为药谷 相比这荒山野岭 药谷里的建筑和设备都十分精良 内部环境也十分优渥 四人一见 不由得缠闲欲低 不过他们也不敢擅作主张 当即回去 把这是告知了山中老人 得知此事后 山中老人就带着他们去了药谷 虽然药谷中的姚家护卫训练有素 并且配备了大量纲母 但面对山中老人 根本就不堪一击 转瞬间 药谷就被破掉 不过 山中老人并未将药谷中的人全部杀死 而是给他们喂下了一种丹药 服下这种丹药之后 谷中的人就会浑浑噩噩 如同傀儡一般 把当方奉为主人 一切听从他的命令行事 由于相隔遥远 这药谷又在深山之中 就连姚振远都压根不知道 药谷早已经换了主人 从那天起 山中老人就成了药谷的王 左右所有人的生死 谷中的人 不管男女老幼 除了被他指派去干杂役之外 也会被他随意选取 用来投入丹炉中炼药 在他统治的小半年时间里 药谷里的人丁 只剩下五十余人 而那四个怪人 也在药谷中作威作福 肆意胡为 最为凄惨的 就是那些年轻姑娘 不只被他们肆意糟蹋 甚至还会被他们 拿去打牙剂 如今的药谷 早已经成了炼狱 这人倒是直言不讳 把什么都给交代了出来 兄弟 等会儿 咱们把这些毛山派的小崽子 给主人送去 主人必定会进你一大功 以后咱们 就是主人的左膀右臂 他牵着嗓子 反过来蛊惑加入他们 我笑了笑说 你这三个兄弟 死在我手里 你就没什么想法 那人哈哈大笑 死了也就死了 以后咱们就是兄弟 跟着主人 以后有的是好日子 躲在这荒郊野岭的 能有什么好日子 我不以为然 兄弟别急啊 主人马上就要出山了 他嘿嘿笑道 我不动声色道 怎么 是丹药快要炼成了 那人裂开嘴 露出一口焦黄的牙齿 整张脸显得尤为猙獰 一个丹药要成了 另一个天下 马上要起大变化 是主人该出山的时候了 我呕了一声 不置可否 他见我没有接话 大概是以为我有所异动 压着嗓子说道 主人说 咱们做任何事 都要顺天应命 很快悬门就要经历 气韵交替 到十天地反复 龙蛇起路 那就是他出山的绝佳时机 我心里暗骂了一声 又是牵涉到这悬门气韵 这还真是 被我那不靠谱的师伯说中了 一旦悬门气韵逆转 大乱避起 不仅各路邪碎妖媚为祸 连这些个平时 折服在深山里头的杂碎 都纷纷冒头了 倒是咱们跟随主人 逍遥快活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天下之大 哪里都去的 那怪人说着 连自己都激动起来 不由得哈哈大笑 我没接他的话查 心中暗暗思量 想要捉摸透 这整件事情的轮廓 兄弟 咱们赶紧去把这些小崽子 给主人送去 省得主人等急了 那怪人催促道 他见我没有作声 又黑黑笑道 你看这两个毛山的女弟子 平时肯定是玩不到的 但只要跟着主人 别说是女弟子 就是他们的女长老 咱们也是想玩就玩 顿时 引来毛山众弟子 一阵怒骂 我看了他们一眼 你别听他胡说 彩和那姑娘脸色煞白 急忙叫道 那怪人却是以为我心动了 笑道 兄弟 你年轻气盛 血气方刚的 要不先耍一耍 咱们稍微晚一点回去 也是可以的 我站起身来 你敢 彩和吓了一跳 我没理他 翻开我画出的一叠风水地理图 对照星宿落照的标记 手掐指节 在脑海中飞快推演计算 兄弟 听我的没错 咱俩跟着主人 以后要什么有什么 前途不可限量 那怪人躺在那里 不停地在劝说 我推算了一阵 过去将他拎起 在他后背一拍 中下了一个静止 之后 将他两条腿的关节 重新接好 怪人大喜 兄弟 你终于想通了 耿家兄弟 以及重毛山弟子 则是脸色煞白 怪人翻动了一下身子 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的腿骨虽然接了回去 但毕竟 被我捏断过 而且又是被我胡乱接的 看上去整个人歪歪斜斜 很是怪异 他也不在意 姐姐笑道 兄弟 咱们赶紧把这帮小兔崽子 带回去送给主人 毛山众人 纷纷破口大骂 我也不理会他们 踹了那怪人一脚 去要鼓 那怪人笑声一将 去要鼓干什么 我抓住他的手腕 轻轻一脚 他的一条右臂 就被我凝成了麻花 怪人惨嚎一声 一双眼睛 极为怨毒地盯着我看了一眼 连声点头道 我去我去 当即选了个方向 一瘸一拐地走去 我和温念云随后跟上 那两个漂亮小妞不要了 温念云笑嘻嘻地问 我说 再过一会儿 他们就能脱困了 话音刚落 就听身后传来几声嘀呼 温念云回头看了一眼 差一地道 还真像你说的 他们都爬出来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其实说来也简单 刚才万英才等人陷进土中 是一种类似土印的陷阱类法术 这种法术 通常都有一定的时间 再加上这四个怪人 都已经被我收拾了 法术效果迟早会消失 小辰 你刚才很帅啊 还挺有正义感的嘛 温念云笑道 我正策说道 也没有什么正义感不正义感的 不过咱们 既然身为悬门中人 有些事该就得去做 这种吃人的东西 比邪罪鬼魅更不如 留着过年吗 温念云微微愣了愣 盯着我半上 笑道 你还说得挺有道理 我记得小时候 我妈妈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她说 我们既然是神婆这一脉 那就有我们的职责 说着 又微微叹了口气 大概是想起了她妈妈 我正要说话 突然感觉有些不对 就在这时 只听啊的一声惨叫 一根锋利的尖刺 突兀地从地面冒出 把那怪人的左脚脚掌 给扎了个贯穿 那怪人虽然手脚 被我捏废了 但就凭她的护体咒 寻常刀枪都无法伤她分毫 但这根地刺 居然轻而易举地刺穿她脚掌 自然极不寻常 我拉住温念云 飞快地打量四周 这时 就听身后也是两声惨叫传来 我俩回头一看 就见万英才等人 原本是挑了一个 跟我们不同的方向走 此时 他们也有两个人的脚掌 被一根锋利的地刺给抓穿 有个人更加倒霉 那根地刺 直接扎进了腿里 而且尤为诡异的是 那地刺进肉之后 伤口立即变成了焦黑色 就跟被火灼过一般 连半滴血都流不出来 那个叫彩和的姑娘 伸手去碰那根地刺 结果刚一出急 就急忙缩了回来 尸声叫道 好烫 捂着手指 脸上净是痛苦之色 我很快就看出了端倪 这地方是被人 布下了奇门阵法 那怪人惨户了一阵之后 叫道 主人的阵法发动了 谁也走不掉了 我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一片地方 其实早已经被 那个山中老人 布下了阵法 而且按照那怪人的描述 当初他们布局阵法的时候 耗费了数月甚至大半年 这必然是一个 规模极为庞大 结构极为复杂的 奇门阵法 我刚刚来的时候 也仔细观察过四周 并没有发现异样 只能说明 在此之前 这个阵法并未发动 往往真正厉害的阵法 都是活动的 也就是说 阵法中的一切 都会随时随地在变化 也许上一秒 这片区域还十分安全 但下一秒 就极有可能变成了杀戮场 我之前已经将周遭的 地理山势 记忆在心 身在阵中 立即开始掐指推算 念云姐 跟着我走 温念云答应一声 紧跟在我身边 我过去抓住那怪人的衣领 将他拽了起来 他的脚掌从地刺上缓缓抽出 立即发出一阵惨叫 我把他丢到地上 说道 不想死就听我指挥 我说往哪走 就往哪走 怪人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恐惧之色 连连点头 起来 往左边去 我指点道 那怪人磨蹭了一下 从地上爬起 迟疑地往前迈出一步 他本来就一拳一拐 之后又犹豫磨蹭地 走得就更加慢 我踹了他一脚道 要是走不快 就干脆别走了 能走能走 他不敢有为 赶紧加快了步子 这一片林子 都笼罩在那山中老人的大阵之下 这阵法可不认你是谁 只要踏错一步 就能立即要了你的性命 走了一阵 就听到身后脚步声响 就见万英才一群人 改变方向 跟着我们走了过来 温念云笑了一声 你们有事 我停下来问 万英才等人也停了下来 没有吭声 你们好像挺嫌弃我俩的 还是别走一起吧 我说着 继续往前走 万英才等人 齐刷刷地又跟了上来 我停下来 看看他们 你们咋回事 陈兄弟 咱们都是朋友 这地方实在太过凶险 要不还是一起走吧 耿修文笑着 说道 我说道 耿修 咱们是朋友 不过他们 好像没这个意思 耿修文忙道 之前也就是有点误会 不如这样 咱们兵士前嫌 携手共进如何 我装作有些为难 犹豫了一会儿道 耿修 你的面子 我肯定要给的 不过吗 耿修文悄悄用手肘 碰了一下万英才 都是误会 误怪 万英才声音地 冲我说了一句 我回过身去 说道 继续往前走 怪人接到我的指令 一拳一拐地朝前迈步 我和温念云随后跟上 万英才等人 也忙紧跟了上来 他们生怕离得远了 可能有所变化 越贴越近 搞得我和温念云 直接都跟他们挤成一团了 小丫头 你是不是看上我家小串了 温念云笑盈盈地 看了那彩河一眼 后者呸了一声 气鼓鼓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温念云呵呵一笑 那你贴 那么近干什么 彩河又羞又闹 你以为是我愿意吗 你看你脸都红了 温念云格格笑道 彩河恼羞成怒 你再乱说 这妹子也是有点倔 气氛之下 就停下脚步 想要离得我们远一些 结果被万英才 眼疾手快给拽了回来 活下来最重要 别理其他的 万英才呵斥道 彩河气的双眼通红 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 咬着牙恩了一声 我无奈地看了温念云一眼 温念云嘻嘻笑了一声 倒是不再去继续刺激他 因为要不停地推算 所以我们走的速度 也快不起来 一段路走下来 我就发觉 这个大阵 居然是由一个个小型的阵法 层层嵌套起来的 单纯的一个阵法 其实并不算复杂 但这些完全不同的阵法 一叠加 起复杂度就骤然暴增 这种有小型阵法 叠加成大阵的做法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那就是难破 这说的难破 倒不是说 这阵法有多深奥玄妙 其实这世上 强中自有强中手 在高深的阵法 如果遇到齐高一招的竹术高手 也会被找到阵眼 将其破去 但这种嵌套阵法 虽然看着简单 但架不住数量多呀 而且它是没有阵眼这一说的 这也就意味着 就算是再厉害的竹术高手 遇到这种阵法的话 也只能按部就班 一个一个去破阵 而无法一蹴而就 当然 想要不成这种嵌套阵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并不是说 你把一堆小型阵法 给堆叠起来就可以 还得让它们相互自洽 相辅相成 达到天衣无缝的地步 从而构成一个新的大阵 能做到这一步的 只能说明 那个山中老人 必定是一个顶尖的数数大师 不过我这会儿的目标 并不是破阵 而是找到出路 赶紧赶去耀谷 要是晚去一步 何思同他们被人练了单 那可真就没什么地方 说理去了 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来说 耀谷是在西北方 距离这边不近 我也不知道 这大阵覆盖的范围有多大 只能按下焦躁 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地往前推进 因为阵法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所以我们不可能走的是直线 一个多钟头过去 我们连一片林子都没走出去 构成这座大阵的 大多是迷阵 也就是会让人失去无感 无法看清四周的真实面目 这种迷阵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实际上极为可怕 要是没法破阵 能让你在阵中活生生被困死 除了迷阵之外 那就是一些杀阵了 时时变幻 遍布杀鸡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茅山虚城那一帮人 应该就是被困在这座大阵里了 当然 以他们那一群人的能耐 杀阵对他们的威胁反而很小 能对他们造成大麻烦的 反而是那些个连绵不绝的迷阵 我回头问了一句 你们这次来的人当中 有没有精通术术的高手 耿修文掺着他弟弟 应声答道 我爷爷对术术倒是颇有研究 不过要说精通 那也 我听他很是迟疑 就知道那位耿大师的术术水平 估计也只是普通 我们这回来的几位长辈 都不是以术术闻名的 万英才冷着脸道 我一听 就大概明白了 估计这帮人 现在是被迷在大阵里了 不过这也好 只要茅山那帮人还在阵中 那个山中老人 就得在这里主持大阵 就顾不上药谷那边了 这对我来说是好事 说话间 我们又从一个小型阵法中穿出 眼前景物顿时也随之一变 这时 就见前方的草丛中 有人影一闪 有人 身后响起几声惊呼 过不多时 就见那人从草丛中献出身来 是蒋大师 看清来人样貌 万英才等人惊喜教道 对面那人急声喝道 你们别乱动 这里有问题 我推算出安全路径 带着众人绕了一个小圈 来到对面草丛 叫你们别乱动 怎么不听话 那人怒气冲冲地训斥道 我打量一下他 见这人大概四十多岁 矮矮胖胖 嘴唇上流了两撇胡须 看着颇有几分滑稽 听耿修文介绍 这人名叫蒋玉泉 是鼠中一带很有名的一个风水大师 这人跟茅山派有些渊源 这回是独自一人过来帮忙的 大师 刚才 刚才我们走过的地方 是安全的 您放心 万英才微微躬身 回答道 蒋玉泉两眼一瞪 怒道 放什么心 你们知不知道 这地方给人布下了阵法 稍一不慎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真是胡闹 耿修文盲裴笑道 大师息怒 这是我们知道 刚才过来 刚才什么刚才 蒋玉泉怒气冲冲地打断道 刚才是你们运气好 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 这人脾气倒是大 万英才和耿修文等人 被他骂得不敢吭声 大师 您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我师叔祖他们呢 采和焦急地问道 我听他说师叔祖 这八成就是指的那个茅山老农 这人如此厉害 应该在茅山的辈分极高 蒋玉泉微微虚了口气 说道 还不都是被这个大政困住了 转来转去 转到了这里 也不知道其他人去哪了 说到这里 不由感慨了一句 数数其门 果然是厉害的井 我守在这里 也不敢随意乱走 你们这群小辈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万英才等人 只能连声称事 原来 这蒋大师 原本是和虚臣等人一道的 只是众人 被困入大阵之后 不久他就和其他人走散了 他虽然是号称风水大师 其实主要精通的 还是俘虏法咒一类 擅长捉鬼驱邪 用比较粗俗的话来说 就是暴力型的 至于看风点水 地理看玉这些方面 就所知有限 更别说数数其门方面 那基本是一窍不通 不过没吃过猪肉 总见过猪跑 他虽然对数数方面 所知有限 但在吃了几次亏之后 也明白过来 自己八成是陷入 某个其门大阵中了 他转了几次 毫无头绪 反而时不时地撞上杀阵 索性就停下来 守在一处地方不动 如果他遇上了普通的阵法 这样做倒也还算有点道理 但偏偏这次遇上的 是个顶级厉害的大阵 阵中一切都在实时变化 他守着的这块地方 此时是安全地带 但下一刻 就有可能变成杀鸡重重的险地 这种门外汉 自然是不懂这其中的道理 不过 我可没工夫跟他在这里扯淡 按照推算出的方向 继续往前走 你们三个 没听到我的话是不是 我们还没走出几步 就听那位蒋大师 在身后怒声训斥道 我没理会 继续走 这到底是哪家的瓜娃子 不要命了 蒋大师骂道 蒋大师 咱们也一起走吧 我听到万英才和耿修文 齐声劝说道 蒋大师疑了一声 呵斥道 你们这群瓜娃子 脑子被门挤了是不是 人话听不懂 温念云哈地笑了一声 我知道他笑什么 这性讲得 还真有点口无遮拦 说话难听得很 蒋大师 咱们留在这里 也没其他办法 还不如试着闯一闯 我听到万英才说了这么一句 然后就看到他带着一行人 快步跟了上来 那蒋玉泉在原地愣了一会儿 骂道 遇到你们这群瓜娃子 还真是要命 说着 一个闪身 追上了我们 让开让开 真是那你们这群瓜娃子没办法 我来开路 蒋玉泉气冲冲地赶到我们前头 叫道 你们都跟着我走 他说着 一连走出几步 突然蹭的一声 一根的刺透地而出 他却是反应极快 缩脚堪堪避了开去 但刚避开这根 下一个落脚处 又是蹭的一根地磁冒出 他身形一转 腾得跃起 朝着前方六七米处落去 我一看就要糟 果然他刚一落地 脚下的山地 突然变成了一小片水蛙 眨眼间 他就沉下去了大半截身子 蒋玉泉怪叫一声 双手五指展开 奇快无比地往水面一按 就见水蛙上荡起一圈波纹 就像有两道气流在水面撞了一下 他借是拔地而起 从水蛙中脱困 肥肥的身子像只怪鸟一样 腾在半空 只是这也不过暂时解决了危机 如果他还是笔直落下的话 又得落回那一滩深不可测的水蛙之中 就听到一阵急促的颂咒声 那蒋玉泉身上的衣裤 突然像冲了气的气球 鼓胀了起来 身子在空中一番 滴溜溜地落回了我们所站立的地方 蒋大师 您没事吧 就刚刚这一瞬间 把万英才等人脸都给下白了 蒋大师喘了几口气 心有余悸地一指前方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刚才要是换了 你们这群瓜娃子 早就没命了 刚才那滩水蛙 又在转眼间诡异地消失了 恢复成了一片山地 其实刚刚那些 都是阵法造成的 不过 这可不是单纯的幻想 要是真的 掉进那滩水蛙 也会被淹死在里头的 这也就亏了这位蒋大师 着实是有些手段 能耐要是差上一些的 这一遭 还真就回不来了 你们这群瓜娃子 还敢往前走吗 嗯 蒋玉拳气冲冲地训斥道 我另外选了个方向 接着往前走 万英才等人一看 急忙跟上 你 你们这群瓜娃子 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 身后传来蒋玉拳 气急败坏的赤马声 大师 您快跟上吧 彩河回头叫道 但是脚下也不敢停 紧紧地跟着我们 估计刚才这一幕 都把他们给吓着了 哎哟喂 我真是被你们这群瓜娃子 给气死了 那蒋大师 只好又追了上来 老子迟早被你们这群 瓜娃给吭死 他气得不行 让开让开 还是我来开路 说着 又抢到了我们前面 这人还真挺有意思 虽然嘴巴是臭了点 倒还算挺热心肠 怕我们悟出了阵法 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抢到前面 给我们开路 蒋大师 您先别动 耿修文急忙叫道 干什么 蒋玉泉气呼呼地停下问 耿修文斟酌了一下 冲我指了指 硬着头皮陪笑道 这位陈兄弟 他懂阵法 咱们听他说走了 咱们再走 蒋玉泉眉头一竖 盯着我上上下下打量一阵 你这小瓜娃子懂数数 我刚好推算到下一步 挪步继续往前走 其余人等连忙跟上 蒋玉泉也跟着走了一段 疑了一声 道 你这瓜娃子是运气好 还是真有点本事 主要是运气好 我随口接了一句 看了看天色 一边快速推算 这阵法一个套着一个 就跟无穷无尽似的 难怪以这山中老人的本事 还要花费数月时间来布置 这个阵法 也不知庞大到何等程度 再走了一阵 就听那蒋玉泉诧一地道 看来你这小瓜娃子 还真是有几把刷子 大师您也有几把刷子 我笑着接了一句 蒋玉泉道 那是当然 说着几上前来 又仔细打量了我和温念云一眼 疑惑道 你俩是哪家的娃 我怎么没印象 我说是半路上遇上的 哦 你俩是哪家的 蒋玉泉感兴趣地问 我说 我是给人看向的 混口饭吃 温念云说 他是跳大神的 也是混口饭吃 原来你是个小乡尸 难怪董叔叔 蒋玉泉恍然 他注意到 被我们赶着一瘸一拐走的怪人 这粽子又是什么人 那怪人 由于浑身 被养火灼伤 缠满了布条 叫他粽子也没错 我说 是给我们带路的 蒋玉泉没听明白 蒋大师 事情是这样的 万英才在边上说道 两人嘀嘀咕咕地说了一阵 原来是这样 这布阵把我们搞得 团团转的人 就是这粽子的主人吗 蒋玉泉恼怒道 各归儿子的 让他带咱们找过去 我非把他那个 什么主人的骨头 给拆了不可 蒋大师 要不您带着他们去找 我俩还得继续赶路 我提一道 蒋玉泉气冲冲地道 怕什么 那刮娃子 也就是欺负我不懂叔叔 用正法摆了我们一道 看我怎么收拾他 对对对 蒋大师您一出马 肯定手到擒来 我随口附和道 一边加快推算速度 蒋玉泉道 他们这些人 肯定是要跟我去的 不过你也得去 不然我们现在 镇里出不去 也不找到你刮娃呀 我摇头道 不好意思啊大师 我真没空 蒋玉泉皱眉道 你不是要去 那个什么药谷吗 我跟你一起去 把人救出来 你再跟我一起 去找那刮娃子算账 你看怎么样 我说着当然行 那就成 蒋玉泉回头 对万英才等人道 你们也都跟着我一起去 先救人 再杀回来算账 万英才等人欲言又止 不过最终 还是没有说出 一句反对的话 一直又兜兜转转 走了有两个多钟头 我发现 已经从大镇中穿了出来 这也是我们运气好 当时的位置 应该正好在大镇的边缘 一般来说 越往大镇的中心去 那就越是凶险复杂 反之则要简单不少 估计茅山那一群人 就是被困在大镇中心地带 再加上有那山中老人 亲自主持大镇对付他们 怕是够喝上一壶了 从大镇出来后 我们就加快速度 朝着药谷赶去 那怪人腿骨是重新接的 一瘸一瘸 走不快 被我抓着衣领 带着往前急行 万英才等人 原本在出镇之后 应该是另有打算的 大概是又怕误入了镇中 再加上蒋玉泉的要求 于是就跟着我们一道 赶去了药谷 在黎明前夕 我们穿过一片蜜 零 只见前方出现了一处 陡峭的山岩 那里就是了 怪人朝前方抬了抬下巴 是一道 这地方的位置极为偏僻 就是到了眼前 如果不知道内情的 也根本想象不到 那一处山岩里头 还别有天地 当初 姚家为了再次进行出一片基地 也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不过对于一个 传承那么多年的家族来说 有几条可靠的退路是必须的 就算花费再大 也是值得的 因为到了生死关头 这可能 就是家族唯一的避风港 我们继续往前行进 此时黑暗退去 天光见亮 走不多时 见前面的草丛中 露出一节布料 我们快步赶了过去 赫然发现 竟是一个死人 脸上血肉模糊 像是被什么重物猛力砸过 这边地气偏樱 树木茂密 终日不见阳光 这具尸体只有微微腐败的迹象 我拎过那个怪人 问是怎么回事 他倒是直言不讳 结结笑道 之前送人过来的时候 这老东西不听话 被我用石头给砸扁了 众人纷纷冲他怒目而视 何梦瑶盯着那尸体呆呆看了一阵 突然腿一软 尸声叫道 是 是三叔公 我听他说三叔公 立即就想起来 何家那位长辈 当初何家一行人 由何梦瑶的父亲何剑飞带队 前往长白山 随行的除了何思彤 何梦瑶等 何家年轻一辈外 另外还有两位何家长辈 其中一位长辈 在长白山 为救何思彤 康子他们 死在了血尸手里 而剩下的一位长辈 就是眼前这位三叔公了 没想到 竟然死在了这里 我杀了你 何梦瑶双目通红 冲上来就要跟那怪人拼命 我出手拦了一下 你让开 何梦瑶悲怒交加 我把那怪人拎到一边 问道 他是怎么落到你们手里的 怪人黑黑笑了一声道 那几个人困在阵里 被我们逮住 就一块送了过来 一共几个人 什么呀 我又问 怪人咧了咧嘴 把事情说了 是我爸他们 何梦瑶脸色煞白 大概是受惊吓过度 身子摇摇欲坠 边上的彩合 赶紧扶了他一把 英才哥 我爸他们也被抓了 一定要救救他们 何梦瑶抓着万英才的手哭道 万英才点了一下头道 你放心 把手从何梦瑶手中抽出 过来盯着那怪人和问道 你抓的那些人都怎么样了 怪人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 却是没有理会他 我踹了他一脚 仔细说 他才把事情给交代了 按照他所说 何剑飞等人 此时也被关在药谷里 等着主人拿来炼丹 那咱们赶紧去救人 何梦瑶听说 何剑飞等人应该还活着 不由得微微松了口气 急切地想要进去药谷 那还等什么 咱们去脚踏个天翻地覆 蒋玉泉有些急不可耐 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四周的地形 和温念云低声商议了一阵 这会儿 那山中老人不在此处 自然是破药谷的最佳时机 等我回过来 万英才那边也安排完毕 耿修武和另外两个毛山弟子 受伤颇重 行动有些不便 不过留他们在这里的话 也不放心 于是在贴了几道回春符之后 几人也是跟着我们一起行动 借着夜色一路前行过去 过不多时 就到了药谷的入口 这入口处 也就是一道极为狭窄的山缝 四周挂满了老藤 十分隐蔽 要不是有那怪人带路 一时之间 还真不会留意到此处 从山缝中进去 两侧是森然峭壁 抬头看去 只见到细细的一道缝隙 天光渐亮 透过这一道缝隙 洒下来些许亮光 越往里走 空间就变得越大 再走一阵 前方豁然开朗 出现一大片的空地 这片地很是有些怪异 都是那种漆黑的泥土 跟之前所见的山地 截然不同 我抓了块泥摸了一下 触手冰凉潮湿 土中还带着一丝丝的赤色 说明这块地方 阴气极重 下面八成 是有类似巨阴池的东西 姚家找到这么一个地方 自然也有它的道理 毕竟有一些特殊的药材 是需要阴地来栽培的 在这片空地后方 就见到一排高高的围墙 围墙后头 是一大片的建筑 想必就是姚家经营 多年的基地了 我们踏入那块阴地 继续朝前走 正在这时 前方的黑土突然掀起 似乎有什么东西 从土中冒了出来 猛然间 一只漆黑的手 破土而出 刺向天空 什么东西 众人骇然惊呼 就见一个黑色人影 从漆黑的泥土中 爬了出来 面目猙獰 双目灰白 猛地张开嘴 朝天发出一声 圣人的咆哮 陡然朝着我们扑了过来 个呱娃子 蒋玉拳走在最前面 所以离得也最近 咒骂一声 不退反进 肥肥的身子冬的乐器 同样朝着对方扑了过去 跟那黑影撞了个阵阵 只听喀拉一声响 那黑影的脑袋 被撞得扭了180度 但落地之后 剧烈地抽搐了一下 就又爬了起来 随着他再一次仰天咆哮 黑色的泥浪翻滚 一只只漆黑的手臂 纷纷破土而出 无数猙獰的人影 从土中爬出 仰头发出刺耳的咆哮 这场面 让人毛骨悚然 惊心动魄 这是阴师 大家当心 万英才高声喝道 茅山众弟子 纷纷起镇师符 一时间黄指符禄四处乱飘 然而这些镇师符 拍在那些阴师身上 却只是让对方抖了一抖 随后就失去效用 那些个阴师 不仅力大无穷 而且速度极快 扑过来就啃咬抓脑 修为稍差的 连节奏师法都来不及 只能不停躲避后退 这时候就显出 那位蒋大师的能耐 他矮胖的身子忽左忽右 每逢有弟子遇险 都被他赶过去救下 万英才等人跟他一比 就明显差了不止一筹 由蒋玉泉支撑大局 万英才和耿修文 组织其他人等 局面算是给他们稳住了 暂时维持了个平衡 你们都可以去死了 那怪人突然阴森森地 回头冲我看了一眼 发出一阵节节怪笑 他的脚下陡然一沉 身子飞快地朝着土中沉去 这人故意隐忍到现在 原来就是在等待 这个时机逃脱 我观察着战具 根本没去理他 只是心头微微冻念 那怪人猛地发出一声 惨绝人寰的惨叫 转瞬间 他的整个身子 就全然沉入了土中 但那让人头皮发麻的惨嚎声 依旧隐约从地下传出 我没有任何意外 因为我之前给他下的那道禁止 叫做五音渡厄所破福 这道福一旦种下 无论对方身在何处 只要我一动心念 这道福就会发作 如果无法解去 这人就只能被活生生给疼死 就这样一个 痴人不眨眼的货色 还想逃 那就到地狱死去吧 念云姐 咱们先走 我冲温念云轻声说道 温念云嗡了一声 不过脸上还有些迷惑 我来不及解释 拉住他的手 展开身法 就朝着那一片建筑直冲过去 摒弃宁神 沉入心斋 催动明玉京 丝丝缕缕的阴气 从身上释放出来 在深周交织 万英才刚才大喊 说这些是阴师 其实并不完全对 这些东西看起来是阴师 但实际上这一片黑土 是被布下了一道阵法 这个阵法 利用了地下的巨阴池 那些个破土而出的阴师 其实是被阵法以虚化石 给凝化出来的 就算是杀完这批 还会有阴师 不停地从土里爬出 要想出去 要么是将这个阵法破掉 要么是把这些 以虚化石出来的阴师 完全杀干净 不管是哪种方式 都需要耗费不少的时间 我可等不起 所以我干脆就用了 另一种法子 那就是用蛮力硬破 通常来说 用蛮力硬破 齐门阵法 都是十分愚蠢的 但其中也有例外 那就是 除非你的蛮力 可以强盗碾压 这个阵法本身 眼前这个阵法 以巨阴池为阵眼 又是由山中老人 这样的顶尖数数大师 亲自布局而成 原本我们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都不可能对这个阵法 形成碾压的局面 但凑巧的是 他这个阵法 偏偏用的是巨阴池 而我身上的阴神火 恰恰是万阴之祖 说到完阴的 还真不待怕的 我全力催动明玉京 丝丝缕缕的 纯阴之气散发而出 带着温念云身法 快到极点 瞬间达到临界点 从阴阵中贯穿而出 回头看了一眼 我俩脚下不停 朝着前方的基地 急奔而去 姚家这一片基地 经过多年经营 果然打造得极为稳固 围墙高企 每隔数米 还有各种暗宝 只要有人助手其内 是有一只小型武装来攻 怕也逃不了什么 便宜 只可惜 他们遇到的是 山中老人这种老怪物 这些防卫设施 就跟纸壶的一般 我俩翘无声息地 越过围墙 轻飘飘地落地 随即晃身 朝着前方飞快前去 这围墙内部 防射密集 一般都是那种 两层楼的防射 外形虽然不太美观 但建造得十分牢固实用 地面是用青石板铺就 向基地深处延伸开去 我们行不多久 就见到迎面 走过来两个人 这两人是一男一女 男的三十几岁 女的二十多岁 两眼无神 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走路的姿势也十分僵硬 就如同两个木头人 在路上行走 看来极为怪异 我疏忽闪现到二人身后 将其置住 拖到一边 这两人连眼珠子 都不转动一下 要不是身上 还有活人气息 甚至都能让人以为 是会动得木 看来 不知是被那山中老人 做了什么手脚 已经神智全无了 我本来想着 看看能不能从 他们二人身上 问出被关众人的下落 看来是有些为难 温念云给那姑娘 检查了一下 突然惊呼了一声 怎么了 我忙问 温念云目光寒煞 咬牙道 这天杀的 你看看他们 都干了什么 我听他说了才知道 原来这姑娘身上 伤痕累累 到处都是被糟蹋 虐待留下的痕迹 而且甚至身上 有好几处的肉 都被弯掉 只怕是早已经 落入别人的腹中 那四个狗东西 死得太便宜了 应该把他们千刀万剐 温念云恨道 我看看那姑娘 憔悴消瘦的脸庞 也是一阵黯然 说道 还有个老的呢 把他千刀万剐也一样 好 温念云应声道 我俩暂时把二人 放在一边 继续基地深处潜入 途中又遇上了不少人 他们一个个面无表情 各自干着一些杂活 整个基地中死寂一片 听不到任何人声 就如同一座恐怖的死城 幸好这片基地毕竟不大 我俩以最快的速度 将整个地方转了一遍 终于找到了关押众人的地方 那是一个很大的铁皮屋 我俩是跟着两个送饭的人找过去的 屋子里摆放着一个个大铁笼 正中间的几个笼子里 关满了人 其余的铁笼里 还有一些野兽 发出嘀嘀声 看来 这些笼子 原本是姚家人 用来饲养某些山间野兽的 那两个送饭的人 面无表情地推着车子进来 先给寿笼里的野兽 添加上饭食 然后再轮到中间 那些个关押着的人 一眼看过去 那些关在铁笼子里的人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各个面目呆滞 眼神茫然 不过模样还好 不太像吃了很多苦头的样子 之前听到怪人说 这一批人 是要拿去给他主人炼丹的 所以是好好养着的 他们也不敢拿去胡乱折腾 我和温念云过去 将那送饭的两人点到 只匆匆一眼 就看到了其中一只笼子里 关押着的康子 我将铁笼打开 里面的神色木呢 没有任何反应 康子 我在康子脸上轻拍了一下 听到我叫他 康子的眼珠子微微动了一下 我就知道 他的神智还在 只是被某种东西压制了 我来试试 温念云说着 取出他那件八阵流灵 左手持灵 莫送法咒 随即轻轻摇晃了一下 当 八阵流灵 顿时发出一声轻悦的灵鹰 与当日在十九里寨晒谷场上的 刚猛无仇不同 此时的灵鹰细腻柔和 绵绵不绝 铁笼中的众人 被灵鹰一击 身子顿时微微一颤 原本散开的瞳孔 也微微缩了一缩 又是当的一声 众人身子再震 眼睛也逐渐有了些许焦点 一直到温念云摇到地巴下 突然有个人哀忧了一声 紧接着哀忧之声 此起彼伏 陈哥 眼前的康子乍一清醒 茫然似过了一阵 突然惊喜的叫道 很快 越来越多的人恢复神志 响声一片 陈哥 我不是在做梦吧 康子一把抓住我的手 激动地大叫道 我笑道 要不要我揍你一下 看疼不疼 康子有些语无伦次 双眼通红道 不用不用 彤彤呢 我刚才已经找了一圈 康子他们四个人都在 然后姚家也有部分人 但没看到何思彤和姚景辉 我寻思着 难道他俩是被那渔夫人给留下了 还是出了其他什么意外 康子刚刚清醒 脑子还有些晕乎乎的 缓了缓 才想起来 彤彤和景辉逃出去了 陈哥 你不是他们叫来救我们的吗 我有些意外 听康子说了 才知道 原来之前他们被逮进来之后 姚家那位小神医姚琼师 想了个计策 在众人的配合之下 最终让何思彤和姚景辉 给逃了出去 我暗暗皱眉 他俩逃出去 当然是好事 只不过如今的大巴山 可不同以往 凶险重重 步步杀鸡 他俩别给出了什么意外 景辉他姐姐在哪 我听康子说 是何穷是出的计策 但在笼子里 并没有见到他的人影 康子脑子还有些浑浑噩噩 抓着头发想了半天 他边上一个堂弟迟疑地说道 我记得 景辉他姐姐 是不是给抓去炼药了 经他一提醒 康子猛地一拍大腿 急道 对对对 景辉他姐被他们抓去了 还有我们大伯 也被他们抓去了 我大吃了一惊 后背冷汗 一下子就出来了 这要是被炼了药 那还有命在吗 我忙又仔细追问 康子等人 却是始终说不太上来 最后还是 姚家的一个小女孩子 指着外面大叫说 我姐姐 我姐姐 火摇 火摇 我们找了半天 果真在附近 找到一个巨大的地火摇 这个火摇 跟普通的那种石摇砖摇不同 它是下沉在地下 只有一个口子露在地面 上面还盖着一个八角形的大青石板 我摸了一下 这石板被熏得烫手 但还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这火摇显然不是拿来炼药的 而是姚家人拿来炮制某种药材的 我将青石板推开 露出一个八角形的窑口 大约一米见方 滚滚的热气直冲上来 伸手探了探 虽然不足以直接将人烫死 但温度仍然十分之高 在下面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念云姐 你在上面照看一下 我下去 我让温念云守在上面 然后再找找办法 看能不能把火摇给关停了 温念云点头 说了一声好 我轻虚一口气 起护体咒 同时催动明玉精 在深周形成一道阴气屏障 跃入火摇之中 顿时被滚滚的热浪包裹 如果只是单纯的护体咒 根本难以长时间支撑这种热浪 但我有明玉精护体 阴气缭绕 就把那股令人窒息的热气 逼退了开去 整个火摇 都是用一种黑色的石头堆砌而成 摇内的空气 因为高温形成不同程度的扭曲 我扫了一眼四周 见这个火摇的八个脚上 其中有七个脚上 都坐着一个人影 另外 西北的那个脚上 却是空缺 再一看 就见有个人影 蜷缩着卧在地上 我快不过去 见这人身材鲜瘦 原本雪白的皮肤 被火摇中的热力熏得通红 脸颊上有一块青色的胎记 将他的容貌破坏殆尽 正是姚家那位小神医姚琼师 我盲身到他脖梗间暗了暗 发现还有极微弱的脉搏 赶紧一指 他眉间 给输入一缕纯阴之气 过的片刻 姚琼师胸口微微起伏 睫毛轻颤 苏醒了过来 他睁开眼 冲我看了一眼 我先带你出去 我心中一喜 就准备先把他送出火摇 谁知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急忙摇了摇头 焦烈地嘴唇动了动 似乎有话要说 但一时间却说不出来 你别急 咱们先不上去 我安慰到 姚琼师闭上眼睛 长长地吸了一口 再睁开 嘴唇动了动 终于听到他微弱的声音 不 不能马上出去 我仔细听了一阵 大概就弄明白了他的意思 姚琼师他们 在被扔进这火摇之前 好像都背负下了某种丹药 随着药力在体内发散 他们也会在火摇内 被慢慢炮制 继而成为一种特殊的药材 这种丹药的药性十分怪异 如果他们这会儿 立即出去的话 反而会当场毙命 我虽然听得一知半解 但姚琼师是姚家的医术天才 是下一任神医继任者 他的判断肯定是不错的 你能不能扶我过去 姚琼师虚弱地问 我掺着他起来 只是他整个人软绵绵地 根本连站都站不住 只好打横把他抱起 来到其中一个方位 我看着有些眼熟 大概是姚家的某位长辈 这时离得近了 才注意到 他的头顶正中 以及眉间 耳下都分别扎了 一根细如毫毛的银针 原来 这些人之所以能支撑到现在 全靠姚琼师以针术定学 封住他们的契机 才得以拖延了许久 只是终归在火摇中的时间太长 姚琼师支撑不住 在中途昏厥了过去 他抽了一根银针 碾在手中 只是实在太过虚弱 连抬手都吃力 手指不停发颤 你 你能不能打我一耳光 他声音微弱地冲我说道 我吃了一惊 但是看到 他恳切的目光 也只好在他脸上抽了一下 你 你用力点 他说了几句 就呼呼地喘气 我只好一狠心 重重地甩了一巴掌 顿时在他脸颊上 留下几个纸印 姚琼师深吸了一口气 手指终于稳住 朝着对方的眼角扎了过去 这个位置 丝毫来不得任何偏差 稍有差错 就直接给扎进眼睛里头去了 之后 他又落了几针 麻烦你再 再送我过去 姚琼师虚弱地道 我抱他 再过去另一个方位 这里坐着的 赫然正是何梦瑶的父亲 何剑飞 他的头顶耳下 也是被定了银针 封住了气机 姚琼师撵了银针在手 再次落针 我又抱着他去下一处 但这一回 姚琼师撵针的手 再次开始颤抖 麻烦你 你再打我一下 姚琼师吃力地道 我看出 他其实已经到了快油镜灯窟的地步 而且明显是 已经用类似诫命针的手段 强行透支过体力 就算再打耳光 让头脑清醒片刻 又有什么用 我从他手中 把银针接了过来 你刚才下针的手法 是不是刺气针 用的什么角度 撵几分 探几分 停几分 姚琼师证了证 他已经疲倦已急 眼皮不停颤抖 声音微弱地问 你 你懂针数 我说以前学过 还算可以 他微一迟疑 就把用针的角度 手法 以及停针的深浅 细细地给我说了一遍 这都十分专业的用词 要不是行内人 根本就听不懂 我把他说的书里一遍 又回想了一遍 他刚才下针的过程 轻虚一口气 一针朝着对方的眼角 扎了下去 你 你很厉害啊 姚琼师脸上 露出一丝喜色 虚弱地道 我接连落针 按照他所教的走了一遍 他又指点了几句 很快 就把这七人 都试了一遍针 还得过一段时间 你看到他们的眼睛海 还有耳朵里 有水珠冒出来 就 就成了 你就赶紧 赶紧带他们上去 姚琼师脸上 露出一丝笑意 他的嘴唇干裂地 倒到伤口 渗出的血 又立即结了家 我点头硬了 表示都听明白了 你 你把我放下来 姚琼师的声音 细弱油丝 地上的石头滚烫滚烫 我见他坚持 也只好把他放下 就麻烦你了 我想睡了 他的眼皮颤了几颤 眼看着就要沉沉睡去 我知道 他为了给其余七人 维持生机 几乎已经把自己给榨干了 此时心事已料 就再也无法支撑 心中念头急转 催动明玉京 一直点在他眉心 将一缕缕音气 源源不断地输送了进去 之后 再将三道镇魂符 分别贴在他的前额 胸口和后心三处位置 镇魂符这种贴法 通常是用来风阵什么阴尸 僵尸之类的斜杀 不过用在此地 也可以有另一种用处 我又取了中指上的指环 拉成银针 以本门截脉针 接连封了他的气脉关翘 做完这一切 伸手到他脖梗上按了一下 气息微弱 但还算稳定 不由地稍稍松了口气 又按照他教的法子 同样在他眼角等几个位置下了一针 我轻虚了一口气 坐在边上闭目养神 其他也就罢了 刚才崔洞明玉京 一下子度出了那么多阴气 我感觉心砰砰跳得厉害 双目刺痛 头昏脑胸口繁闷欲偶 过了好一会儿 才感觉稍稍好了一些 在等片刻 我见到有一人的眼睛里 果然流出了水滴 不由地一洗 当即先抱起那人 回到地面 此时 康子等一群人都守在上面 见我上来 立即涌了过来 我把人丢给他们 又再度下到窑中 陆续将其余几人抱上 最后等到窑琼师的掩耳中 也躺出水滴 这才将他也带了出来 人群一阵纷乱喧哗 窑家众人 急忙簇拥了上来 他们已经取了水过来 小心给窑琼师等八人 擦拭降温 我和温念云 在药谷中转了一圈 将药谷中剩下的人 见一个就抓一个 全部给拎了回来 让康子他们照看着 这些人被山中老人下了丹药 我们也无法可解 只能等窑琼师醒过来 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把这边料理妥当 我和温念云一道 就准备出去看看 蒋玉泉他们一帮人怎么样了 刚准备动身出去 只见几道人影 飞快地掠了进来 冲在最前面的 是个身材不高的胖子 张开双臂 跟头大怪鸟似的 正是那位蒋玉泉蒋大师 跟在他身后的是万英才 和几个茅山弟子 在之后 则是何梦瑶 彩和等人 耿修文则是带着他弟弟耿修武 紧跟在后 一行人灰头土脸 看样子颇为狼狈 你个瓜娃子 不讲义钱 蒋玉泉看到我俩从屋中出来 顿时哇哇大叫着冲了上来 万英才等人也随后赶至 不过没等他们发作 就被屋内的情形给吸引了 爸 何梦瑶大叫一声 立即飞奔了进去 万英才等人 也忙跟着进屋 眼见对方来势汹汹 姚家那一边人 立即全神戒备 双方狭路相逢 剑拔弩张 不过总算还知道眼下的局势 双方没有真的动起手来 于是双方分成两个阵营 一方占据了一个角落 各自照顾自己的伤员 茅山这一边 除了何建飞等一众和家人外 还有几个跟随长辈过来 相助茅山的年轻子弟 此时见到蒋玉泉和万英才 一下子都有了主心骨 这么多伤残病弱的 想要离开这里 几乎是不大现实的 最好的法子 还是就地休养 毕竟药谷里 不仅各种设施齐全 而且食物储存十分充裕 各种药材更是应有尽有 绝对是个休养生息的好地方 唯一可虑的是 万一被那山中老人找了过来 那就麻烦大了 到时候 别被他给一锅端了 我想来想去 以药谷的地形 最好是在他的出入口 布置一个十八阵魂域 这个阵法深奥无比 又奇鬼无比 有他压阵的话 就算是山中老人 亲自找上门来 怕是也逃不了 什么便宜去 但要布置一个完全版的阵魂域 以我目前的能力 需要花费的时间很长 如果只是精简版的小阵魂域 又怕未必能挡得住 那山中老人 况且 此时小时都不在 有我单独布置的话 需要的时间也要倍增 在此期间 难保会出什么意外 思来想去 一时有些拿不定主意 于是就和温念云 移到出了药谷 在药谷附近转了一圈 想着再观察一下 这一带的山市地形 一番折腾下来 最终还真被我想到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九宫飞盘 一指洛星迷阵 这个阵法的名字 说起来十分拗口 本质上是以九宫为基 天心为辅 借山川河流的大事 为己所用 这个阵法 出自我们神乡一门 十分深奥 而且对地势的要求极为苛刻 所谓山川之势可夺人 这个九宫飞盘 一指洛星迷阵 是要上阶天际星宿 下阶山河地气 以九宫相合 天时地利缺一不可 我之前 刚刚用洛星看鱼竹 观看过天空星宿动向 此时再细细一看 药谷周边的山川地势 两相一对比 发现正好可以借此 使用这个弥阵 而且这一代的地势 简直就像 是为这个阵法量身打造的 我只需进行极小的改动就成 我不由一阵星系 当即着手布阵 这个阵法一成 药谷就会被笼罩在阵法之中 外间的人只要无法破阵 就无法再找到药谷的所在 而由于这个阵法 是以星宿山河为事 所以就算是以山中老人 这样的顶尖数数高手 要是不知道这阵法的原理 也是很难在短时间内破解的 你们这种学问好复杂 我看着都头疼 温念云看着我不止 摇头说道 我笑说 隔行隔重山吗 温念云他们神婆离家 追根究底是属于巫女后裔 他们这一脉 跟我们不是一个体系 尤其是树树其门 这种学问本身就深奥繁复无比 他觉得看不懂 那是很正常的 我还真想 打开你的脑袋瓜子 看看你这脑子怎么长的 能学会这么多东西 温念云笑道 我讨饶道 别 念云姐你这么说我害怕 温念云哥哥笑道 你也有害怕的 我正想说 当然了 突然听到羞的一声尖笑 从药谷方向传来 这是有人施法 发出的破空声 此时距离阵法 全部构建完成 还需要大概一个多钟头 我也顾不上收尾 立即和温念云 一道撒开身法 朝着药谷方向 急掠而去 随着距离接近 就隐约听到 呼吓和轰隆声 从前方传来 我俩加快速度 往回急赶 刚刚穿过那条狭窄的山缝 就见到了 让人无比震撼的一幕 就见那一片黑土地上 此时聚满了人 有万英才等茅山弟子 也有姚家 那一方的人 喊杀声震天 而被他们团团围在中间的 赫然是两个 足有三米多高的光头巨汉 这两个大汉 身材魁梧肥胖至极 赤着上身 手臂上缠绕着 粗大的黑色铁链 每一记杂出 如同天崩地裂 势不可挡 茅山和姚家双方人手 各施手段 弩剑和俘虏齐飞 各种法咒呼啸 但是打在那两个巨汉身上 竟然毫无反应 就连温念云都看待了 骇然失声道 这是什么东西 我盯着那两个巨汉看了一阵 心中猛地冒出一念头 黄金历世 黄金历世 原本是民间传说里 一种护法降魔 力大无穷的神仙 是个传说中的存在 但事实上 黄金历世在历史上 还真的就出现过 大概在明末时期 当时的白莲教 曾经在雀桥山和道门 发生过一次 十分惨烈的冲突 那时候的道门 主要是出手的是 龙虎山天师道 茅山道宗 以及轻微派 而彼时的白莲教 却也是厉害无比 当时双方狭路相逢 原本斗得个旗鼓相当 但不久之后 白莲教这边 突然出现了十个身材 极为魁梧的巨汉 这些巨汉手缠铁链 力大无穷 而且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他们一出现 场上的局面立即逆转 道门这边死伤惨重 这些巨汉 据说是白莲教 以秘术以及特殊的丹药 培养而成 被他们称为黄金利氏 后来白莲教分崩离析 这种黄金利氏的 培养方法也随之失传 不过我听说 多年前 这黄金利氏 曾经在一个叫 八级门的门派手里 昙花一现 但随着八级门断了香火 之后就再也没有听闻过 而眼前的这两个巨汉 正是像极了传说中的 黄金利氏 漆黑的铁链呼啸横扫 周围众人只能四处躲避 蒋玉泉矮胖的身子 到处乱窜 怪叫连连 但也对那两个怪物 无可奈何 在围墙下方 还聚了一群人 都是些行动不便的伤员 我在当中看到了姚琼师 他靠在墙根上 正紧紧地盯着场中 不时地出声指点着什么 他是神医传人 对于人 体构造自然是极为了解 想必是在指点众人 试探那两个黄金利氏的弱点 漆黑的铁链一挥 荡出痴痴的破空声 所过之处 众人躲闪不及 人仰马翻 我和温念云 往这边急赶了过来 就听姚琼师虚弱的声音叫道 事事后背 锦下三寸 蒋玉泉怪叫一声 矮胖的身子 却是颇为灵活的 避开横扫而过的铁链 东得落在两个黄金利氏对面 他双手一合 飞快结出一个十分复杂的法咒 高声喝道 万法有我 听我号令 借我神通 复 随着他一声复字喝出 两个黄金利氏的动作 突然间缓了一缓 就如同真的被什么 无形的绳索给捆了一下 趁着这极短暂的空荡 两道人影疏忽从他们身后跃起 正是万英才和耿修文二人 两人手中各吃一柄半尺来长的铁锥 跃至两个黄金利氏头顶位置 齐齐大喝一声 拼尽全力将铁锥朝着对方后背 驳耿处三寸一扎而下 这两柄铁锥 想必是他们特意从药谷里寻来的 两端寒光闪闪 风锐无比 但触及那黄金利氏的皮肉之后 只陷下去数寸 却是根本扎之不透 齐黑的铁链呼得横扫过来 两人急忙收回铁锥一挡 只听当的一声响 两人齐齐被扫飞了出去 蒋玉泉破口大骂 也赶紧狼狈不堪地滚了开来 都让开 我俩赶到附近 提气叫了一声 不过一群人翻翻滚滚的 根本没人理会 蒋玉泉回头看到我俩 大声呵斥道 你们两个瓜娃子 不要命了 赶紧躲 话音刚落 一条铁链砸下 迫得他就地一滚 灰头土脸地闪开 温念云手持八阵流零 莫送法咒 当 一记灵鹰从天而降 如同一座大山 从空中直直砸落 带起狂风呼啸 气浪滚滚 人群顿时被吹得人羊马翻 急忙四散逃去 当 紧接着又是一记灵鹰 当头落下 刚风鼓荡 两个黄金力士高大的身形 陡然被压得一矮 紧接着猛地发出一声 愤怒的咆哮 声震四眼 然而不等咆哮声扬起 一记又一记的灵鹰 连绵不断地落下 就像是一柄巨大的铁锤 一记又一记重重砸下 不出片刻 两个黄金力士 就被硬生生砸进了地下 只露出两个硕大的脑袋 我在温念云发出最后一记灵鹰的瞬间 施展陆地飞腾 疏忽穿过刚风 闪现到两个脑袋后方 催动鸣玉精 手掌直直拍落 吃的一声 将两根羊铜钉 分别震入了两个黄金力士的 铁梗下三寸处 之后 绕到二者前方 以居斜指 分点其眉心 两个黄金力士 瞳孔一阵收缩 就被暂时封印住了 直到这时 被灵鹰激起的刚风 才缓缓平息了下来 周遭五米之内的地面 甚至被灵鹰 给撵得往下陷了一米有余 形成了一个大坑 我从坑中跃出 就见周围一群人 正神色惊骇地看着这边 又看看正往这儿走过来的温念云 一时间鸦雀无声 好大的脑袋 温念云过来往坑里 瞅了一眼惊叹道 又问 要不要我用红莲火 试试能不能把它俩给烧了 先不用吧 我另外有了个主意 这一片地方 是个巨鹰池 这两个黄金利氏埋在这里 就跟两根铁柱似的 正好是风水上的双龙夺鹰 放在这里 正好可以配合九弓飞盘 一指落星迷阵 过了好一会儿 众人才缓过神来 纷纷围拢了上来 诚哥 还有这位美女姐姐 你们好牛逼 康子四人兴高采烈地跑过来 温念云打量了他们一眼 格格笑道 眼光还不错吗 万英才一群人 则是神色复杂 站得远远的 不时冲我们看上一眼 好家伙 蒋玉泉凑到我俩面前 瞪着眼睛 盯着我和俩看了一阵 又叫了一声 好家伙 这一遭下来 不管是茅山这边 还是姚家这一边 都是折损颇重 虽然运气还算不错 没有人员死亡 但断手断脚 鼓掠重伤的不在少数 我找康子他们问了一下 才知道事情究竟 原来 我和温念云离开之后 他们一行人 就在药谷中休息疗伤 茅山这一边 跟姚家这一边 虽说因为种种原因 暂时和平相处 但经过当初 姚家大怨一役 双方都在彼此手下 死了不少人 早就成了死敌 互相防备 互相敌视 到了接近傍晚的时候 姚琼师等八人 纷纷苏醒了过来 这八人中 包括何建飞在内 有四人算是茅山这一边的 他们在火摇之中 也是亲眼见到 姚琼师不顾自身 一直在给他们 失真维持生机 对此还是颇为感念的 这样一来 两边的气氛 又缓和了几分 何建飞和 何梦瑶妇女俩相见 又是抱头痛哭了一场 姚琼师醒来之后 只休息了一阵 就带着几名姚家人 开始给众人智商 他的医术超凡 再加上这里施药谷 各种药材设施应有尽有 很快就将大火的伤势 给控制住了 茅山这边男人的手软 总归是不太好意思 就此翻脸 于是 两边算是勉强供出了下来 只是还没安稳多久 突然就听到地面震了一震 紧接就听到 守在外面的弟子疯狂示警 众人急忙冲出去 就看到围墙外头的那一片黑土中 泥土不断翻滚 从里面爬出两个巨汉来 蒋玉全和万英才等人 是从阴阵中硬生生杀出来的 有了之前的经验 还以为这两个巨汉 也是由阵法 以虚化使出来的 但很快 他们就发觉不对 因为这两个巨汉 爬出来后 直接就奔着他们而来 铁链一挥 就把围墙给砸塌了一劫 这要是让两个巨汉冲进来 那绝对是个灾难 不仅他们再劫难逃 就连药谷都要被毁于一旦 于是 众人也是当机立断 纷纷冲出 打算在围墙外头 把这两个巨汉给干掉 只是谁也没料到 这两个巨汉的恐怖程度 远超众人想象 不管是弩剑 还是各种法术 打在对方身上 都是不疼不痒 而那玩意儿随手一挥 就足以把一个人 粘成肉饼 姚琼师凭借着超凡医术 不停寻找两个巨汉的弱点 但奈何一直没有什么成效 再之后 就是我和温念云看到的一幕了 这两个黄金利氏 应该是那山中 老人用秘法和丹药培育的 一直养在这巨婴池里 后来不知是触动了什么 这两个黄金利氏 从土中爬了出来 又仔细将周围检查了一遍之后 众人回去休息疗伤 我让温念云守在这边 自己则独自出去 继续布置没有完成的迷阵 一直忙活到天色暗下的时候 这个大阵总算布置完毕 借山河天心之势 为己所用 将整个药谷笼罩 这个大阵设计的范围颇广 要不是正好这里的地势格局 完美契合 这么短时间内 我还没办法布置得出来 阵法一起 外人就再也无法寻找到药谷的踪迹 除非能有人将这迷阵破去 我在阵中来回躺了一遍 确认没有什么错漏 这才回到了药谷之中 吃了一些东西 有稍事休息之后 我和温念云就准备出谷 毕竟现在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就是找到渔夫人 姚家还有一大半的人落在她手里 至今生死未卜 趁着现在她受了重创 一时难以恢复 正是救人的最佳时机 另外 如今的大巴山 凶险重重 杀鸡四伏 何思同跟姚景辉两人逃出药谷后 也是不知去向 得赶紧把他俩找到才行 总之 紧急的事情还有一大堆 听说我俩要离开 蒋玉泉和万英才等一行人 也准备出谷 他们是准备去寻找 虚臣道长等几位长辈 不过茅山这边 有好几个弟子伤势严重 这几人就只能暂时留在药谷中养伤 耿修五脚长被弟子贯穿 至今行动不便 一直坚持要跟着他们去找爷爷 最后还是被耿修文强行留下了 于是 茅山这边成行的人 主要就是蒋玉泉 万英才 耿修文和彩和四人 万英才原本是让彩和留下来 照看其他师兄弟 但这姑娘看着挺娇小可人 实际上脾气执拗得很 打定了主意 就是要去 万英才也拿他没有办法 何梦瑶一直在照看他的父亲 双眼又红又肿 大概是哭了不少 他来到万英才面前 说道 英才哥 我跟你们一起去 你留下来照看伯父吧 万英才淡淡道 我 何梦瑶还想再说 万英才已经转身往外走去 何梦瑶愣在当地 眼泪刷的一下躺了下来 我看在眼里 叫了温念云一声 准备出门 刚走出几步 听声后有人轻声道 请留步 我听着声音清冷中 带着几分虚弱 应该是姚琼师 回头 就见他缓步来到我面前 这次多谢你了 他看了我一眼 眼帘微微垂下 轻声说道 我笑说 都是自己人 客气什么 姚琼师微微点了点头 稍意迟疑 说道 我听康子说 您就是村夫先生 对不对 我点头说是 之前我和小石头 在姚家大院时 是易容的模样 自称村夫和村姑 跟现在的样子 自然是大相径庭 姚琼师恩了一声 低垂着眼帘 过了一会儿 牺牲道 那您保重 我说了声好 你们也保重 姚琼师恩了一声 冲我点了点头 就转身回去了 我和温念云从屋中出来 就听她笑道 刚才那小丫头倒也不错 只可惜好端端的脸上 长了一块胎记 可惜了 我笑道 咱们替她可惜 人家也未必在意 温念云诱了一声 你还挺了解的吗 那可算不上 我要摇头说 只是感觉罢了 温念云呵呵笑道 不过这丫头的气质 也算是挺特别 想睡她肯定有些难度 不过小川 你家把劲的话 还是有希望的 又来了 我索性装作没听见 撒开身法 朝外赶去 温念云格格娇笑着 随后追上 等我们来到谷口处 蒋玉泉等四人 已经等在那里 看我俩往哪走 他们就跟着往哪走 温念云笑道 咱们又多了一条根屁虫了 他说的时候 也没有刻意压低声音 身后的四人自然是听到了 不过也没有人作声 估计之前在耀鼓 温念云用八阵流零 镇压两个黄金利氏的场面 造成了不小的威慑力 小兄弟 小美女 你俩这是要去哪 蒋玉泉乐呵呵地凑过来 跟我们打招呼 我对这位蒋大师的印象 还算不差 笑道 反正跟你们不是一路 蒋玉泉不以为意 眯着眼睛笑道 咱们都是同道嘛 再说经过生死患难的 这就算是朋友了 我爱得叹了一声 说 您可快别说了 这朋友我们 怕是不配当 万英才阴沉着脸 冷哼了一声道 我们茅山弟子恩怨分明 这一回 我们是成了你不少情 不过一马归一马 姚家和我茅山有血仇 终归要有一次了断 你最好别再卷进来了 我看了他一眼 说道 我可从没想卷进来 是你们 每次见到 我都喊打喊杀的 要不是 你执意护着姚家 那个小畜生 我们茅山干什么跟你为难 万英才怒道 看他怒火冲天的样子 要是姚景辉落到他手里 八成能被他给生吞活剥了 得得得 你们要找姚家拼命 你们拼去 跟我没关系啊 我贪了贪手说 万英才怒哼了一声 只要你不维护姚家 那自然是不爱 此时九宫飞盘 一指洛星迷阵已经启动 不管是从药谷内部往外走 还是从外部往内走 都会陷入迷阵之中 我带着一行人 兜兜转转了一阵 从迷阵中走了出来 行了 那咱们就在这里分手 各走各的吧 我停下说道 蒋育泉呵呵笑道 小陈兄弟 听说你们是要去救人吧 见我点头 蒋育泉有些担忧道 就你们两位 实在是有些是单力孤啊 我笑着看了他一眼 怎么 蒋大师的意思是 你们几位要陪我们一起去 蒋育泉拍了一下大腿道 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吗 说到这里 他叹了一口气道 单凭咱们这些人 还是有些事单力薄啊 我只是看着他 没有接话 你看要不这样 蒋育泉搓了搓手 可笑道 咱们先一起去找到 虚辰道长他们 加上这几位前辈高人 那咱们就起人来 还不是小菜一碟 我一听就知道 他打的什么主意 他们要去找 失散的其他人 但是又怕被大政困住 所以想拉了我俩一起去 不过 我可没这种兴趣 也没这时间 还是算了 你们忙你们的 我俩就不参合了 我说完 招呼一声温念云 就准备走人 蒋育泉几人 连忙跟了上来 小陈兄弟 咱们磨刀不误砍柴弓吗 等找到其他人 咱们再回头救人 肯定是顺风顺水 蒋育泉苦口婆心地劝说 耿修文也来劝了几句 不过都被我当成了耳旁风 选了个方向 一路往前走 蒋育泉顿时就急了 好说歹说 我只是随口敷衍几句 没有理会 你等等 那个一直默不作声的彩河 突然挤走几步 挡在我们前面 拦住去路 温念云看了他一眼 笑道 小陈 看把人家姑娘急的 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 我对他的这种骚话 已经免疫了 也懒得揭察 彩河那姑娘 却是被他说得脸颊通红 咬牙怒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哪里胡说了 看你小脸红红 肯定是想男人 温念云眉头一挑 逆声笑道 你 彩河恼羞承诺 你这个女人不知羞耻 你 你无耻 温念云阁哥笑道 想男人就想男人 有什么好害臊的 姐姐又不会笑话你 彩河这姑娘 哪里是她的对手 被她一袭话 就逗得晕头转向 我实在听不下去 赶紧把她给打住了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怎么这样子的 彩河那姑娘 满面通红的 气不过 一跺脚 冲我狠狠瞪了一眼 我这又是招谁惹谁了 有事 我问她 彩河深吸了一口气 盯着我问 你怎么会我茅山的秘书 我微微一愣 原来她要问的是这个 当初在林子里 我对付那四个怪人 接连用了几门茅山秘书 当时我只是随手用出 倒是没有多想 你会陆地飞腾 秀里清风 连九阳锤都会 你别告诉我 你跟我们茅山派没有关系 彩河大声道 就这三个 都是我们茅山的敌传秘书 从不外传的 我连一样都没学成呢 你是怎么会的 世上的法术那么多 有类似的 不是挺正常 我随口敷衍道 不可能 彩河一双大眼睛溜圆 死死地盯着我 这明明是我们茅山的秘书 你是跟谁学的 我还没回答 就听她接着道 不管你跟谁学的 教你的人 肯定是我们茅山的某位长辈 换句话说 你也是我们茅山的弟子 现在咱们茅山遇到了麻烦 你是不是应该帮手 我听得哭笑不得 搞半天 这姑娘理直气壮地飞这么多口舌 原来打的这个主意 还别说 她这话还真不算完全没有道理 我的确是得了茅山的传承 而且追本溯源 就算是笔记的主人 那位屠山前辈 也算是茅山派的门人 不过任凭她说破了天去 我也是不可能去躺这趟浑水的 念云姐 咱们走 我一晃身 就绕过那彩河 和这温念云一起 继续往前赶路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们茅山的长辈 真是白白叫你本事了 就听彩河气苦的声音 从后面传来 隐约带了几分哭腔 我置之不理 走了一阵 听身后脚步响 蒋玉泉等一行人 还是跟了上来 毕竟他们四人当中 都没有一个精通数数的 如果硬着头皮去闯其门阵法 那基本就等于白给 我们一路先回到了十九里寨附近 但小心地避开了山中老人的大阵 途中时不时地遇上 灵星的几只山霄 都被蒋玉泉等人 给黑着脸打发了 我翻出之前所谓的 一叠风水地理图 在脑海中又反复揣摩了一遍 此时夜色已深 空中繁星闪烁 我对照星秀的方位 又再次推演了一阵 选了个方向兴趣 蒋玉泉和耿修文这一路上 不知费了多少口舌 现在知道无望 索性也就安静了 一行四人 就紧跟在我们屁股后面 我们去啊 他们去啊 在昏暗的密 林中又穿梭了将近半个多钟头 突然对面的林中 有人影晃了一下 有人 蒋玉泉大叫了一声 中气十足 远远地传了出去 很快地 对面也有人大声问道 对面是哪里的朋友 我听着声音有些耳熟 见对面林中几个人影浮现了出来 快步朝着我们赶了过来 赵大师 万银才欣喜地叫道 来人中为首的 正是赵天和那老家伙 其余三人也都是老熟人 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秃头胖子 是那个叫鲁能的 另外那个面无人色 勾搂着背的中年人 就是用唐前烟的 疑似软瓶朝的后人 至于剩下的第三人 身材瘦小 尖嘴猴腮 一双小眼睛 咕噜噜乱转 不是那老胡孙又是谁 蒋大师 赵天和笑呵呵地 快步迎了上来 先和蒋玉泉见过 接着又春风满面地 和万银才等后辈打了个招呼 万银才 耿修文和彩和 连忙恭恭敬敬地上前 行礼问安 赵天和与几人寒暄了几句 然后就把目光落到了我身上 这位小兄弟 咱们昨日无仇近日无怨 你这做法 可有点不大地道 他皮笑若不笑地道 我洋装不知 疑惑地问 这位老爷子 咱们认识 赵天和黑的一声笑道 咱们在长白山照过一面 后来又在药王炉照过一面 小兄弟你这记性可不怎么定 当初在姚家 我虽然是易乐容 改换了相貌 但最后在胖瘦二怪 和毛山那老农的微迫下 为了保命 不得不露了底细 以赵天和这老狐狸的眼光 不可能看不出来 只不过 他说我们见过两次 实际上是见过三次 第一次碰面 还是在绿柳山庄 不过那一回 他被叶夫人收拾得太惨 估计也是不愿提起 所以直接被他给忽略了 那就怪我记性不好 怎么就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笑说 赵天和眼睛微微一瞇 喝得一声笑道 小兄弟不记得没关系 只要我记得就成 我扫了一眼 见那个鲁能 目光愿毒地盯着我 也不以为意 不去理会 赵大师 你们怎么也来了这里 万英才公声问道 赵天和微微一笑道 咱们是听说贵派追踪贼子 到了大巴山 所以特意前来相助 赵大师真是鼓道热肠 晚辈实在是感激不尽 万英才和彩和二人 双双败谢 都是同道朋友 客气什么 赵天和摆摆手 豪爽地大笑道 我见过会演戏的人当中 这姓赵的老头子 绝对是名列前茅 真他压得慧眼 蒋玉泉急忙问道 赵大师 几位当中可有精通叔叔的 赵天和摇了摇头道 这倒没有 蒋大师的意思是 蒋玉泉叹了口气 那就难办了 于是他把虚臣道长 他们被困的事 大致说了一遍 赵天和一听 不由得皱眉道 还有这种事 这可就难办了 偏偏咱们这几人 在数数方面 都是半桶水 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蒋玉泉也是发愁 看了我一眼道 原本这位小兄弟 是个数数天才 只可惜 他不能跟咱们一道 赵天和听他解释了 点了点头道 原来如此 我没功夫在这里 听他们闲扯淡 叫了温念云 准备先走 刚一动身 就被那赵天和给叫住了 小兄弟留步 我只当没听见 加快脚步 只听破空声响 急到人影有后掠上 挡在了我们前面 小兄弟 咱们打个商量 你不是要去救人吗 咱们不妨一起去 赵天和中气十足地笑道 我一转念 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 这老狐狸 若说让他肯豁出性命 去山中老人的奇门大阵里 去救虚沉他们 我是半点不幸的 他嘴上那些话 不过是拿来蒙骗蒙骗蒋玉泉 万英才那帮刮娃子而已 至于现在要跟着我去救人 那是冲着姚振元 等一众姚家人去的 他们千里迢迢地 跟到大巴山 最终目标 还不就是神医姚家的 四个藏药宝库 以及各地的众多产业 不好吧 这救人的事 就不麻烦几位了 我不嫌不淡地回绝道 赵天和呵呵笑道 咱们都是同道 还分什么彼此 当然是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等咱们一起 把人救出来后 小兄弟再和我们一起 去找续身道长 他们如何 我故意推去了几次 最后装作无奈答应 这回去找于夫人的麻烦 这女人可是个狠角色 虽说之前 被姚思贤的邪术重伤 但毕竟是化形狐妖 谁也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 这姓赵的老家伙 既然要去掺和 那就正好顺他的意 于是我们一行人 就继续在山中穿行 不知走了多久 就见四周逐渐起了白雾 这雾气虽然不太浓重 但来得颇为古怪 就像是给整个蜜 玲珑上了一层白纱 此时月上中天 清冷的月光倾泻下来 透过那层淡淡的雾气 就见前方出现了 一大片乱石岗 等我们走近了一看 就发现这乱石岗上的 并非是乱石 而是一块块的石碑 有笔枝树立的 有残缺不全的 也有倒伏在地的 周遭荒草丛生 林中有风吹过 顿时席卷起 一道道森冷的气流 估计 阴冷 在哪是什么乱石岗 而是一片巨大的坟场 而那些高大的石碑 则是一块块的墓碑 这什么东西 耿修文吃惊地道 其余众人 也是眉头紧皱 在这大巴山中 出现这么一大片乱坟岗 的确是十分怪异 而且这些石碑高大的出奇 要比寻常的墓碑 至少要高上三倍 再加上周遭雾气蒸腾 尤其称得这地方神秘诡异 我们走上前去 仔细看墓碑上的文字 呼 呼什么 彩河蹲在一块 卧倒的墓碑前 分辨碑上 已经被风雨拨石的字迹 从这模糊的字迹来看 这片乱坟岗 应该是有很多年头了 勉强能够分辨出 这些坟墓的主人名字各异 但无一例外的 都是姓胡 然后是家族宗室内的排行情况 这看起来 似乎是一个胡姓家族的祖坟 这就越发奇怪了 谁会把祖坟 放在这么一个人际罕至的大山深处 在这片乱石岗背后 是一片漆黑的山脉 就如同一头猛兽折服在地 我之所以会找来这里 是因为这里的风水格局 十分奇特 而且从我之前所画的 风水地理图推演 十九里寨那个地方 跟这一片山脉 正好形成了一个 七煞河关的局面 这片漆黑的山脉 就是七煞河关中的一关 而十九里寨 则是七煞中的 其中一个煞位 所谓的关 那就是安葬遗体的地方 这也就意味着 这片山脉之中 应该葬着什么东西 而十九里寨等七处煞位 就是用来拱卫这片山脉的 这时 左前方的一片林子 突然传来沙沙一声响 什么东西 蒋玉泉大叫一声 过的片刻 就见一个人影 从林中走出 穿过鸟鸟的白雾 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这人穿着碎花长裙 腰身纤细 体态婀娜 容貌娇媚 是个十分漂亮的年轻姑娘 我心头一跳 来人正是于三三的二姐 于双双 她鸟鸟停停地来到我们面前 鸣鸣笑道 我妈妈想请几位客人前去一举 蒋玉泉和赵天和等人 都不认识于双双 都是面露差一戒备之色 跑出来的小狐猎 温念云冷哼了一声 赵天和等人 听得脸色一变 蒋玉泉移了一声 上上下下打量于双双 这就是那只狐仙的女儿 于双双娇娇声笑道 这位大叔 你说什么狐仙呀 你可别乱说 她本就长得娇俏 一笑起来 眉角青阳 媚态天成 把众人都看得一愣 姐姐 你骂我干什么 于双双看向温念云 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温念云和于三三 他们姐妹三个 算是同父异母 于双双这声姐姐 倒也不算交错 你这种妹妹 我可要不起 温念云冷冷地道 姐姐 你这样可太伤我的心了 不管怎样 血浓于水 咱们总是一家人嘛 于双双娇滴滴地道 我见温念云谋中寒煞 估计是怒急了 陈平哥哥 你好话呀 不声不响就走了 人家好想你的 于双双娇称道 过来拉我的手 我身上护体皱微微一放 将它震开 哎哟 于双双亮呛几步 眼睛一红 乌叶道 陈平哥哥 你不要我了吗 咱们不是说好了 要生好多好多孩子的 声音娇媚 楚楚可怜 我就感觉好几道目光 漆漆落在了我身上 尤其是那彩合 鄙夷的瞪了我好几眼 骂道 无耻 混蛋 我也真是服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是姐姐妹妹 又是情郎小哥哥的 你们这关系 搞得老夫都有些乱了 赵天和一脸疑惑地道 蒋玉泉盯着于双双上 上下下打量了一阵 问我 这真是狐献的闺女 于双双立即委屈地道 大叔 你看看我哪里像狐狸吗 我要真是狐狸 陈平哥哥 也不可能跟我生孩子呀 蒋玉泉盯着他瞧了几眼 一时不置可否 我知道这于双双的手段 越跟他扯越是纠缠不清 静止问道 你妈在哪 于双双悠怨地冲我看了一眼 什么你妈我妈的 咱们都已经好了 我妈不就是你的丈母娘 我就见彩合等人 齐刷刷目光怪异地看了过来 于双双又转向赵天和等人 嫣然笑道 几位客人 我妈妈有请几位去家中做客 几人都有些疑虑 陈平哥哥 姐姐 我们快走吧 于双双笑嘻嘻地催促道 我还真没料到 这于夫人居然会主动邀请我们前往 这里头必然是有什么猫腻 但是如今姚家一行人 还在对方手上 又不能不去 去就去 蒋玉泉突然一拍大腿道 于双双欢声笑道 那咱们就走吧 我朝温念云使了个眼色 于是一行人就跟着于双双 往他出来的那片林子兴趣 小姑娘 你们就住这儿啊 路上赵天河笑呵呵地问 于双双叹了口气道 本来我们在寨子里住得好好的 偏偏被人冤枉成狐狸精 只好藏到这深山里头了 声音忧怨无比 真是我见游连 赵天河摇了摇头道 这世上不公平的事本来就多 可惜可惜 我冷眼旁观 想看看这一只老狐狸 一只小狐狸 到底能扯出什么毒子来 空穴不来风 只怕也不是子虚无有吧 彩河突然接了一句 于双双回头看了他一眼 委屈道 那你看看我到底哪里 像狐狸吗 要不你拿刀子 把我给一刀刺死 看我是不是变成狐狸 不就清楚了 彩河一时间 不知该怎么回答 于双双红着眼睛 忧愿地看向我 陈平哥哥 我们姐妹三个 身上每村地方 可都被你看光了 你说说 我们到底哪里像狐狸了 于是又引来一堆古怪的目光 那彩河满脸嫌恶地 瞪了我一眼 嘴里嘀咕着什么 不过不用听 也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我索性不去理会 任凭他去说 一路上将经过的地方 积在脑中 思量这渔夫人 要我们前去的目的 以及如何应对 小姑娘 我看着你就喜欢 想送你件礼物 蒋玉泉笑呵呵地 摸出一枚碧绿的玉牌 这玉牌上 漏刻正邪符咒 应该是正邪破杀的护身符 我们在场的 都是行家 自然一眼 就看出蒋玉泉的目的 她是要拿着正邪护身玉 试探鱼双双 如果对方真是胡惊 那必然会有反应 众人紧紧地 盯着鱼双双 哇 好漂亮啊 鱼双双却是想也没想 就接了过去 还拿在手中 翻来覆去地看 一派天真 蒋玉泉等人 盯着她看了好一阵 脸上颇有疑惑之意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 按说这块玉牌 既然出自蒋玉泉之手 那肯定不可能 是什么普通货色 难道说画形狐妖的子女 本身就天然 对一些震邪魄杀的法器 有很强的免疫能力 还是说 因为她的父亲是人类 所以比较特殊 又或者是 于夫人另外施加了什么手段 正在这时 于双双一指前方 叫声说道 到我家了 只见前方 一堵陡峭的山壁 老藤纠缠 看着一片荒凉阴森 于双双引着我们来到山壁下 拨开老藤 就见里面露出一道 能容得一人进出的裂缝 你们家就住这儿啊 耿修文问 于双双叹了口气说 没法子 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就不错了 她率先走了进去 我们打量了 那山缝一阵 也随后跟了上去 那条山缝极长 于双双手里 点了根白色的蜡烛 领着我们往前走 又走一阵 就见前方隐约出现了光亮 于双双嘀笑一声 到了 之后眼前豁然开朗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好家伙 这与其说是一个洞窟 不如说是一间 建在山腹里的石室 一排桌椅摆在石室中央 都是由石头砌成 桌上摆满了韭菜和果品 香气扑鼻 石室四周 分别摆着一个石制的烛台 上面插满了点燃的白烛 映得屋内灯火通明 有如白昼 于夫人一身白裙 斜靠在正中的一张石椅上 闭目养神 在她身后站着于三三 和她的大姐于依依 几位客人来了 请坐 于夫人微微睁开眼 扫了我们一眼 微微笑道 我见温念云盯着对方 目中煞气森然 轻拍了一下她的手 让她暂时克制 温念云冷着脸 微微点了点头 我们随后分别落座 于夫人笑音音地道 几位贵客光临寒舍 不甚荣幸 于家三姐妹 开始给我们的杯中针酒 给我针酒的是于三三 我见她神色憔悴 小脸苍白 才几天没见 整个人却是消瘦了不少 她一直低着头 默默地给我倒上酒 然后退到一边 诸位不必客气 请 于夫人举起酒杯 笑音音地说道 不过在场的 却是没有一个人去动杯子 赵天和呵呵笑道 咱们酒就先不急着喝了 不知夫人请我们来 有何贵干 于夫人将杯中酒一口饮尽 笑道 倒也没有什么大事 就是想请几位来吃个饭 闲聊几句 蒋玉泉摸了摸唇上两瓶胡子 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来了 还提早背下了酒菜 于夫人淡淡笑道 几位到了我家附近 我这座主人的 岂能不知 我和温念云坐在那里 都没有说话 一边打量四周环境 一边冷眼看着于夫人 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夫人 我听说你抓了我 这位小兄弟的几个朋友 赵天和笑着问道 于夫人笑道 大师这话可叫人听不懂了 我们这孤儿寡母的 又不是强盗 被人抓还差不多 怎么还去抓别人 这不是玩笑吗 赵天和呵呵一笑 可我这小兄弟 还有这位姑娘 可都是说得确凿无比 他们的朋友 的确是被你抓了 于夫人的目光 在我俩身上一转 诞生道 大师说的这两位 一个是我三个闺女的姐姐 另外一个 跟我三个闺女 关系不清不楚的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不太懂了 赵天和干笑一声道 听起来 这关系还挺复杂 于夫人微微叹息一声 道 可不就是 她这一声叹息带起的尾音 如同一缕银丝 撩搏的人心底痒痒的 来 各位 咱们先喝一杯 于夫人举起酒杯 赵天和和蒋玉泉 微微迟疑了一下 举起了酒杯 于下的其他人 也有样学样 举起杯子 我发现 就连边上的温念云 也在不知不觉中 手指触碰到了杯子 不由地悚然而惊 急忙收射心神 运转鸣玉精 将一缕纯银器 直屈入头顶 脑海中顿时一片冰寒 瞬间清醒了几分 双方将杯中酒饮尽 吃菜 吃菜 于夫人奄然笑道 声音轻柔 如春风拂面 赵天和等人 举块夹菜 味道不错 众人纷纷赞道 气氛十分融洽 我看到温念云拿起筷子 也要去夹眼前的菜 忙在桌子下伸过手去 在他大腿上拍了一下 这一拍 渗透了几缕纯银器进去 纯银器入体 如同冰冷的钢针 温念云身子一颤 低呼了一声 转过头来 脸上既有迷茫 又有惊骇之色 我又在他大腿上轻拍了一下 使了个眼色 就见他伸手 在自己大腿内侧 狠狠地凝了一把 连我看着都疼 这剧烈的痛楚 让他眉头微微一颤 眼中的迷糊之意 减轻了几分 见我俩不动杯中酒 于三三端了一瓶新酒上来 将我俩杯子里的残酒倒掉 针上新酒 在将酒杯递给我时 他的手指在我手背上 轻轻挠了一下 然后迅速地塞了一个小指团 尽我掌心 之后端着酒推到一边 我不动声色 等没人注意 才将手掌中的指团打开 里面只写了两个字 快逃 我又是感激 又有些愧疚 那天在十九里寨晒谷场上 于家三姐妹 被温念云的八阵流灵镇压 以至于露出了狐狸本相 看他们当时惊慌失措的样子 想必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竟然是狐狸神 真正细究起来 这是原本跟他们 也没有任何关系 咱们来再饮一杯 于夫人举起酒杯 轻声笑道 我只觉那笑声 好听得不行 就如同一缕清风 吹到了心肩上 正想再仔细听听 猛然间一惊 后背瞬间被冷汗给湿透了 转眼看去 只见不管是赵天和 还是蒋玉泉 又或者是万英才 耿修文 彩和 以及鲁能 阮性中年和老胡孙 各个满面春风 嘴角含笑 端起酒杯 又是一饮而尽 温念云也是脸色蕴红 酒杯已经举到了唇边 好厉害的魅惑术 简直是无孔不入 让人防不胜防 我突然想到 据说这狐狸通灵成精后 本就最善于魅惑 自古以来 不知有多少人 被狐狸惊迷了心窍 而狐妖到了画形的地步 那更是魅态天成 并且天生自带天狐或星术 一举一动 一笑一平之间 就能将人迷惑 败倒在其石榴裙下 如今一剑 果然厉害无比 就连赵天和 蒋玉泉这样的老江湖 都不知不觉地着了道 我和温念云 早就做好了各种防备 却也在无形之中 被欺蛊惑 要不是我正好学过《名誉经》 又入了心斋这道坎 本身对那种 蛊惑人心窍的术法 就有克制作用 只怕此时 也已经被他的 获心术给控制 姚振元等一批姚家人 此时还掌握在 对方的手里 我本来还想静观其变 再找机会救人 到了这个地步 也就顾不得其他 并指飞快地 在温念云眉心一点 他瞳孔微微一缩 顿时清醒了几分 拿了八阵流灵在手 立即就要失咒 以灵音破解对方的霍心术 只是还没等他念动法咒 就听那渔夫人 格格大笑了起来 我只觉两耳翁的一声响 头晕目眩 每一记笑声 就像铁锤重重地 砸在我的心坎上 我站起身来 只觉脚下亮枪 有些站力不稳 我这才惊觉 这天胡获心术的厉害 还远超了我的想象 当初在十九里寨中 要不是姚思贤出其不意 用斜术重创了那渔夫人 被他用出这祸心术 只怕鹿死水手 还真未可知 我知道这是生死关口 一旦被祸心术控制 那必然是永世臣 伦 为奴为仆 一咬舌尖 催动明玉京 将丝丝缕缕的纯阴气 直屈入头顶 冰寒刺骨 带着剧烈的疼痛 让我瞬间清醒了几分 只见周围众人 包括温念云在内 各个脸上露出一种痴迷的微笑 已经随着渔夫人的笑声 在扭 动着腰肢 似乎在翩翩起舞 我裂开嘴 双手一摆 腰一扭 当即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时事之中 顿时一片群魔乱舞 四周众人 随着渔夫人的一平一笑 摆动身子 眼神迷 离 就如同进入了一场巨大的狂欢 我学着他们的样子 扭腰摆臀 融入其中 身形晃动之间 看准时机 突然左袖挥出 毛山密手 袖里清风 一道阴气 翘无声息地射出 直奔于夫人的心口而去 同时间 施展陆地飞腾 瞬间闪现到她身侧 又全空卧 锤了过去 九阳锤 眼前一花 于夫人的身形鬼魅般 向左侧平移了开去 将袖里清风和九阳锤 尽数避开 我心里也早有准备 不假思索的 使清风不二绝 如一缕清风直缠了上去 左手截止绝 隔空朝着她的双目一点 轻微秘数 三轻直 电光石火之间 于夫人再度往旁边 平移出树齿 我左手指觉一散 右手跟着病指滑出 龙虎山密术 剑指 于夫人突地左袖一挥 遮住面目 吃得一声响 她的左袖 被劈开一道细长的口子 露出的肌肤 却是光滑细腻 只有一时淡淡的印痕 传文化型狐妖的肉身 极为强悍 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果然不是说说的 连剑指都伤不了其半分 我立即和上而上 左手截绝挥出 轻微小雷法 拂袖雷 轰隆一声雷音 自视中响起 电光霍霍 就算是小雷法 那也是治阳治刚 客天下斜碎妖念 于夫人身形一瞬 再度后退避开 她被姚思贤 用斜术重创之后 元气大伤 毕竟大不如前 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我颈跟上 用清风不二绝抢弓 各种竖法接连不断 绝不容许她有半分喘 吸的机会 白影闪出 于夫人身形一折 突然朝着门口飘了出去 我颈椎而上 十所咽下 就在这时 我突然感觉到 一阵毛骨悚然 不假思索 立即左足一点 将清风不二绝使到极致 在瞬息之间 移形幻影 变换了一个方位 一道肉眼可见的黑色烟气 如剑般擦着我的脸颊掠过 虽然看看闭了开去 但肌肤上传来的那种 阴冷和麻木的感觉 还是让我耸然而惊 匆匆一瞥间 就见洞口处 走出一个驼背的黑衣男人 脸上长满了一个个肉瘤 乍一看 如同虫巢一般 奇丑无比 令人一见心惊 那人盯着我看了一眼 突然一层黑烟在她身上涌起 带着她瞬间来到我面前 挥手朝我面门抓了过来 那只手的手背上 同样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恐怖肉瘤 她被黑烟包裹 来是奇快无比 我索性不避不闪 又全空卧 一记九阳垂直迎了上去 砰的一声闷响 九阳垂起起的火光 和黑烟相互辉映 与此同时 一道白影诡异无比的闪出 我知道来不及闪避 也来不及招架 连起金刚护体咒 以后被硬生生挨了一下 那于夫人的手 看起来纤细柔弱 却是恐怖无比 我身上的护体咒 如同纸壶的一般 瞬间被击溃 后背剧痛 如遭雷击 整个人疼得倒飞了出去 头晕目眩之间 见一黑一百两道人影 如复古之躯般追了上来 知道在钥匙挨上一下 必死无疑 立即使一个锁身装 猛地坠地 陆地飞腾 在肩部绒发之际 向前掠出 我知道今天这事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眼看逃是逃不出去了 干脆往石室深处 疾掠而去 之前在宴席的时候 我就仔细观察过周遭的地形 这个石室 里边还有一个门 而且有细微的气流涌动 说明里面 还是有另外的去处 果然 跟我预料的不差 这里面并不是一条死路 而是另外几间 比较小一点的石室 看里面的摆设 应该是卧室 我只是匆匆一瞥 飞身投进一个 有出路的房间 这个房间堆放的是一些杂物 但另有一道门 通向一个岩石涌到 我也顾不上 这地方通向哪里 连使陆地飞腾 向前急逃 身后传来的破空声告诉我 那两人还在后面紧追不舍 后背钻心地疼 胸口更是厌烦欲偶 但我不敢捎缓 只要一口气端的片刻 就会被两人追上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如果我猜错的话 那个驼背黑衣男 就是把姚家搞得 家破人亡的幕后黑手 因为刚刚那一道黑烟 就是化骨黑鞠 也不知道 这鸟人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 而且 居然跟着渔夫人勾搭上了 一个重伤的渔夫人 我对付起来 就已经很吃力了 再加上一个这鸟人 那就真只有逃命的份了 逃不掉 那就是个死 突然间 眼前豁然开朗 出现一个很大的地窟 我只是看了一眼 顿时心头一寒 这赫然是个绝落 前面都是森然石壁 再也没有出路可以逃 我只是稍微停了一停 立即被后面两人追上 你这小子 我当初还真是看走眼了 渔夫人一身素衣白裙 缓步走来 那黑衣驼子 跟他并肩行 脸上长满了肉瘤 却是看不出什么表情 我见无路可走 索性也就停下 回过头笑道 夫人谦虚了 您火眼金睛 乃会看走眼 渔夫人盯着我打量片刻 微微笑道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 居然比离相聚那个孽种 还来得难缠 果然是人外有人 太外有天 我笑 我这点本事 跟夫人比起来 那简直是不值一提 渔夫人瞥了我一眼 冷笑道 你这一张嘴 倒是跟抹了蜜似的 实话实说而已 我笑道 又看了看他身边的黑衣驼子 这位大师是谁 渔夫人失笑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好奇这个 我叹了口气说 现在我这小命 就捏在夫人手里 我就算急也没用啊 再说了 我总得知道 是死在谁的手里吧 渔夫人还会说话 就听那黑衣驼子道 只要是跟姚家有关系的人 那就得死 她的声音十分怪异 听起来含糊不清 音调十分别扭 而且还夹杂着 咕噜咕噜的声音 我也是仔细分辨 才能勉强听清 那还好 我跟姚家没任何关系 我解释道 那黑衣驼子一双眼睛 冷森森地看了我一眼 喉咙中发出咯咕一声 你这小子 倒是奸哗得很 你不是来找姚家 那一批人的吗 渔夫人似笑 非笑地道 我笑说 那些人真的在夫人手里啊 在不在的 跟你也没有关系 反正他们迟早都是个死 渔夫人淡淡笑道 说的也是 反正跟我没关没格的 我笑着附和道 这个地窟 除了我来时的那一个口子 其余地方 都是密不透风 只有在我左后方的地面上 有一条长约三米 宽约半米的地方 之前我察觉到的微弱气流 就是从那里冒出来的 只听渔夫人淡淡道 小子 你是想死 还是想活 这还用说吗 当然是想活 我满脸堆笑 渔夫人恩了一声 那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当我女婿 我把三个闺女都嫁给你 要么 我就把你措骨扬灰 我甘笑一声 说 这三个 是不是太多了 有点吃不消啊 渔夫人冷哼了一声道 你身后是不是有条地缝 你别想着跳下去 我心里一惊 就听她道 那下面是黑风煞 你要想找死 我也不拦着你 所谓的黑风煞 是煞气的一种 比之桃花煞 还要厉害许多 基本上沾上一点 就能将人直接化成白骨 所以这黑风煞 又被人叫做白骨煞 这种东西 连我都不敢碰 就以你小子这肉体繁胎 一旦跳下去 只怕连渣子都没了 到时候我三个闺女 可就得伤心了 渔夫人淡淡然地说道 夫人说的是 我还想活长一点呢 我呵呵笑道 渔夫人点了点头 那你是打算娶我闺女了 我肯定地说 那当然 算是便宜你了 渔夫人冲我招了招手 过来吧 我微微低着头 恭恭敬敬地走上前去 乖 渔夫人微微点头 伸出手掌 朝我头顶摸下 我知道 她这轻轻一扶 肯定是要在我身上下 某种静止 一旦种下 之后怕是就得给她 为奴为仆了 我低眉顺眼 一动不动 就在她手掌落下的瞬间 陡然一个贴身靠 撞向她怀里 渔夫人眸中煞气一现 手掌一挥 迎面朝我击落 在这瞬间 我左足一点 使清风不二绝 如同一道清风 疏忽从她身侧绕了过去 然而一道黑烟 突地从我眼前冒出 是那黑驼子 被她阻了一阻 我就来不及脱身 好你个小子 固然奸诈无别 渔夫人冰冷的声音 飘了过来 我抽身闪避 左掌一番 一道通油宝钞 夹在了掌中 转身往后挥出 渔夫人之前 被通油宝钞斩伤过 知道厉害 朝边上稍稍避了避 我正要 趁此间隙突围 突然一道黑烟急闪而过 瞬间贯穿我的胸口 画骨黑倔 我整个人如同过电一般 生死之间 仅凭着最后一点神志 猛地朝前抢出 飞身跃入那道地方之中 随即不省人事 等我再醒来时 只觉浑身剧痛 整个人如同散了架一般 动弹不得 吃力地睁开眼 看到自己四脚八叉地 躺在地上 手脚胳膊腿都还算完整 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脑子里浑浑噩噩地 一团浆糊 好半天 才想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 我是被渔夫人 和那黑衣驼子围攻 心口被驼子 那道黑烟给贯穿 听姚广盛说 画骨黑鞠 其实是一种 十分奇特的虫骨 那道黑烟 应该就是画骨黑鞠 凝聚而成 只是看起来像一道烟而已 我摸了摸胸口 只觉心跳还算正常 口鼻耳中 也没有渗出一缕缕黑烟 当时我连护体皱 都没来得及结 而且 就算结了护体皱 只怕也未必能挡得下 这画骨黑鞠的侵袭 思来想去 八成还是身上的阴神火 又救了我一命 按照以往的经验 这阴神火 可以吞噬一切 侵入体内的阴气 煞气 或者邪碎 这画骨黑鞠 可能也被它给直接消融了 我仰头平躺在地上 四周一片死寂 似乎是在地下某个岩层里 身上又痛又抹 一时间也动弹不得 放眼望去 只见头顶一片黑雾 就跟一朵乌云鸭在那里似的 这应该就是黑风煞 黑风煞这种东西 是极其少见的 我还真从没听说过 什么地方居然会有像一朵乌云 那么大的黑风煞存在 看得我嘖嘖称奇 我之所以明知道 下面有黑风煞 还敢跳下来 完全也是仗着身上 这一道阴神火 果然 这回是被我赌对了 就算是凶名赫赫的黑风煞 也奈何不了阴神火 我颇为庆幸 虽说萧观音传 我的这道阴神火 给我带来了不计其数的麻烦 但也数次在生死关头 救了我一把 算是扯平了吧 这又是划骨黑鞠 又是黑风煞的 估计这渔夫人和那黑驼子 也认为我已经死定了 不过 就算他们有所疑心 有这一大团的黑风煞在上头挡着 他们也不敢下来 就是温念云落到了他们手里 不知怎么样了 胡思乱想了一阵 只觉整个人还是剧痛无比 我看了看那乌云的高度 距离我少说也有十来米 至于从地风入口那里算起来 那就更高了 我当时心口被划骨黑鞠贯穿 拼着月入地缝时 已经昏厥过去 别说护体皱了 连那种防撞机的姿势都没有摆 硬生生从那么高的地方直摔下来 也亏得 我从小勤学苦练 底子打得扎实 还算比较能抗 要不然都能直接给摔死了 正有一搭没一搭的胡思乱想着 突然心脏咚咚猛烈地跳了几下 紧接着我就发现 原本一直折腹在体内的那道阴神火 就像突然睡醒了 开始在我体内四处狂暴游走 我背后的冷汗刷得就出来了 当初萧观音说的话 我可是听得真真的 这阴神火是长生殿的至宝 也是修炼长生术的关键 但与此同时 也是到追魂夺魄的索命符 就连没师祖那么厉害的人物 最终都是被阴神火焚身而死 生死攸关之际 我很快就想明白了 这里头的前因后果 之前小石头教了我一门法诀 让我实时练习 又给我炼制了一枚索阳玉符 给我贴身佩戴在身上 在这两样的同时作用下 这阴神火原本一直安安静静地 折服体内 后来我跟萧观音学了明玉经 也是一直小心翼翼 不去触发阴神火 如此一来 我俩一直相安无事 但这一回 我先是被化骨黑居穿心而过 被蛊虫侵入体内 肯定会触动阴神火 自发爆起 将其吞噬 之后 我又在失去神智的情况下 坠入黑风煞 煞气疯狂入侵 我体内的阴神火 那肯定也不可能坐视不理 进来多少黑风煞 就会被它吞噬多少 这样一来 就直接导致了体内的阴神火 开始失控暴走 我不敢怠慢 赶紧收拾心神 运转小石头 教我的法觉 只是此时体内的阴神火 躁动不安 游走不定 胸口的玉符 转瞬间变得滚烫 我背后冷汗直流 又不敢贸然催动明玉经 这万一稍有不慎 就可能重蹈了梅师祖的覆辙 落个灰飞烟灭的下场 幸好在把那段法觉运转到第二十九遍的时候 体内的阴神火 终于如同洪水退潮 逐渐平缓了下来 再渐渐归于平静 我浑身汗出如浆 尝出了一口气 像一团烂泥似的 瘫倒在地 现在想起来 多亏当初小石头督促过我 叫我不管吃饭睡觉 都必须要实时运转这段法觉 当成习惯 以至于现在我运用起来 纯熟无比 炉火纯青 否则这次 只怕真的得糟糕 一想到小石头 我心头一暖 觉着身上的那股剧痛酸麻 也轻了几分 不由得迷迷呼呼睡了过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 猛地从睡梦中惊醒 睁眼只见上空乌云盖顶 那一大团黑风煞 还是沉甸甸地压在上方 我尝试着动了一下 发觉恢复了些气力 挣扎着坐起 环顾四周 这里应该是山中的一个开裂的缝隙 四周除了岩以外 没有任何东西 从地上爬起 慢腾腾地在四下里走动了一圈 也亏的是开了夜眼 否则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腹里头 单单这黑暗一条 就能把人给逼疯 四周一片死寂 我仰头看了看 等我再恢复恢复 攀着岩壁爬到上方的地方 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不过上去的话 又得经过那一团黑风煞 虽说这煞气奈何不了我 但我怕又得引得体内的阴神火爆走 想来想去 还是不敢冒险 只能试着另找出路 寻目了半天 发现这个岩石裂层 是个纺锤形 中间高宽 狭窄低矮 我在仿锤的其中一端 发现了一个极其狭窄的洞口 伸手细细感知了一下 似乎有微弱的气流涌动 往深处看去 一眼看不到镜头 我稍稍瞅出了一阵 想想也没有其他出路 也就只能试试 用了个缩骨符 将身形缩小了一圈 随即深吸一口气 爬入洞内 洞中岩石犬崖交错 应该是地层自然形成的一条缝隙 我在手中扣了一枚羊铜钉 遇到有凸起的石块挡道 实在通不过去的 就将其击碎 越往前爬 这缝隙就变得越发狭窄 我爬得心惊肉跳 这缩骨符 虽然能把我给缩小一圈 但毕竟是有限度的 要是再继续变窄下去的话 迟早得卡死在里面 幸好老天没有跟我开玩笑 就在行动越来越艰难的时候 前方终于出现了一个出口 等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从缝隙中挤出的时候 浑身皮肤被摸得火辣辣的疼 就跟刚刚脱了一层皮似的 我休息一阵 起来打量了一番 发现这又是一个地方 比之前那个还要稍微小上一些 只能继续寻摸 看到有能过人的地方 就顺着摸过去 也不知是这地质的原因 还是有其他因素造成 这一片山腹里头 大大小小的地方多如牛毛 我这转来转去跟走迷宫似的 完全不知道哪里才是尽头 索性坐下来休息 等又小睡了一会儿 养足精神 取了那只班山营甲走地鼠出来 催动法咒 走地鼠疏忽就钻入了地下 我将心神记在走地鼠上 在地缝中四处游走 寻找可能的出路 然而 就算有这种奇异的法器在手 想要从这地底找出一条生路 也不是一件一事 最关键的是 走地鼠能遁地穿岩 无论有没有路 他都能轻易穿过 我可没那个能耐 要驱动走地鼠 那也是十分耗损心神的 我也不能长时间操控 只能时段时序 这样耗了有大半夜 还是一无所获 身心俱疲之下 正准备收了走地鼠 突然打掩到前面 似乎有什么东西 我心头一动 立即抖擞精神 驱动走地鼠往前 再凑近线 赫然就发现 刚才看到的 竟然是一个男人 这人被两条赤黑色的铁链 穿过肩胛骨 给吊着悬在空中 铁链的一头 深深地嵌入 背后的岩壁之中 这男人头发 胡须一大把 看不清面貌 身材颇为矮小 衣衫蓝缕 骨瘦如柴 也不知已经在这里 被锁了多久 要不是 我仔细分辨了一下 还以为这挂着的 是一具干尸 但很显然 这应该还是个活人 只是我现在 是用走地鼠靠近 还没法真正确定 这到底是不是个活人 在观察一阵后 我体力不知 只觉一阵头晕目眩 只好先暂时 记下这个地方 慢慢将走地鼠收回 之后休息了 两个多钟头 重整旗鼓 再次操控走地鼠 开始游走 这回不是用它 来顿地穿檐 而是要找出一条 我能通过的路线 这又是一桩 极其繁复的工程 每次走到死路 就又得回过头来 重新走 而且还得在脑中 记忆走过的路线 不去重复 这简直是心神 和体力的双重考验 这样断断续续的 终于让我找出了一条 可能可以 让自己过去的路线 于是好好睡了一觉之后 开始寻着这条路线 穿梭在无数的地方之中 大半天时间过去 我从一道狭窄的缝隙中挤出 就看见了前方那个 被铁链锁在半空的男人 我走近前去 这男人被吊在那里 纹丝不动 周围的一切 都犹如死一般沉寂 他搭拉着脑袋 头发胡须乱糟糟的 杂草一般 看不清样貌 衣服破破烂烂 露在外面的肌肤干扁 整个人瘦得跟个炉柴棒似的 但我可以确定 这绝对不是一具干尸 因为它还有活人的气息 虽然这气息非常微弱 简直是弱到了极点 我先是绕着四周走了一圈 这地方显然也是 山腹里头的某条地缝 跟其他地方比起来 没有太大的差别 放眼望去 除了岩石 空空荡荡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我回到那男人面前 说道 这位前辈 连换了几声 那男人没有任何反应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还真像是民间那种 挂在屋檐被风干的老辣肉 我只好走上前去 伸手拨开他的虚发 然后又抓住他的手腕 摸了摸脉搏 几乎微不可查 除此之外 也就再也看不出 其他什么东西了 也不知他是何来历 又为什么会被挂在这里 我原本还盼着跑到这里来 会有什么转机 现在未免有些沮丧 不过仔细一想 既然这人被锁在此地 就说明这地方应该是另有出路 否则 这人是怎么进来的 但这个地方空间也不大 我已经一寸寸地搜索了七八遍了 也没有发现 什么可以出去的路 正准备坐下来休息会儿 另想对侧 突然后背左侧腰部上方 猛的一阵剧烈灼痛 紧接着 这灼痛感越来越凶 就像是有一块烧红的烙铁 正在烧穿我的肌肤 我伸手一摸 却发现后背那个地方 并没有什么义务 也没有任何烫手的感觉 不由地耸然而惊 急忙掀开衣服 扭过身 朝左腰上方看了一眼 这一眼 让我大吃了一惊 只见那里有一个淡金色的印记 粗粗一看 形似一朵莲花 我心头俱阵 这是金莲散手 之前在上面的时候 我后背这个地方 挨了那余夫人一下 当时我见她出手的样子 就隐约觉得有些不对 因为这很像是 全真教的一门嫡传秘书 金莲散手 当时我同时面对余夫人 和那个黑衣驼子 生死攸关 再加上这余夫人又是个狐妖 我就没往细处想 觉得有可能只是 看着相似而已 但现在我后背的这个金莲印记 以及那种烈火灼烧的感觉 都在证明着 余夫人当时打在我后背的那一手 的确就是金莲散手 可一只狐妖 怎么会全真教秘书的 直到现在 我都还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弄错了 我在图山笔记上学过金莲散手 自然知道 这门秘书的厉害 他在身上留下的这个金莲印 如果没办法消除 那就会越来越烫 最终蔓延开来 不管是人 还是邪碎鬼魅 都会被烧成灰烬 要是别人中了这个 那真是惹下大麻烦了 不过 我既然会解法 自然也不用太过担心 当即席地坐下 用了个七只做的姿势 开始节奏消解金莲印 这个过程颇为缓慢 大概两个多钟头后 我终于将金莲印从身上消除 不由微微松了一口气 刚睁开眼 就听一个沙哑低沉的声音道 你是谁 怎么会解金莲火印 我吃了一惊 豁然从地上跃起 凝神戒备 就见那挂在铁链上的男人 此时微微抬着头 那一双眼睛 透过杂乱的头发 正盯着我看 前辈又是谁 我反过来问道 心里头飞快转念 我刚才虽然是在解金莲火印 但从外表上看 也只不过是普通的七只做法而已 在外人看来 也就是在打坐进修 这人是怎么看出 我是在解金莲火印的 平道 那人微微迟疑了一下 似乎在回忆 对了 平道无痴 我听他自称平道 想来这人还是个道士 道士 我猛的心中一动 突然想起 老板娘他们提过的那个道士 据他们所说 这个道士在十九里寨外边立了个石碑 提名白骨寨 又坐在寨门口不肯走 后来被渔夫人叫去商谈了许久 在之后 这个道士就没有出现过了 难不成 眼前这人就是那个道士 正想着 就听他问道 小友 你刚才是在解金莲火印吧 他的声音干涩 以及 就像是一节干枯的木头 发出的嘎吱声 我现在的感觉 就像是跟着一句干事在说话 对 前辈是怎么看出来的 到这个地步 我也不遮遮掩掩 那人道 我刚刚醒来 就发现 这里多了一个人 看你在打坐 就没来惊扰你 说到这里 顿了顿 又道 我又看了一会儿 发现你体内的气息运转 用得金莲散手的解法 明能看出 我身上的气息流转 我心中不禁嗨然 那人面部动了动 似乎是笑了一下 只要用心看 没什么是看不到的 我忽然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一眼就能看穿别人 体内的气息运转情况的 在道家叫做天眼 所谓的天眼 又可分为几个层次 比如追眼 盼眼 御眼 甚至还有透眼 摇眼等等 我也只是在图山笔记上读到过 到底是否真有这样神异的功用 我也不敢确定 不过 这天眼和夜眼不同 想要开夜眼 只要有合适的炼眼法门 再加上勤学苦练 就可以成功 可这天眼 并不是按照某种法子练出来的 而是要本身的修为 达到一种极高深的境界 自然而然拥有的一种神通 但就算是这种说法 也只是一种传说 因为我从来就真正见过 谁拥有天眼 甚至也听说过 当时哪个人 真正修出了这种神通 就连那位图山先生 也在笔记中特意提到 想要修出天眼 难难难 一连标了三个男子 可想而知 这是何其之难 通常来说 如果是那种道横高深的厉害人物 是能分辨出某人身上的某些契机的 但想要看出我 正在使用精连散手的解法 那就只能是 把我体内的气息运转 看得一清二楚 要做到这一步 除非这道士 用的是天眼中的透眼 前辈 您还能看出什么 我压下心中的惊骇问道 那人嗡了一声 沙哑干涩的声音 似乎有些诧异 你体内还有一道奇怪的阴气 好纯好烈的阴气 我从没见过 我再次被他的话给震惊了 这么长时间以来 能一眼看出我身上阴神火的 只有天师神工那位燕门主 但那也是 在我和小石头 使出浑身解数 奋力抵御的时候 这才被他从一些蛛丝马迹上看破 可我现在 就只是好端端地站在这人面前 连法咒都没施展一个 他是怎么能看出来的 而且他只说是一道极纯的阴气 却没有叫出阴神火的名字 看来他应该并不知道 阴神火是什么 这样一来 难度那就更大了 那倒是嗡了一声 你这学的也是真够杂的 不过嘛 每一种都是极好的 我听得心中凛然 只听他又道 你这门心法 配合你身上的那道怪异的阴气 嗯 妙极妙极 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来的 这奇思妙想 实在叫人佩服 我知道他说的是名誉经 这段调息的法门 嗯 你是用来压制体内的 那道阴气的吗 倒是问 我听得直冒冷汗 点头道 是 他说的 应该是小石头教我的那段法咒 没想到 连这他都能看出来 嗯 这调息的法门 应该只是抽出来的一段 不过已经是精妙无比 让人忍不住积节赞叹 倒是感叹道 我被他说的 心里直发毛 你还学过正义派的 那人又道 不过还粗浅得很 尚未登堂入室 他说的真是一点没错 毛山 龙虎山 以及青微派 归根究底 其实都是属于正义派的 这三家的那练法子 比如毛山新术 我都试着学过 但都是浅长辙止 何止是粗浅 简直连皮毛都没有 他又零零总总地说了一些 无意不是切忠要害 听得我有些怀疑人声 我就感觉 在这个人面前 真是没有半点 秘密可言 正想着 就听他问道 你还会导引术 导引术 其实是全真教的一种 内敛法门 我自从被肖观音教训后 有空也时不时地 修过这门导引术 不过总体来说 连入门都还算不上 只是略通而已 我此时已经完全 被这人给震住了 也没什么可遮掩的 就算遮掩 恐怕也遮掩不住 干脆如实说道 那倒是嗷了一声 一双眼睛盯着我 看了好一会儿 点头道 全真教的术法 你除了导引术 和金莲散手 还会什么 我见他的眼睛 似乎泛起一层 琥珀色的幽芒 正想接话 突然看到 一道人影迎面扑来 手指成拈花状 金莲散手 那道人影 来得急急突然 其实又快 我不急细想 立即使了个 清风不二绝 闪身避开 眼前一花 那道人影 再次诡异地出现我面前 节奏施法 一指朝我点了过来 赫然正是 全真教秘术 太上老君指 太上老君指 是天底下为二的一种破法指 可以一指破万法 我心头亥然 哪敢硬抗 急忙闪身飞退 那道人影一收指 鬼魅般绕到我身后 这回他没用任何术法 静止朝我后背按下 速度快若闪电 我知道此时在弊 怕是来不及 左手结印 反手一挡 用的是全真护身秘术 三宝印 然而就在我截出 宝印的那一瞬 人影疏忽转到了我身前 手臂一提 朝我当头披下 这一批 看似简单 然而连四周的空气 都似乎扭曲了一下 这是全真一门 破纱秘术 紫薇斩灵解 我五指一张 疏忽抓向她的手腕 同样是全真秘术 百灵锁 那人影疏忽又变 各种术法层出不穷 我被逼得狼狈不堪 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只能下意识地出手 不管是正一三派 还是全真教的秘术 亦或是我们神乡一门 或者各种杂七杂八的 民间秘法 都被我随手用了出来 突然间 眼前人影连晃 那一道人影 居然由一而化为八 分距八个方位 将我围在中心 八道人影飞快节奏 齐齐朝我一推 全真教的紫薇轻硬震 我此时已经筋疲力竭 对方的节奏速度 又是快得超乎寻常 我根本连想脱身都来不及 瞬间八道法咒七七爆发 哄 我猛地摔在地上 在睁眼看时 就发现四周哪有什么人影 我身上也完好无损 只是气喘吁吁 衣服已经被汗水 给完全浸湿了 就像是刚从水里 捞出来一般 眼前的那个道士 仍然被铁链锁在那里 刚刚发生的一切 就像是一场梦 好好好 只听那道士连 说了三个好字 沙哑的声音中 颇有喜意 我从地上爬起 体力耗损太拒 双腿都还有些发软 这些全真教的术法 你是从哪学的 对方问道 我听他的言行 似乎对全真教十分关心 而且在刚才 一真一假的幻境中 那道人影 用的全都是全真秘书 心说 这人难道跟全真教 有什么关系不成 我微微愁愁了一阵 说道 是晚辈按照一本 前人留下的笔记学的 那道人有些诧异问 你是自学的 我点头说是 你学了多久 他又问 我还是照实说了 从颠挡古墓到现在 应该是大半年时间吧 那道人听罢 突然发出一阵大笑 只是 他大概是喉咙受损 听来跟漏了风的风香似的 笑声很是怪异 好好好 哈哈哈哈 好的很 笑得极为欢畅 前辈 您跟全真教是 我忍不住问道 他的笑声一停 看着梁九 微微汗手 说道 平道全真掌教 无痴 我待在当地 被震撼得无以复驾 众所周知 曾经直到门牛尔的全真教 早已经香火泯灭 中断传承多年 这又是哪来的全真掌教 就算退一万步来说 他真的是全真掌教 那堂堂全真掌教 为什么会被人锁在这里 差点成了一句干尸 小友 你是不是在想 世上哪有这样落魄的全真掌教 那叫无痴的道士 似乎笑了一声 说道 我的心思 还真被他猜中了 但转念一想 这人对全真教的秘书如数家珍 那跟全真教的关系 绝对是十分密切 我心中一斗丛生 问道 前辈 您怎么会被人锁在这里 无痴淡淡一笑 元起元灭罢了 我听他说得糊里糊涂 索性直接问道 前辈 十九里寨门外的那块石碑 是不是宁丽的 那无痴微微一震 过了两久 道 白骨寨吗 我听他这么一说 立即就明白过来 这人的确就是老板娘 他们口中的那个道人 这也就意味着 这道人之所以被困在这里 很有可能是遭了 于夫人的毒手 可我实在想不明白 一个能修出天眼的人物 怎么可能会被于夫人给制住 前辈 当年您去了十九里寨 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忍不住问 无痴似乎有些出神 过了片刻 问道 现在寨子怎么样了 我大致说了一下 无痴听了 半晌无语 过了好一会儿 他看了我一眼 你身上的金莲火印 是被小倩伤的 我听到小倩两个字 不由地愣了一愣 随即会议过来 您说的是那于夫人 于夫人吗 无痴喃喃了一声 她其实姓胡 叫胡小倩 我再次愣证了一下 原来这于夫人 其实是姓胡吗 我突然想到 之前见到的那一片乱坟岗 这里头的坟墓 葬的都是姓胡的人家 想到这里 我心头一震 猛地想到一种可能性 难道她 是胡家人 我吃惊地问 无痴微微点头道 小友猜得不错 我心中震惊万分 但仔细想想 觉得又好像是理所当然 我说的胡家人 并不是指某个姓胡的家族 而是指胡黄百柳 这四大仙门中的胡家 这胡又通胡 这胡家也就是指的胡仙一门 在民间 向来有南茅北马的说法 茅 指的是茅山道士 而马 指的是出马仙 在北方地带 出马仙极为兴盛 那些出马弟子 往往都是通过 出马仙附体等手段 来辟邪驱魔 而胡黄百柳四大仙门 也通常都是出马弟子的首选 历代以来 四大仙门都颇为昌盛 民间更有无数 关于他们的传说 只不过到了近些年来 胡黄百柳这四家 几乎已经是绝户了 如今被出马弟子招出来的 不管是所谓的胡仙 还是柳仙 亦或是白仙黄仙 那都是山中野怪成精 并非真正的四大仙门后裔 我也是万万没想到 这渔夫人 竟然会是四大仙门中的胡家人 那她 怎么会金莲散手 我疑惑地问 这金莲散手 可是全真教不传之密 这渔夫人也就是胡小倩 她一只狐妖 到底是怎么学到 这样的高深道数的 无痴轻叹了一声 道 小倩是平道的弟子 我都听得呆了 那个渔 胡小倩 是您的徒弟 我差点以为自己是耳朵 出了毛病 无痴点头道 小倩是平道第三个弟子 也是平道的关门弟子 我瞪大了眼睛 愣愣地盯着他 这人真的是全真长教吗 当初全真教鼎盛时期 可是号称太上玄宗 统帅整个道门的 虽说 如今已经不同往昔 但一个长教 居然收一个 胡妖当关门弟子 这可不是 我思想守旧封建啊 只能说 这实在是太过金氏害俗 纵观整个道门 历代以来 也不乏有收这种金怪入门的 但一般都是普通弟子 像这种收一只狐仙 当长教关门弟子的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你换成茅山 龙虎山 或者轻微这三大福禄宗派 去收只狐仙 当长教弟子试试 第二天 整个道门就得翻天 我真不知道 这一位是怎么想的 还害得我平白无故 挨了一记金莲散手 要不是我正好学过 真得死在他手上 是他把您锁在这里的 我咒没问 无痴轻声笑道 都是孽缘罢了 我听得大不以为然 我原本以为这胡小倩 已经是够心狠手辣的了 没想到他居然连对自己的师父 都能下如此恶毒的手段 就这样的徒弟 不载了 还留着过年吗 真是白瞎了天眼通 眼光这么差 当得什么长教 收得什么破徒弟 缘起缘灭 梦幻泡影 一切皆有定数 无痴淡淡说道 我听得直皱眉头 照我说 什么缘起缘面 什么定数 人生在世 有恩报恩 有怨报怨 只此而已 哪来那么多虚无缥缈的东西 无痴朝我点了点头 说道 频道能再次等到小友前来 又是绝大的缘分 干瘪的脸上露出一丝 释然的笑意 我听着有些不对劲 小友 你叫什么名字 无痴问道 我心中疑惑 还是将自己的姓名说了 无痴欣然道 其实频道早就是该死的人 只是生怕辜负了师父的重托 才苟延残喘到今日 说着 抬头望天 凯然说道 师父 徒儿今天将全真掌教之位 传于陈平 以延续我叫道统 我听得大吃了一惊 正要阻止 猛然间被他的目光一扫 我居然从他的双瞳中 看出了一道 宏伟森严的符咒 紧接着就是眼前一黑 天旋地转 等我再醒来时 睁眼就发觉 眼前天光明亮 自己居然是在一间小木屋呢 窗外树木碧绿 似乎还是剩下季节 我正一头雾水 就听咚咚咚的脚步声 一个浓眉大眼的少年 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他身材颇为瘦小 看着有些憨憨的 一脸喜气 我明明就站在他眼前 但他对我 却是视若无睹 微微愣整之后 我忽然明白了过来 我这是又现今 那无吃到人的幻境了 那少年到旁边的镜子照了照 整了整自己的衣服 又从桌上拿起茶壶 和两个茶杯 放在盘子里 喜气洋洋地端了出去 我带着满心疑惑 随后跟了上去 出了木屋 外面是一个大湖 湖边绿鹰如官 不时有白色的水鸟 从湖面掠过 发出泼拉一声响 见七点点水花 湖边站着一男一女二人 肩并着肩 正在欣赏湖景 听到少年的脚步声 那男子回过头来 含笑说道 来了 少年端着茶 喜滋滋地道 请师父师娘入座 男子点了点头 伸手牵过身边那女子的手 二人在椅子上坐下 我见着男子浓眉大眼 身材敦逝 一看就给人一种 十分可靠的感觉 他身旁那名女子 相貌秀丽绝俗 但是面无表情 冷若冰霜 只有在那男子 轻拍他手背的时候 他才似乎微微有所动容 少年倒上两杯茶 普通一声 在二人面前跪下 咚咚咚嗑了三个响头 然后端起茶喜道 请师父师娘喝茶 那敦后男子微笑点头 接过茶水一饮而尽 之后 他又接过另一杯 说道 我替你师娘喝了 又是一口饮尽 少年欢喜无疑 又是咚咚咚嗑了几个头 原来 这是在拜师啊 敦后男子欣然说道 咱们全真教 也分出家和俗家 我和你师娘 都算是俗家弟子 不过你既然选择出家 那也由得你 少年喜道 谢师父师娘 敦后男子微一思索 笑道 我也从未给人起过道号 这样吧 我看你什么都好 就是有时候有些太痴 只怕日后艰辛 嗯 就叫你无痴吧 谢师父师娘赐名 少年欢声道 我不由得多看了 这少年几眼 原来他就是年少时的 无痴道长 眼前这一男一女二人 就是上一代的 全真传人了 拜师礼毕之后 少年无痴就席地而坐 听他师父讲全真教的门规 我听着听着 就被他给吸引了 按照无痴的师父所说 当年全真教祖庭被毁 就断了门庭 但一直以来 都有留下一脉单传 这个其实倒也正常 古往今来 那么多的门派起起落落 很多宗门衰败之后 经常也还是会有一些 灵性的传人在世的 只不过他们再也没有能力 重新开辟门庭而已 无痴的师父和师娘 就是全真教这一脉 仅剩的两个传人 但再往下听 我就越听越是诧异 原来这无痴的师父 姓彭 名叫彭宽 他的师娘姓宗 叫宗树慧 不过这里头还有个关系 宗树慧原本是这彭宽的师父 也就是说 这彭宽和宗树慧 其实是师徒相恋 这也挺好的 两人看着也十分登对 只不过让我好奇的是 这宗树慧虽然是师父 但看起来却比他这徒弟 还要年轻许多 不知道内情的 还以为他是彭宽的徒弟呢 再往后听 我才大致弄明白了 事情的缘由 原来 宗树慧在收了彭宽当徒弟后 师徒二人日久生情 低调隐居 日子过得也算十分惬意 可天佑不测风云 突然有一天 宗树慧的一位好友找上门来 趁着宗树慧没有防备 偷袭将其重伤 彭宽虽然奋力抵抗 但无奈对手实在太过厉害 最后他虽然侥幸陶的性命 但他师父宗树慧 却是不幸身亡 而且被对方镇压在一处 阴地之中多年 我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 难怪我看着这宗树慧 有些不对劲 他身上的气息 森冷无比 完全不像是活人 但又不是阴师 大概是有点类似于施煞 但又有些细微的区别 我也说不上来 这如今的宗树慧 算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不过从我的观察来看 这宗树慧 应该还是有部分神志的 至少认得他的徒弟彭宽 再往后的事情 彭宽并没有细说 但师徒俩虽然阴阳两格 经过无数波折 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并且找了这个地方隐居 我听得唏嘘不已 之后 彭宽就让无痴先行 背诵全真教的门规 他则牵着师父宗树慧的手 去湖边闲逛了 我蹲在边上 听无痴背诵了一阵 就觉得气闷无聊 于是 就过去跟着彭宽师徒俩走了一阵 结果更郁闷 纯粹吃他俩撒的狗粮了 害我还不停地想起小石头 赶紧眼不见为静 又跑回去找无痴 结果又被他念经似的 念得头昏脑胀 只好到处转转 无痴他们隐居的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在一处山腰上 一眼望去 四下里都是茫茫苍苍的山脉 说实话 我对这个无痴道长的能耐 实在是佩服得无体投地 我不知道他到底 是用的什么神通 居然能让我看到如此逼真的幻境 而且浑然一体 找不到任何破绽 因为这不是以奇门阵法构建出来的环境 我想破都没办法破 转悠了半天 坐下来准备打个瞌睡 现在我也没有其他法子 只能等着他 把我从这幻境中放出去 等一觉醒来 发觉天色已黑 那木屋中也亮起了昏黄的灯光 我暗骂了一句 往木屋走去 就见木桌上 已经摆上了热腾腾的饭菜 彭宽和宗树师徒俩 坐在桌旁 虽然宗树会并不吃饭 但也给他摆了一碗饭和一双筷子 少年无痴记着围裙 又从厨房那边端了两盘过来 别忙活了 菜够多了 过来吃饭吧 彭宽笑道 无痴挠了挠头 憨厚地笑道 今天是好日子 多煮点菜 不过他很听师父的话 还是洗了把手 坐下来一起吃饭 我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 自己也就能在边上闻个菜味 别提有多难受了 只盼着赶紧从这幻境中出去 结果一直等到夜色已深 三人回屋睡下 我还依旧在这环境中 无法脱身 我不由得破口大骂了几句 却是没有任何回应 无奈之下 之后骂骂咧咧地认了 这木屋里 无痴睡了一个房间 彭宽师徒俩又睡了一个房间 我经过彭宽师徒俩房门口的时候 忽然好奇兴起 想看看这对师徒俩 是怎么个睡法 于是我就跟个幽魂一样 直接从关闭的房门穿了进去 在幻境里 也就这点便利的地方了 进去屋中一看 就见棕树会坐在床边 彭宽拉着他的手 在轻声细语地说话 说的都是一些陈年往事吧 譬如师徒俩以前的生活点滴 不经意间 又被他俩给撒了一波狗粮 好不容易终于听彭宽说 师父 天晚了 咱们睡吧 然后拦腰抱起棕树会 将他平放到床上 我立即精神一震 心说总算来正题了 彭宽连衣服也没脱 上床在他师父身边躺下 我等着看好些 结果瞪了半天 就发现他除了和棕树会 食指相扣之外 什么事也没干 就凭躺在他师父身边 你妹的 看得我干着急 百无聊赖的 又在边上等了好一会儿 看到彭宽一翻身 坐了起来 我顿时来了精神 此时那棕树会 闭着眼睛躺在那里 如同正在酣睡之中 虽然皮肤太过苍白 没有一丝血色 但绝对算是个大美女 我见他蓬宽眼神闪烁 鬼鬼祟祟 由于半天 终于哆哆嗦嗦地 往他师父的嘴唇凑了过去 这样才对吗 我一拍大腿 有些乐不可知 看到他俩的样子 我莫名地就想起了 在天师神宫 背着熟睡的小石头的情形 可结果 就当两人快要碰到的时候 这家伙居然突然停下了 我看得那个急啊 真恨不得直接上手 把他的脑袋给按下去 蓬宽呼吸急促 嘴唇微微发颤 挣扎了半天 又退了回去 重新躺回床上 看得我真是 替他着急上火 又在边上等了一阵 那蓬宽又爬起来两次 结果每次都是半途而废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只好跑回无赤的房间 结果这小子居然打祸 都什么人呐 索性跑去湖边睡了一宿 第二天一睁眼 看到的还是那个湖 那个木屋 接下来几天 蓬宽除了和宗树会 继续秀恩爱之外 就是教无赤全真教的秘书 他最先教的不是术法 还是全真教的导引术 导引术属于内练术 主要就是调膝打坐 无赤坐在房里 往往这一入定 就是一整日 如此反复 这日子一晃 就是半个多月过去 我心里越发有些发毛 我原本想着 顶多会在这幻境里 困个一两天 那算是顶天了 结果没想到半个月过下来 还是没有半点脱困的迹象 之后 蓬宽又从最粗浅的入门知识开始 教无赤术法 虽说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 都是没什么新鲜的 不过蓬宽 在解释的时候 有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兴起角度 于是 我也就索性在一边跟着听听 期间我尝试过许多办法 想要破开这幻境 但没有任何效果 我也曾经试着跑下山去 看到会发生什么 结果刚 离开那木屋一里开外 就又突然间回到了湖边 看来这个幻境 也是有一定界限的 等于说 就是把我困在了 这方圆一里地之内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我也只能沉下心来 跟着无耻打坐调息 修炼修炼 只是修炼过后我就发现 这幻境毕竟是幻境 虽然看着我 打坐调息了那么长时间 但其实体内的气息 没有任何变化 不过好处也不是说一点没有 至少这熟练度 一直在增加 反正也没其他什么事 每次蓬宽在叫无耻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听着 我所会的全真秘术 都是从图山笔记上自学的 应该说我大部分的理解 还是对的 但听蓬宽仔细解释后 我就发现很多地方 我还是想得浅显了 就比如金莲散手 我听蓬宽演示之后 才发现 原来还有那么多种 高深的变化 另外 让我更加感兴趣的是 在蓬宽教导无耻的 全真秘术中 还有好些 是我从来没学过的 其实这也正常 毕竟图山笔记 是几百年前的东西 这几百年下来 全真教代代相传 必然也会有精彩绝艳的前辈 推陈出新 会创出新的术法来 不但全真教是这样 茅山 龙虎山 和青薇三派也是一样 我之前就遇到过 从没见过的茅山树 而且这样一天天的 我好像跟无耻 成了师兄弟似的 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 把全真教的传承学了遍 很多以前 一知半解的东西 也豁然开朗 一晃又是大半个月过去 我都有些绝望了 索性也不再去想 每日就跟着无耻 一起听听蓬宽授课 然后就跟着他一起打坐练导影术 不过我这练了 也等于静花水月 掰练 不像无痴 每日都会有所静静 跟他们相处久了 我就发现 这蓬宽给他徒弟这名字 还真没起错 这无痴的性子 还真是有点痴 另外还有一点让我吃惊的是 他在符咒法术方面的天赋平平 我听一耳朵就能领会的东西 他往往要琢磨上好几天 可在练导影术方面 他的静静却是快得不可思议 他刚开始练的时候也就是一般般 但越往后却是越快 就连他师父蓬宽都被他给震住了 要知道 但凡是内练术 那就是个魔功夫的东西 当然 悟性越好 你用的时间可能就越短 但这当中有个基本规律 那就是越练到最后就越难 就比如 明玉经十二重楼 登第一重楼是最简单的 之后每往上登一层 难度都会骤增 全真教的导影术自然也是如此 可在无痴手底下 这基本规律却是如同无物一般 蓬宽在喜悦的同时 也俯着无痴的头顶 叮嘱要他借交借躁 沉下心思 无痴牢记师父的话 每日依旧苦修不坠 我跟着他一起练导影 眼看着他的道横蹭蹭上涨 我就练了个寂寞 有时候实在烦闷了 就跑去蓬宽的房间看戏 结果那么久过去 硬是一场好戏都没看着 每次都是半途而废 搞得我那个窝火呀 这天蓬宽把无痴教到身边 说道 徒儿 师父该教的也都全部教给你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咱们全真教下一任长教 无痴大惊 急忙说道 师父 我还有很多东西没学 还有我无德无能 哪有资格当咱们全真的长教 蓬宽笑道 我师父就只有我一个传人 我又只有你一个传人 以后这长教的位置 你不继承谁来继承 从这一天后 蓬宽和宗书会师徒二人就离开了 不知去向 我唯一遗憾的 就是等了快一年 也没能看到一场好戏 自此 湖边木屋 就只剩了无痴一人 对了 还有我这个幽魂式的旁观者 这以后的日子 就越发的难熬起来 之前有蓬宽和宗书会在 至少还有点新鲜事 自从两人走后 无痴不是打坐修炼 就是练习法术 除此之外 就是吃饭睡觉 枯燥无聊的 我有点自闭 有时候我就在想 要是小石头跟我一块掉进来就好了 实在没辙 我也只好跟着他在那打坐修行 往往一睁眼一闭眼 就是一天 一晃 五年过去了 这一天 无痴也从一个有些青涩的少年 变成了颇为沉稳的青年 他到屋中收拾好行装 准备下山游历 我高兴得不行 果然 随着无痴从山上下来 我也终于打破那个界限 跟着他离开了湖边木屋 之后的几年里 我就跟孤魂野鬼一样 跟在他边上 看着他磕磕碰碰地走过许多地方 经过许多事情 他一直想着 找到彭宽师徒俩 只不过始终都无法得偿所愿 大概在下山半年后 无痴就开始了道人打扮 一身黑色道袍 头发截了个道计 将一柄浮尘插在后颈 遇到人也自称平道 这就是以后日子里 我经常见到的形象 按照彭宽的交代 无痴低调为人 也从不在外人面前 自称全真传人 只在暗地里驱邪除煞 降妖伏魔 这无痴在修道方面的天赋 简直是厉害得可怕 每每都让我折舌不已 要跟他比起来 什么毛山年轻一代首席宋浩然 那就是个渣渣 可除了这方面 无痴基本上 就是个不通人情事故的小白 跟周围一切 显得格格不入 尤其在为人处事方面 实在是不说也罢 难怪彭宽在收他为徒的时候 曾经十分忧虑 并且给他起了个道号 叫无痴 岁月如梭 这一天 我跟着无痴 来到江西 一个名叫黄鹤村的地方 这个黄鹤村的风水格局 颇为奇特 属于青龙点水 白 虎抱月 不出意外的话 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地方 可就在我和无痴 途经那里的前一天晚上 黄鹤村周边 突然发生了恐怖的泥石流 一夜之间 整个村庄被誉为平地 无痴听说之后 就过去查看 结果这一看 立即就发现不对 这被泥石流淹没的黄鹤村 阴气逼人 大意寻常 而且 当地人在挖掘出尸体后 发现这些村民浑身漆黑 死状极为怪异 根本不像是被泥石流 给活活溺死的 经过无痴几番调查之后 赫然发现这些村民 其实早在被泥石流淹没前 就已经毙命了 我跟着他把附近 所有地方转了遍 最后在一处密 邻里发现了一伙人 这些人 都是会竖法的玄门中人 而且在他们的一处密室里 还囚禁了十数个小孩子 只是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这十几个孩子 绝大多数都已经咽了气 最后只救下来两个 无痴气愤难当 出手将那帮人全部制住 最后问出 原来是这些人 在此地开法谈做法 把黄鹤村的村民 当做了血肉祭品 一夜之间 黄鹤村的所有村民 统统暴毙而亡 为了掩盖真相 以免招来其他人的关注 于是他们又用风水术 加上某些手段 引发了泥石流 一举把黄鹤村荡为平地 而他们囚禁的这些孩子 也都是来自黄鹤村 被这些人 拿来试验某种邪术 正当无痴逼问 这些人的来历时 这些人突然惊恐地 大叫一声 老祖饶命 紧接着就浑身抽搐 蹊跷流血而亡 我在旁边看了全过程 却也没看出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些人临死前大叫老祖 这老祖又是谁 我知道很多教派 供奉的都是不同的神奇 千奇百怪 不易而足 有什么大力鬼王 离山老母 又或者什么无声老祖 千必菩萨 反正多不胜数 这群人 八成是某个教派的 所谓的老祖 估计是他们供奉的某种邪神 他们之前说过什么开谈做法 以黄鹤村村名 当作血肉祭品 难不成这记的 就是他们所谓的老祖 只是这些人暴毙之后 也就没法再从他们身上 问出对方的背景 我用心将这些人的穿着 举止 以及那半个已经损坏的祭坛 记忆在心 等以后出了幻境 说不准还能派上用场 被无痴救出的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两人一个九岁 一个十岁 男的叫顾元清 女的叫张碧君 虽然不是姐弟俩 但都是在黄鹤村一块长大的 也算是青梅竹马 这二个孩子 能在鬼门关转一圈回来 无痴认为是一种缘分 他一直紧记着师父的教会 要把全真交给传承下去 于是就起了收徒的心思 这两个孩子 见识过无痴的神奇本事 当即毫不犹豫地跪下来 咚咚磕头 于是 打那天后 我又跟着无痴 回到了湖边木屋 只不过 那里又多了两个小徒弟 然后接下来的日子 就又进入传统节目 授徒 实话实说 这无痴的修道天赋 应该还在他师父彭宽之上 但说起这叫徒弟的本事 那完全是被他师父给吊打 他自己明明领悟了那么多东西 但在传授给两个徒弟的时候 总是有些牛头不对马嘴 这两个孩子 论天赋和悟性 也只是忠上之姿 再加上有这么个不靠谱的师父 学起来的进度 那叫一个惨淡 我看着都替他们着急 大概一年后 这两孩子 总算是稍稍入了门 这一天 无痴在屋里打坐 我无聊地靠在湖边 心里想着 这日子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突然听到一串急促的叫海声 就见两个孩子 急匆匆地从山下跑了上来 杂杂呼呼的 我起初也没太在意 猛然间看到张碧君手里 拎着一个毛茸茸的东西 顿时就是一惊 一下子睡意全无 张碧君那小姑娘手里 拎着的 赫然是一只左腿受伤的白狐 这只受伤的白狐 是两个孩子在山中救下来的 无痴给他包扎了伤口 就准备将其放回山里 然而这白狐 却是在木屋外群寻不去 一直朝着屋内 发出嘀嘀的哀鸣 于是两个孩子 跑回屋跟师父几番央求 把那白狐给收留了下来 我在旁边看的那个叫火大 要不是我只能瞧不能动手 早就抓过这两个小屁孩 给狠狠揍一顿了 收留谁不好 收留这狐狸精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这只白狐九成九 就是那个狐小倩 再往后的日子里 这白狐就在木屋住了下来 每次无痴再叫两个孩子 全真秘书的时候 他就蹲在一边 全神贯注地听着 偏偏我也只能看着 没有任何办法 这样一直听了有三个多月 这天 无痴照常教授两个孩子 倒数秘法 看了一眼边上 蹲着的白狐 突然屈指在他额头弹了一下 这白狐发出一声乌液 然后腿一驱 居然在地上跪了下来 咚咚给无痴磕起头 两个孩子看得十分诧异 纷纷惊呼 我心里暗骂 这你妹的 是要拜师了 无痴看了他一眼 摇了摇头 然后就回了屋中打坐 不过 我也算是看着他长大的 对他什么性格 了解得一清二楚 果然 在那白狐几次三番 跪在屋外磕头哀求之后 无痴就叹了一口气 将他收归门下 我真想拿一块板砖 砸他脑门上 好让这小子清醒清醒 要是他师父还在这里 怕是也得打断他的狗腿 收徒当晚 无痴在房中打坐 我百无聊赖的 跟着他在一旁 运起修炼导引术 房门外传来 叩叩几声轻响 等无痴应声之后 房门被推开 白影一闪 那只白狐轻轻巧巧地 跃了进来 来到无痴面前 跪下又给他磕头 无痴面露笑容 在他脑门上拍了一下 说道 不必如此 那白狐朝他点了点头 起身往后走了几步 正当我以为 他要离开的时候 就见他突然顿住身形 然后身子抖了抖 紧接着 躯体就开始变化 过不多时 眼前的白狐 就变成了个一丝 不挂的绝色美女 身上的肌肤白的耀眼 看这张脸 正是记忆中 胡小倩的模样 这狐狸精手段 果然够狠 他明明可以变好了身 穿好衣服 再过来找无痴 却偏偏来个 坦诚相见的戏码 回头一看无痴 就见他面红耳赤 正慌不迭地闭眼 我也是无语 还倒是呢 还出家人呢 这点小场面 就禁不住了 都没有我来得镇定 你看我脸红了吗 不是说 美女都是红粉骷髅吗 看看有什么打紧 师父 胡小倩娇声轻患 一步来到无痴面前 这化形狐妖 本来就媚态天成 再加上现在 又是这样坦诚相见 无痴这菜鸟 根本就招架不住 幸好张碧君那小姑娘 在外头喊了一声 说是有什么事情 要找师父 才打破了这尴尬的一幕 在张碧君进来之前 胡小倩又化身 变回了白狐模样 师父 您很热吗 小姑娘看到师父 脸色通红的样子 疑惑地问 无痴有些慌乱地道 有点 那个 你有什么事 我看得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见那胡小倩 壮若乖巧地蹲在地上 我是恨不得 把她给剁吧剁吧 直接埋了得了 只可惜在这里 我干预不了任何事 一时间有些异性阮山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胡小倩在两个孩子面前 依旧是狐狸模样 跟在两人身边听无痴授课 到了晚上 她就溜到无痴房里 直接摇身一遍 无痴几次三番 正气凌然地呵斥她 让她出去 不过嘛 她哪是这种妖女的对手 被她 娇滴滴地央求了几声 无痴就一点办法 都没有了 她只能是要求胡小倩 来见她的时候 必须穿衣服 胡小倩满口答应了 于是去取了 无痴的衣服 披在身上 只露出两条雪白的长腿 不得不说 这妖女魅惑人的手段 实在是高 难怪民间都说 这狐狸精 最是容易迷死人 哎哟 胡小倩突然眼住心口 大声呼痛 无痴吃了一惊 忙问她怎么了 我 我的心口好疼 胡小倩脸色变得煞白 一颗颗冷汗 直往下滴 我一开始 以为她又在眼 但看她的样子 又似乎不像 胡小倩疼得浑身发颤 解开衣扣 让无痴看自己的胸口 我凑过去瞧了一眼 见她心口位置 有一块烟红的印记 奇色如血 看着像是某个皱纹 无痴看了一眼 就脸色凝重 让她躺到床上 只是胡小倩疼得 双腿发软 连人都站不稳 又哪里 还能自己走过去 于是无痴 只好将她抱到床上 胡小倩心口上 那道血红皱纹 越来越红 就如同一团 跳动的赤色火焰 我猛的一阵恍然 这不是温念云 他们家的红莲赤火吗 算了一下时间 现在这会儿 应该是 黎湘俊死后的第三年 这胡小倩心口的 红莲赤火 要么是被 黎湘俊的母亲种下的 要么是被 黎湘俊种下的 虽然她最终 把黎家给灭了 但那道红莲赤火 就一直留在她体内 让她束手无策 这女人之所以 会来到这里 八成是在哪里无意中 建设无痴的本事 于是就有意接近 她不仅是想从 无痴这里 学到正宗的道家秘书 更是想借无痴的手 驱除她体内的 红莲赤火 之后事情的发展 基本上跟我所料的不差 无痴这人 论心机实在是有些够呛 但论道书上的天赋 那真是强的离谱 在她出手之后 胡小倩身上的 红莲赤火 很快就被消除干净 自从那天以后 胡小倩每晚 都要去无痴的房间 穿着她的衣服 光着两条大腿 挨在她身边 娇声细语地 跟她请教道书秘法 要说思维敏捷 和对术法的理解力 这胡小倩 可以甩张碧君 和顾元清两个孩子 一条街 在无痴的教导下 她的倒数一日千里 这里就不得不叹服 这妖女果然是好手段 虽然她没有 更进一步去勾引什么的 但两人耳并撕磨 日久生情 我眼看着无痴 就跟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一样 一步步沉 轮了进去 这胡小倩在山上 待了一年有余 直到有天傍晚 她突然间就消失了 张碧君和顾元清两个孩子 还嚷嚷着 狐狸师妹怎么不见了 跑出去各种找 只是打那以后 胡小倩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知道这妖女目的达成 已经回了十九里站 不过无痴师徒三人 却是不知 还寻找了好久 后来久寻无果 这才无奈放弃 打这以后 无痴还是每天教导孩子 然后打坐修行 但我看她的样子 始终是有些心神不定 时光如梭 很快又是数年过去 张碧君和顾元清二人 也从孩子长成了少年 无痴把能教的都教了 其他的也就只能靠 他们两人自己领悟琢磨了 这一天 无痴把二人叫过来 吩咐他们下山去历练 张碧君和顾元清 早就对山下的世界 十分憧憬 听说之后 雀跃不已 收拾好行李之后 二人拜别师父 就兴高采烈地下山了 之后山上 就又只剩了我们两个 又过了三个月 无痴也下了山 这次下山 无痴已经从一个青年道人 变成了一个中年道人 他还是那副打扮 一袭道袍 将浮尘插在后井 游历各地 仍旧还是做些驱邪捉鬼 想要除魔的事情 有一天 我跟着他来到了巴蜀境内 我心里一沉 知道事情该来的 终究是要来的 果然 在几天之后 我就跟着无痴 来到了十九里寨 很快 他就发现了 这寨子里的不妥之处 不过寨子里的人种的是一种极厉害的诅咒 无痴对诅咒却是不大了解 一时间也想不出好的应对法子 于是 他就在寨子门口立了一块石碑 蹄子白骨寨 寓意红粉骷髅 白骨美女 又随手布置了一个风水阵 并且就地打坐 一边修行 一边细思破解之法 一直到这寨子里 德高望重的渔夫人 邀请他前去商谈 他这才愕然发现 原来这位渔夫人 就是他的徒弟胡小倩 师父 好久不见 来到屋中 胡小倩凯然笑道 这时的胡小倩 已经跟我印象中的胡夫人一模一样 穿着一身白裙 眉角微微协调 气势凌厉 不怒而微 反倒是无痴一副 拉他中年到人的模样 在气场上 完全被他这个徒弟给比了下去 胡小倩亲自倒茶缝上 无痴接过茶杯 愣了好一会儿 才喝了一口 妈 来客人了吗 正当他要开口说话的时候 从外面跑进来 三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子 我看了一眼 就知道他们是谁了 原来是于三三他们姐妹三人 你们先出去玩 妈妈这里有事 胡小倩吩咐了一声 于家姐妹三人 嗡了一声 乌溜溜溜的眼睛朝无痴看了一眼 就嘻嘻哈哈地跑了出去 胡小倩去把房门关上 又转回来 小倩 你这是成家了 无痴微笑问 胡小倩奄然笑道 是啊 生了三个闺女 师父你看她们 跟徒儿长得像不像 无痴点头道 像 像 又喝了一口茶 房间里一阵沉默 师父 您这些年过得好吗 胡小倩问 挺好的 挺好的 无痴道 碧军和原青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 他们下山了 去历练了 胡小倩拿起茶壶 给无痴续上茶 柔声说道 师父 那您现在就一个人吗 无痴笑道 独来独往惯了 师父 您辛苦了 胡小倩轻轻叹息道 胡小倩又饮了一口茶 问道 小倩 你知不知道 这寨子里的诅咒 是怎么回事 胡小倩沉默了半嗓 说道 师父 您会演如炬 徒儿肯定瞒不过您 这诅咒 的确是徒儿下的 无痴眉头一皱 俗声道 你这是干什么 师父您别生气 胡小倩眼圈一红 我也是实在没有法子 他来到无痴面前 跪下道 师父 您也知道 徒儿姓胡 徒儿 徒儿其实是胡家人 无痴微微一正 胡家 是四大先门的胡家 胡小倩点头 徒儿正是胡家唯一的血脉 那这跟你给寨子里下诅咒 有什么关系 无痴问 胡小倩眼眶寒泪 说道 师父 徒儿也是逼不得已 我们胡家 早些年遭逢大难 如今只剩下徒儿 这孤苦伶仃的 徒儿 徒儿一直牢记 着家母的话 要重振我胡家 说到这里 胡小倩气不成声 这狐狸精 原本就天生媚态 这一哭起来 更是梨花待雨 楚楚可怜 你想怎么重振 你们胡家 无痴咒没问 我也挺好奇 胡家 既然已经没落 连血脉都已经只剩了这胡小倩一人 那还怎么重振 难不成是靠多生孩子 胡小倩抹了抹眼泪 道 徒儿一时也说不明白 不如这样 徒儿带师父去一个地方看看 师父就明白了 无痴道 你先起来吧 胡小倩含泪起身 又去给他添茶 委屈地说道 这些年来 徒儿好想念师父 还有碧君和原亲 只是徒儿母亲的遗愿 家族的重任 徒儿实在是无法忘却 接下来 胡小倩又续续地说了一些 他这些年的生活 过了大半天 无痴起身告辞离开 晚上徒儿来找师父 带您去那个地方看看 胡小倩把他送了出来 我跟在边上 冷眼旁观 无痴从十九里寨出来后 就在外头找了个地方打坐 我耐着性子 等到晚上大约九点多钟的时候 就见胡小倩的身影 从对面林子浮现 师父 徒儿带您过去 胡小倩盈盈盈笑道 我跟着两人一路穿山越岭 来到了一处地方 眼前是一处乱坟岗 高大的墓碑有残缺不全 也有倒附在地 一派荒芜景象 在乱坟岗后方 是一条漆黑的山脉 如同一只猛兽 折服在黑暗中 再次看到这个地方 我一时间五味杂陈 师父 您看这些墓碑 胡小倩引着无痴 来到乱坟岗上 指着那些倒塌的墓碑 七声说道 这儿 就是我们胡家的祖坟 也有人把这儿叫做 胡种 我之前就有所猜测 现在听胡小倩亲口说出 这乱坟岗 果然是跟四大仙门的胡家有关 如此说来 这里头埋的 应该就是胡家的历代先祖了 不过这次 跟着胡小倩过来 我就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 显然也是 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风水格局 一般人是找不到这里的 不瞒师父说 徒儿之所以留在十九里寨 就是为了我们胡家这个祖坟 胡小倩眼圈微红 无痴打量着胡种 说道 逝者已矣 你又何必耿耿于怀 胡小倩叹气道 师父您教训的事 只是徒儿从小背负家族重任 不敢有所轻忽 徒儿 哎 无痴没有作声 半天才道 这胡种中阴阳腻乱 可不单单只有死气 这话一出口 我明显看到胡小倩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就连他这种心机深沉之辈 都大吃了一惊 我也大为诧异 无痴说 这乱坟岗里面不单单只有死气 言下之意 就是 这下面还有藏着什么活物 师父 徒儿 徒儿 胡小倩急忙说道 不过 想必他也知道自己这位师父的本事 也不敢随口胡周 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 无痴看着他道 你我师徒一场 就算有天大的事 在为师面前 你也尽可直说 师父 胡小倩眼泪夺眶而出 这一刻 我竟然分辨不出 这女人掉的眼泪 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 说吧 无痴温言说道 胡小倩点了点头 咬了咬嘴唇 愁出良久 这才道 这种理 除了我们胡家人的尸骨 还有 还有我们胡家的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了一眼无痴 似乎是下定决心 说道 还有我们胡家的一位老祖 我听得一惊 无痴疑惑道 你们胡家的老祖 胡小倩低着头道 是 隔了一会儿 继续说道 徒儿听母亲说 我们胡家在很多年前 曾经被人杀上家门 差点给灭了门 无痴差一地道 还有这种事 我也很是奇怪 虽说如今这四大仙门 早都已经衰落得不成模样 甚至都可以说 差不多绝户了 可要是几百年前的话 那四大仙门可就厉害了 当时的胡黄百柳四家 那绝对是鼎盛无比 出马弟子败的出马仙 有一大半都是来自于这四家 就算是道门 也不敢对他们有丝毫小觑 谁能差点把当时 正鼎盛无比的胡家给灭门啊 胡小倩哽咽道 当时我们胡家死伤无数 差一点就断子绝孙 从此一蹶不振 那是什么人 无痴问 胡小倩摇头道 徒儿也不太清楚 听母亲说 是个女人 我和无痴都大出意料之外 这四大仙门之一的胡家 竟然是被一个女人 单枪匹马给杀穿了 这女人得厉害到什么程度 徒儿母亲也不知道 这女人到底 跟我们胡家有什么仇什么怨 也不知道对方什么来历 只知道这女人姓梅 其他的 徒儿也不明所以 胡小倩说道 我听得姓梅两个字 心头猛的一跳 在我所知的人物当中 手段通天 又是姓梅的女人 那也就只有一位了 就是我们长生殿的梅师祖 只是究竟是不是 这胡小倩语言不详的 也没法确定 当时我们胡家有一位老祖 也在那一次 被那姓梅的女人中创 不过侥幸还流了一口气 胡小倩继续说道 为保住老祖性命 我们胡家想尽了一切办法 说到这里 她悠悠地叹了口气 只是那女人的手段 实在太霸道了 无论用什么法则 都于事无补 最后只能用我们胡家 历代相传的秘法 把老祖封在胡种之内 吸收天地灵气 慢慢温养她的伤势 听到这里 我大概就已经明白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什么吸收天地灵气 只是说得好听而已 最关键的 其实还是那个 七煞河关的风水局 这个胡种 就是七煞河关中的关 以风水局掠取四方精气 其中十九里寨 就是这七煞中的其中一煞 胡小倩给寨子里种下胡祖 让寨子里的女子 从男人身上采羊补婴 然后在源源不断地 攻击胡种中的胡家老祖 说难听点 十九里寨 就是胡小倩搞出来的养猪场 寨子里所有的人 都是供奉给他们家老祖的血肉祭品 而胡小倩的最终目的 就是让胡种里的老祖 破土而出 重振胡家 这恐怕也是胡家人 代代相传的遗讯 胡小倩是胡家仅剩的独苗 这个事情 也就只能落在了他的头上 你还记不记得拜师当天 背诵的门规 无痴微微摇了摇头 速声说道 不说其他 单说十九里寨的无辜百姓 被胡小倩拿来祭祀 供奉给自家老祖 按照全真教的门规 那就是个杀无赦 师父 徒儿自知罪孽深重 胡小倩泪眼婆娑 气不成声 只是 只是徒儿背负家族重任 实在 实在是逼于无奈 无痴长长地叹了口气 目中满是悲涩 你既然是我全真弟子 那就该明白 这是你错了 胡小倩跪倒在地 其声道 师父 能再见您一面 徒儿已经心满意足 说吧 突然结咒 一指点 在自己心口 他出手决绝无比 又是士气突然 就连无痴都来不及阻止 等无痴抢上前去 胡小倩已经气若犹斯 他刚才使出的 赫然是全真教的 敌传秘书 号称以气破气 以法破法的 太上老君子 胡小倩是化了形的狐妖 肉身强悍无比 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但也经不住 被太上老君子这样 一直点在心口 这一指 就能直接破了他的心脉 无痴急忙失救 我在最初的错愕过后 很快就明白过来 这只怕是 胡小倩这个妖女 设下的圈套 在之前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这胡小倩哪来的本事 能把无痴给治住 现在我才恍然大悟 这个妖女实在是太狠了 她居然拿自己的性命 当作赌注 来赌这一局 胡小倩刚才使出 太上老君子的时候 没有半分流利 以她现在的伤势 只要无痴的救治慢上片刻 她都必死无疑 更为重要的是 想要保住她性命 就是无痴 也得全力以赴 只要稍微有所轻慢 这胡小倩 也只有死着一个下场 所以 这胡小倩就是用她的命 来驳无痴的命 我看得悲愤无比 却偏偏无可奈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痴 堕入胡小倩的算计之中 漫长的一夜过去 无痴浑身已经湿透 犹如刚从水里被捞出来似的 脸色苍白如纸 终于 胡小倩缓缓苏醒了过来 无痴一喜 徒儿 你 她一句话还没说完 胡小倩的一根雪白的手指 就点在了她的胸口 用的同样是全真秘术 太上老君侄 无痴早就已经到了 游进灯库的边缘 哪里还经受得住 顿时昏死了过去 胡小倩缓缓从地上爬起 在无痴身边蹲下 伸手摸了摸她的脸 叹了一声道 师父啊 你还是太容易被人骗了呀 我听着那女人 娇滴滴的声音 心中悲愤无矣 胡小倩在无痴身边 坐了一会儿之后 东方天际微微泛白 她把无痴抱了起来 往那边的林子中走去 我跟在一边 隐约已经可以猜到 即将会发生什么 过不多时 就进了胡小倩那座洞窟 里面的摆设 跟十几年后我所见到的 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胡小倩抱着无痴 来到一处石台上 将其放下 之后的事情 就如我所料 而且胡小倩的手段 远比我想象的更加很多 她不但把无痴的手筋 脚筋一一挑断 更是捏断了 她四肢的所有骨头 并且用无痴 教她的太上老君子 将她身上的经脉 尽数毁掉 我悲愤欲狂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做不了任何事情 胡小倩把无痴毁了个遍 在她身边坐下 摸着她的脸 柔声道 师父啊 您别怪徒儿 实在是您太厉害了 不这样 徒儿不放心 之后 她就抱着无痴的手臂 依偎在她身边 沉沉睡了过去 这女人 简直是不可理喻 我从来没有觉得 这时间有这么难熬过 不知过了多久 胡小倩率先醒了过来 她睡了一觉之后 惊气神都好了不少 再过一阵 无痴也苏醒了过来 瞬间她就知道 自己身体的情形 看了一眼自己的徒儿 却是没有怒斥 也没有任何急言利色 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道 送为师走吧 胡小倩眼圈一红 两颗泪珠 滚了下来 哭道 师父 徒儿也是被逼无奈 无痴甘涩地笑了笑 我突然看到 她的瞳孔中 幽芒一闪 紧接着 她身上就 蒸腾出了一层白气 那白气 丝丝缕缕缕 朝着胡小倩席卷了过去 我心中凛然 这是元气外泄 无痴是打算和胡小倩 同归于尽 眼看着胡小倩 即将被白气吞没 突然啊的一声尖叫 胡小倩的脸上 长出根根白毛 显出一半狐身 她猛地挣脱白气的束缚 将一根长钉 封入了无痴胸口的关鞘 关鞘被震 无痴的元气外泄 立即被打断 师父 您实在是太厉害了 胡小倩心有余悸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转眼又恢复了人形 我悲怒之际 又觉得奇怪 这女人既然如此心狠手辣 连她师父也不放过 何不干脆把无痴给杀了 又何必这样麻烦 正疑惑之时 就见那女人伸手一扯 把身上的裙子给扯了下来 接着又解开了无痴的道袍 师父 胡小倩呢喃地轻唤了一声 贴到了无痴胸口 直到这时 我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女人留无痴一条命 居然是打了采羊补婴的主意 要把无痴身上的精气 吸为己用 一天过后 胡小倩才从无痴身上爬起 穿好衣服 此时的她 脸色红润 光彩照人 而无痴却似乎消瘦了一圈 脸颊都隐约凹陷了下去 胡小倩 抱起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无痴 朝洞窟深处走去 我跟在其后 眼看着她来到一处石室 挪开里面的床 下面赫然露出一条通道 胡小倩抱着无痴入内 我跟着她一路往下 全神贯注地记忆经过的路径 一直来到一处岩壁前 胡小倩扣动了一下一块秃 起得岩石 顿时隆隆作响 这岩壁打开了一道石门 我跟着进去 发现这里面的环境十分熟悉 就是无痴被铁链锁住的那个地方 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接下来的一幕 师傅 您别怪我 您的本事实在太大了 怎么样徒儿都不放心 胡小倩一边掉眼泪 一边用特殊炼制的铁链 穿了无痴的肩胛骨 将它锁在岩壁之上 无痴早已经脉进断 手脚的骨头也全都粉碎 软绵绵地悬在半空 胡小倩跪下来 又冲着无痴磕了几个头 哽咽道 师傅 要是还有来世 徒儿一心一意地伺候您 说吧 起身离开了地缝 随着那道石门隆隆合上 地缝之中就只剩了无痴一人 我站在他跟前 想到当初他师傅彭宽 在收他为徒时 特意给他起了的道号叫无痴 盼着他能超脱尘世鱼痴 没想到还是落了个如此下场 地缝中死寂一片 没有任何声响 如同被尘封了一般 就这样 无痴像团腊肉似的 挂了整整一个月 要是换作其他人 早就被活生生折磨死了 但以他的修为 却还是撑了下来 这一天 石门再次打开 胡小倩从外进来 他手里拎着一个篮子 打开来 里面是一碗水和一碗蜂蜜 散发着浓郁的香甜味道 师傅 以前徒儿经常给您采蜜吃的 胡小倩端起蜜碗 凑到无痴嘴边 无痴看着他 脸色淡然 无喜无悲 师傅 这是徒儿亲手采的 您尝一尝 胡小倩柔声道 见无痴无动于衷 他眼圈一红 道 师傅 您是不是还在怪徒儿 我他妈的 我现在真想把这女人拆成零件 然后再问他 怪不怪我 无痴只是淡淡地看着他 胡小倩大概受不住这种目光 低了低头 道 师傅 您要是不肯原谅徒儿 徒儿一伤心 发起风来 说不定就把寨子里的那些猪 一头头宰了 哦 还有毕君和原青 要不妥让他们来陪陪师傅 这就是赤果果的威胁了 在这种时候 要是换成其他人 哪还管这么多 但无痴这人 就是这个性子 总是替他人着想 于是在胡小倩的要挟下 最终还是把水和蜂蜜给扶食了 之后 胡小倩把铁链解开 脱衣缠到无痴身上 又是一天一夜 从这天起 胡小倩就是每隔一个月 准时地拎着水和蜂蜜来一次 每次都会待上一天一夜 才起身离开 无痴这蠢蛋 从堂堂全真传人 成了徒弟圈养的一头猪 胡小倩越发神弯气足 而无痴则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消瘦了下去 直至骨瘦如柴 面目全非 这一段时间 是无痴最难熬的时间 也是我最难熬的时间 岁月匆匆 如白居过细 一晃十数年过去 我计算这时间 应该是差不多了 这一天 我如往常一样坐在一边 修炼导引术 突然心里一动 只见一只银鼠破土而出 班山银甲走地鼠 我一时间五味杂陈 时间终于走到了这个时候 又等待了许久 就见一道人影 从一条狭小的缝隙中钻出 静衣不定地朝这边走了过来 我看到了我自己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都是那么熟悉 恍如昨日 师父 徒儿今天将全真掌教之位 传于陈平 已延续我叫道统 无痴的声音再度响起 这一瞬间我感觉天悬地转 等我再清醒过来时 就发现无痴被铁链悬在半空 正微笑地看着我 茫然四顾 一切熟悉而陌生 数十年时间 黄粮一梦 醒了 无痴微笑说道 嗯 我发现一出声 居然有些哽咽 虽然是短短一场梦 但我在这梦中 却是真真切切地经历了数十载时光 这数十年来 我和无痴朝夕相处 早就成了最熟悉的挚友 陈平师弟 平道想叫你一声师弟 你意下如何 只听无痴沙哑的声音传来 我看着他 没有任何犹豫 点头道 好 在这梦境中 数十年如一日 我跟在他身边 一起聆听教导 一起休息倒数 说是师兄弟 其实一点也不差 这些年来 师兄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师父的嘱托 无痴轻叹了一声道 师兄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长教 帝君和原青两的孩子 怕也是不成 师殿 你能否帮师兄 承担这份重任 我见他目光沉静 如同清泉 心中猛的一阵恍然 他之所以不惜耗费心神 师长黄良一梦 为的是让我了解当年的事情 但更重要的 却是通过潜移默化 培养我对全真一脉的感情 如果在这梦境之前 我会毫不犹豫地 拒绝这长教传承 可如今 我却再也无法推脱 也不忍心推脱 好 我暂时接管 我点头答应 好 好 好 无痴连说了三个好字 哈哈大笑 这么多年来 我第一次见到他 笑得如此畅快 不由得有了一种 极不好的预感 师弟 以后咱们全真教的事情 就靠你了 也不知道师父师娘他们 去了哪里 无痴正正地道 可惜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我鼻子一酸 说道 师兄 咱们这就出去 先把那狐狸精 给大卸扒快了 说着 就要动手破开铁链 师弟 无痴却是把我教主 以后你是咱们全真掌教 所有事物 自当由你全权处置 你觉得该如何 就如何 他的意思我明白 说的是他的关门弟子 胡小倩 听评我处置 师弟 师兄真的好高兴 终于可以解脱了 无痴含笑说道 我心中酸楚难易 这十数年来 无痴早就被胡小倩 给榨干了元气 又被日日夜夜 掉在这里 受尽折磨 他之所以能撑到现在 完全是因为 他本身的道行 以及心中的那一分执念 如今 他把掌教之位 专交给了我 这一分执念 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再加上 他刚才用了 黄粮一梦 这样惊世骇俗的道术 等于是 把他最后的精神器 全都好干了 再耐用的灯 也总有油尽灯窟的一天 师弟 胡种里那东西 应该马上要重见天日了 无痴沙哑的声音说道 我冷然道 不就是那胡家什么老祖 咱俩上去 活劈了他 无痴呵呵大笑 好 好 师弟说得好 你师兄又蠢又笨 落得如此下场 也怪不了别人 但他胡家 想踩着咱们全真教上尾 那也不是那么容易 弄不死他 我恶狠狠地道 无痴道 师弟 看你左手 我闻言 举起左手 师弟 等你找到胡家那老东西 就施展这道符咒 咱们师兄弟俩一起 活劈了他 无痴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我就看到他瘦小的身子 一阵模糊 似乎有一道人影脱体而出 呼地朝我飞了过来 紧接着如一道淡淡烟气 钻入我的左掌 在定睛一看 就见我左掌之上 多了一道怪异的符咒 我急忙冲过去看无痴 发现他已经弃绝身亡 刹时间 我就明白过来 无痴全身背费 又是游进灯窟 他最后是以绝顶倒数 阴神出游 化身符咒于我的掌心 所谓的阴神出游 是道家的说法 在民间也俗称魂魄出窍 当然 这阴神出游和魂魄出窍 虽然都是说的魂魄离体 但其实两者截然不同 魂魄出窍 其实并不算太困难 比如突然间受到惊吓 又或者半夜三更走夜路 遭遇了什么邪碎 经常就会发生丢魂的事情 这也算是一种魂魄出窍 但道家的阴神出游 那却是一种绝顶的神通 可以魂魄离体 超然外舞 如果无痴现在是神丸弃足 那么他阴神出游之后 再回过肉身 自然是安然无恙 可现在的他 身体支离破碎 哪还经得住这种 惊世骇俗的神通 阴神一旦离体 肉体立即如同灯面 而没了肉身 阴神也会在不久之后 分崩离析 消散于天地间 我看了看掌中那枚符咒 强忍住心酸 崩断铁链 将无痴的遗体放下 想想 又给他摆了个 盘腿打坐的姿势 师兄一生都在修行中度过 他应该会喜欢这样的 师兄 咱们走了 我冲着他的遗体 喊了一句 转身离去 来到一处岩壁前 这里就是胡小倩 每次来时 打开的石门 这十数年来 我不知见了几回 这石门只能从外头打开 但既然是到石门 那厚度就比较有限 我左手一番 加了一道通幽宝钞在手 催动铭玉精 疏忽屁下 在黄粱一梦中 我度过了数十年 这么些年来 我跟着无痴这个修炼达人 除了下山游历的那几年 基本上没其他事情可做 也就只能跟着练功修行 时间太漫长了 我百无聊赖之下 有时研习一下全真的导引术 有时又试试毛山新术 或者龙虎山的正法 轻微的 另外 长生殿的铭玉精 自然也不会落下 只不过 梦精毕竟不同现实 我也不会真的在梦中一练 就突然多出了数十年的道行 不过数十年积累下来的领悟和经验 却是货真价实的 这一出手 我就发现 我对铭玉精的运用 变得更加纯熟自如 吃的一声响 石门就如同豆腐一般 被通幽宝钞切了进去 我如法炮制 过的一阵 就把那石门给破开了 切出了一个 可以容易人通过的窟窿 收回宝钞 回头冲无痴的遗体看了一眼 穿过石门 朝着地面摸去 这一条通道的细节 我在梦境中都已经见过 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 最后的出口 是在一间卧室的床底下 我侧耳细听了片刻 才推开石板 从里面爬出 又把石板按回原位 这事 在一张大床下 我刚要从床底下钻出 就听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响 然后就见一双雪白的小腿 出现在门口 那腿的主人走了过来 在床上坐下 脱掉鞋 光着脚丫 晃荡了一下 然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听那声音 就知道不是胡小倩 八成应该是于三三 她在床上坐了一会儿 然后又跳下床 去开了边上的衣柜 我心说 这难道是 她的卧室不成 建房门关着 疏忽一滚 从床下滚出 从后捂住那姑娘的嘴 果然于三三 她下的身子颤了一颤 我做了个虚的手势 她见到是我 一双大眼睛 又瞪大了几分 冲我连连点头 然后又冲我一只摇头 我把捂着她嘴的手松开 另一只手搭在她后背 只要发现她有任何异样 立即就能将她制住 陈平哥哥 于三三低声喊了我一句 眼圈瞬间红了 她只穿了一条薄薄的短裙 露着大片肌肤 头发湿漉漉的 看样子 就跟我俩初次见面时一样 刚刚洗过澡 我还以为你死了 于三三嘴一扁 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 我见她神色憔悴 整个人消瘦了一圈 看着弱不禁风的 不由暗暗叹息了一声 微笑道 要不是你偷偷塞我纸条提醒 我真的就死了 于三三嘤的一声 忍不住哭了出来 你别哄我了 我的纸条根本没用 谁说没用的 很有用 我安慰道 于三三泪眼婆娑的 哽咽道 陈平哥哥 我是小狐狸精 你是不是很嫌弃我 我正想说话 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靠近 紧接着就有人在外面敲门 三三 你在里面干什么 是她大姐的声音 我睡觉呢 你们干嘛 于三三急忙道 这么早睡什么觉 不对 有男人的气味 好呀三三 你一个人偷偷吃毒食 是她二姐的声音 于三三慌忙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好端端地睡觉 哪来的男人 我肯定不会闻错 就听房门光当一声 两个人影闯了进来 我身形一晃 不等他们反应 就将他们制住 之后飞快地在洞窟中游走了一遍 发现除了他们三人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人 你妈不在这里 我回来问于三三 于三三点头道 我妈妈出去好几天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那个黑衣驼子呢 我问 于三三道 跟我妈妈一起出去了 你 你能不能别上我姐姐 我解了她大姐二姐的静止 说道 别乱动 也别乱叫 二人拉着于三三 退到一边 大姐盯着我道 原来是你这冤家 没想到你这命还挺硬的 你还不快走 等我妈回来了 有你受的 二姐冷着脸道 我一时还不急着走 问于三三 跟我一起来的那些人 去哪了 于三三摇头 牺牲道 我也不大清楚 我妈让我们待在屋里 哪里也不准去 她二姐瞪了我一眼道 你还问东问西的干什么 还不趁现在赶紧走 要是被我妈逮着了 又得惹得我家三三伤心难过 我听得心里一暖 看了脸色憔悴的于三三一眼 暗暗叹息 这姑娘其实心思纯粹的很 没有任何坏心眼 只可惜被卷进了 这世事非非中 那些人都被我妈带走了 至于去了哪里 你别问 问了 我们也不知道 大姐开口道 我知道他们八成说的是实情 以胡小倩的做事风格 有什么事 也不会让她三个女儿知道 那个穿黑衣服的 驼子是谁 我问 你怎么这么啰嗦 二姐不耐烦地骂道 你凶什么凶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们 于三三乌夜道 二姐 你别这样 陈平哥哥 那个驼子 我们也不认识 二姐哼了一声道 还陈平哥哥 陈平哥哥 你这傻丫头 不就是跟她睡了一觉 就念念不忘了 不知道你这小脑瓜子 怎么长的 于三三被她一说 眼泪又忍不住 啪哒啪哒往下掉 行了 大姐打住他们 看了我一眼 道 那个驼子 应该是我妈不久前才认识的 你不是要找你那些朋友 就是因为这个驼子 我妈才把他们给收拾了 在这之前 我和姚思贤都在猜测 是不是因为她找到姚振远 在暗中谋划的时候 泄露了风声 这才被胡小倩提前察觉 然后把姚振远他们一锅端了 但听于三三大姐这番话之后 我才恍然 原来胡小倩之所以对姚振远他们下手 是因为这个驼子 这个黑衣驼子 应该就是当初姚家大院的幕后黑手 是她用划骨黑鞠杀了人 又连番挑拨 让几方人马斗得个几败俱伤 不过这人的目标 应该始终是姚家人 所以她一路追踪到了巴蜀境内 这胡小倩一门心思 想复兴他们胡家 自然要拉拢人手 那位山中老人 就是她的盟友之一 而这个黑衣驼子 明显也符合她挑选盟友的条件 于是主动露面 跟对方结成同盟 双方各取所需 互惠互利 我之前听无痴说过 胡种地下的胡家老祖 应该就在这几天会重见天日 再加上瑜家姐妹又说 胡小倩和黑衣驼子 已经不在洞窟有好几天 想来这二人 应该就是在忙着胡种的事情 你姐也被你妈带走了 我问 于三三愣了一下 她二姐呸了一声说 那女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笑 你们总归是同一个父亲 她二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她 她也被我妈带走了 于三三明白过来 我说的是温念云 之后我又问了一些情况 不过她们也所知有限 我走了 你们最后躲在这里 哪里也别去 临走的时候 我叮嘱到 于三三红着眼 还想说什么 被她二姐拉了回去 怒视了我一眼 赶紧走吧你 别让我们再见到 我转身从洞窟出来 外面天光大亮 刺得我忍不住 眯了眯眼睛 天空阴沉沉的 铜云密布 也没什么风 看着光景 应该是下午十分 见四周树木 郁郁郁郁郁 颇有种恍然隔世之感 我一阵唏嘘 分辨了一下方位 朝着虎肿方向赶去 刚行至一片林子 突然听前方传来轰的一声响 一棵大树轰然倒下 当中还隐约夹杂着赤骂声 我循着声音 悄然摸了上去 引在草丛中 打眼一看 只见前方一块空上 有两个人正在拼斗 边上还聚着一群人了 显然是在围观 一棵老松被拦腰打断 倒在一旁 再仔细一看 我就发现 这在拼斗的两个人 其中一人竟然是姚景辉 而另一人 则是毛山派的 那个女弟子彩和 我大出意料之外 再扫了一眼 就又看到了两个熟人 毛山派的万英才 和耿家的耿修文 这两人脸上 轻一块紫一块的 站在那里纹丝不动 显然是被人吓得禁止 在他们边上 还有四个 披着黑色斗篷的男人 就这打扮 让我立即就想到了 在姚家大院出现的 那些黑袍客 这帮人终于也出现了 只是一时间 我倒是理不出头绪 这万英才他们三个 不是落到胡小倩手里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 又怎么突然 跟姚景辉打了起来 这些黑袍客 又是什么时候 搅和进来的 一堆的疑问 正想着 就听喷的一声 姚景辉被那个 叫彩和的姑娘 一脚踹在胸口 摔在地上 滴溜溜直打滚 那彩和的李不让 立即追了上去 一脚朝着她的脑袋 踹了过去 这姑娘是知道 和梦瑶的事情的 想必是把姚景辉给恨透了 出手半点不容情 姚景辉躲闪不及 奋力挥手一挡 结果被对方一脚 又踹得平一出竖尺 好 那四名黑袍客 奇迹喝彩一声 其中一名黑袍客 手里还拿着一部手机 对着两人拍摄 小丫头 只要把那小子打死了 我就放你们走 我一看这情形 大致就明白了几分 应该是这四个黑袍客 出手把姚景辉他们给制住 然后让彩和姚景辉搏杀 他们拿着手机拍摄 这无论是谁死在谁手里 总归毛山和姚家的死仇 算是彻底结下了 彩和那姑娘 虽然年纪轻轻 但术法造诣着实不差 姚景辉哪是他的对手 被他追打得狼狈不堪 不过我仔细看下来 就发现他虽然看似拼命 但其实并没有真正下死手 否则姚景辉 就算是有两条命 也早已经交代了 看来这姑娘这姑娘 虽然脾气有些大 但心思还是细腻的 过不多时 那些黑袍客 大概也看出了其中的猫腻 其中一人伸手一抓 就把万英才和耿修文 抓了过来 我数到十 要是还没有人死 那就是这两个人死 黑袍客含声说道 一 二 彩和回头看了一眼 顿时大吉 三 四 彩和一跺脚 截了个开神印 往滚到在地的姚景辉拍去 这开神印 是龙虎山一种十分刚猛的法印 这彩和用起来 一板一眼 火候也是十分到位 这要是打在姚景辉身上 足能把他浑身骨骼给震碎了 我当即飞快闪出 一把抓住姚景辉的裤带 把他拎了开来 轰的一声 开神印撞在地上 飞沙走石 我拎着姚景辉 疏忽转到彩和身后 同样抓住他的腰带 挥手一抛 把二人齐齐朝着那四个黑袍客制出 同时深化一道清风 随后掠上 清风不二绝 此时 再使清风不二绝 我突然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似乎更加驾轻就熟 速度也有剩几分 四人瞬间被我制住 然后再听到砰砰两声 是姚景辉和彩和两人摔在了地上 是你 彩和从地上翻身爬起 冲我怒目而视 陈兄弟 耿修文又惊又喜地叫道 万英才虽然没有作声 但也有欣喜之色 毕竟相较起来 我总比那四个黑袍客来得好吧 你别跑 彩和突然大叫了一声 冲着刚刚从地上爬起的姚景辉 就冲了过去 姚景辉闪避不及 胸口一下子又挨了一脚 被踢到在地 彩和还要再踹 被我给拦了下来 你干什么 还要维护这下流胚子是不是 彩和怒道 姚景辉急忙分辨道 我不是下流胚子 那件事真的与我无关 你还狡辩 彩和气急 他双手飞快截了法印 劈手就朝着姚景辉拍了过去 我抓住姚景辉的衣领 拎着他抽身避开 这位兄弟 多谢了 姚景辉感激道 又慌忙冲着彩和解释 你们听我说 我真的没有碰和小姐 他不说还好 一提何梦瑶的名字 我看到万英才的脸都绿了 彩和那姑娘更是气往上冲 咬牙道 你个混账 冲着我们扑了上来 被我给随手挡开了 好你个混蛋老师 交出个混蛋学生 彩和一张脸 仗得通红 怒声骂道 什么老师 姚景辉疑惑地问 彩和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还在装算 这个混蛋 难道不是你老师吗 姚景辉一脸愕然地盯着我 突然激动地叫道 你是老师 当初在姚家大院的时候 我一直用的是 易容后的相貌 姚景辉一开始认不出 我也不奇怪 不过话说来 我真想装作不认识他 这祸纯粹就是个麻烦精 还装模作样 这混蛋不是你老师 又是谁 彩和怒道 我说道 妹子 别混蛋混蛋地叫 好歹我刚才也救了你吧 谁是你妹子了 彩和咬牙 你救了我 我谢谢你 但一马归一马 你是这人的老师 还维护他 你就是混蛋 我也没空跟他吵嘴 问姚景辉 刚刚是怎么回事 老师 真的是你 姚景辉激动地叫了一声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之前从 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打断他问 你不是和彤彤一起 从药谷逃出来了吗 怎么只有你一个 姚景辉啊了一声 惊道 老师 你已经知道了 我点头说 我去过药谷 你姐他们现在都在那里 姚景辉听说 他姐姐还有其他族人都安好 不由地松了口气 老师 我和彤彤逃出来后 彤彤本来是打算去找您求救的 结果半途 我们遇上了很多邪碎 彤彤说 那是山霄 我俩只能落荒而逃 结果逃着逃着就走散了 姚景辉 愧疚地道 我听得皱眉 如今这大巴山凶险重重 和思童一个小姑娘孤身一人 只怕是凶多吉少 我在山里头摸来摸去 想找到彤彤 结果非但人没找着 还迷了路 姚景辉低着头道 我真是太没用了 我让他接着往下说 我在山里头转来转去 在昨天晚上 遇上了他们 姚景辉指了指彩和他们三个 就他们三个 我问 姚景辉摇头道 不是 有好多人 我那时候刚好藏在一棵树上 准备窝在那里过一宿 结果看到有人朝这边过来 我也不知道来的是谁 就凭住呼吸 一动不动 等他们走过来 我偷看了几眼 就看到了他们几个 对了 还有那个赵大师也在 我恩了一声 赵天河在姚家大院出现过 姚景辉自然是认得的 不过当时他们的样子 姚景辉看了一眼彩和他们 样子有点怪 我就多看了几眼 没想到就因为这样 里面有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就发现了我 只是随手一抓 我就从树上摔了下来 她说发现万英才等人 样子很奇怪 那应该是他们种了天狐或新树 才表现得如此 至于那个很漂亮的女人 那必定是胡小倩无疑了 里面有个穿黑衣服的驼子 满脸的肉流 姚景辉说到这里 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她缓了缓才继续说道 我被她一把抓住 就要剖开我的肚子 还好村姑老师突然出现 才救了我一命 我本来还在琢磨着胡种的事情 突然间听到村姑老师四个字 心头一震 惊喜道 你村姑老师来了 对 还好村姑老师来得及时 姚景辉连忙点头 既然姚景辉说的是村姑老师 那来的肯定是小石头 而且 她应该还是姚家大院时 那副大冰脸 鼻子下一颗大黑质的模样 我让她赶紧往下说 后来怎么样了 姚景辉道 我当时正要被那驼子开膛破肚 村姑老师突然出现 逼得那驼子 不得不把我扔到一边 然后 然后我当时也没太看清 好像是那驼子身上 突然冒出一团黑烟 感觉 感觉有点像那个化骨黑 我也不太肯定 我心里一紧 那个黑烟我当然知道是什么 就是化骨黑居 这玩意儿难缠得很 我也就是因为身上有阴神火 刚好克制这类阴邪蛊虫 否则还真不好对付 那你村姑老师怎么样了 我急忙问道 姚景辉脸上露出一时迷茫之色 挠了挠头道 我也 我也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我当时看到村姑老师的眼睛 那个 好像暗悠悠地闪了一下 然后那黑烟就忽然倒卷了回去 那个驼子惨叫了一声 然后 然后就捂着脸掉头跑了 我听得愣了半天 这样看来 应该是小石头 有某种能克制化骨黑居 这类蛊虫的秘书 在照面的功夫 直接就把对方给反制了 还真是让我又惊又喜 大出意料之外 只要把那驼子先惊走了 只剩下一个受伤的胡小倩 那么不管如何 小石头 自保 应该是没问题的 看到驼子跑掉 那个漂亮女人 似乎也被村姑老师的本事 就笑着问村姑老师 是哪来来的朋友 姚景辉接着说道 村姑老师没理他 问我有没有见到村府老师您 我当时还不知道 你已经来了大巴山 就摇头说 没见到 就在这个时候 里面有个大波浪的漂亮姑娘 突然拿出一个铃铛 摇了一下 那灵鹰很是奇怪 紧接着他们 姚景辉指了指万鹰才等人 他们呀的叫了一声 然后感觉好像 突然醒了过来 他说的虽然有些含糊 但还是能听得懂 头发是大 波浪的漂亮姑娘 那肯定只能是温念云了 当时他们全都中了 胡小倩的天狐或星术 不过温念云 毕竟是神婆后裔 天生血脉 可能对这种蛊惑 有某种免疫能力 所以 温念云在中途 比其他人更早一步清醒 只不过碍于胡小倩和驼子在旁 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假装还未恢复 恰好这时 小石头突然出现 一举惊走了那个驼子 温念云迅速判断形势 于是当即出手 以八阵流零 破掉或星术 将其余人唤醒 那个拿铃铛的漂亮姑娘 就问村姑老师 问她是不是陈平的朋友 姚景辉接着说道 村姑老师说是 问她是不是见过老师您 那个漂亮姑娘目露哀色 说老师 您被他们两个联手围攻 可能已经不幸了 我当时也是差点梦了 幸好 幸好老师您没事 我真是太高兴了 姚景辉神色激动 声音忍不住微微发颤 温念云清醒后 应该是从胡小倩的言语中 推测出我已经遭了毒手 只不过她也没法确定 事情到底如何 后来怎样 我问 姚景辉道 当时村姑老师她 她听说您遭了毒手 就急了 那姑娘是你朋友吗 她好厉害 听说你被害了 一个人追着那狐狸惊打 我们都插不上手 那个彩合 忍不住插了一句 对对对 村姑老师出手实在太快 我看都看不清 更别提帮忙了 姚景辉也道 我又是感动 又有些好笑 小石头平时看着斯文温柔 可要是发起飙来 那可真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 无论是心思还是手段 都是上上之选 胡小倩这妖女 好巧不巧地撞到她 那可真是倒了大霉了 村姑老师去追那个女人了 那个大 波浪美女也追了上去 我本来也想追的 但是 但是被她们给拦了下来 姚景辉说道 你个臭不要脸的 当然要拦你了 彩合气冲冲地骂道 原来 在小石头和温念云 相继追着胡小倩去后 姚景辉就被万英才 他们给抓住了 尤其是对于万英才来说 姚景辉是杀她失地 糟蹋她未婚妻的大仇人 绝对是大谢八块 都不解恨的那种 姚景辉落到她手里 那绝对是下场凄惨 不过正当万英才要动手 把姚景辉砍了的时候 一便突生 那些神秘的黑袍客突然出现 当时万英才他们这边 有蒋玉泉 耿修文 彩合 还有赵天和他们一伙人 对面的黑袍客 总共有八人 按说 就算正面交锋起来 他们也不输对方 但是赵天和这群人 十有八 九跟这些黑袍客是自己人 所以结果也就很明了了 万英才 彩合 耿修文 姚景辉四人被擒 其他人则是不知所踪 黑袍客那边留下四人 看管万英才他们 并且像斗猴子似的 拿万英才和耿修文的性命 做妖协 让彩合跟姚景辉拼斗 再后来的事情 我基本上也就都知道了 刚才那个驼子 你们都见到了吧 我看了一眼万英才 那人用的 就是画骨黑剧 真的是画骨黑剧 姚景辉惊呼了一声 万英才黑着脸 没有作声 想必他之前 也已经看出来了 所以 当初姚家的事情 没那么简单 我说道 这样 给个面子 这件事 咱们先暂时搁一搁 等调查清楚了再说 彩合哼了一声说 你救过我们 你的面子 我们当然要给 但是你不能维护他 我笑说 那当然 真要是他干的 我第一个 批了他怎么样 姚景辉也连连点头道 这是要真是我干的 我天打雷批 让老师扒了我的皮 彩合呸了一声道 谁信你的鬼话 又冲我看了一眼 我暂且相信你的话 你别让我失望 万师兄 秀文哥 你们怎么说 万英才沉着脸 没有吭声 耿秀文盲笑着打圆场道 陈兄弟的话 我肯定是信得过的 再说了 现在是非常时期 一切还是等后面再说吧 英才兄你看如何 万英才仍然没有作声 不过不说话 也就当他是同意了 于是我上前解开了两人身上的禁止 我本就急着赶去胡种 现在得知小石头也来了 心里就更是急切 虽说小石头 无论是本事 还是心思机敏 都是极厉害的 但也难保有个万一 老师 咱们现在去哪 姚景辉问 去找个乱坟岗 我本来想一个人先赶去胡种 但又怕 把姚景辉留下 被报仇心切的万英才给弄死了 只好带着他一起走 老师 只是刚走出几步 就发现万英才三人也跟了上来 陈兄弟 这山里头危机重重 我看咱们 还是一起走 互相有个照应 耿秀文笑呵呵地道 我一想 反正已经带了姚景辉一个脱油瓶 再多带上三个 也差不了多少 也就没说什么 于是带着一行人 撒开身法 朝着胡种方向赶去 天色越发阴沉 童云沉甸甸地压在头顶 颇有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抵达胡种附近的时候 突然听到前方 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甚至连地面都颤了一颤 树叶扑素扑素地抖落下来 紧接着 就见无数山中动物 从林中狂奔出来 惊慌失措地向远处逃去 我们急忙避到一边 躲过兽群 出什么事了 耿修文吃惊地往远处眺望 只不过陵墓茂密 又哪看得出什么 我猜测 应该是胡种那边出了什么征兆 急忙加快速度赶去 再走一阵 突然从林中摇摇晃晃地 爬出两个黑影 山霄 彩河惊呼一声 不过在他们的俘虏法咒招呼之下 两只山霄 很快就被阳火烧成了灰烬 这时 又是轰的一声响 地动山摇 姚景辉脚下一崴 差点没站稳 这是地龙翻身了 众人都大为吃惊 所谓地龙翻身 那就是地震的另一种说法 我暗暗皱眉 看来无耻说得不错 只怕是那虎种里的老东西 真要破土而出了 按照记忆 再往前穿过这片蜜 林 前面应该就是乱坟岗 也就是所谓的虎种了 但当我们从蜜 林中冲出的刹那间 却被眼前看到的景象给惊呆了 眼前黑影重重 数不清的奇形怪状的东西 那虎种 居然被密密麻麻的山霄 给围得水泄不通 而且尤为古怪的是 这些个斜碎东西 居然都匍匐在地上 像是冲着虎种 在顶里膜拜 这 这什么鬼 耿修文几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我也从没见过 像眼前这样一幅诡异的情形 突然 又是轰的一声巨响 那声音是从虎种的后方 也就是那一条漆黑山脉里头传来的 我眯了眯眼 随着那轰鸣声 隐约可见 有火光和碎石 飞射上天空 走吧 我挪不往湖种走去 姚景辉毫不犹豫地跟了上来 你等等 这怎么过去 彩河压着声音 急忙叫住我 凭住呼吸 别乱动 也别紧张 就这样走过去 我小声叮嘱了姚景辉一句 姚景辉急忙点头 深吸了一口气 我俩轻手轻脚 很快就距离那密密麻麻的山霄 越来越近 没有停留 继续往前走 那些个山霄趴在地上 似乎对我们的到来 没有任何反应 其实我这也只是猜测 猜测这些山霄 应该是被湖中里 胡家老祖给吸引过来 在此顶礼膜拜 在这种状况下 就算有活人经过 这些东西 理应也不会有太大反应 当然 如果猜错了 也没关系 我也有把握 拎着姚景辉 从这一堆邪碎里头闯出去 万英才三人健壮 也带着胆子 捏手捏脚地跟了上来 我们就这样 默不作声地 一路穿过乱坟岗 去往那一片漆黑的山脉 又是轰的一声响 就见空中坠下来 几块碎裂的岩石 我们闪身避开 那些岩石顿时在地上 砸出几个坑 这是天色已晚 再加上乌云密布 林中光线昏暗 突然间看到 前方树道火光 从林中生了起来 飘在空中 那好像是浮火 万英才沉生道 紧接着 一声怪异的呼啸声响起 赫然就见一棵大树 呼得一下飞上半空 然后喀啦一声四分五裂 我们继续前行 不时看到空中 有浮火飘起 碎裂的岩石 呼啸冲上天际 又如雨般坠下 很快 前方出现了一个 十分怪异的地形 这种地形 我还是 头一次见 那是一个四周魂 圆的古地 就像一口大海碗 深深地嵌在地面 海碗底部 出现了 道道触目惊心的裂缝 丝丝白色烟气 顺着地缝挣托而上 此时在碗底 聚着一群人 而另外又有两股人 分别守在碗的上岩东西两侧 居高临下 看着谷底那一群人 爷爷 师伯 是师伯他们 耿修文和万英才 彩和三人 纷纷低呼了一声 我宁神看去 这具在碗底的那一拨人 为首一人身着道袍 气度不凡 正是毛山派的虚臣道长 在他边上 就是那位身着麻布衣衫的老农 以及有毛山派 年轻一代第一人之称的宋浩然 剩下的还有三人 看着面生 其中应该就有耿修文的爷爷 那位耿精通耿大师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在这口海碗的南面 往东侧看去 那里站着黑压压一群人 正是那群黑袍客 另外最为显眼的 就是被簇拥在人群中的 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 这二人 正是在姚家见过的胖兽二怪 跟着他们同来的 还有那个会骑门遁甲的申伯文 组着个蛇形拐杖 而在西侧那一方 总立着一座 大约五米多高 用白骨堆成的一个祭坛 祭坛上插了九面白帆 帆上挥着血色浮咒 看起来有点像招魂帆 但又有些不同 祭坛前方 守着四个身产铁链的光头巨汉 那是四个黄金立室 再往前 试着一张太师椅 椅子上坐着一个老人 这老人衣服是白的 头发胡须也是雪白 长长地披在肩头 靠在椅子上 手里拿着一枚 巴掌大小的黄色令旗 颇有种先锋倒鼓的意味 这人想必应该就是那山中老人了 他手里拿的这种黄色令旗 通常是用来布阵吊浅的 巴掌这谷底 已经被他布下了某种阵法 将虚尘等人困在了其中 我一时也无法肯定 虚尘这一行人 是怎么会到了这里 又怎么会被困在这里 但看目前这局面 茅山这一边只怕是大大不利 刚才我们在远处看到的浮火 就是茅山这一行人生起的 漂浮在空中 宋浩然手里拿着一把桃木剑 一箭把一棵老树斩下 当中有个身形瘦削的老人 正在节奏施法 那棵被斩下的树 慢慢地升空而起 升到一定程度 突然间爆开 木屑纷飞 我有些没看明白 这样做的意义 只听耿修文低声道 这是我爷爷的五行青木阵术 他应该是想借此找到出路 原来这老人 就是耿精通耿大师 说话间 又是一棵大树升空而起 在空中爆开 这样倒是逐渐 被我看出了一些苗头 这古中被山中老人布了局 而虚成这一行人当中 又没有得力的数数高手 就只能用这种 看着十分笨拙的方式破阵 从理论上来说 这的确是有一定几率可以成功的 只不过嘛 如今上方有山中老人 亲自手持令旗主持大阵 他们哪还有什么机会 至于对面的黑袍客 看样子跟山中老人 并非是一伙的 但也绝不可能出手帮茅山这一边 想来应该是想坐山观虎斗 好坐收渔翁之力 山中老人这边应该也是有些顾忌对方 所以没法尽全力使用手段 一时之间倒是形成了一个 三足鼎立的局面 不过这里面并没有看到小石头 温念云或者胡小倩 也没有姚振远 他们一行人的踪迹 而且这片地势的风水格局 我快速在心中推演了一遍 虽然说真正的胡种 是在那片乱坟岗上 但胡家老祖的躯体 是不太可能真的封在胡种下面的 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封在胡种后方的这一处山脉之中 七煞河关 这里是理想的河关之地 十有八 九 这胡家老祖的风阵地就在附近 这谷底出现的道道列文 只怕也跟那胡家老祖脱不了干系 正在这时 我忽然看到山中老人那一边 又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变化 山中老人身后的白骨祭坛 突然开始鼓鼓地渗出烟红的血水 往地下躺去 顺着岩壁流到谷中 顿时整个山谷被浓重的血气所笼罩 看着触目惊心 我碰到过几次祭坛 但还从未见过这样诡异的 你到底什么人 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用血迹这种丧心病狂的邪术 只听虚沉愤怒的声音从谷底传来 我听得直皱眉头 所谓的血迹 简单来说就是用人命来献祭 是一种禁术 以虚沉道长的见识 既然他说是血迹 那肯定就是血迹无疑了 只不过既然是血迹 那就必然是有被献祭的祭品 也就是活人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失踪的姚家一行人 通常来说 献祭所用的祭品 其灵质越高越好 自古以来 大多数献祭用的 都是猪如牛羊之类的牲口 特殊一些的 会使用猪如狐狸 黄皮子 蟒蛇 猿猴等等 已经烧通灵性的精怪 但如果要求更高一些的 那就需要用到活人了 相比一般飞禽走兽 人的灵质自然是最高的 当然了 如果再进一层 那自然最好是用一些修行人士 作为祭品 来进行祭祀 姚家那一批人 尤其是四位供奉 那绝对是血迹最佳的祭品 而这血迹的目的 不问可知 肯定是为了让那胡家老祖 可以顺利破土而出 我急忙观察四周 既然祭坛就在此地 那么祭品也不会离得太远 肯定就在附近某个地方 必须得立即把这血迹打断 否则姚振远一干人 势必会被吸干精血 变成一具具干尸 躲在这里别动 我交代了一具姚景辉 又冲耿修文道 老哥 麻烦你照看着点 我说这话 是担心万一我不在 万一才忍不住 把姚景辉给收拾了 耿修文这人还算靠谱 所以我事先跟他打个招呼 万一有事 要好让他斡旋一下 我们答应过的是 自然不会失言 你当我们毛山是什么 不管怎样 我们暂时都不会动他的 彩和气道 我笑道 那就好 我过去看看 说着 一个闪身 就翘无声息 朝着山谷外侧摸了过去 一边观察着四周的地势格局 一边推算姚家这一堆祭品 可能的落脚处 这时 突然又听到谷中 传来轰轰两声 不知道是谁 又在施展法咒 紧接着 就见笼罩在山谷上方的血气 凝结出一道道的符咒 密密麻麻地排在上空 这有些类似于宁烟咒 不过这显然是由祭坛 以及这谷中的阵法催动而成 别看着谷底距离上方地面 也就十数米 但只要阵法不破 谷底下这群人 就别想上来 这就是数数奇门的奥妙之处 我正在四处搜寻 突然又是轰了一声 又是一棵大树拔地而起 冲上空中 陡然又抱了开来 撞得顶上那些血气符咒 一阵乱颤 看着那些乱闪的符咒 我心中一动 忙掐着手指 计算了一番 朝着东南方向急行而去 不久之后 前方就出现了一块空地 这块空地 是在一片林子中心 四周草木郁郁 但偏偏这块地 却是寸草不生 看着突兀之急 我伸手抓起一把土 放在手里撵了撵 阴冷潮湿 放在鼻端闻了一下 还隐隐夹杂着 一股子的血腥味 我在空地上转了一圈 往它的正东方奔去 行不出百米 找到了一个 被老藤给掩盖的岩洞 探身往里寻去 刚走不出几步 就闻到一阵阵浓烈的血腥气 直冲鼻腔 我展开身法 朝着岩洞深处 急掠而去 血腥气越发浓重 过不多时 就见前方一片血色 刺得眼睛 都隐隐有些发疼 到处都弥漫着烟红的血气 地上坐满了人 很快我就在里面 找到了姚振远 这些人 正是之前失踪的姚家众人 他们以一种奇怪的姿势 盘腿而坐 地面开凿出一道道 深树寸的小沟 沟内 流淌着暗红色的血液 从上府看下去 勾勒出了一副 巨大的血色浮咒 那四位供奉 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被放置在中心 姚振远等其他人 就以某种顺序 排布在他们四人周围 每个人都是双目紧闭 在他们后背 铺梗下方 插了一枚木头所制的长钉 血水顺着身体躺下 滴滴答答地落在 他们身下的小沟里 继而会成庞大的血色浮咒 我这一看 心不由凉了半截 都已经流了这么多血 哪还有旧 估计都已经被炸得干干的 但仔细一瞧 就发现这地窟的四周 还有架着许多的野兽 这当中有大半的血液 是从这些野兽体内流出的 再看姚振远这些人的模样 虽然脸色煞白 皮肤干瘪 但至少还没有到 被吸干了的程度 看来还有点希望 我稍稍松了口气 却也不敢贸然进去 别看这地方 好像风平浪静 但其实杀鸡四伏 谁要是随便闯进去 肯定投一个被血迹送走 等我经过反复推算 心中大致有了数之后 这才一步入内 一脚踏上那个 有暗红血构成的巨大符咒 见没有其他异壮 这才又踏出第二步 紧接着来到一人身旁 这人年纪在五十多岁 应该是姚家的一个长辈 我用两根指头 夹住他背后的那根木钉 钉身上露刻着怪异的符咒 被鲜血染得赤红 稍一发力 将那眉木钉拔出 木钉离身 那位姚家长辈 顿时发出啊的一声 身子抽出了一下 向后就倒 我一把扶住他 随即抱着他走出 将他放置到一旁 接下来 我如法炮制 把众人一个接一个 从那个巨大的血色符咒上移开 挪到外围 最后只剩下中间的四位供奉 在这些个祭品里头 这四位才是最重要的 我只要移动他们 这血迹立即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在上面的山中老人 也立即就会察觉 轻轻叙了一口气 使动清风不二绝 疏忽绕着四人转了一圈 将四人背后的木钉 尽数收在手中 同时分别在他们四人背后一拍 将他们推出符咒范围 就在这一瞬间 空气中突然发出 吃 吃的声音 巨大符咒上流淌的血液 如同煮开的水 开始沸腾翻滚 片刻就被煮得干了 看到这种意象 我立即拔腿 就往洞窟外跑 刚出洞口 就觉一阵地洞山摇 我按骂一声 虽说血迹已经被我打断 但这胡小倩为了他家那老祖 能够破土出世 经营了那么多年 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就能阻止的 远远地就看到漆黑的天空下 那白骨祭坛被一层血色笼罩 诡调妖艺 我悄然从北边摸回了 那个海碗状的山谷 看了一眼 剑须沉那一群人 依旧还被困在谷地 各施手段 企图破阵 只有那个毛山老农 微闭着双眼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似乎周围的一切 都跟他毫无关系 东侧那胖瘦二怪面无表情 一群黑袍客 肃然立在他们身后 申伯文那老头 拄着个蛇形拐杖 坐在一块石头上 全神贯注地看着谷中 手指掐算的 大约在推算此间的阵法 西侧的白骨祭坛 血色越来越来重 如同披了一层红纱 祭坛之下 四个黄金历士面目猙獰 如同巨灵恶鬼 山中老人靠在太师椅上 一只手轻轻地敲打着椅背 一只手握着黄色令旗 颇有胜券在握的意思 至于南侧 那就是万英才和姚锦辉他们了 躲在草丛里面 看不到人影 地面的阵战感愈发强烈 就像地底下 有什么东西在翻动身子 我正琢磨着 该怎样打破这僵局 就见几道人影 飞快地朝着这边赶了过来 当先艺人 身材矮矮胖胖 但是身法却是颇为灵活 正是那位蒋玉泉蒋大师 跟在他后面过来的 还有赵天河那一伙人 个呱娃子 看到谷中情形 蒋玉泉忍不住大声骂了一句 蒋大师 赵大师 万英才等人 霍地从藏身处站起 惊喜地冲着他们迎了上去 姚锦辉也跟着站起 不过有些犹豫 并没有上前 他们的那边的动静 引起了山中老人 和胖瘦二怪的注意 不过只是扫了一眼 并没有其他动作 徐晨道长 能不能听到我说话 蒋玉泉冲着谷底高声喊道 徐晨道长正在节奏施法 朗声应道 是蒋大师 频道看不到你们 但是能听到 是不是赵大师也在 道长豪尔利 在下和蒋大师刚刚赶到 赵天河声音洪亮地笑道 万英才 彩和耿修文 也跟着纷纷喊了一声 徐晨道长点了点头 这里的奇门阵法厉害 大家当心 个呱娃子的 老子最讨厌的 就是这玩意儿 蒋玉泉气冲冲地骂道 万英才朝白骨祭坛方向一指 提醒道 那个可能就是山中老人 这里的阵法 应该就是他部下的 什么山中老人 这回发问的是 毛山那个首席弟子 宋浩然 看来毛山这一群人 被山中老人用奇门阵法 给困了那么久 还不知道 对方究竟什么来路 万英才当即把关于 山中老人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赵大师 咱们不如一起去把那老东西做了 看他 还能不能抵挡的了 蒋玉泉 跃跃欲试 我见那赵天河 沉吟了片刻 接着就转身冲着黑袍客那一边 抱了抱拳 对面的朋友 咱们在姚家大院见过 胖瘦二怪没有作声 倒是那 申伯文恩了一声 道 我知道你 陶然拒的赵天河 赵天河呵呵笑道 惭愧惭愧 不知先生怎么称呼 申伯文淡淡道 我姓申只是个无名小卒而已 原来是申先生 赵天河点头道 这姓赵的老东西 倒是挺会演的 两边明明就是一伙的 被他整得 好像刚刚认识一样 只听赵天河呵呵笑道 咱们双方 当初在姚家大院的时候 的确有些误会 只怕不是误会那么简单 万英才冷哼了一声道 赵天河却是拍了他肩膀一下 笑道 是不是误会 咱们日后再说 不过申先生 对面的妖人立白骨祭坛 明显图谋不轨 今天咱们两方 是不是该联手 先把那妖人给除了 那申伯文思索片刻 点头道 陶然居的赵大师 果然名不虚传 好 那就依你所言 妖魔鬼怪 人人得而诸之 咱们就暂且合作一把 这两人一唱一和 倒是默契得很 赵天河跟黑袍克这两拨人 都是出自长生殿 其目的也是冲着姚家来的 自然不可能眼睁睁 看着姚家人 被对面的山中老人给吃掉 所以就打算 先联手毛山这边 把对方给干掉 再徐徐徒之 双方商议已毙 就分从两边 朝着白骨祭坛包围了过去 就在双方即将抵达的时候 就见那山中老人 挥动了一下手中的令旗 乾坤一味 五行逆转 阵法突然生变 居然在瞬间 将他们所有人都移到了谷底 看来 这是那山中老人 早就准备好的 不过那申伯文 倒是不慌不忙 立即开始指挥众人破阵 有句老话说得好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当初在姚家大院 双发打得你死我活 可在这里 两拨人又成了暂时的同盟 我隐匿在原地 一动不动 静待时机 这个申伯文的数数水平 的确是不同凡响 在他的指点下 加上又有那么一大批抢手 很快就将阵法节节破开 眼看着不久之后 这阵法就会被破开 我回头看了那山中老人一眼 见他靠在太师衣上 神情自若 没有半分紧迫之感 总觉这里头有什么问题 就在申伯文等人 即将把阵法破开之时 突然又是一阵地动山摇 我见那白骨祭坛之上的血色 越发浓重 红得诡异 紧接着 就见那山中老人微微一笑 手中另其一挥 我心头一紧 急忙望向谷底 就见所有人身上 都冒出一缕缕红色的淡淡烟气 这是众人身上的泄气 看来这山中老人 其实是早就做了两层布置 第一层布置 就是姚振远他们那一边 被我破坏掉之后 这山中老人 就启动了第二层布置 将谷底众人的血气吸出 同样可以继续进行泄计 放眼看去 谷底众人中 就属那位毛山老农身上的血气最淡 几乎看不太清 其次是那胖兽二怪 再往后是虚尘道长 众所周知 道横越高 血气就越是稳固 越南被外力所撼动 至于其他人 身上弥漫的血气 就十分明显了 尤其是姚振辉 彩和 万英才和耿修文几人 那身上的血气 蒸腾得简直可怕 转眼间 三人就脸色煞白 不用太久 恐怕就得被吸成干湿 我心念急转 悄然往白骨祭坛方向摸去 准备从那山中老人纳入手 就在这时 东南方向传来轰的一声响 紧接着 就见两道人影从林中疏忽略出 快若惊鸿 这二人一前一后 你追我赶 在前面的是个白衣素群的美艳女子 正是胡小倩那个狐狸精 在后紧追不舍的是个大饼脸的姑娘 鼻子下一颗大黑痣 不是小石头 又是谁 两人的速度都是快得惊人 转眼间就来到了镜前 那胡小倩神色冰冷 突然收住身法 反手挥出 五根手指白晃晃的 用得赫然是全真秘术金莲散手 小石头在电光石火之间闪身避开 我立即回头 往他们那边赶去 身形刚动 就见小石头身后 突然冒出一个人影 身形勾搂 脸上长满肉瘤 阴森森地 正是那黑衣驼子 他不知什么时候隐匿在了这里 此时突然出手 跟胡小倩形成了两面夹击的态势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小石头的身形突然模糊了一下 如同笼罩了一层青烟 瞬间掠出树道人影 焚香秘术 流光飞影 小石头从二人的合围中 脱身而出 当 一声宏伟的灵鹰 从天而降 温念云的身影 紧跟着从东南方追了过来 手持八阵流灵 宋咒施法 我一看这情形 当即身形一转 依旧奔向那白骨祭坛 那山中老人 套在太师椅上 朝我瞥了一眼 手中黄色令其轻轻一挥 阵法立即变化 将我罩了进去 不过刚刚隐秘的期间 我大致上已经摸清了 他这个阵法的原理和变化 当即朝着左前方连踏三步 继而走离位 进坎位 再转入昆位 很快从阵法中脱身而出 此时 我离着白骨祭坛 已经只有数十步之遥 见那山中老人 又要再次挥动令旗 脚下一点 陆地飞腾 数十步距离 几乎一蹴而就 咻 四道铁链的黑影 披空挥至 我身形一晃 闪身避开 四个黄金利氏 齐齐上前 巨大的体型 如同四堵大山 横一而来 我驶动清风不二绝 在四人铁链的间隙中 穿梭来去 看准时机 五指一盏 如同年花 金莲散哨 在此之前 我已经在图山笔记中 学过这门秘书 只不过平时用的也不多 十分生疏 但在无痴的黄粱一梦中 被困了数十年 我对这门金莲散哨 可谓熟悉至极 配合清风不二绝 疏忽在一个黄金利氏的后腰上 留下一个金莲火印 这金莲火印 分为名手和暗手 暗手就是一开始隐而不发 只有等到一定时间后 身上才会出现金莲火印 到了那个时候 再想要除掉火印 就很难了 当初胡小倩对付我 用的 就是这个手法 我这一回 用的却是名手 金莲火印在落下的一瞬间 当即发作 那黄金利氏 发出一阵痛苦的咆哮 我趁势抱住他一条腿 往上一掀 那黄金利氏站立不稳 当即朝着身后的 白骨祭坛倒去 就在这时 突然一只手 鲜血淋漓地 从那黄金利氏的胸口穿出 原来是那山中老人 在刚刚这一瞬间 诡异地出现在后方 脸色阴沉 一举把那黄金利氏的 心脏给捏碎了 我看得后背 隐隐发寒 这老家伙 可真够狠的 这四个黄金利氏 好歹也是他养的吧 居然随手 就给他处置了 不容我多想 随着那黄金利氏的尸体 轰然倒下 山中老人那只血淋淋的手 瞬间出现在我面前 我朝旁一闪 立即合身而上 左拳空卧 锤向他胸口 毛山秘书 九阳锤 还未及身 就见那山中老人 像是纸片一般 极诡异地向后飘了过去 这让我想到了 之前遇上的 那四个缠满不条的怪人 看来 他们就是 跟着山中老人学的 只不过这山中老人的身法 远比他们来得更鬼魅 更无法预料 在他退后的瞬间 又疏忽绕到了我身后 朝我抓来 他这一抓 能直接把肉体 强悍到极点的黄金利氏 给开胸抛肚了 就说明他这只手 绝对恐怖无比 真要是被他挨到身上 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 我一时没摸清他的底线 也不敢贸然 去跟他硬拼 只以清风不二绝 跟他拉开距离 以竖法跟他游动 不过 只要能把他给缠住 那目的就已经达成 过不多时 只听谷底中 传来轰轰轰几声 紧接着就听到 蒋玉泉的声音大叫道 各瓜娃子的 总算出来了 跟我料想的一样 这边山中老人被我缠住 阵法没人主持 威力就会大减 再加上 申文博和小石头 两个数数高手 这奇门大阵 转眼高破 我见状 立即抽身出 赶去找小石头 此时只见 一胖一兽两道人影 像两头怪鸟 从谷底跃出 正是那胖兽二怪 这两人被困在谷底许久 想必也是怒火冲天 齐齐冲向白骨祭坛 剩余的三个黄金力士 挥舞着铁链 轰隆隆冲了上来 这胖兽二怪不避不闪 伸手抓出 就把劈过来的铁链 抓在手里 反手一夺 那力大无比的黄金力士 居然被二人 扯得向前冲出 轰得栽倒栽定 这二怪的力道 也实在是大的惊人 我也无暇多管 在人群中 寻找小石头的身影 纵身掠取 温念云挥动八阵流陵 灵音一道道从天而降 阴浪滚滚 飞沙走石 小石头依旧紧盯着 胡小倩不放 而黑衣驼子 则被虚尘道长等人给缠上了 我看准空隙 纵身而上 与小石头一起夹击胡小倩 好你个混账小子 竟然没死 胡小倩怒斥一声 破为狼狈地翻身滚出 小石头冲我看了一眼 微微一笑 我俩正要合力 把胡小倩给收拾了 突然间一阵大笑 从地底传来 这笑声 甚至压过了八阵流陵的灵音 声震四眼 我只觉汗毛倒树 赶紧一拉小石头 抽身从刚才所站地方 往后击退 哄 地面轰然爆开 飞沙走石 气浪翻滚 哈哈的笑声不绝于耳 我和小石头退到一边 只见一个高大的人影 出现在白骨祭坛上 身上仍旧被一层层淡淡的血气笼罩 看着诡异非常 这人穿着一身锦袍 看着像是金线之城 一头黑发披在肩头 看着也就是四十多岁 脸色苍白 双手附在身后 居高临下 看着我们所有人不怒而微 老祖 胡小倩喜急 跪下磕手 激动地大声喊道 胡家子孙胡小倩 拜见老祖 果然 这男人就是藏在胡种中 数百年的胡家老祖 他看了胡小倩一眼 微微汗手 做得不错 胡小倩惊喜交加 眼泛泪花 老祖重临世间 我胡家有望了 老祖恩了一声 再次哈哈大笑 突然一胖一兽 两道人影齐齐冲上 原来是那胖兽二怪 突然发难 老祖小心 胡小倩急忙叫道 就见那老祖袖子一挥 那胖兽二怪 就像是被一只 无形的大手拍个正着 轰的一声 朝后道飞了出去 这一幕 把所有人都震住了 那胖兽二怪什么能耐 我们全都心知肚明 可就这样 两个人联手 居然被那胡家老祖 随手一挥 就给硬生生逼退了 这是什么概念 老祖威武 胡小倩激动得难以自意 突然争的一声 一柄铁剑破空飞出 那毛山老农 终于出手了 剑影一闪 如惊鸿一现 瞬息间来到那胡家老祖面前 好 和胡家老祖 也是脸色一沉 突然屈指一弹 堪堪弹在 那柄铁剑之上 发出当的一声响 毛山老农 那无间不摧的御剑 居然被对方 紧平一根手指 就给抵住 这是什么样的威呢 这一手 再度惊得四周 鸦雀无声 我胡家为四大仙门之首 今日崇林事件 诸位正好做个见证 胡家老祖立于白骨祭坛之上 俯瞰众人 字字句句 如惊雷霹雳 众人都被其气势所夺 像是姚景辉和彩何等人 甚至双腿发软 已然站不稳身形 那位毛山老农 却是不为所动 微眯着眼站在那儿 一柄铁剑偏弱惊鸿 再度朝着那胡家老祖破空射去 一胖一兽两道人影 奇迹扑出 那胖兽二怪 也选择在此时出手 然而二人再次被拍得倒飞了出来 只有老农那柄铁剑 还在和对方缠斗 却也占不了什么便宜 既然各位不识台卷 那正好拿诸位的血用 来和我胡家重开山门 胡家老祖的声音 在空中震荡不休 这老怪物 已经完全不把在场的人 放在眼里 今天不把这老妖怪除了 世间难安 虚沉道长大喝一声 耿京通 蒋玉泉 赵天和 义干人等 纷纷节奏施法 准备齐齐出手 老祖有命 杀无赦 胡小倩同样高声喝道 那边的山中老人和黑衣驼子 虽然神色冷漠 但大概也是被这胡家老祖的威势所设 听命而行 我在心里默念一句 师兄 该咱们出手了 掌心的那道符咒一闪 烟气腾挪 一道身影出现在我身旁 他个子不高 相貌也只是平平 投书道计 穿着一身黑色道袍 一柄浮沉插在脖梗后 双脚离地 悬在半空 微微而笑 这是无痴的阴神 仍旧是我在梦境中所见的形象 而不是地缝中被铁链锁身 那不仁不轨的样子 师父 胡小倩双目圆睁 不可思议地失声教道 无痴却没有看他一眼 虚沉等人 本就是严阵以待 猛地看到凭空出现一个道士 又听胡小倩喊了一声师父 顿时所有人的法咒全都对准了无痴 无痴刨袖一挥 所有人的法咒溃散 战力不稳 亮枪后退 那胖瘦二怪 山中老人 胡小倩以及黑衣驼子 也被震在原地 脸上露出骇然的表情 却是动弹不得 无痴一招手 毛山老农那柄铁剑赫然飞了过来 被他握在手中 轻轻挥出 朝着那胡家老祖斩了过去 哄 白骨祭坛一分为二 甚至他背后的那片岩岗 也被斩成两节 地动山摇 而白骨祭坛前的胡家老祖 却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脸上露出一丝不可思议的表情 紧接着 就见他额头正中 出现一道细细的蟹线 晃了一晃 整个人被劈成两半 颓然倒地 转眼间 就现出了狐狸的原形 我看得激动难易 早在地缝里的时候 我曾经随口提了一嘴 说要咱们师兄弟俩联手 把那什么胡家老祖给活劈了 结果无痴 果然把对方给一剑劈成两半 老祖 胡小倩惨叫一声 冲到猎成两半的祭坛下 跪下来凄厉大叫 不要 不要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女人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就是为了 能让这胡家老祖 破土而出 重振胡家 谁知眼看成功在即 却是功亏一篑 也难怪他会发疯 你好狠的心 你好狠的心哪 我不会放过你的 胡小倩双眼赤红 冲着无痴尖声大叫 无痴却没有看他 将手中铁剑抛了回去 平道无痴 他微微而笑 打来的起手 去眼 轻震道袍 身形逐渐模糊 最终随风逝去 消散于天地间 从此之后 世间再无这道人 去死 我心中酸楚 使陆地飞腾 疏忽抢到那胡小倩面前 他瞳孔中一片血色 凄厉地尖叫一声 猛地朝我扑了上来 视如风虎 我想起无痴的凄惨境遇 悲愤交加 打定了主意 要把这女人置之死地 一上来就是全力出手 发起风来的画形狐妖 绝对可怕 四周的岩石 但凡被他磕到碰到 立即轰然碎裂 金莲散手 你怎么会金莲散手 他突然间尖叫一声 同时五指一拢 犹如年花摘叶 朝我扶来 使得同样是金莲散手 你妈的 还有脸用金莲散手 我身形一转 清风不二绝 紧接着紫薇八法 三宝印 紫薇斩灵剑 破玉百灵剑 大吊烧 灵子显动术 每一次出手 都是全真秘术 胡小倩也是以全真秘术应对 一时之间 法咒纵横 刚气四射 突然胡小倩反手点出一指 用得正式以法破法 以气破气的太上老君指 太上老君指 是世上为二的两种破法指 很难抵挡 我不假思索的 同样使得太上老君指 以指破指 只是我在黄粱一梦中 虽然把太上老君指练得纯熟无比 但梦境毕竟是梦境 总归是比不上胡小倩的火候 这一下子就吃了亏 胡小倩趁势脱身而出 朝着远处顿去 我哪会放过他 再后紧追不舍 连续施展陆地飞腾 只是这山地中 陵木茂密 乱石陵巡 却是让陆地飞腾 有些施展不开 那胡小倩脸上长出白毛 显出了一半狐狸的外相 在林中左冲右突 快得惊人 一时间相持不下 我轻虚了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像一条毒蛇 死死地咬住不放 这一路追去 也不知道了大巴山的哪个方位 这胡小倩是化形狐妖 照理说跟他比体力 那肯定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不过他曾经受过重创 还未恢复 果然在持续追逃了大半夜后 他的速度就渐渐缓了下来 他豁然停下 死死地盯着我立声道 小子 你跟我师父到底什么关系 还有脸叫师父 我淡淡道 你是师父新收的徒弟 胡小倩问 突然奄然一笑 那你就是我的小师弟 我喝了一声 我是你师姐 你敢犯上作乱不成 胡小倩娇声道 我知道 他又用出了天狐或新术 在你死之前 我允许你叫一声师叔来听听 我诞生说道 胡小倩眼睛眯了一眯 隔个笑道 小师弟 你可不大正经哟 我催动明玉精 将冰冷的阴气灌入头顶 保持清醒 冷然一笑道 当年你一丝 不挂地跑进我师兄房里 头怀送抱 可也算不上正经 胡小倩吃了一惊 你在说什么 也不过几十年前的是罢了 你这就忘了 我说道 声音中 用上了长声殿的九转弥音 这也是一种 可以魅惑人心的术法 小观音教过我一次 我还是第一次使用 不过这胡小倩是画形狐妖 天生魅惑 任何蛊惑术 在她面前 都会大打折扣 我用上这个法门 也只是抱着 能增一分效果 就增一分效果的心态 又如数家真的 把胡小倩当年在湖边木屋的 所作所为 细细说了 胡小倩越听越是吃惊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是师父告诉你的 我都说了我是你的师叔 从你拜师 到谋害我师兄 还有你趴在我师兄身上干的事 我都瞧得一清二楚 我冷声说道 胡说八道 我师父哪来的师弟 你又怎么可能看见 胡小倩怒道 不过她看似勃然大怒 但一平一笑 其实都是天虎或心术的一部分而已 烧一不慎 就可能陷入蛊惑中 不可自拔 我喝得笑了一声 你屁股上那颗痣 话说到一半 只见胡小倩的瞳孔猛缩了一下 这颗痣 自然是我在无痴的黄粮一梦中见到的 但胡小倩万万不会料想到其中的缘由 听我一口说出 她身上如此隐私的标志 就算是以她的心机成腐 在这一瞬间也难免分神 我等的就是这个时机 三道通幽宝超刷地飞出 同时一个陆地飞腾 电光石火间闪到她跟前 手指一挥 金莲散手 胡小倩反应也是极快 同样也是一记金莲散手 而几乎与此同时 我只觉一遍 截居斜指 定邪 同时 左手截保平硬 挡下她的金莲散手 三道通幽宝超刷地震压下来 砸在她后背 胡小倩怒喝一声 身形猛地抱起 但在通幽宝超的震压下 她的速度难免慢了几分 我欺净身去 催动名誉金 将一枚杨童钉拍入她的左眼 胡小倩惨叫一声 朝后击退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 犹如半空炸了个霹雳 就见边上的一堵岩壁 居然轰然崩塌 直直地砸了下来 这一刹那间 我各种念头分支踏来 猛地恍然 这胡小倩 怕是早就在这里做了什么布置 一直引我过来 就是要再次发动杀机 倒塌的岩石轰然坠落 我正准备冒险追上 一道人影急闪而至 在我腰上一栏 我知道来的是谁 也就没有反抗 被她带着 冲出岩石崩线的范围 来日方长 急什么 小石头轻柔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我摁了一声 刚刚我眼看着 无痴在眼前消失 确实是杀红了眼 平复了一下心境 转头看着她笑道 幸好你来得及时 不然我估计得被埋在里头了 小石头别过脸去 道 难怪有人叫你小傻蛋 你难不成 还想和她同归于禁不成 我不禁失笑 傻蛋这名字 还不是你起的 虽说何思彤 一直小傻蛋小傻蛋地叫 但始作俑者 还不是小石头她自己 跟我有什么关系 小石头说着 往原路返回 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片坍塌的山地 快步追上它 笑道 你刚才是不是一直跟在我后面 小石头没搭理我 我又说 你这些天 是不是一直没休息过呀 小石头依旧没踩 我叹了口气道 难怪你都瘦了好多 小石头终于没忍住 呸了一声笑道 又来胡说八道 我打扮成这样子 你也能看出我瘦了 那当然啦 你无论什么样子 我都能看得出来 小石头横了我一眼道 又不正经了是不是 展开身法 朝前几掠 我也随后跟上 等我们回到那山谷中 只见谷中一片狼藉 不仅那山中老人和黑衣驼子 已经不见了踪影 胖瘦二怪 以及申伯文那一批黑袍客 也已经退走 只剩下了毛山那一方的人 众人正在收拾残局 姚锦辉那小子 被人捆成了粽子 给扔在地上 油彩和看管着 不过看他的样子 只是受制 还不至于危及性命 温念云一个人 站在块岩石上 看到我俩 立即迎了上来 那见人怎么样了 温念云过来问 他也是第一时间追了出来 只不过中途 跟不上我们的速度 给跟丢了 我大致说了一下经过 那也好 总有一天 我要亲手 替我妈逃回公岛 温念云恨恨地道 不过他的情绪 倒是很快就平复了下来 看向小石头 笑盈盈道 这位妹妹 咱们之前一起 追了那件人一路 小石头微笑道 多亏有姐姐的灵盈压制 温念云爽气笑道 就算没有我的灵盈 妹妹也一样能追着她 不过这话我爱听 我在边上看两人在那说话 一直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因为温念云这代 波浪渣女 动不动就 喜欢扯些有的没的 这要是让她在小石头面前 说我睡这个睡那个的 那可就完了 于是我赶紧找了个话题打岔 问这边 后来是个什么情况 温念云好奇问 小茬 那位无痴道长是谁啊 他一见劈了那老狐狸精之后 所有人都被吓坏了 一哄的就散了 原来 我追着胡小倩出去之后 那山中老人和黑衣驼子 立即扭头就逃 而胖兽二怪率领的那一批黑袍客 也跟着匆匆退走 正说话间 就见虚沉道长一行人 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陈兵小友 咱们又见面了 虚沉道长笑道 是啊 还挺巧的 我呵呵笑着 警惕地看了一眼那位毛山老农 那老爷子还是那副样子 面无表情 眼皮微微搭拉着 看着就跟一个普通老农民 也没什么二致 只不过 他背后用黑布包着的那柄宝剑 却是让人心惊胆寒 虚沉道长看了一眼 我边上的小石头 笑道 这位小姐 也是熟人了 小石头看着边上的风景 没有搭理他 虚沉道长微微笑了笑 倒也没有着脑 问道 陈兵小友 不知那位无痴道长 和你怎么称呼 无痴虽然是全真传人 但一直低调避世 甚至到门中都根本不知道 还有他这么一个人 但从今天开始 无痴之名 毕竟震动整个风水界 我单单笑道 也没什么称呼 就是我哥们 这句话刚说完 我就看到那毛山老农 眼睛微微一睁 朝我看了一眼 但也只是一瞬 就又恢复到那种神游天外的状态 虚沉正了正 过了好半场 笑道 原来如此 在场的人当中 像虚沉这种修为层次的 应该能看出 无痴是以阴神出现 但在场除了我之外 没人知道 无痴早就游进灯窟 这一次是耗尽了最后的一分元气 而在虚沉等人看来 那就是 无痴以绝大的神通阴神出游 一见斩杀胡家老祖之后 阴神自然回归肉体而去 他们绝对想不到 无痴其实已经不在了 这帮人之所以对我客客气气 没有一上来就这样那样的 无痴刚才造成的威慑里 绝对是占了很大一部分因素 我当然也不会去解释 随便他们胡思乱想去 正好借着无痴师兄的威风 胡家虎威一把 道长 这个是我的学生 你们这样把他五花大榜的 不太好吧 我看了看被捆成粽子的姚景辉说道 虚沉微微一笑道 陈平小友 你和姚家情义匪浅 不过这姚家冒天下之大不韦 其心可诛 小友还是不要卷进去为好 道长说的是画骨黑鞠吧 我问 虚沉点头 这是其一 我往人群里看了一眼 招手道 万老哥 耿兄弟 还有那个妹子 万英才和耿修文 疑惑地冲我看了一眼 采和道 干嘛 你们都见过那个满脸肉流的驼子吧 这人用的是不是画骨黑鞠 我问 耿修文和采和 对画骨黑鞠不甚了解 神色颇为迟疑 那人用的 的确像是画骨黑鞠 万英才冷着脸说道 虚沉皱了皱眉头 让万英才把事情仔细说一遍 万英才答应一声 将之前的经历一一说了 中间蒋玉泉 耿修文和采和三人 也补充了一些 我只是听着 也不去多说 这虚沉是个明白人 自然能听懂这里头的意思 的确是有些蹊跷之处 虚沉听罢 在原地夺了几步 缓缓点头道 隔了一会儿 又道 但这也不过是一测 事实究竟如何 那也难说得很 的确难说 我赞同道 我担心姚振远他们的安危 跟虚沉等人敷衍了几句 就借口还有其他事要办 和对方道别 至于姚景辉 就暂时让他们先压着吧 只要不伤及性命 就先随他去 从谷地出来后 我和小石头 温念云 先往西南方向行了一阵 然后撒开身法 往姚振远等人 被囚禁的地窟赶去 那个地窟相当隐秘 目前知道的人 除了我之外 八成也就是胡小倩和山中老人 最多就是 加上一个黑衣驼子 不过当时始发仓促 除了山中老人之外 其他二人应该还不知道 这地窟里的血迹出了问题 等我们赶到时 发现地窟中还是之前的样子 姚振远等一批人倒在地上 气息十分微弱 但并没有断绝 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让小石头和温念云首 在这里照看着 一个人出了地窟 赶去药谷 药谷有迷阵保护 再加上这几天 胡小倩等人的注意力 一直都被吸引在胡种 他们那一边倒是风平浪静 我穿过迷阵 进入药谷 找到姚琼师 听说我已经找到他父亲 以及姚家其他人 就是以姚琼师的淡然性子 也忍不住激动难易 他随即就点了 十个精通医术的姚家人 由他亲自带队 跟着我一起 前往地窟 村姑老师 他看到小石头 上前微笑着剑里 之后他们一行人 就开始替众人治疗 姚家历代神医 医术超凡 治疗的事情 自然不用我们担心 在姚琼师等人的救治之下 姚振远等人的状况 很快被稳住了 只是他们身上的 精血耗损太多 就算苏醒过来 暂时也没有什么行动能力 在地窟中 守了一天一夜 中途我和小石头一到 去了一趟胡小倩的洞窟 于家姐妹三人 已经不在了 洞窟那人去楼空 我带着小石头 来到无痴被囚禁的地方 来的路上 我把之前的种种 以及黄粮一梦中的经历 都细细地跟小石头说了 他来到无痴的遗体前 双手合十败了一败 再次看到 无痴那骨瘦如柴的样子 想起黄粮梦中的种种 我心里不由的一阵酸楚难当 是不是很难过 只听小石头柔声问 我笑了笑 说 没有 还好吧 小石头道 看你眼睛都红了 可能发言了吧 还不正经 我轻叹了一口气 说道 我想在这里 再陪师兄一个晚上 小石头点头道 好 我俩在无痴边上 又守了一个晚上 问起那位王长老 才知道 老爷子已经过世了 小石头给老爷子 办完身后事 才匆匆赶了过来 这些天 他既要操劳 王长老的事情 又要千里迢迢赶到大巴山 之后 又是追着胡小倩 追了一路 不眠不休的 他身体本就 没有大好 跟我聊着聊着 眼皮就忍不住 开始打架 过了不久 看着他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 我见小石头 还在熟睡中 就没有去惊动他 一直到接近中午的时候 小石头睫毛轻颤 才从沉睡中 醒了过来 我睡了多久了 怎么不叫我 他睡眼惺忪地问 我每次看到 他这迷迷糊糊憨憨的样子 就忍不住想笑 说道 你睡得太熟 哪里叫得醒 小石头嗡了一声 揉了揉眼睛 要不吓唬你睡着了 我还是背着你出去 我提议 小石头嗡了一声 迷迷邓邓的 过了好一会儿 才突然缓过神来 道 不许 我俩拜别无痴 回到了地窟 在姚琼师等人的救治调养下 姚振元等人的状况 也逐渐有了些气色 等众人有些行动能力之后 就启程离开洞窟 原本去药谷是最好的 但药谷距离此地 路程遥远 于是就转而选择了 前往十九里寨 到了寨中 才发现虚臣那一群人 此时也在寨子里头休息 不过幸好有之前的铺垫 双方相遇 倒是没有立即剑拔弩张 姚振元带着女儿 以及四位供奉 过去与虚臣等人会谈 其他姚家人 则被老板娘 安排进了客栈调养 念云姐 陈平 郭震东和孙家轩 远远地叫上了 惊喜交加地跑了过来 毕哥和马大师也跟着他们一道过来 见到我和温念云平安无事地回来 大家都是欢喜不已 我又跟他们介绍了小石头 是小陈的朋友 那大家都是自己人 下次咱们再组织旅游 一起去玩 毕哥豪爽地笑道 小石头微笑谢过 念云姐 陈平 你们出去这几天 都发生什么事了 郭震东好奇问 孙家轩笑道 其他的我不感兴趣 我就想知道那三个小狐狸怎么样 怎么说 他们也跟陈平睡过 总归是有点勤奋的吗 大爷的 我真恨不得 把这小子的嘴给缝了 就听温念云笑音音道 小陈就厉害了 这几天又过去睡了一次 你们能不能别瞎扯 我急忙打住他们的胡言乱语 温念云格格娇笑道 怎么是瞎扯呢 睡了就睡了 有什么害臊的 就是 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毕哥也跟着起哄 马大师点了点头道 有始有终 应该的 什么有始有终 我现在有点后悔 应该把这帮人 丢在寨子外面 自生自灭的 这时 就见温念云贴到小石头身边 笑盈盈地低声问 妹妹 你和小船睡过没 这大 波浪渣女 我早就应该掐死她 小石头微笑道 我不认识她 珍珍姐 晚饭吃什么 有什么好吃的 我看到老板娘 从走廊那边过来 赶紧大叫 有什么就吃什么 还有的你挑啊 老板娘美好气地 白了我一眼 我现在就指望着 赶紧插开话题 笑着附和道 对对对 珍珍姐说得太有道理了 老板娘没接我的茶 看到小石头 好奇问 你是这小子的朋友啊 不是 小石头微笑道 老板娘横了我一眼 脑道 你这小子也是混账 把人家睡了 就不是朋友了 我真是欲哭无泪 这老板娘 本来还挺正经的 怎么跟温念云这渣女混了没多久 就也这副德行了 你们能不能正经点 我严肃地道 话刚说完 就听客栈楼下有女子的声音喊 孙哥哥 你在干嘛呢 往楼下一看 见下面站着几个身材恶娜的漂亮姑娘 郭哥哥在不在啊 毕大叔呢 咱们约好了 去我家看刺绣的 马大爷 我还要听您讲故事呢 一阵音声艳语 孙家轩过来 用胳膊肘捣了捣我 挤眉弄眼道 陈平 你晚上是陪小石头姑娘 还是跟我们一起去玩 你大爷的 你玩就玩 扯上我干毛线 就听小石头微笑道 我有点困 先去睡了 跟众人打了个招呼 往她的房间走去 我急忙跟了上去 就听温念云在后面喊 小潮 那你晚上就陪着妹妹睡吧 别到处瞎搞了 这渣女 我哪瞎搞了 没来得及等我进门 小石头就把房门给关上了 她关门的动作很斯文 动静也很小 没有那种砰的一声 但速度极快 差点把我鼻子给磕扁了 咦 妹妹怎么把你关门外了 温念云他们过来 一脸诧异地问 我现在完全不想理这帮人 老板娘道 估计这小子到处睡姑娘 人家不高兴了 我怕让他们再说下 小石头这辈子都要不理我了 咬牙道 还能不能吃饭了 我想吃饭 特别想吃饭 我们能不能去吃饭 行行行 吃饭吃饭 你就饿成这样 老板娘撇了我一眼道 总算把这些人赶了下去 吃过饭后 毕哥他们就出门去了 我的房间在小石头隔壁 回去洗了个澡 就坐在窗户边上打瞌睡 不久之后 听到房门嘟嘟嘟地敲了几声 去开了门 发现是姚景辉 老师 他惊喜地叫道 我嘘了一声 直指隔壁 你村姑老师在睡觉 他忙忙点了点头 不敢再发出声音 我带着他去了楼下 到客栈外面逛了一圈 毛山那群人 把你放了 我问 姚景辉挠了脑脑袋道 是啊 多亏了老师 原来 傍晚的时候 姚振远带着女儿姚琼师 以及姚家四大供奉 前去和毛山谈判 经过诸多事情后 双方总算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 这当中具体商谈的是什么 姚景辉也不大清楚 不过最终的结果 是双方约定 等事情查清楚之后再做定夺 姚景辉也被对方放了回来 他一出来后 就急急忙忙地跑过来 跟我报喜 这样倒也不错 双方总归是 有了缓冲的余地 我现在最担心的 反而是何思彤 他跟姚景辉 一起从药谷逃出来 但中途 两人走散之后 就有无音信 多次寻找 也是一无所获 我跟姚景辉问明了 他跟何思彤 最终走散的地点 让他先回去吃饭休息 之后就出了十九里债 施展身法 以寨子为中心 向外搜索 虎种被破后 那些个聚集的山霄 也四下散去 重新躲入深山蛰伏 路上也是风平浪静 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只是一个晚上找下来 依旧没找到 何思彤的半点踪迹 我用梅花一数 起了一站 挂象颇为蹊跷 显示大胸 但胸中又透着急 福获相依 这说明 何思彤的确是遇到了某种凶险 但人应该暂时没事 而且 往后还会有逢凶化吉的迹象 我心中稍稍松了口气 但在找到人之前 总归是无法安心 等我回到客栈时 发现小石头的房门已经开了 只是找遍了客栈 都没找着他人 后来遇到老板娘 才知道 小石头已经走了 他说 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完 先回去了 老板娘到 我急忙追了出去 可哪还有他的踪迹 环顾四周 林海茫茫 心中一阵说不出的失落 我知道以他的性子 听了那么一堆乱七八糟的话 生气肯定是生气的 但顶多就是不搭理我 不至于一声不响的就走了 他说 有事情要去处理 肯定是真有事情 在林中漫无目的地转了几圈 我才样样地回了客栈 妹妹走了 刚到门口 就遇到温念云 我真不想搭理这渣女 美好气地道 是啊 唉 肯定是生你气了 谁叫你乱睡姑娘的 温念云道 大姐 你能不能别瞎说 我什么做过这种事情啊 我无力地道 温念云呸了一声 笑道 睡了就睡了 还不承认 渣男 我 正说话间 就见走廊里过来两个人 是姚振远 和姚琼师父女俩 陈先生 姚振远笑着跟我打招呼 姚琼师掺着他父亲 冲我微微点了点头 您觉得怎么样 我笑问 姚振远笑道 好多了 大恩不言谢 陈先生 多余的话 我姚某就不说了 我客气了几句 姚振远看向我身边的温念云 含笑说道 这位姑娘 就是侄女吧 温念云冷淡地道 我跟姓姚的 没有半分关系 还是不要胡乱攀扯的好 姚振远道 当初我大哥犯下大错 以至于大扫他 小串 我走了 温念云冷冷说了一句 扭头就回了楼上 姚振远也不敢去追 只能长叹一声 不过这种家务事 理不清道不明的 我也插不上什么手 之后 姚振远就在姚琼师的搀扶下 去了姚思远的房间 这兄弟二人多年后再次相聚 此番又都是经历生死 自然有许多话要说 而且姚思贤断了一臂 还有多年来落下的商级 也需要姚琼师这个小神医 调理医治 我回到屋中躺了一会儿 一会儿想到小石头 也不知道现在到了哪里 一会儿又想起何思彤 把各种可能性都梳理了一遍 翻来覆去 坐立难安 只觉得气闷得紧 索性又爬起来 准备去外面再转转 一开门 刚好碰到从走廊那头过来的姚琼师 他见到我 冲我点了下头 看样子 也正要下楼 我就随口问道 你大伯怎么样了 姚琼师垂手看着楼梯的台阶 一边走 一边说道 我大伯的身体 这些年已经毁得差不多了 只能想办法补一些事一些 我知道这是事情 安慰到 有你们这一堆神医照顾 应该没什么问题 姚琼师嘀嘀地恩了一声 他迟疑了一会儿 又问 我是 叫你陈先生 还是村夫先生 我笑说 随你 都一样 好 姚琼师点头 出了客栈 我跟他走的不是一个方向 对了 我听康子说 你是江城来的 姚琼师问 我说是 姚琼师嗷了一声 道 我爸说 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去江城 是准备在江城落脚吗 我有些意外 姚琼师点头道 是有这个意思 我们家在江城也有产业的 我仔细一想 姚家这个主意倒也不错 以目前的局面来说 姚家也不必非得躲到深山里去 江城这个地方 不仅是商业大城 也是风水界的一处重地 对于目前的姚家来说 的确是个好去处 那我先走了 姚琼师跟我道了个别 就转身离开了 我出了十九里寨 一路前往药谷 将药谷外围的迷阵撤掉 康子四人见到我 听说何思彤还是没有消息 急得都要哭了 跟着我又去满山地到处寻找 我又小六人和紫卫斗树 各算了一次 结果和之前算出的大致相同 总之是凶极参半 福获相依 但是其中有一个卦象 很有意思 用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让我回到原地等待 而且这个原地并不是指的 我和何思彤出狱的原地 而是指我这段时间以来的起点 这指的是江城 也就是说 我想再见到何思彤 最好是回到江城等待 又过去了几天 这天下午 我刚带着姚锦辉 还有康子他们几人 从外面回来 正好遇见一行人 往客栈走来 为首的是 茅山派的虚臣道长 另外还有那位更精通大师 以及他的两个孙子 耿修文和耿修武兄弟 何剑飞和何梦瑶 父女俩也在其中 除此之外 还有蒋玉泉大师 以及采和等几个茅山弟子 不过并没有见到万英才 估计这人是不愿意见到姚家人 所以才没有跟着过来 姚锦辉一见到何梦瑶 当即就面红耳赤 低着头站在那里 陈老爹 蒋玉泉远远地冲我招手教道 咚咚咚地跑了过来 我对这位胖蹲蹲的蒋大师 印象还不错 笑道 蒋大师有何见叫 蒋玉泉哈哈笑道 老弟又开玩笑 哥哥能有什么好见交的 我又跟虚晨等人打了个招呼 陈平小友好 虚晨笑着微微点头道 我心说 这还是借了无痴的威风 要不然 这老道哪来得这么好脸色 这时 姚振远带着姚家众人 也从客栈中走了出来 双方会面 姚大先生 我们这就要走了 不知诸位接下来要去哪里 虚晨淡淡问道 我听得恍然 原来这帮人是准备撤了 来这里是要问明姚家人之后的行踪 姚振远也没有遮掩 坦然道 那欲祝各位一路顺风 我们姚家准备暂时定居江城 诸位要是有空 还请赏脸到家中来做客 江城是个好地方 虚晨微微点了点头 之后 他就带着一行人离开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何剑飞冲康子四人叫道 大伯 彤彤还下落不明 康子忙道 何剑飞叹了口气 那难道还能一直找下去不成 康子迟疑了一下 道 大伯 我们想晚点回去 你们还想干什么 何剑飞有些不耐 康子道 我们想和诚哥一起去一趟江城 诚哥 可以吗 我略为有些意外 点头道 当然可以 那太好了 康子喜道 又转向何剑飞 大伯 我们找到了彤彤 就跟他一起回去 何剑飞沉默了片刻 摇了摇头道 随你们吧 他又看了一眼躲在我身后的姚景辉 带着女儿何梦瑶 转身离开 干什么 做贼心虚吗 我回头看缩在一边的姚景辉 老师您别开玩笑 姚景辉吓了一跳 我只是不好意思见 见他们 傍晚时分 毛山这一行人果然先行撤走了 吃过晚饭后 我见温念云和老板娘 一直在那里嘀嘀咕咕的 就过去问了一句 小茬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温念云正色道 我见她脸色凝重 知道肯定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 让她说来听听 你说那个诅咒还在不在 温念云问 老板娘道 我准备跟小云一起出去 原来如此 其实这个问题 我之前也已经想过 诅咒这个玩意儿 是属于超级难缠的一种东西 尤其这寨子里被种下的 又是胡祖 更是麻烦的井 胡小倩所下的这个诅咒 是和胡种紧密相连的 如今胡种被破 胡家老祖也已经被吴痴给一件批了 从理论上来说 这个诅咒应该算是解了 只是这东西 我也没法肯定 想要真正确认 那就只有一个最稳妥的办法 那就等一段时间 让寨子里的男女造造人 看能不能生下个男孩 如果能生下男孩 就说明诅咒是真的解了 但这个时间 至少要将近十个月左右 这还是王少了算的 万一寨子里的人一时生不出 或者刚好连续生下的都是女婴吗 那时间就更得更长了 当然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更快也更准的方法 我准备出去一趟 看看会不会有事就知道了 老板娘道 珍珍姐 你的胆子有点大啊 我嘖嘖了几声说 老板娘横了我一眼 你不是说 有九成的可能性 那破诅咒已经解了吗 那也有一成的可能没解 我说 老板娘横了一声道 运气不好 那死了也就死了 这时 毕哥他们四人 也不知道从哪刚回来 听说了这事 急忙纷纷劝阻 珍珍姐姐 你不能去送死啊 孙嘉轩急道 老板娘气得拍了下她脑门道 谁去送死了 你个乌鸦嘴 孙嘉轩急忙佩佩了几声道 我乌鸦嘴 我乌鸦嘴 大吉大利 我刚才说的都不作数 温念云看我 小陈 你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 这既想快 又不想冒险 天底下哪有这么美的事 要不这样 我先找个人问问 我把姚景辉叫了过来 让她去问问她姐的意见 好嘞 姚景辉答应一声 一溜烟就跑了出去 过了小半课中 就见她风风火火地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她解姚琼师 我本来是让她问一下意见就行 没想到这姑娘亲自过来了 村夫先生 姚琼师冲我微微点了点头 我仔细想过了 应该有九成的可能 这诅咒已经解开了 温念云又了一声 笑道 还挺心有灵犀的吗 她说九成 你也说九成 小陈 你俩不会私底下已经睡过了吧 我真恨不得 把这渣女的嘴 用杨童钉给震了 唐姐 你别乱说话 姚琼师轻咬了一下嘴唇 脸上带了一丝薄怒 温念云冷笑道 你可别来乱攀关系 谁是你唐姐 大姐 你还要不要听了 我赶紧打断道 温念云哼了一声道 怎么 睡了一觉 你就这么维护她了 我真是一个脑袋两个大 这女人扯这些有的没的 不过就是因为 她父亲姚思贤的关系 连带着看 所有姚家人都不顺眼 所以看到姚琼师 就忍不住要修理修理她 姚琼师身为姚家小神医 性子冷清 浴室也极为冷静 一般的挑衅 对她毫无作用 但她毕竟是位出格的姑娘家 被温念云这渣女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一口一个睡觉的 脸上顿时腾起一片红云 又羞又闹 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睡了就睡了 还愣着干什么 说你的结论 温念云冷着脸道 我见姚琼师那姑娘 气得双手微微发颤 不过还是清晰了口气 戏声说道 如果非要现在 就出去试试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 万一诅咒没解 我也可以立即施救 温念云看了她一眼 道 你有把握 姚琼师点头 姐 你看怎么样 温念云问老板娘 那就这样 咱们现在就出去 这鬼地方 我真是一刻都不想多待了 老板娘当即拍板 这还真是说风就是雨 说干就干的行动派 我问姚琼师 需不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我已经带好了 姚琼师戏声道 我看姚景辉手里 拎着一个药箱 看来姚琼师在过来前 就已经预料到了这种可能 所以已经提前准备了 这时 温念云靠了过来 道 说什么呢 我干脆没解查 过去找毕哥他们 刚走出几步 就听姚琼师啊的惊呼了一声 我一回头 就见他捂着胸口 退后几步 面红耳赤 羞怒交加 怎么了 我见毕哥他们神色古怪 低声问了一句 郭震东压着声音 偷偷道 刚才念云姐就 就摸了一把小神医的胸口 我听得有些无语 你别太过分 不然我不客气了 我听姚琼师赤道 温念云喝了一声 这么小 都没摸到什么 姚琼师气得浑身发抖 我还真怕他扭头就走 不过这姑娘真是好气性 居然硬生生给他忍了下来 这小神医和咱们念云姐是堂姐妹 不过这身材嘛 差距还真挺大的 孙嘉轩低声笑道 那可不 要论身材的话 那我绝对赞念云姐啊 郭震东附和道 我看他俩在那聊得高兴 淡淡插了一句 姚家的人 耳朵嘟灵 郭震东和孙嘉轩 吓了一大跳 赶紧闭嘴 不敢再多说 不过温念云那渣女 总算还能想到有正事 没有再继续为难姚琼师 她挽着老板娘的手 并肩往寨子外走去 我和毕哥他们四人 随后跟上 姚锦辉拎着药箱 陪着他姐 又跟在我们后边 一路来到寨子出口处 那一堆白骨 依旧堆积在那里 看到石碑上白骨 债三个字 我不禁又想起了无痴 在黄粱一梦中 我跟着他在这里 打坐了几天几夜 终于要走了 老板娘感叹了一声 过去踹了那白骨堆一脚 然后就大步往寨子外走去 我和温念云 还有姚琼师 随时注意她的状况 走出大概十多里后 老板娘还是没有任何异装 外面的空气就是不一样 老板娘兴高采练 我能理解她的心情 这就是像一只从小 被困在某个地方的小鸟 现在终于能振翅高飞 自由翱翔 哪能不开心 尤其这个地方 还是她一生的噩梦所细 这之后 老板娘带着我们 在大巴山中到处乱走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才返回了十九里寨 除了泪点 老板娘没有任何异样 这也就意味着 在十九里寨中 绵延了几代人的狐祖 是真的破了 当天晚上 寨子里就举办了一场 盛大的篝火晚会 跳舞庆祝 到了第二天早上 姚家一行人 就收拾好行装 前往药谷 然后在那边停个一天 就带着所有人 启程去江城 不过姚景辉留了下来 说是要跟着我一道回去 我一直惦记着 何思彤的那个挂项 也不在这里多留 就选在当天返城 毕哥他们四个 自然也是 跟着我们一块离开 不过在十九里寨 待了那么久 四个人跟寨子里 几个姑娘好上了 分别的时候 你弄我弄 依依不舍的 老板娘也把客栈关了门 收拾了随身物品 跟着温念云一起 准备离开 置住了三十多年的寨子 那人走了 温念云问我 我知道他说的是姚思贤 点头道 先去了药谷 再转到去江城 温念云冷哼了一声道 姐 出去厚调男人 千万别碰姓姚的 都是没良心的东西 可不就是 老板娘深以为然 姚景辉在一旁 听得很是尴尬 又不敢吱声 要知道 就连他姐 都被他这个堂姐 给整得很惨 他又哪敢去触眉头 念云姐 你和珍珍姐准备去哪 郭震东笑嘻嘻地问 温念云邪腻了他一眼 问道 哪里帅哥最多 孙家轩急忙插嘴道 这还用说 肯定是我们郑州 帅哥最多啊 念云姐要不去我们那 郑州我去过 一般般吧 温念云不以为然 我俩准备先去江城转转 我有些意外 两位大姐 你们也要去江城 怎么 不行啊 老板娘美好气地 白了我一眼 孙家轩不服道 江城是美女最出名 论帅哥的话 那就一般般了 温念云一拍他肩膀道 把你跟小陈一比 谁好看 那绝对是我好看啊 孙家轩拍着胸口道 温念云呸了一声道 瞧你这点德行 我就问你 这几天睡了几个 孙家轩脸一红 郭震东笑道 也就一个相好的 那不就是了 温念云道 你再看看小陈儿睡了几个 先不说其他的 湖里都睡了三只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招呼姚景辉和康子他们一声 往寨子外面走去 我们一行人出大巴山 到谷仓镇吃了个饭 休息了一下 然后出去到平立县 在那儿 我们就要个奔东西了 毕哥 郭震东 孙家轩和马大师 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至于我和温念云姐妹俩 姚景辉 以及康子他们四个 则是去往江城 下次还是我来组织 咱们再去哪里玩玩 临走前毕哥提议 我们自然是纷纷赞成 于是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后 毕哥四人就率先离开了 我们剩下几人 则坐车前往附近大一点的城市 然后坐高铁 返回江城 对于外面的一切 老板娘都感觉心气极了 就如同破龙而出的鸟 看到什么都感觉兴致勃勃 这就是高铁啊 以前只听那些来的客人说起过 这回是真的亲眼看见了 从江城高铁站出来 正好是华灯初上的时候 除了我和温念云之外 其他几人都是一次来江城 相比鼠中的天气 江城这边要冷上许多 小茬 你可是地头蛇 咱们今晚的住宿吃饭 可就要靠你安排了 温念云道 我笑说 那还用说 肯定我抱怨 不过在江城的话 这个时间点 车子可不太好打 温念云道 我说 没事 我找了朋友过来接咱们 哟 还想得挺周到吗 不过咱们这么多人 你朋友得开个大车来接 没问题 说话间 我们一行人来到了高铁站外 老陈 一个人引冲我跑了过来 给了我一个熊抱 来的正是贺锦棠 跟他一起来的 还有穿着红色羽绒服的宝 瓷娃娃似的 靠 老陈太不够意思了 电话也打不通 去拿鬼混了 也不叫上歌 贺锦棠正喷着唾沫呢 一眼看到随后出来的温念云和老板娘 立即整了整衣领 风度翩翩地道 老陈 还不先介绍介绍你几位朋友 我把双方介绍一下 天气冷 大家上车再说 贺锦棠热情地引着众人过去 我牵着宝的手跟在后面 笑道一段时间没见又长漂亮了吗 宝儿仰头问 哪里漂亮了 从头到脚都漂亮了 我说 宝儿道 哥哥 你夸得好空洞哦 我不禁失笑 那怎么样才算夸得不空洞 宝儿乌溜溜的眼睛一转 说道 那哥哥 你是怎么夸你女朋友的 哥哥哪有女朋友 我笑道 宝儿嗷了一声 你女朋友把你甩了 那你是怎么夸你前女友的 我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忍不住揉了一下她的脑袋 哥哥你弄乱我的辫子 等会儿你要帮我扎的 宝儿道 好好 等会儿哥哥帮你扎 那你的手艺 还像以前那么差吗 宝儿问 我又被他给噎了一下 甘笑道 那当然不是 现在手艺一级棒 宝儿点点头 那好的吧 正说话间 就听前面康子几人 发出一阵惊呼 原来贺锦棠这次赖接人 总共开了三辆豪车过来 停在那一次排开 三辆车的司机 恭恭敬敬地守在车边 替众人开车门 姚景辉和康子他们坐了一辆 我和宝儿贺锦棠坐了一辆 本来另外一辆 是留给温念云和老板娘的 不过两个女的觉得 独坐一辆车无聊 就跑过来 跟我们挤了一辆车 贺锦棠很是绅士地坐了副驾 这家伙 别看平时不找五六的 在美女面前 那绝对是风度翩翩 以表堂堂一拙世家公子 谈吐风趣 见识部署 不时逗得温念云和老板娘 哥哥娇笑 宝儿 你怎么长得这么可爱 两个女儿很是喜欢宝儿 一直拉着她说话 宝儿声音软蒙地道 你们看我哥哥 还有我三叔 就知道了 老板娘扑吃乐道 那倒也是 你哥和你三叔 长得都不错 对啊 宝儿你知不知道 你哥这几天睡 那个迷倒了多少姑娘 温念云笑道 宝儿回头看看我 眨白了一下大眼睛 问 哥哥 你这几天睡了很多姐姐吗 温念云和老板娘听得一愣 两人神色古怪 估计是没想到一个小姑娘 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小孩子家家的 别瞎说 我轻拍了一下她脑袋 宝儿道 哥哥你不对 虽然你女朋友把你甩了 你也不能这样子 温念云移了一声道 小茬 你有女朋友啊 没有 我面无表情地道 贺锦堂咳嗽了一声道 老陈 这你是有点不对啊 咱们做男人的 还是不能太花心的 我看了他一眼 问旁边两位 两位大姐 你看我们家贺三少怎么样 温念云笑道 是我喜欢的类型 嗯 小云的口味跟我差不多 老板娘点头赞同道 贺锦堂一听 顿时喜上眉梢 车子里欢声笑语 更是不停 我拿出手机 给小石头发了个微信 我到江城了 吃饭没 之前我从大巴山出来 有了信号之后 就给小石头打了电话 但一直提示对方 不在服务区 没有打通 这会儿发个信息过去 本来也没有抱什么希望 谁知过了一会儿 手机嘟嘟几声 有信息过来了 我打开一看 是小石头回我了 正在吃呢 我又惊又喜 急忙回到 吃的什么 只要他肯搭理我 就说明 没有真的生我气 过了一会儿 他发过来一张照片 盘子里简单的饭菜 看着像是在某个食堂里吃饭 这是在哪 我笑着敲信息问 小石头说了一个名字 应该是在某个大楼的 用餐食堂里面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我问 还好吧 十九里寨那边怎么样了 我把他离开之后的事情 一一说了 又提到姚家人举家 迁移到了江城 然后温念云 老板娘和康子他们 也都到了这里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问出最关心的问题 小石头道 应该还要一点时间吧 过年前能回来吗 我算了一下时间 距离过年 也就只剩下半个月不到了 不好说 小石头也没法确定 我微微有些失望 我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直到小石头吃完饭 要去办事 才停止了聊天 收起手机 心情颇为畅快 哥哥 你笑什么呢 突然听到宝儿软萌的声音问 啊 没有啊 我说 宝儿道 你明明一直在笑 还笑得挺傻乎乎的 你看错了 我识口否认 就听温念云笑道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在想女人了 老板娘冷哼道 渣男 就是啊 老陈 做男人可不能渣 贺锦堂语重 心肠地道 就他们三个 还好意思说我 要脸不要了 我拿出手机 重新看和小石头的聊天 懒得去理会这一个渣男 和两个大渣女 三辆车直接开去了 位于燕子湖畔的楼外楼 贺锦堂早早地定下了 其中最大的一个包厢 等我们过去的时候 袁子康和孟大志 两人都已经等在那里 另外 焚香书院的六人 也跟着我们前后脚道 小辰 你朋友挺多的吗 温念云嘖嘖称奇 还行吧 我笑说 今晚这一群人 基本上都是业内人士 就连贺锦堂和宝 经历过这么多事 那也算是半个内行 所以大家交流起来 全无障碍 气氛很是热闹 楼外楼的菜 那是典型的江南菜系 跟东北和鼠中的菜色 截然不同 相对来说 味道要清淡许多 你们这里的菜 真是秀气 老板娘点评道 不过楼外楼 毕竟是百年老店 菜的味道 还是十分过硬的 众人都吃得十分满意 姚景辉 一直盯着众人面前的酒杯 看谁酒杯空了 立即殷勤地过去给倒酒 小妖 你就别忙活了 我们自己来就行 来来来 多喝几杯 袁子康叫住他道 姚景辉挠了挠头 笑道 我是老师的学生 在座的都是我的长辈 应该的 康子四人吓了一跳 急忙站起来 连说不敢 辉哥 你别开玩笑 我们哪能当你长辈 贺锦堂一了一声 一拍我肩膀说 老陈 你什么时候收了个学生 哥怎么不知道 姚景辉忙解释道 我是前不久才跟着老师的 好家伙 贺锦堂笑道 不过你眼光不错 跟了老陈以后 前途无量 谢赫哥夸奖 姚景辉大喜 赶紧又屁颠屁颠跑过去 给贺锦堂的杯子里添酒 接着又给自己 倒了满满一大杯 举起来说道 小妖 我先敬各位一杯 康子四人急忙站了起来 举起杯中酒回敬 同样跟着他们一起站起的 还有王孝仙 等一干坟香书院的人 小妖 你这酒敬得不太对 柳玉翠笑盈盈道 姚景辉压了一声 急忙道 还请姐姐赐叫 柳玉翠笑得越发开心 说道 小嘴真甜 不过嘛 你应该管我叫师姐 姚景辉愣了一下 你不知道吗 你家老师是我们的师叔 柳玉翠边上的高红插嘴笑道 姚景辉压了一声 之后听高红解释了 才恍然大悟 柳玉翠笑道 你是我家师叔的学生 虽然还不算登堂入室 但怎么说 也算是半个徒弟了 所以 你得管我们叫师兄师姐 是 师姐 姚景辉又惊又喜 赶紧又一个一个喊了过去 嘴巴甜 就连焚香书院里 两个年纪比他小的 他也以师兄相称 你这个学生收得不错 虽然看着有点傻乎乎的 不过人还挺实诚 贺景辉凑到我耳边 笑着说了一句 我嫌腻了他一眼 你也没看着比人家聪明 靠 歌长的就是一张聪明脸好不 贺景辉大为不满 姚景辉 跟王孝仙他们一伙人打成一片 然后这帮人就以晚辈的身份 开始给我们敬酒 康子他们四个 慌忙站起来回敬 连说不敢 他们之间还是以平辈论交 贺景辉他们几个 就心安理得地瘦了 一副以老卖老当长辈的模样 还勉励了几句 至于温念云和老板娘 挺给王孝仙他们面子的 来多少酒喝多少 但只要是姚景辉过来 两个人不理不睬 连正眼都不瞧一下 老陈 你这学生 不会是偷看云云和珍珍洗澡了吧 贺景辉凑过来好奇问 你这人怎么这么卧错 我鄙视地看了他一眼 还云云和珍珍 贺景辉靠了一声 哥是这样的人吗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说来话长 你不懂 这事情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 就凭哥这智商 哥能不懂 贺景辉大为不满 一顿饭吃到老晚 大家伙都喝了不少 贺景辉早就订好了酒店 叫司机送了温念云等人过去休息 我打了个车 回去豪园 过了这么长时间 这豪园里依旧冷冷清清 下车后 我来到别墅门口 见一楼客厅还亮着灯 我还以为肖观音还在看电视 不过进去之后 却并没有看到他的人 电视也关着 我刚准备上楼看看 就见楼梯口 晃过一截裙摆 师父 您这么晚还没睡呢 我满脸堆笑地道 肖观音拿着一本书 从楼上下来 坐到沙发上 翻了几页书 才拿正眼看我 淡淡道 你个小魂球 舍得回来了 师父 您是不知道 我这回差点就回不来了 我叫苦道 肖观音哦了一声 回不来道好了 省得气我 师父 我可没半点夸张 要不是之前您天天教导锻炼我 我这回肯定是要死在外面了 哎 以前我不知道您的苦心 还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 实在是该打 肖观音吃得笑了一声 出去一趟 你这小魂球 倒是越来越会花言巧语了 师父您可冤枉我了 我这话句句真心 实心实意 我叫去道 肖观音轻哼了一声 师父 您饿了吧 我马上给您做夜宵去 我来的路上 就已经买好了食材 肖观音淡淡道 还行吧 没饿死 我没敢接话 赶紧跑去了厨房 一通忙活 搞了一碗清汤面 和几样小菜出来 在肖观音吃面的功夫 我就在旁边 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一一说了 燕吐雪 当听到天师神宫中 师门门主破关而出时 肖观音也不由地动容 师父 您认识夜门主啊 这人好像跟咱们长生殿 不大对付的样子 这个问题 我其实好奇了很久 肖观音道 见过一次吧 不过那时候我还小 是跟着你眉师祖见的 原来这燕门主 比师父您的辈分还高啊 我诧一说 肖观音放下筷子 我忙给他端了杯热茶送过去 他喝了一口 说道 这燕吐雪 跟你眉师祖应该是旧交 但后来的确是闹翻了 至于因为什么 你眉师祖不说 我自然也不知道 你要不找你眉师祖问问 还是算了吧 不打扰 他老人家了 我赶紧摇头 当年这燕吐雪 突然销声匿急 我还奇怪呢 没想到 居然是把自己给练了施煞 也亏他想得出来 肖观音道 语气颇有些赞叹的意味 不得不说 这位燕门主的所作所为 实在是奇思妙想 天马行空 而且 这当中的胆破 也不是常人所及的 后来他怎么放过你们呢 肖观音又问 说起这个 我也有很多疑问 当时那位燕门主 说了一句话 他说幽玄身 阴神火 有意思 有意思 师父 这幽玄身是什么 肖观音道 你怎么不去问问你家小媳妇 我猜 这应该是 某种内敛的法子 要是我去问的话 不是显得孤陋寡文吗 这样会给师父您丢脸 肖观音邪腻了我眼 道 你这小魂球 脸皮那腰厚 还怕丢脸 我善笑道 还是怕的 想知道就自己去问 媳妇是你的 可不是本宫的 肖观音道 师父说的是 我赶紧插开话题 接着讲后面的事 说到无痴那一段经历时 肖观音微微摇了摇头 道 这人倒是难得一见的修炼奇才 只可惜 为人吃鱼 食人的本领实在太差 这样的人 怎么执掌一派 相比起来 你这小魂球 心肠就黑得很 这一点上 比他高了一大截 我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这算褒奖吗 师父 当时事出无奈 我才暂时 接了全真掌教传承 我赶紧解释道 谁知肖观音却不在意 你是我肖观音的青传弟子 皆长个没落的全真教 又算了什么 师父英妙 我喜道 少拍马屁 肖观音道 你记好了 要主持一个门派 最重要的 不是修为有多高 法术有多精 而是要脸皮厚 眼光毒 心肠黑 手断狠 明白了没有 明白 我点头道 肖观音恩了一声 道 不过你小子 这四样都算是不差 特别是脸皮够厚 心眼够坏 这话说的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辩解 要是你跟你那个 无痴师兄一样 傻里傻气 笨头笨脑 本宫早就把你毙了 还留着过年吗 肖观音冷冷道 看来他对于无痴的表现 是极为不满的 想象也是 如果让彭宽知道 他自己辛辛苦苦 交出来的徒弟 被一只狐狸精 玩弄于鼓掌之间 最后下场如此凄惨 又会怎样 正想着 就听肖观音道 那你觉着 你收的那个学生 是属于该币的 还是不该币的 我听得额头出汗 忙解释道 师父 那只是机缘巧合 徒儿想着把 没师祖创的 脆体炼气术 交给他看看 可不算是正式的徒弟 而且 徒儿现在哪有资格收徒 肖观音哼了一声道 我长生殿 那一代的传人 不是天赋超拙 聪明绝顶之辈 你要是敢收些杂鱼进来 本宫投一个废了你 我赶紧点头称是 以后你要是收徒 必须以你家小媳妇为标准 明白了没有 肖观音道 徒儿明白了 我连声答应 心里却想着 要按照这标准来 只怕这徒弟是不用收了 上哪找去 不过也好 省得还得收个破徒弟心烦 一个人逍遥自在多好 对了师父 听说当年胡家 是被一个姓梅的女人 给差点灭门了 这是不是我梅师祖 我好奇问 肖观音微微沉默 道 是你梅师祖 当年有一户人家 被只成精的狐狸 倒得家破人亡 最后只剩下一个 三岁的小女孩 被梅师祖所救 后来梅师祖就抱着她 找上了胡家 因为那只狐狸精 就是出自胡家 当时四大仙门鼎盛一时 胡家更是家族兴旺 压根没把梅师祖看在眼里 也拒不交出 那只骇人的狐狸 梅师祖一怒之下 抱着那女娃 直接把胡家给杀穿了 最后捏死了那只狐狸 才打到回府 我听得心情激荡 遥想当年梅师祖 孤身一人 还抱着一个三岁女娃 居然差点把四大仙门之一的 胡家给杀得绝户 精彩绝艳 实在让人佩服无疑 不过我注意到 肖观音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 眼神中不时闪过一丝黯然 这当中自然是有他想起梅师祖的原因 但应该不只是这个原因 再一转念 猛然冒出一个念头 师父 当年梅师祖抱着的女娃 是不是师父您 肖观音瞥了我一眼 道 你这小魂球还挺八卦 他这样说 其实就是默认了 对了师父 还有那个姚广盛 您怎么看 我插开话题问 肖观音道 他既然会灵书密旨 那应该是为长老的传人 等再过一段时间 你带他过来见见 好嘞 我欢喜地答应 我从墓里出来之后 也找过其他人 只是没有找到任何踪迹 肖观音微微叹息了一声 这事是挺奇怪的 姚广盛也不知道 他师父究竟去了哪里 我有些遗憾 这些人都是肖观音的旧部 老手下 肖观音对于他们 肯定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 隔了一会儿 听肖观音淡淡道 小魂球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愣了一下 刚才 你说你这次出去 差点回不来了 肖观音道 对啊 差点就没法回来见师父了 我叹气道 肖观音起身 从沙发站起 师父 您要回去睡了 您早些休息 我去洗碗 我收拾碗筷 准备去厨房 谁知肖观音 镜子往门外走去 跟我来 我总觉得有些不妙 但也不敢违抗 只好跟了出去 让本宫看看 你有多少长进 肖观音站在那里 夜风吹过 群居飞扬 不等我应声 就见他挥手一招 泼辣一声轻响 一团透明的湖水 从湖中被他隔空抓了起来 我一阵汗毛倒树 立即扭头就逃 清风不二绝使到极致 人影煞石模糊 如同一道清风 接连闪过几个方位 然后那团湖水 疏忽出现在我头顶 不等我反应 水光泵裂 成千上万的水珠 瞬间落在我身上 我坑都没来得及坑一声 就被砸翻在了地上 不停发颤 身为我肖观音的清传弟子 居然被人追得鸡飞狗跳 本宫不要面子的吗 只听肖观音的冷清的声音 随风飘了过来 我突然有点想哭 还在地上装死 装到什么时候 我见肖观音的裙摆出现在眼前 不敢再处在地上 赶紧挣扎了一下 爬起来 师父 您这一手也太厉害了 我强忍着浑身剧痛 奉承道 肖观音没有搭理我 淡淡道 原本这是要等到你明玉京 跨过第四重楼 勉强接得住 不过既然你有心学好 那本宫就提早一些 我真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 师父 要不咱们还是循序见 话还没说完 就见肖观音 投过来冷冷的一片 师父说 怎样就怎样 我被他 盯得头皮发麻 只好改口 肖观音嗡了一声 一招手 又是一团湖水 从湖面被抓起 我浑身紧绷 全神贯注 去看那团湖水的变化 然后再次被 泵裂出来的水珠 给打成了筛子 要接下这一手 除了得弄明白 这水珠变化的奥妙 还有身法 以及应变速度 技巧等等 都是缺一不可 反正一个晚上下来 我就静挨揍了 但逃又逃不过 只能安慰自己 挨师父的揍 总比以后出去 被别人给宰了墙 到天蒙蒙亮的时候 肖观音终于回去睡觉了 我趴在湖边 整个人像散了架 一点都不想动他 总觉得这样下去 我其他本事且不说 这挨揍的能耐 肯定是蹭蹭见长 又躺了一阵 才吃力地爬了起来 回屋里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之后做好了早饭 等肖观音起来吃了 我就跟他请了个假 回了一趟三爷爷 留给我的老楼公寓 我刚开门还没坐下 文秀就找了上来 弟弟 真的是你回来了 文秀又惊又喜 我见他腰上系着围裙 手里还拿着汤勺 笑道 姐 你在做饭呢 文秀道 对啊 我刚在做汤呢 你赶紧去我那边 见我点头 他才回了楼下 我到屋里转了一圈 发现虽然这么久没住 但是屋里仙尘不染 想必是文秀 一直在帮我打扫收拾房间 在楼上待了一会儿 我就下楼去了文秀家 文秀在厨房里忙活 客厅里电视开着 大傻哥坐在沙发上 吃着薯片 一边乐呵呵地 看着综艺节目 我一直在猜想 这大傻哥的身份 他既然会通油宝钞 那应该是和长生店 脱不了关系 就是不知道 他是江秋迪那边的 还是像姚广盛一样 是萧观音老部下的传人 吃不吃 大傻哥呵呵笑着 把手中的薯片递了过来 我抓了一把 放进嘴里 笑道 番茄味的 味道不错 大傻哥嘿嘿笑了笑 又继续吃薯片看电视 文秀用橡皮筋扎了个马尾 在厨房忙进忙出的 姐 你可越来越像贤妻良母了 我过去帮着端菜 打去说 文秀笑骂道 我都没嫁人 你可不要损坏我的名誉 对对对 姐你是贤妻良母预备对的 我笑说 近乎说八道 快吃饭吧 文秀把汤端了过来 把大傻哥喊了过来 文秀又给我们美人盛上饭 想起当日 在张公前婆的那栋诡异公寓 和文秀初次相遇的情景 颇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本来想和文秀说说 在铁壁风上遇到前婆的事 不过转念一想 还是算了 何必让他再想起 那段噩梦般的过往呢 对了 弟弟你准备在哪过年 文秀问 我说 应该就在江城吧 三爷爷又不许我回林县 至于家里 如今这状况 暂时也还是不回去为好 免得被我惹来其他时段 那太好了 文秀喜道 说起来 我好久没有正正经经过一个新年了 我懂他说的意思 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我举起杯子里的雪碧 来干一个 干 文秀举杯 和我碰了一下 结果大傻哥也举了个杯子凑过来 乐呵呵地道 嘿嘿 干 干一个 文秀扑斥笑了出来 于是 我们三人又一起碰了一下 吃过饭后 又闲聊到下午 也算是过了一个难得的悠闲午后 从文秀家出来以后 我就打了个车 去了纸扎店 我之前就听贺锦棠说 小锤子伤好以后 就又回去重新开张了纸扎店 进门 就见那姑娘正趴在柜台上刷着手机 一边还在那傻乐呵 看什么这么入迷 我凑过去笑道 小哥哥 小锤子看到是我 喜滋滋地起身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说昨晚刚到的 打量了屋内一眼 发觉摆设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你家老板还没回来吗 我问 小锤子笑嘻嘻地道 干嘛 你是想我家老板啊 是啊 好久没见了 也不知道他老人家近况怎样 我笑道 小锤子哼了一声道 算你有良心 又道 不过 你见过我家老板吗 还好久没见 我听他这么一说 也不由有些好笑 那倒也是 到现在为止 我还从没见过你家老板呢 小锤子道 我家老板脾气很好的 他不肯见你 肯定是你惹他生气了 这是我也想过好多次 就是没想明白 到底是哪里得罪了这位婆婆 又或者是一开始那次 我喝醉酒吐了他一声 然后就留下了一个坏印象 更何况 我那时候 因为宋秦秦的事 心情低落 再加上醉酒 也不知道说了多少胡话 肯定都被人家听在那里 现在想想 还是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不过 也幸亏对方是德高望重的长辈 就算听了 也不是很打紧 否则真是骚也骚死了 小哥哥 你在想什么呢 突然听到小锤子问 我说没什么 那你脸红什么 我一惊 演示道 没有吧 可能刚才走得有点急 不过这姑娘倒也没细究 等我去买了菜回来 就见小锤子一脸喜色 我刚接到我家老板电话了 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忙完 不过尽量赶在过年前回来 做好晚饭和小锤子一起吃了 我才从店里出来 想想也没其他事 索性就沿着老街溜达一圈 还没走到前老板的酒保斋 就接到了周明的电话 问我有没有回江城了 听我说昨天刚到 周明就喜到 那正好 原来是周明刚刚升了职 所以想请我们几个老同学 一起吃个饭 而且快年底了 也正好聚一聚 因为宋晴晴在学校那边 还有点事 所以干脆就约了夜宵 我看看时间还早 就去前老板那边坐了一会儿 听他唠唠嗑 这位老爷子 虽然是个古玩店老板 但对于风水界的事情 却是门清 听他说说 还是可以长不少眼界的 说到江城的时候 前老板摇摇头说了一句 怕是要开始乱咯 我问他是怎么个乱法 前老板笑道 其他不说 我们这些做生意的 就先遭了殃 听他解释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我不在的这些时间里 江城的整个商业圈子 也出现剧烈的震荡 秦家的实力骤然膨胀 就跟鲸鱼似的 不断吞噬一些小家小户 已经有很多底子 比较薄的商家 都被秦家给吃掉了 就连前老板这古玩生意 也受到了不少的影响 我听得心中了然 这秦家的背后 就是金山法教 而金山法教的背后 又是江秋迪 以及长生殿 有这样手眼通天的靠山 作为依仗 秦家自然是无往而不利 曾经有好些人都断言过 风水界的气韵之争 必然会延伸到世俗界 看来 已经是有苗头了 在九宝斋 坐到快九点钟 我才打了个车 去了宋秦秦学校外的烧烤摊 原本周明的意思 是想找个好一点的餐厅聚聚 不过我们都觉着 吃夜宵嘛 还是烧烤配啤酒 比较合心意 于是就还是挑了这个老地方 陈平 这儿 我刚一下车 就听到有人叫 这个时间 虽然天气有点冷 不过烧烤摊的生意 还是不错的 有好几桌人 其中一桌 坐了两男两女 正是周明 王霄 宋秦秦和许昕 许昕本 就是宋秦秦的同学 自从上回那件事后 就跟周明他们混得比较熟 还是你们来得早 我笑着过去 陈平哥 我和秦秦也才刚到不久 你就比我们晚一小会儿 许昕笑道 对啊 要不然罚酒的就是我们了 宋秦秦也跟着笑道 我在王霄边上坐下 恶然问 还有罚酒的吗 王霄一拍我肩膀道 那是当然了 最后一个到的 先罚酒三杯 然后就给我倒了 满满一杯的啤酒 不是 你们事先也没跟我说啊 你们这叫不讲武德 我大为不满 周明黑黑笑道 你又不是七老八十 跟你不用讲武德 赶紧喝赶紧喝 我算是中了他们的套 只好端起酒杯一口闷了 你们先让陈平吃点 垫垫肚子 宋秦秦给我递了 我平常喜欢吃的几样烤串 那就先吃点 不许赖皮啊 周明又去叫老板 加了一堆菜 跟他们聊了一阵 才知道 原来王霄和周明 都已经升了职 而且还都交了女朋友了 本来早就想聚一聚的 只是我当时身在大巴山 手机根本打不通 他们也就只能作罢 相比刚来林县那会儿 王霄和周明都胖了不少 看来小日子过得 还是十分滋润的 什么时候 把女朋友带出来见见 我笑说 许欣笑道 陈平哥 我们都见过了 就你没见着 周明道 可不就是 我们这几个当中 就数你最忙了 我说没办法 正好最近什么事 都凑到一起了 看来风水师也不太好做 这也太累了 你看我们几个都胖了 陈平 反而感觉有点瘦了 王霄感叹道 王哥你可别乱说 我和秦秦可没胖 徐欣立即笑着反驳道 是是是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你和秦秦还有陈平都瘦了 王霄赶紧改口 引得大家一众哄笑 对了 伯父最近怎么样 我问许欣 许欣微微一正 笑道 我爸还挺好的 最近家里的生意怎么样 我问 许欣轻移了一声 诧异地看看我 陈平哥 你怎么知道的 宋清清和周明 王霄他们都一脸疑惑 欣欣 陈平知道什么呀 许欣叹了口气道 这段日子 我爸成天忙得焦头烂额的 我家里的生意 怕是要不行了 怎么回事 大家伙都吃了一惊 许欣摇了摇头 生意上的事 我也不大清楚 我们家以前的很多合作伙伴 也是快撑不下去了 哎 我爸头发都稠得白了好多 这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像许家这种规模的 在江城商业界 只能算是小于一条 面对此番变故 根本无力自保 这样吧 伯父什么时候有空 我找几个朋友 大家一起喝喝茶 我说道 许欣愣了一下 惊喜道 谢谢陈平哥 我先跟我爸说一声 他拿出电话 马上给他父亲去了个电话 陈平哥 我爸说他随时有空 通完电话 许欣喜滋滋地道 宋清清他们三人 都有些疑惑不解 对啊 陈平有很多很厉害的朋友 只要他们 能照看一下 星星家肯定能度过难关的 还是王霄最先反应了过来 对对对 我差点忘了这茶 周明也随即醒悟 你们才明白过来啊 谢谢陈平哥 许欣欢喜地道 我笑说 都是自己人 客气什么 再说了 也都是互帮互助 正说话间 一辆黑色奔驰 在考川摊前停下 不等车子停稳 就见一个人打开车门 一路小跑过来 秦秦 那人西装革履 高高帅帅的 不过脸色却是颇为憔悴 正是那个唐泽坤 你怎么找过来的 宋秦秦皱眉道 秦秦你别生气 唐泽坤低声道 又冲我点头 满脸笑容地道 陈先生也在啊 我笑笑 就当打招呼了 你干什么 秦秦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许欣怒道 我和周明 王霄都大感意外 听许欣愤怒地说了 我们才知道 原来唐家的生意 也是一落千丈 已经风雨飘摇 到了崩溃边缘 唐家在江城 充其量也就属于中上 面对着大风大雨 根本无力自保 眼看着辛苦经营多年的家业 就要拜光 唐泽坤的生母 那位唐夫人四处求爷爷 告奶奶 希望有人能拉他们唐家一把 只不过如今这局面 各家自顾不暇 哪有人会理他们 于是 唐夫人就让儿子 去找宋秦秦 让他来找我帮帮他们唐家 结果宋秦秦当场就回绝了 说他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资格 去求我做这件事 一连劝说了几次 宋秦秦始终都不肯答应 唐夫人当即大发雷霆 说他吃里扒外 如果不答应这件事 就别想进唐家的门 宋秦秦也没说什么 当即和唐泽坤划清了界限 这件事也只有许欣知道 连周明和王霄都不太清楚 秦秦 你能不能再帮帮我 我妈 我妈急得已经三天没合眼了 唐泽坤央求道 我只是一个学生 帮不了什么忙 宋秦秦冷淡地道 唐泽坤用期盼的目光看看我 秦秦 你 你就看在我们以前 你帮我求求陈先生 让他拉我们唐家一把 我感激不尽 许欣怒道 你还有脸提 上次猫里领隧道的事 你是怎么答应秦秦的 那是陈兵哥最后一次帮你们唐家 以后你们都不许麻烦他 你忘了 我正了一正 没想到还有这回事 秦秦 陈先生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妈成天逼着我 要是我不来 他 他就要寻短见 唐泽坤哭丧着脸 我听得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其实 唐家和许欣家 也是一样的情况 只不过 对于这唐家一家子 我实在是没什么好感 宋秦秦微微叹息了一声 你也是那么大的人了 什么时候才能不把你妈挂在嘴边 不过这事 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你能不能别打扰我朋友 唐泽坤痛哭流涕 冲我央求道 陈先生 您 您能不能看在 发发善心 救救我们唐家 我求求你了 我也没想到 这唐泽坤那么大一个人 居然会说哭就哭 引得其他吃烤串的客人 纷纷侧目 明天 你让你妈过来见过 我思索片刻 说道 唐泽坤一听 大喜过望 谢谢陈先生 谢谢陈先生 秦秦 多谢你 还有各位 谢谢了 谢谢了 千恩万谢后 唐泽坤就上车回去报喜了 这姓唐的小子 怎么哭哭啼啼的 跟个娘们一样 王霄有些比异地道 就是啊 幸好秦秦把他给踹了 周明也跟着道 宋秦秦低头喝了口啤酒 说道 陈平 你是不是怕我被人说三道四 你才答应帮唐家的 没有的是 这唐家还是有点底子的 把他拉拢过来 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笑道 以如今江城的局面 不管是贺锦唐 还是王若宇 单单靠他们一家 都是无法跟秦家抗衡的 所以只能是几家 结成同盟 共同进退 像唐家或者许家 虽然实力较弱 但也可以拉拢过来 成为这辆战车的一份子 当然了 我之所以答应帮唐泽坤 其中也是有部分 宋秦秦说的原因在 他不想把我卷进 唐家的事事非非 所以一口回绝了 唐泽坤的要求 但这样一来 以后势必有风言风语 说他什么势力言 刻薄寡恩 眼看唐家马上要破产了 就立马跟唐泽坤分手 好了好了 不提着扫兴的事了 咱们喝酒喝酒 周明举起酒杯道 就是 喝酒喝酒 众人一起举杯 我们一直吃喝到将近十二点 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 这才散场 周明和王霄 都是打车回去 至于宋秦秦和许昕 他们学校就在边上 过条马路就到了 倒是不用担心 陈平 临走的时候 宋秦秦叫住我 我回头 宋秦秦今晚上也喝了不少 脸颊通红 你别太累了 好好休息休息 我笑说 知道了 还有啊 周明和王霄都有女朋友了 我也谈过一次了 你也要抓紧哦 宋秦秦笑说 我正了正 徐昕 挽着宋秦秦的手臂 跟着打去道 就是啊 陈平哥 要不要考虑考虑我呀 好 我考虑一下 我笑 徐昕扑斥乐了出来 陈平哥 你可真给面子 宋秦秦冲我微微一笑 和许昕一起进了校门 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也打了个车 回去豪园 又喝酒了 萧观音靠在沙发上 正看一档子古装剧 我也不知道演的是什么 看这场景 大概是什么历史剧吧 师傅 要不整点 我打包了烤串 喝两瓶啤酒回来 萧观音瞥了我一眼 我跑去厨房 把烤串加热了一下 又拿了两个杯子 倒了啤酒 先递给萧观音 师傅 尝尝这个酒 味道有点不一样 我献宝道 萧观音不以为然 不就是啤酒 哪里味道不一样了 师傅您喝过呀 我诧异 大惊小怪 搞得多稀奇似的 萧观音喝了一口说 我甘笑一声 又挑了烤串 递给他 去外面等着 别以为晚上就可以偷懒了 萧观音道 我笑说 师傅 我可绝对没有偷懒的想法 您尽管揍 下手重点 萧观音略微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怎么 受什么刺激了 没有 心情好得很 行吧 那本宫自然不会让你失望 师傅 您这样说 我有点害怕 晚了 第二天早上 我是在湖边 趴了有三个多钟头 才强撑着从地上爬起来 只觉得 浑身没有什么地方是不疼的 要不是约好了唐家和许家 我真想继续躺那 不准备起来了 我出门打了个车 来到约定的地方 许 唐两家人 已经等候在那里 许家来的是 许老板和许心妇女俩 唐家来的 则是那位唐夫人 和唐泽坤母女俩 陈先生 陈平哥 四人急忙迎了上来 我看看时间 也不早了 说道 咱们走吧 过去坐了许心家的车 陈平哥 咱们去哪 没有叫司机 许心亲自开的车 我说 去王氏集团吧 好嘞 许心答应一声 发动车子 唐家的车子 也跟着我们缓缓启动 来到王氏集团楼下 我带着他们四人进门 来了 朱小梅早就等在门口 见到我们 就笑盈盈地迎了上来 小梅姐 你越来越漂亮了 我笑说 不过 我这可不是客套 朱小梅 自从待在王若宇身边后 气质跟以往截然不同 现在活脱脱就是一个高级女白领 自信优雅 朱小梅呸了一声说 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 越来越有嘴滑舌了 带着我们坐电梯 直上顶楼会议室 此时的会议室中 坐了好些人 正在里面商议讨论 爸 你怎么了 许心晃了一下他父亲的胳膊 我回头一看 见许老板微微张着嘴 瞪大了眼睛 似乎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黄 黄夫人 那唐夫人指着里面 张口结舌地道 经他一提醒 我才注意到 跟王若宇坐在一起的 还有个雍容贵气的女子 正是黄家的黄夫人 我倒是没想到 她居然也在 是 是黄夫人没错 许老板咽着唾沫 肯定地道 还有那位 那位是不是曹总 他说的曹总 是个穿着黑色西装 身形鼻挺的中年人 我感觉看着有点眼熟 但想不起来在那见过 是 是天和集团的曹总 唐夫人紧张道 我听她说天和集团 顿时恍然 天和集团 就是叶家名下的产业 这曹总 原来是叶夫人手底下的人 当初在唐家 我还见过一面 难怪看着有点眼熟 此时 朱小梅已经上前敲了敲门 老陈你总算来了 贺锦堂那大嗓门 在里面叫道 其他人也纷纷朝门口 看了过来 小陈先生 好久不见 黄夫人微笑道 我赶紧过去给黄夫人请了个安 陈先生 那位曹总起身 笑着跟我打个招呼 我跟他握了握手 夫人最近怎么样 曹总笑道 夫人还在外地 他交代过 这边的一切事物 让我多多跟陈先生请教 哪里 哪里 是我应该跟曹总请教 我笑道 曹总笑得越发灿烂 陈先生客气了 我又介绍了一下许 唐两家 如今这会议室里 聚集了皇家 叶家 贺家和王家 这四家 在江城的实力 都是属于一流的 其中也就是 王家稍微要弱上一些 在这四家面前 许老板和唐夫人 连大气也不敢出 我在贺锦堂边上的空位坐了 老陈你总算来了 可无聊死哥了 贺锦堂嘀嘀咕咕地抱怨道 谈正经事呢 你还无聊 我没好气地道 贺锦堂打了的哈欠 早知道 我就该让阿彪来 我鄙视道 到底谁是贺家的三少爷 好吧好吧 我就听听 贺锦堂拖着脸盘道 说着 用胳膊倒了我一下道 不过老陈 还是你面子大 要不是冲着你 皇夫人还有叶家 哪会跟我们坐在一起 有点交情而已 我说 贺锦堂道 这何止是一点交情 咦 这不是那谁吗 对了 就你那老乡好那个 你把这鸭的 带过来干什么 是老同学 我大致解释了几句 哦 你那老乡好跟他分了 那你不是正好趁虚而入 贺锦堂顿时来了劲 别瞎扯 是老同学 贺锦堂拍着我肩膀道 老陈 你这心态才是对的 天底下美女多的是 就你这条件 什么样妹子泡不到 我听芸芸说 你这回出去 可是睡了不少姑娘 怎么样 哥以前说的没错吧 闭嘴巴你 我没好气 贺锦堂黑黑笑道 哥带你飞啊 晚上走起 我懒得理他 许老板和唐夫人 各自在下手拒紧地坐了 至于许馨和唐泽坤 就低着头 站在二人身后 大气也不敢出 今天 黄 叶 王四家聚在一起 主要就是商议 如何联手对付秦家 大部分时间 都是黄夫人 王若宇和曹总在那说话 三人分别代表黄家 王家和叶家 至于贺锦堂 他也就听听 基本上就跟我在那嘀嘀咕咕 会开到中途 朱小梅就领着几个人进来 给大家送上茶水 怎么是你吗 看到进来的几人 我还诧异了一下 来的是康子他们四个 还有姚景辉 我们反正闲着也没事 就跟着贺哥过来开开眼见 然后辉哥还特意调了一道茶 真的好香 康子笑道 我看他们几个人 端着茶壶茶碗过来 想必他们说的就是这个 大家先尝尝看 姚景辉给在场每个人 都倒上了一碗茶 会议室中顿时香气扑鼻 这茶可以啊 贺锦堂尝了一口 就连声叫好 其他人也是一致赞赏 我试着喝了一口 只觉一股热气 从腹中冲起 顿时精神好了不少 对于饮茶什么的 我没什么研究 说不上来好茶 不过就连黄夫人都说好 那肯定是好的 这位小兄弟 你这是什么茶 我还是第一次见 黄夫人有些好奇地问道 确实从未见过 曹总也颇为稀奇 姚景辉急忙道 我是老师的学生 大家叫我小姚就行 见大姐疑惑不解 贺锦堂就笑着解释了一句 她是我们家老陈的学生 算是咱们晚辈 众人一听 顿时对姚景辉又亲热了几分 姚景辉挠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这茶是我家里自己种的 早上我家里人刚到江城 让我拿了一些土特产过来 给各位长辈尝尝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这茶有的是 我听得心里一动 原来姚振远他们已经到江城了 但凡是身份到了某种地位的 就很少有不喜欢好茶的 就算自己不喜欢 也可以拿来招待客人 所以姚景辉送的这里 自然是人人喜欢 之后接着开会 姚景辉和康子他们 也不嫌累 就在边上干起了倒茶地水的活 许清见状 赶紧上去帮手 唐泽坤犹豫了半天 被他老娘给踢了一脚 这才硬着头皮过去 只不过嘛 压根没有他插手的地方 还有圣元集团那边 咱们得好好商议商议 黄夫人微微醋没道 没错 王若宇和曹总 言语间也颇有优色 我有些好奇 问贺景棠 这圣元集团怎么了 贺景棠低声道 这圣元集团 老陈你应该听说过吧 我说听过 应该是江城一家 挺有名的大企业 贺景棠摇摇头道 何止是挺有名 你别看圣元集团挺低调的 其实他是深藏不露 圣元集团最早是经营药材的 国内一大半的药行 都跟他们家有生意往来 不过 我爸还在的时候 曾经跟我说过 别以为圣元集团只是经营药材 其实他们还横跨了很多行业 产业遍布各地 甚至连南洋那边 他们都已经耕耘了至少几十年 你想想看 这得多恐怖 就咱们这四家 再江南一带 也算是叫得上号了 但要跟人家比起来 那还是差了一大减 那还真是挺厉害 我嘖嘖赞叹道 不过听贺锦棠说 这圣元集团最核心的业务 是经营药材 而且底蕴极为深厚 并且垄断了国内一大半的药材生意 这难免让我想起一户人家 这还用说 那是绝对的厉害 贺锦棠道 你不知道 前段时间 就连黄夫人和曹总 都吃了个闭门羹 原来 自从秦家突然崛起 大肆吞并各路小商户 一时间 将成商业界风雨飘渺 人人自危 不过这圣元集团 却是始终八风不动 保持沉默 似乎对外界事务毫不关心 不久之前 黄夫人和曹总 连妹上门去拜访 圣元集团的高董事长 想要和圣元集团搭上关系 共同应对秦家 谁知两人去了之后 人家一句我们董事不在家 就把他们给打发了 两人只好信心而归 如果说 圣元集团只是保持中立 两不相帮 那问题还不算太大 可要是这圣元集团 被秦家拉拢过去了 那就算是黄 耶 王四家联合起来 那也不是对方的敌手 所以在听说秦家 在和圣元集团接触 黄夫人他们 才会如此忧虑 老师 我去外面打个电话 姚景辉过来 低声跟我说 我说好 小姚 你这茶室真不错 贺景堂笑道 贺哥喜欢就好 我让我家里人 再多拿一点过来 姚景辉喜道 接着就出去打了个电话 然后回来继续给众人 倒茶地水 黄夫人他们又商议了大半个钟头 却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对策 我看坐在下手的徐老板 和那位唐夫人 脸色也是极差 估计也是被目前的局面给吓着了 老师 我家里来人了 我去接一下 姚景辉过来 低声跟我说 然后就匆匆出了门 小姚 刚才肯定是看 我们都喜欢喝茶 又叫他家里人送茶过来了 怪不好意思的 贺景堂笑道 我笑说 你也会不好意思 贺景堂靠了一声 那当然了 割脸皮很薄的好不好 不过 你这学生 虽然看着有点憨 不过品性还真不错 值得栽培栽培 我笑笑没接话 过不多时 就见姚景辉出现在门口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老人 那个不会是小姚的爷爷吧 贺景堂一类一声说 他话音刚落 就见黄夫人 曹总和王若玉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高董事长 三人慌忙起身迎了上去 什么情况 贺景堂一脸诧异 此时 黄夫人他们已经把那位老人迎了进来 高董事长 您 您老怎么亲自来了 以黄夫人的处便不惊 此时都有些许失措 可想而知 他是有多意外 那老人大约六十来岁 身形虽然颇瘦 但是精神极佳 满面红光 笑道 前几日 黄夫人和曹总亲自上门 刚瞧老头子 我正好不在家 实在是慢带二位了 黄夫人和曹总连称不敢当 卧曹 这老爷子 原来是圣源集团的高董事长 贺景堂猛然反应过来 扯了我一下 赶紧也迎了过去 高爷爷 这位就是我老师 姚景辉在旁边介绍 见过陈先生 高董事长满面笑容地过来 跟我见脸 老爷子客气了 我笑道 都到了这个时候 我基本上就能肯定了 这圣源集团 原来就是姚家的产业 难怪它能垄断 国内大半个药材市场 不过姚景辉这一声高爷爷 却把其他人都给震住了 高董事长 您喝 黄夫人看了一眼姚景辉 高董事长呵呵笑道 这是我们邵东家 姚景辉急忙道 高爷爷您这话说的 什么少东家不少东家的 我可是您看着长大的 一听这话 众人都惊呆了 还是黄夫人反应最快 急忙请了高董事长入座 众人纷纷回到自己位置坐好 姚景辉还是回去 跟着康子他们几人端茶地水 贺哥 我再给您添点茶 姚景辉看到贺景堂杯子里没茶了 殷勤地上来添茶水 啊 这个 贺景堂想说些什么 结果一时间也不知该说啥 就哈哈 干笑了几声 等姚景辉过去了 他就埋下头 疯狂冲我吐槽 靠靠靠 你这学生什么情况 老陈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啊 这圣元集团 还是你告诉我的 我哪知道 他跟高董什么关系 我喝了口茶 不以为然地说 那也是 贺景堂嘀咕了一声 不对 以你的阴险 你会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就收他当学生 什么叫阴险 我比试了他一下 他的家庭背景我当然知道 什么 贺景堂问 神医姚家 贺景堂愣了愣 神医姚 卧曹 是那个姚家 应该就是 你说的那个吧 你妹啊 老陈你也不早说 这么说 你这学生是姚家的大少爷 差不多吧 我靠啊 我刚才还叫他小姚 没事 你是他长辈吗 叫小姚合情合理 听你这么一说 那倒也是 他是你学生 我叫他小姚完全没问题吗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 会议的气氛十分融洽 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合作 高董事长又叫随行人员 送了许多特产上来 当中就包括茶叶 之后 这老爷子就先告辞回去了 黄夫人和曹总 另外还有事情 也在其后离开 小陈先生 你每次都让我这么意外 我送他们下去的时候 黄夫人微笑说道 其实我也挺意外的 我笑说 黄夫人点点头 进了车子 陈平哥 许昕他们父女俩 也喜气洋洋地过来道别 另外还有那个唐夫人 和他儿子唐泽坤 也跟了过来 陈先生 我们唐家 以后就以陈先生马首是瞻 绝无二话 那唐夫人拍着胸脯道 估摸着 今天这一场聚会 把这女人给吓到了 我也没怎么理会 又跟许昕妇女二人聊了几句 他们就先回去了 回到会议室 贺锦堂正和姚锦辉 在那嘀咕着什么 康子他们几人 不知道跟着朱小梅去了哪里 小神棍 这次又从哪里 骗了个徒弟回来 王若宇似笑非笑地问 我说 只是学生而已 王若宇气了一声道 学生不就是徒弟 那还是不一样的 我给他解释了一下 王若宇嗷了一声 原来还有这种说法 那好吧 不过你这学生骗得不错 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题 怎么能说是骗呢 王若宇白了我眼道 等会儿一起吃饭 等会儿还有事呢 没空 不过王若宇压根没理我 直接订好了餐厅 之后我们一群人 就一块儿吃了个饭 贺哥 我敬你一杯 若宇姐 我敬你一杯 小梅姐 我敬你一杯 酒桌上 姚景辉活跃得很 到处敬酒 他一敬酒 康子他们四个 也有样学样 端着酒杯 跟着上去敬 贺景堂倒是很快 跟他们打成了一片 一群人喝得嗨了 吃过饭后 王若宇和朱小梅 还有公司里的事情要忙 我和贺景堂他们 就坐车回了贺家别墅 你们不是去开会吗 怎么喝成这样 原子康和孟大志 刚从修炼场那边回来 看到我们不由地 嘖嘖称奇 董毛县 开会就不能喝酒啊 贺景堂醉熏熏地叫道 我把他给扶到了沙发上 姚景辉和康子他们几个 都喝得不熟 不过姚景辉是恋家子 康子他们几个 都是东北爷们 酒量都比贺景堂大得多 这楼上谁啊 我问原子康 刚刚进门的时候 就听到楼上传来 一阵阵钢琴声 我们这几个人当中 也就板会弹 不过听刚才的钢琴声 不像板的风格 是念云姐在弹 原子康笑道 我呕了一声 他俩也在啊 对啊 念云姐和珍珍姐 一直在楼上陪板玩 正说话呢 就听楼上钢琴声一停 然后楼梯口传来一阵脚步声 就见温念云和老板娘 带着板从楼上下来 你们这帮男人 又去拿鬼混了 温念云声音娇滴滴滴道 贺景堂醉熏熏地 嘿嘿笑道 云云 哥是正经人 从不鬼混 我看也是 温念云笑音音道 凑过来在我身上闻了一闻 好香 还是好几种香味 小陈 你这是又睡了几个 我懒得听他瞎扯 到了杯白开水喝了一口 跑过去找板打游戏 听说你很菜的 要不要姐带带你 温念云道 谁说的 我眼皮也没抬 温念云笑道 宝说的 我 刚打开游戏界面 就听外面传来汽车的声响 谁啊 原子康出门去看 过不多时 就见他带着一个女人进来 这女人穿着一件红色尼绒大衣 长得还挺漂亮 就是臭着一张脸 跟别人欠了他一百万似的 师姐 原本靠在沙发上抠脚的孟大志 疼得站了起来 来的这女人 正是她的师姐姚洪英 我问姚景辉 认不认识她 姚景辉看了半天 摇摇头说 不认识 其实我也就是看姚洪英也姓姚 所以随口那么一问 不过天底下姓姚的人那么多 不可能都是神医姚家的人 师姐 你最近是不是挺辛苦的 有点瘦了 孟大志很是狗腿地 跟在姚洪英后面 喋喋不休地说着 结果人家根本没正眼看她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姚洪英来到我面前问 温念云笑道 小茬 这又是你睡过的 长得不错呀 姚洪英眉头一簇 懦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孟大志也忙道 念云姐 这是我师姐 温念云看看她 又看看姚洪英 笑道 原来是你俩睡过 孟大志脸疼得红了 姚洪英冷声道 你在胡说八道 别怪我不客气 温念云也不生气 只是跟老板娘二语了几句 姐妹俩在那嘀嘀咕咕地笑个不停 我问你 什么时候回来的 姚洪英皱着眉头问我 我说刚回来 温念云听得呵呵了一声 姚洪英冷声道 你马上我跟我走一趟 我家小姐要见你 温念云哈的一声笑道 小茬 原来你是睡了人家小姐 你在瞎说 姚洪英大怒 温念云笑道 我怎么瞎说了 要不是为了睡觉 你家小姐找 我们小茬干什么 孤男寡女 难道是被窝里传聊天吗 你 姚洪英气得面红耳赤 师姐 你别生气 念云姐就这脾气 孟大志忙打圆场 贺锦棠笑嘻嘻地插嘴道 我也想知道 你家小姐找 我们老陈干什么 她还故意把这倒数第三个字 咬得很重 姚洪英气急 你们敢玷污我家小姐 都不想活了是不是 贺锦棠疑了一声 这怎么就是玷污了 那你说说 你家小姐找我们老陈 到底要干什么 我见那姚洪英气得 都要炸了 笑道 你回去吧 我没空 你在忙什么 姚洪英咬牙盯着我 我晃了晃手机 忙着陪板打游戏呢 你没看到吗 一 姚洪英气得不行 深吸了一口气 冷声道 你到底去不去 温念云扑斥一声 悦了出来 小陈 人家小姐等着你去睡 你还不赶紧去 眼看着姚洪英气急败坏 就要爆发 我收起手机说 那就去看看吧 我跟姚洪英上了 停在门前的一辆 高级商务车 开车的是个年轻姑娘 看着挺面熟 大概是之前见过的 车子一路向西几尺 姚洪英全程臭着个脸 刚才应该是被气得不轻 我也没去搭话 看着窗外的风景 车子来到城西近郊 一栋别致的中式宅院前停下 这里我来过一次 所以倒也算是熟悉 进门之后 回廊假山 小桥流水 倒是别有一番风韵 穿过庭院 来到荷花池边上的 一座精致雅设 我还记得 当时那个秦相龙和吴天门 就恭恭敬敬地 守在这道门外 不过这一回 门外却是没什么人 你进去吧 小姐就在里面 姚洪英在门口停下 我推门而入 又经过两道内门 来到最里面那处房舍 只见一个姑娘 身穿袖金长裙 坐在窗边 在她面前的桌上 摆着一副棋盘 她一会儿直黑子 一会儿直白子 自己跟自己下着棋 正是那位长生殿圣女 江秋迪 坐吧 她淡淡说道 声音温婉清澈 我也不客气 在她对面的椅子坐下 下一盘 江秋迪手里 拿着一枚白子 淡淡道 我从棋碗里摸了颗黑子 颠了颠说 这个不会 那你会什么 她问 吴子齐行不行 江秋迪侧目看了我一眼 脸上颇有古怪之色 那算了 她把手里那颗白子 落到棋盘 又捡了一颗黑子在手 我也没揭查 就看她到底想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 江秋迪将手中黑子落下 道 我之前是有点小看你了 你这人还算不错 有资格做我的夫婿 我忍不住笑道 我是不是还得受宠若惊 江秋迪淡淡道 天底下没有什么男人 是我看得上眼的 我也不想婚嫁 只是因为九龙局 再加上你这人还算没那么讨厌 我才勉强同意 你明白吧 那你还是别勉强了 我拿了一颗黑子 胡乱往棋盘上一落 江秋迪也跟着落了一粒白子 道 你我成婚后 你就是我长生殿的女婿 只要你以后都听我的话 别逆我的意 自然会前途无量 另外我的相貌我自己清楚 你也不用拿这个来故意气我 上一回来这里的时候 我曾经说了他一句丑八怪 没想到他到现在还记着 说完了 我问 江秋迪看了我一眼 那我就回去了 还得陪熊孩子打游戏呢 我拍拍屁股 准备走人 就听江秋迪冷声道 我让你走了吗 我回头 疑惑问 还有事 我刚才说的话 你没听清楚 江秋迪的声音温婉中透着凌链 我呕了一声 然后把温念云之渣女的流氓话 给搬了过来 听清楚了 不就是想让我跟你睡觉 没错吧 你 江秋迪原本雪白的脸颊 疼得起了一缕红玉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毙了 我心里暗赞 温渣女的流氓话 还真挺管用 就连这江秋迪 也难免被激得恼羞成怒 心浮气躁 那不然是做什么 单纯给你暖被窝 我一脸疑惑地问 江秋迪胸口微微起伏 冷冷道 你这张嘴在胡说八道 我先把你嘴缝了 还有你那些朋友 让他们早早归顺到我麾下 日后自然有他们的好处 否则 别怪我手下无情 我知道他说的是黄 叶 王这四家 笑道 你扶持的秦家是挺厉害 不过也就那样吧 只要我一句话 随时可以 让你那些朋友 灰飞烟灭 江秋迪寒声道 正在这时 就听外面传来姚红英的声音 小姐 我有紧急事情 进来吧 姚红英推门进来 看了我一眼 低下头去 说吧 江秋迪淡淡道 是 姚红英微意迟疑 说道 我们去圣元集团的人 被赶出来了 他们好像 好像跟那几家勾搭上了 我盯着那江秋迪看 想看看他什么表情 知道了 下去吧 江秋迪的声音 平静无波 姚红英退了下去 又把房门带上 既然不听话 你那些狐朋狗友 也就不用留着了 江秋迪恼羞成怒 也行 我回去 就查查哪些产业 跟你们有关 见一个宰一个 我毫不示弱 相比起来 他们长生殿 麾下的产业 遍布各地 真要这样互杀的话 损失绝对 要比我们大得多 你别以为 我舍不得把你毙了 江秋迪冷冷地道 我也懒得跟他废话 转身出门 回到荷花池边 就见姚红英 还站在那里等着 她带着我 一路穿过庭院 从宅子里出来 你不会又惹 我家小姐生气了吧 姚红英问 我说 我也挺不高兴的 你 姚红英怒道 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呢 我家小姐看上你 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没接她这茬 你知不知道 小姐有好几次 都对你手下留情了 要是换了其他人 早不知道死了几次了 姚红英道 是吗 那还真得感谢他不杀之恩咯 我讥讽道 姚红英气道 你这人 我要不是 看在跟你还有点交情的份上 我才懒得跟你说 我笑道 对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 干嘛 姚红英臭着脸问 去见见你师弟呗 她可是 天天惦记着你 我说 姚红英微微正了正 没好气道 她惦记我干什么 估摸着 是想睡你吧 姚红英愣了半天 韩生道 你是不是想死 我一笑 钻进了车子里 大只那单箱撕狗 我也就能帮到这里了 我现在突然发现 温渣女这流氓话 有些场合 其实还挺好用的 姚红英跟着我坐上车 却是冷着一张脸 一言不发 我们大只这人 还是不错的 温柔体贴 又老实厚道 我起了个话头 闭嘴你 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别害臊吗 这种事情很正常的 你再说 说不定 你俩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接下来这几天 我基本上就宅在家里 跟肖观音学着学那 然后就是固定节目 来走 偶尔出去买个菜什么的 这时间离过年越来越近 江城这大都市 反倒逐渐冷清 因为大多数人 都陆续赶回了家 准备一年一度的团圆欢聚 只是还有一桩饰 让我一颗心始终悬着 放不下来 那就是何思同 我接连又算了几卦 但卦象几乎都是一致的 就是让我守株待兔 以待来时 www.by2gaxes.com 只是我回江城 也有好几天了 但始终没有 这姑娘的半点消息 不得不让我有些心神不明 这天下午 我刚买好菜回来 就接到了林阳的电话 听声音很是有些急切 好 我等会让就过来 我挂了电话之后 就先去厨房 把饭给做了 之后跟肖观音请了个假 打车直奔 我们经常聚餐的那个小饭馆 进门的时候 林阳 孙倩 和郭灵力三人 都已经在了 他们已经点好了菜 我到空位坐下 土豪哥 你刚从外地回来 都还没怎么休息 我又得麻烦你 孙倩有些过意不去 我笑说 我又不是豆腐做的 哪有这么娇贵 这话把三个人 都逗得笑了 反正土豪哥一回来 我就特别安心 郭灵力笑道 林阳也跟着道 那可不 土豪哥去外地的这段时间 我直播的时候 都战战兢兢的 慌得一批 那要不我给你张照片 你放在身上护铁 我打句说 郭灵力扑斥一声乐道 土豪哥 你以为他没有啊 现在我们每次出去直播 他都要带上你的照片 孙倩说是吉祥物 护体的 是啊 孙倩也忍不住被逗笑了 我不可思议地看看林阳 真的假的 这个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不然我害怕 林阳尴尬地挠挠头 那我可是要收肖像费的 我说 郭灵力抢得到 那土豪哥 我也要带你的照片 我给你肖像费 又逗得众人一阵笑 孙倩有些憔悴的脸上 也不由得多了一丝笑容 大家一起喝了一杯之后 我让孙倩仔细讲讲事情经过 这回林阳着急忙慌地给我打电话 倒不是为了直播的事情 而是孙倩的一个表姐出了事 孙倩的表姐 是林安那边的人 林安毗邻江城 就在江城的西边 静得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林安其实也属于江城的一部分 孙倩在江城念书 也时不时地回去林安 找他表姐玩 大概半个多月前 他表姐突然间病倒了 而且神志不清 甚至吐出黑血 送去医院各种检查都做了 也没瞧出个什么所以然 孙倩听到消息后 就赶紧过去看网 到医院之后 他就被表姐的样子给吓坏了 短短几天 他表姐几乎已经面目全非 原本漂亮的脸蛋 变得苍白如纸 眼圈发黑 嘴唇铁青 而且整个人瘦得厉害 舅妈一直在边上哭 说他表姐已经几天 没有吃东西了 只要一吃东西 就会呕吐 吐出来的是一滩黑乎乎的 带着浓烈恶臭的东西 里面甚至还夹杂着血丝 孙倩跟着羚羊 搞了小半年的奇闻直播 眼界也开阔了许多 他直觉地认为 表姐这病有点古怪 可能不那么简单 本来他是想找我 只是我那段时间 正在大巴山 根本联系不上 于是在他的提议下 让舅舅去找了个风水先生来看看 那风水先生在屋里看了半天 出来摇头说 这就是得了病 跟其他东西无关 就匆匆走了 这样一来 也就只好作罢了 在医院的待了几天之后 表姐的病就越发严重 躺在床上 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天花板 任谁叫他都没反应 医院里的大夫 也想尽了各种办法 但最后 还是没能把表姐救过来 就在我回来的前一天晚上 表姐在病床上 突然发出一声淒厉的怪叫 紧接着浑身剧烈抽搐 当时在病房首页的孙倩 和他舅妈 急忙去叫大夫 只是还没等大夫来 表姐就断了气 孙倩跟他表姐的感情很好 大哭了一场 之后 他就浑浑噩噩地 跟着舅舅舅妈 给表姐操办后事 按照当地的习俗 需要庭龄几天 孙倩就一直陪着舅妈 在那给他表姐守灵 只是到庭龄的 最后一天晚上 出事了 那天晚上 应该是过了午夜了 孙倩重新提起的时候 声音还有些微微发颤 显然当时的情形 给他留下了极深的阴影 我舅妈年纪大了 再加上几天没合眼 根本就支持不住 当时就晕了过去 我和其他几个人 赶紧就扶了我舅妈回屋 就在 就在我们离开不久 我突然听到 灵堂那边咔的一声 那时候夜深人静的 声音就特别响 我们都吓了一大跳 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就发现我表姐 我表姐的棺材开了 棺材盖摔在一边 我表姐的人没了 郭伶俐赶紧递了一杯热茶过去 孙倩喝了一口 情绪总算是稍稍平稳 这是发生后 全家人以及亲朋好友 到处地去寻找 只是临安地区本就多山 孙倩的表妹家 又刚好是在山里的 夜里山路崎岖 林木茂密 又上哪去找 找来找去 也没找到她表姐的半点踪迹 而且这是 离奇诡异 大家伙也都十分害怕 找了许久未果 就只能报了案 等官方出面 第二天进行了一次搜山 但始终没有找到表姐的下落 如今有好多传闻 有说孙倩的表姐 根本就没有死 只是假死 从棺材里跳出来跑了 也有人说 是有人偷偷盗取了表姐的尸体 也不知道 是要用来干什么 不为人知的勾当 当然了 也有说是启师的 各种说法不翼而足 孙倩跟着舅舅一家 到处奔波 后来接到林阳的电话 知道我已经回来了 这才回到江城 想着让我帮忙给出出主意 土豪哥 你说我表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倩哽咽着道 吃过饭后 我们一起过去临安 这回倒是不用打车 林阳自己开了车过来 才买了不到半个月 不过坐他的车 我真宁愿打的 从江城去临安的路 本就不太好走 多的是那种狭窄的山间小路 转弯又多 天色又暗 林阳的技术又差 也不知道 驾照是怎么考出来的 时不时下的孙倩 和郭林立两个女的惊声尖叫 好不容易把车安全地开到地方 林阳自己腿也软了 孙倩表姐家 就在山奥里面 周围也有几户人家 那是什么树 林阳好奇地指着边上的一片树林问 孙倩道 那是核桃树 林阳呕了一声 恍然道 原来那就是山核桃啊 孙倩点头 说 是啊 我以前听表姐说过 这山核桃其他地方不好长 也就只能在这边才能长得好 难怪林安山核桃这么有名 郭林立道 我观察这沿途的地势 风水方面倒也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孙倩带着我们来到她表姐家中 舅舅 舅妈 这些是我朋友 来帮忙的 她给我们介绍 孙倩的舅舅 舅妈一看就是那种十分淳朴的农家人 听到我们来帮忙 急忙请我们坐下 又是端茶 又是端点心 里里外外忙活 我见二老神色憔悴 嘴唇发白 显然已经很久没好好休息了 让他们坐下来 别忙活了 我来我来 郭林立抢着拿过茶壶 给我们倒茶 听二老说 已经搜过几次山了 但现在还是没有找到人 到今天中午 已经停止搜山了 我们安慰了二老一番 先去灵堂那边看了看 灵堂这边 基本上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棺材盖摔在一旁 我过去看了看 这口棺材打造的相当厚实 当时并没有封关 如果想要推开的话 使足力气 也还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没看到人 我也不好断定 这孙倩表姐 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跟孙倩舅舅打听 当初给表姐看的 风水先生是哪位 是我从城里请来的 崔大师 名气很大的 舅舅说 他说的城里 就是指的江城 你们谁啊 正说话间 就听身后有个声音说道 回头一看 见是个扎着辫子的姑娘 大概十五六岁 冷着一张脸看着我们 音音 他们是我朋友 孙倩过去 拉着她的手 那个叫音音的姑娘 呕了一声 这才脸色稍近 孙倩介绍了一下 才知道这个音音 是她的表妹 名叫许音音 你要找那个崔骗子 许音音问我 音音 不许胡说八道 舅舅呵斥道 许音音冷哼了一声 怒道 那个姓崔的 胡说八道 把我姐害死了 难道不是骗子吗 舅妈急道 可不能乱说 崔大师灵验得很 你可不能这样说 孙倩忙把二老给安抚住 音音 那个姓崔的事 怎么害你姐了 我问 许音音看了我一眼 说道 我姐那个样子 明显就不对劲 根本不是普通的病 那个崔骗子 自己没本事 就知道胡说八道 我姐肯定是中了邪了 我问她 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许音音道 这还用说吗 不过你不懂风水术 跟你说了也白说 我不禁好奇 你还懂风水术 我是不懂 许音音道 但我听过很多 关于风水术的事啊 我先警告你啊 你别说我迷信 那只是你无知而已 音音 孙倩急忙拉了她一把 低声道 这是我朋友土豪哥 他很懂的 懂什么 风水术 许音音愣了一下问 孙倩点头 许音音诧异地上下打量我 真的假的 你懂风水术 略懂吧 许音音又看了我好几眼 嘀咕道 看着一点都不像 你是倩倩姐的男朋友吧 孙倩哭笑不得 音音你瞎说什么呢 那好吧 你要是真懂风水术 你能不能陪我去找 那个催骗子算账 许音音道 音音你别闹 舅舅皱眉训斥道 许音音不服 我哪里闹了 那老骗子害了我姐 我揭穿 她怎么了 孙倩劝道 那现在也太晚了 咱们现在去江城找她 估计是来不及 不晚啊 正好那个催骗子就在这边 许音音道 我原本就是 想找那个崔大师 问问当时的情况 顿时来了兴趣 在哪 你陪我去接她老底啊 许音音看着我问 我点头答应 没问题 那我带你去 许音音过来拉住我的手 生怕我反悔 二老还想阻止 被孙倩和林阳他们 好说歹说给劝了下来 许音音带我们去的地方 是在林安的一个镇子里 距离他们家倒是不远 坐了林阳的车过去 也就小半个钟头 那是我同学家 车子在一处挺大的院子前 停下来 原来 许音音一个同学家里 有些不大顺当 刚好请了那位崔大师 到家中给看看风水 许音音打了个电话 过不多时 就见院门口 出来一个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姑娘 她就是许音音的同学 带着我们进了院子 崔大师正在做法 院子里头摆设了一个法坛 一个有些干瘦的中年男人 穿着一件灰色法袍 手里拿着一面八卦镜 微微眯着眼 口中念念有词 突然右手一挥 飞快地在法坛前掠过 只见法坛上那三根线箱 突然亮了几分 紧接着那三道烟气 开始成螺旋状 向天空升起 众人纷纷被眼前的 奇异景象震撼 惊叹不已 就连一心要来接人家 老底的许音音 都看得呆了 明 进高学 斜煞退散 崔大师低贺一声 左手持八卦镜 往东南方向一照 同时 右手飞快地截出一个法咒 一团火焰烹得 在身前炸开 八卦镜印着火光 在屋檐上 照出一道光影 只听鸡的一声怪响 屋檐前方 凭空出现一团黑气 崔大师催动法咒 再次把八卦镜一晃 那团黑气 发出唧唧怪响 最终消失不见 众人待了好一会儿 顿时欢声雷动 许音音也看傻了眼 不碍事了 就是有阴邪作祟 已经被本座灭掉了 崔大师淡然说道 主人家自然是欢喜不已 土豪哥 这是骗子吗 羚羊低声问我 许音音咬了咬牙道 肯定是骗子 他挤过人群 冲着那崔大师叫道 骗子 你还记不记得我 众人听到有人叫骗子 都愣了一下 那崔大师也皱了皱眉头 哪里来的小孩子 你叫谁骗子 两个青年愈怒地过来 把许音音拦开 看样子是那崔大师的徒弟 你还记不记得我姐 我姐叫许兰 许音音大喊道 崔大师神情微动 你是许家的孩子 许音音哼了一声 你还记得啊 我姐就是被你害死的 你个骗子 这是本作也听说了 可惜可惜 不过生老病死 谁也无法逃过 崔大师叹气道 许音音怒道 我姐明明是中了邪 你为什么说她没事 你要是没本事 就别乱说 大胆 我师父是你这小姑娘 可以胡乱指责的 我师父说了没事 那肯定就是没事 你解得了怪病 你不去怪医生 到时来怪起我师父 什么道理 崔大师两个徒弟骂道 我姐那样子 明显就是不对劲 你们师父要是真大师 怎么会看不出来 许音音毫无惧色 盯着对方问 小姑娘 话可不能乱说 我念你年纪小 不跟你计较 崔大师淡淡说了一句 就准备离开 许音音跑过去堵住门口 说不过就想跑 给我闪开 崔大师两个徒弟 怒气冲冲上来 就准备把许音音拎开 灵阳和孙茜 郭灵丽三人 急忙上前阻止 你们想到事 两个徒弟冷冷地 扫了他们一眼 灵阳一挺胸道 怎么 你还想动手不成 两个徒弟捋了捋袖子 露出手臂上结实的肌肉 让不让开 二人阴沉着脸道 说着 做事就要动手 喂 你还不过来帮忙 许音音冲我大叫 我只好从人群里走出 来到几人中间 笑道 有话好好说 动手动脚干什么 那两个徒弟 朝我瞪了一眼 陈先生 那崔大师惊呼了一声 快步走了过来 我有些诧异 又看了他几眼 发现没什么印象 陈先生 没想到能在这地方见到您 崔大师呵呵笑道 咱们认识 我疑惑问 崔大师忙道 陈先生大概不认识我 不过我在协会里 见过陈先生好几次 我听他这么一说 顿时恍然 这位崔大师 既然是住在江城 那肯定免不了 跟江城协会打交道 在那里见过 我也不奇怪 没想到能在这里 见到陈先生 实在是崔某的荣幸 崔大师欣喜地道 我笑说 是挺巧的 这小姑娘 是我朋友的妹妹 我陪着她过来看看 崔大师顿时有些惶恐 陈先生 实在是对不住 我不知道 这些是您的朋友 他两个徒弟一听 也急忙低着头 退了回去 崔大师 咱们要不找个地方 聊几句 我笑着提议 好好 陈先生您做主 崔大师忙道 许音音同学的父亲见状 忙把我们让进了屋里 然后又去准备了 茶水点心端上来 崔大师 之前你是不是 给音音的姐姐看过 我笑着问 崔大师迟疑了一下 点头道 您说的没错 我的确是给许家那姑娘看过 那看出了什么没有 我问 这个 崔大师皱着眉头 半天没说话 徐音音怒道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不是说我姐姐没事 就只是得病了吗 的确是 是没什么 崔大师有些吞吞吐吐地道 我笑着打断她道 崔大师 咱们都是同行 有事还请直说 徐音音哼了一声道 我看她就是骗子 崔大师被她对得 脸色有些发红 崔大师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不太好说 我问 崔大师犹豫了好半天 最终叹了口气 道 陈先生 不瞒您说 当时我的确是说谎了 此言一出 就连她的两个徒弟 都是一脸惊诧 好呀 你这个骗子终于承认了 许音音气地蹦了起来 孙倩急忙把她给拉了回来 崔大师一脸羞愧 许家那个姑娘 是有问题 绝对不是普通的疾病 那你为什么要那样说 许音音哭道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 既然这位崔大师 已经看出不对了 为什么不对家属说 这又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崔大师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影钟 我说道 崔大师脸上神情变换 最终咬了咬牙道 陈先生 实在不是我故意 瞒着家属不说 实在是 实在是我害怕 怕什么 我心里微动 问道 崔大师犹豫了好一会儿 说道 许家那姑娘 应该不是得病 也不是中邪 是被人下了降术 我有些意外 降术 你确定没看错 崔大师摇头道 我有九成的把握 确定没错 因为我见过这种降术 当年 当年我师父 就是死在这种降术手里 所以我 我印象特别深 说到这里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羞愧道 时隔多年 我再次见到这种降术 实在是 实在是不想招惹事端 只好说 这只是普通的病症 我 哎 林阳忍不住插嘴 问了一句 土豪哥 这降术 是不是就是降头 我说是 其实就是不同的教法 孙倩和郭林立 都不禁变了脸色 许英英这小姑娘 也是脸色发白 由于这几年 电视电影的传播 想投诉广为人知 凶名卓著 也难怪他们害怕 英英 你姐最近去过南洋 我问许英英 许英摇头道 没有啊 我姐还没出过国呢 其实正宗的降术 本来是源自中原祥教 只不过到了近现代 在国内 降术已经近乎绝技 反倒是在南洋一带 时有降术师出没 那我姐人突然不见了 也是因为降头 许英英急声问 这个 崔大师迟疑了一会儿 道 我也听说过你姐这个事情 更像是 像是启师 不知陈先生怎么看 我说 目前还不好肯定 也是也是 崔大师连连点头 这降术千奇百怪 说不定还有其他花样 我思索了片刻 这件事 的确是很有些蹊跷 按照孙倩描述 她这位表姐 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 青春靓丽 开朗活泼 也就是个普通姑娘 而且又是一直在国内 怎么好端端会招惹上 降术这种东西 这玩意儿 近些年来 可是罕见得很 英英 你姐最近有没有发生过 一些比较不寻常的事情 我问许英英 许英皱着眉头 想了半天 摇头说 我姐其实还挺保守的 除了上班 就是回家帮忙干活 连男朋友都还没谈过 不寻常的事 好像没有吧 说到这里 她突然呜了一声 有一件事 不知道算不算不寻常 我让她说说看 就我姐病倒的前一天 是中午 大概十二点过一点吧 许英英回忆 那天我姐没有上班 带着我在我们家山地里 打理山河桃树 那时候就过来两个人 是两个女的 一个年纪很轻 应该就跟倩倩姐差不多 个子挺高的 长得蛮漂亮的 另外一个年纪挺大 有好多白头发 头上缠了一块丝巾 腿脚好像有点不方便 一瘸一瘸的 看着像个老太太 但是吧 但是我又觉得 她应该年纪不是特别大 我就是感觉 说不上来是为什么 我让她接着往下说 许英道 当时我姐看到他们两个 在山路上走挺吃力的 就叫住他们 问他们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喝口水 那个年轻姑娘 跟我姐说了声谢谢 那年纪大的 看了我们姐妹俩一眼 点了点头 然后两个人就找了个地方 坐下来休息 我和我姐把我们带着 自己煮的凉茶还有糕点 拿出来跟他们一起吃 那个年纪大的不怎么说话 只是喝了口凉茶 糕点也不吃 那个年轻姑娘 倒是挺活泼的 还跟我们聊了好一会儿 我问她 都聊了些什么 也没什么 就是随便说说 她还问我们 这一片是什么树 我们告诉她之后 她恍然大悟 说原来这就是山河桃树呀 长这样子 其他的反正 也就是闲聊 对了 那个年轻姑娘 应该是北方人 她还挺感兴趣的问我 这边平常早饭都吃些什么 我听得心里一动 让许音音再描述一下 那个年轻姑娘的长相 那姑娘吧 个子大概比我高这么多 许音音比划了一下 然后脸蛋稍微有点圆 很可爱的 不过说起话来 很爽直开朗 那你知不知道她叫什么 我问 许音音摇头道 忘了问了 不过后来他们两个走的时候 我听那个年纪大的叫了一声 我听得不是很轻 不知道是叫的童童 还是童童 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发音 我立即想到了 童童 是何思童 何思童是北方姑娘 身材本来就比较高挑 又是直爽的女汉子 性格豪爽 跟许音音的描述 全都对上了 我按捺下欣喜的心情 让许音音接着往下说 其他也没什么了 许音音想了半天 我就是觉得他们两个人 还有点挺特别的 所以跟你说说 我又反复询问了 那个年纪大的女人的样貌 可以确认 这个女人 我应该没见过 当然了 并不能排除 对方是化妆易容了 何思童是在大巴山 跟姚景辉走散失踪的 那跟他在一起的女人 又是谁 从许音音的描述来看 对方并没有用 十分强硬的手段 控制何思童 但这并不能说明 何思童就没有被控制 因为如果何思童 是完全自由的话 他不可能这么长时间 不联系我和康子他们 这只能说明 何思童之所以 会出现在江城 是被那个女人 强行带过来的 不过好的 一方面是 目前那女人 对何思童的态度 尚好 应该还不至于 立即有性命之忧 当时我几次算出的挂项 都是霍服相依 急凶参半 还真是有些捉摸不透 徐音突然啊的 惊呼了一声 隔一天 我姐就出事了 难道是被他们 吓得降头 你和你姐也没得罪他们 还请他们 他们没必要对你解下手吧 林阳有些不太认同 崔大师摇头道 那些将术师 因为常年休息将术 性格因横诡诀 做出一些有为常理的事 也并不奇怪 徐音一听 顿时急地哭了 他们怎么能这样 好好的害我姐干什么 我刚听得仔细 从头到尾 徐音音的姐姐许兰 也没有什么得罪对方的举动 要说是对方喜怒无常 没有任何理由 就下降头杀人 那为什么只是许兰出事 而徐音音 却是好端端的 这说不通 你姐病倒的时候 你在不在边上 我问徐音音 姑娘眼睛红通通的 哽咽道 我在的 我姐前一秒还好好的 突然就倒下了 我当时吓坏了 崔大师叹了口气道 降烛就是这样 防不胜防 发作的时候 也是突如其来 没有任何预兆 徐音音抹了抹眼泪 我姐那天还买了很多菜 说是要亲自下厨 给我和爸妈做一顿好吃的 我姐难得做饭 我心头微动 平时你姐很少做饭吗 徐音音点点头 我姐 我姐其实手艺挺好的 不过她不大喜欢做饭 咸油烟对皮肤不好 平时我在的时候 就一直是我做 不过我做的没她好吃 那天你姐亲自下厨 是有什么喜事 我问 徐音音摇头 没有啊 也不是什么特殊日子 我当时也奇怪呢 我看了我姐买的菜 都是我和爸妈喜欢吃的 而且买的都是上好的材料 老贵了 我心中一沉 那你有没有发现 你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不对劲的地方 徐音愣了一下 想了好一会儿 你这么一说 我是感觉好像有点不对 那天我姐一直笑呵呵的 可我觉得她不太开心 而且她还一直跟我说 让我以后要乖乖的 别惹爸妈生气 还让我好好念书 以后考个好大学什么的 边上的孙倩皱眉道 我怎么听着 表姐像是知道要出事 她后面的话没有说完 但我知道她要说的是什么 的确 从徐音音的描述来看 当天的许兰 的确是挺异常的 不只是亲手下厨做饭 还对着妹妹各种嘱咐 这很像是在临终托付 对了 还有件事 我姐的脚好像扭伤了 徐音音想起来 表姐的腿伤了 伤了哪里 孙倩疑惑地问 徐音音摇头道 我也不清楚 就那天 我看我姐走路有点不自然 我就问她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姐说没事 就是腿扭了一下 我本来想给她看看伤途点药 结果我姐没让我看 说没什么大碍 孙倩过来 低声跟我说 土豪哥 你能不能跟我去外面说几句 我说好 出门到外面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孙倩迟疑道 土豪哥 我怀疑我表姐她 她是不是被人给欺负了 我沉默了片刻 点头道 是有这个可能 从徐音音描述的种种来看 这个可能性 的确是存在的 孙倩的眼睛 一下子红了 我问她 当时在医院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她表姐的身体 身上有没有其他外伤 孙倩强忍着眼泪 道 是我给我姐擦身子的 她身上是有些瘀青 有好多处 不过不是特别明显 当时我们都以为是受那怪病影响 也没特别在意 正说话间 突然屋内传来 崔大师惊怒交加的声音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和孙倩立即转身回屋 只见崔大师拿着手机 咬牙切齿 神色颇为猙獰 挂了电话 崔大师急匆匆地过来 跟我说道 陈先生 实在对不住 我得马上回去一趟 我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崔大师双目赤红 眼眶寒泪 声音忍不住微微发颤 我轻折被人害死了 不知道是哪个天杀的 说着 就跟我告辞 带着两个徒弟 匆匆往外走 我念头一转 带着其他人跟上 崔大师 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好 崔大师心急如焚 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们师徒二人 匆匆上了车 我们几个也上了林阳的车 跟在他们后面 这一路 直接是往江城去了 许音音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说今晚跟倩倩姐一起睡 就不回去了 前面的车子开得很急 林阳为了跟上 也只能加快了速度 结果一路上惊心动魄 好几次差点出车祸 把许音音这小姑娘给吓得 一路尖叫 好容易进了江城市区 大家伙都有种 捡回一条命的感觉 我给江城协会的张斌 去了个电话 跟他打听了一下 小陈先生 你已经回江城了 张斌喜道 我说已经回来几天了 太好了 张斌又把那位崔大师的 大致情况介绍了一下 这人是有个侄子 是他已故大哥的 因为他自己没有子女 所以把这个侄子 当成是亲生儿子一样 宠得很 一直待在身边 好 我知道了 最近协会里忙不忙 我笑问 还好 这不马上要过年了 也清闲了一些 张斌笑道 小陈先生 您这边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马上带兄弟们一起过来 我笑道 没事 要是有需要 我再找你 好嘞 张斌爽快地道 挂了电话 见孙茜和郭灵力他们 都直勾勾地看着我 干什么 我脸上有花呀 我疑惑 林阳在前面道 土豪哥 我发现你的人脉好厉害啊 好像哪里都认识人 就是就是 郭灵力跟着道 那个崔大师 本来特别大的谱 结果一看到土豪哥 哇 你们记得当时的情形吧 我看他吓得汗 都快出来了 林阳笑道 可不就是 关键土豪哥 还压根不认识他 说明以他的级别 根本就不配 咱们土豪哥认识 对啊 土豪哥好牛叉 我当时都激动死了 郭灵力兴奋地道 我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你俩差不多得了 再吹下去 我就要升天了 孙倩和许莺莺 本来都是满面愁容 此时也被逗得 忍不住笑了一下 你好像是挺厉害的 许莺莺拉了拉我的衣角 扁着嘴道 那你能不能帮我找回我姐 我点头道 我尽力 小妹妹 你放心吧 我们土豪哥 是特别厉害的风水高手 林阳在前面道 真的吗 许莺莺眼含泪珠看着我 你要是帮我 找回我姐 我也跟他们一样 喊你土豪哥 我听得又是好笑 又有些心酸 说道 放心 会找到的 实在不行 我找其他朋友一起帮忙 林阳跟着道 对啊 土豪哥的朋友 那肯定也不是普通人 小妹妹你就放心吧 许莺莺摁了一声 谢谢土豪哥 这时 我们跟着前面的车子 转进了一处高档住宅区 这崔大师住这里啊 还挺有钱的 郭伶俐看着窗外说道 那可不 就刚才音音同学家 做的那场法事 你们知道收了多少钱吗 林阳道 多少啊 林阳道 六十万 这么多 郭伶俐他们几个 都吸了一口冷气 那当然了 林阳道 所以他们住这种地方 也不奇怪 徐音小脸一白 急道 我家没有这么多钱 怎么办 郭伶俐忙安慰道 放心了 土豪哥跟那个姓催的 可不一样 哦 徐音音这才放松了一些 反正实在不行的话 就让你倩倩姐 以身相许好了 郭伶俐笑道 孙倩拍了她一下 别闹 好了 倩倩你放松一点 郭伶俐握了握闺蜜的手 鼓励道 嗯 好 孙倩点头道 跟着前车 在一栋小别墅前停下 这里的别墅 虽然档次不算特别高 但价格也不会低于千万 不等车子停稳 崔大师就推门出 匆匆奔进屋去 我们随后跟了进去 客厅里灯火通明 有个女人正坐在沙发上 低声抽气 事儿在哪 崔大师立声问 那女人嚎啕大哭 家里的庸人急忙道 少爷 少爷在楼上 在前领路 带着我们去往二楼 原来 这栋房子 是崔大师买给他侄儿的 刚才哭的那个女人 是他侄儿的女朋友 进了二楼的卧室 只见屋中的大床上 躺着一个青年 光着身子 后背朝天 趴在床上 但是他的脑袋 却是被转了一百八十度 对着天花板 双目圆睁 一脸的惊恐之色 林阳还有孙倩他们几个女的 错不及防 吓得尖叫了一声 差点没一屁股坐倒 事儿 崔大师痛呼一声 冲进屋中 我让林阳他们待在外面 随后进了卧室 从屋中的摆设来看 并没有什么打斗的痕迹 那个崔圣 除了脖子被扭成麻花之外 手脚也被扭得七零八落 尤其是他的下 体一片焦黑 像是被火给烤过 到底怎么回事 崔大师神色猙獰 冲出来拎起那个女人 厉声贺问 那女人吓得痛哭流涕 断断续续地说了半天 才把事情给说清楚 原来 晚上这崔圣 带着女友回到家中 两人一起喝过红酒 用过晚餐之后 两人就准备过二人事件 崔圣先洗好澡出来 在卧室里等着 正当女友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 突然看到 从窗外爬进来一个女人 那女人披散着头发 光着脚 脸色惨白 身上发出格格的声音 动作十分诡异 她一把就抓住了崔圣的脖子 把她给拎了起来 女友吓得就要大叫 结果声音还没出口 那女人突然诡异地出现在她面前 女友当时就被吓崩溃了 直接昏了过去 等她醒来时 就发现崔圣已经是死在了床上 她吓得淒厉尖叫 引来了楼下的庸人 因为事情实在太过诡异离奇 几个庸人就没有打电话报警 而是赶紧通知了 身为风水师的崔大师 到底是什么东西 杀了我家事 到底是谁 崔大师就如同一头 刚刚死了幼崽的猛兽 我又反复跟那崔圣的女友 询问了一番 把孙倩和许盈音叫到一边 像不像你姐 孙倩白着脸道 我表姐入关的时候 穿的是我舅妈亲手缝的一条裙子 跟她说的 是有点像 可是我表姐怎么可能爬上二楼 欢 徐音音突然道 会不会是这人害的我姐 所以我姐变成鬼来报仇了 孙倩像是想到了什么 看了我一眼 我明白她的意思 她表姐许兰 很有可能被人欺负过 那个催生的下 体又被烤娇 这两者好像又对应上了 正在这时 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刺耳的刹车声 看了一眼就见一辆黑色宝马车 在别墅门前急停 从车上冲下两个年轻人 圣哥 圣哥 两人一边跑一边大喊 崔大师正又悲又怒 大步下楼 力声喝道 鬼叫什么 那两个青年被她吓了一跳 结结巴巴地问 崔大师 我们找圣哥 圣哥在不在 我和林阳他们 随后从楼梯上下来 这二人看到我们这么多人 都有些惊异不定的 你们找事干什么 崔大师冷声问 这寒冬腊月的 两个人却是满头大汗 说 崔大师立合一声 二人吓了得哆嗦 我 我们找圣哥 有点要紧事 其中一人吞吞吐吐地道 什么要紧事 崔大师寒声问 这个 两人却是犹犹豫豫 不太 不太方便说 崔大师道 事儿在楼上 你们去吧 那两人急忙从我们身边挤过 匆匆朝着二楼跑去 一边嘴里还喊着 圣哥圣哥 只是没喊几声 就听到二人惨叫一声 紧接着就连滚带爬 从楼梯滚了下来 说 到底怎么回事 崔大师一脚踹在一个人的胸口 立声问 两人吓得浑身哆嗦 嘴里直叫 圣哥也死了 圣哥也死了 又被怒急的崔大师 给连扇了几个耳光 两人才语无伦次地 把事情说了 原来 这两人的家境都比较优渥 也算个小富二代 平日里就跟崔盛混得比较熟 一口一个圣哥的叫着 除了他们二人之外 还有个叫张楚的富二代 也是跟他们私混在一起的 今天晚上 原本四个人约好了去飙车玩 不过崔盛林改了主意 决定改在家里 跟女朋友飙车 所以 张楚他们三个 就只好自己去玩 当时张楚独自开了一辆车 在前面领路 另外两人开了一辆宝马 跟在后面 结果开到半途的时候 两人突然看到 前面张楚的车冲出马路 撞上了路边的大树 发出轰的一声巨响 两人大吃了一惊 急忙开车赶过去 正当他们准备 停车下去救人的时候 就看到路上一个长头发的女人 突然出现在张楚撞毁的车子前 她抓住车门 嘎吱一声 就把已经变形的车门 给硬生生扯了下来 然后他们就惊恐地看到 张楚满身是血的 被那女人给拎了出来 两人吓得一点声音 都不敢发出 眼睁睁看着张楚 被那女人给扭断了手脚 又扭断了脖子 那女人突然间一扭头 冲着他们阴森森地看了一眼 然后拖着张楚 一步步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二人下得赶紧一踩油门 调转车头 夺路狂奔 好不容易把那女人甩掉了 两人惊魂未定 赶紧就跑过来找崔盛 结果没想到 被他们看到了更恐怖的一幕 你们到底做过什么事 崔大师脸色铁青 两人吓得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崔大师救命 崔大师救命 二人本就吓得手足无措 再被崔大师一逼问 终于把事情断断续续地交代了一遍 原来 这两人一个叫王魁 一个叫李静 他们和张楚以及崔盛 向来是一起私混 算是酒肉朋友 大概是一个多月前 崔盛突然又给他们介绍了一个人 这人比他们年纪都要大点 名叫谭俊友 大家都叫他谭少 听崔盛说 这个谭俊友是外地来的 刚到江城不久 而且手底下有点玩意儿 什么叫有点玩意儿 我插了一句问 那二人看了我一眼 陈先生问什么 你们就答什么 崔大神冷声道 是是是 两人连连点头 那王魁道 圣哥说他手底下有点玩意儿 就是说 说他会点法术 我摁了一声 让他们接着往下说 还是那王魁接着道 那个谭俊友 挺有钱的 花钱也很爽快 所以我们跟他不多久 就混得熟了 那个 就办得多月钱吧 圣哥说林安那边有条路 飙车很棒 我们五个就约好了 一起玩一玩 本来也没事 谁知 我们车子开到半途的时候 那个谭俊友 突然把车停了下来 我们见状 也只好跟着停车 当时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结果那谭俊友下车 就朝旁边的山地里走去 原来那里有个很漂亮的姑娘 在那里干活 我们以为那家伙 是看到人家姑娘漂亮 想去聊拨一下 也就在边上看看热闹 谁知过了一会儿 就看到那谭俊友 把人家姑娘给扑倒在地 一边捂住他的嘴 一边撕扯衣服 我们吓了一大跳 赶紧跑过去阻止 结果那谭俊友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那姑娘 本来在拼命挣扎的嘴 突然间就安静了下来 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谭俊友就笑呵呵地说 你们看到没有 人家妹子自愿地 然后就直接扒了姑娘的衣服 把她给 给 完事以后 她还招呼我们一起玩 那姑娘 那姑娘确实很漂亮 圣哥和张楚就动了心 也去 她话还没说完 就被崔大师怒气冲冲地打断 混账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家事儿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我淡淡道 崔大师 急什么 先听完 不可能的是 你们两个再敢胡扯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崔大师立声喝道 我伸手在她肩膀上按了一下 声音冷漠地道 崔大师 我说了 让你别急 好好 崔大师额头伸出冷汗 点了点头道 我这才把手收了回来 崔大师忍不住 踉枪后退了几步 差点一脚摔倒在地 继续说 我看了一眼 那王奎和李静二人 两人看看我 又看看闭嘴 不敢再说话的崔大师 连忙点头道 是 是 这回是李静抢得道 这是 这是跟我们没关系啊 我们两个没参与 是谭俊友 还有圣哥张厨他们 把那姑娘 那姑娘给 但是那姑娘确实也没反抗 我们 我们还以为她自愿的 王奎也跟着辩解道 她一句话还没说完 突然人影一晃 孙茜抓着一个酒瓶冲上来 砰的一声 砸在王奎脑门上 玻璃碎片四件 王奎咕咚一声 两眼翻白晕在了地上 李静被吓了一跳 一屁股坐到在地 孙茜双眼通红 随手又抓过一个酒瓶 冲过来就要再砸 被我给拉了一把 我也是有些出乎意料 这姑娘平时看起来 丝丝纹纹 特别温柔 没想到这么烈心 倩倩姐 许盈音也被吓坏了 和郭灵力一起冲过来 拉住孙茜 孙茜浑身发颤 突然呜的一声哭了出来 倩倩姐你怎么了 你别哭啊 许盈音忙 不知所措地抱住孙茜 小姑娘毕竟年纪还小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土豪哥 羚羊过来 嘀嘀地喊了我一声 我冲她点了点头 其实事情到这一步 已经是很明显了 那个被催胜 他们欺负的十有八 九就是许盈音的姐姐许兰了 真的跟我们没关系啊 我们两个没碰她 李静惶恐地连连摇头 这时 许盈音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这小姑娘 可比孙茜还要来的烈性 抓过一把水果刀 就直接奔着那李静冲了过去 被我给拽了回来 让羚羊郭伶俐他们看着 放开我 放开我 我姐姐 我姐姐 小姑娘哭得惊天动地 我上前一步 踩在那王魁的手掌上 轻轻一捏 噼里啪啦一阵脆响 她的五根指头被捏得粉碎 王魁惨叫一声 被痛醒了过来 李静下的连连讨饶 这是跟我们真的没关系啊 那个谭俊有说 她说完都完了 给点钱就是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 而且那姑娘是自愿的 她 她都没反抗的 哦 自愿的 我点点头 随手在二人身上拍了一下 二人顿时定在那里 一动不动 许音音猛地一口咬在羚羊手上 趁着她吃痛 一把抓过水果刀 就冲了过去 我把她拉了回来 土豪哥 你别拦着我 我求你了 你别拦我 许音音大哭 我把她手里的刀收回来 让孙倩和郭灵力抱着她 说道 女孩子别干这种活 拿着刀子 反手插在那里 镜的手掌上 她整张脸 都因为剧烈的疼痛 抽出了一下 但被我吓了禁止 没法动弹 也没法出声 就是 这种事交给咱们爷们来 林扬也不知 从哪找了个铁狼头过来 过去一狼头 就砸在那里 镜的脚掌上 喀拉一声脆响 也不知有几根脚趾头 被砸裂了 你们要是不情愿 那就叫啊 林扬红着眼 在他们耳边大声叫道 两人眉毛乱颤 却是半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那你们就是自愿了 林扬说着 又是一狼头敲了下去 等到把王魁 和李静二人的手指脚趾 全部被敲成了粉碎 我才解了两人的禁止 屋内顿时一阵鬼哭狼嚎 再叫 就把他们门牙给敲了 我淡淡说了一句 声音骤停 我问王魁和李静二人人 谭俊有什么来历 住在哪里 不过他俩什么也说不上来 我给张斌去了个电话 让他帮我查查这个谭俊有 既然崔胜说 这人手底下有些玩意儿 会法术 那就说明是悬门中人 而且 许音音姐姐身上的降烛 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姓谭的有关 过了有小半课中 张斌给我回来了电话 小陈先生 我查到了 这个谭俊有 是三个月前 跟着他父亲一起到江城的 他父亲 人称谭大师 也算是咱们江城风水圈子里的 对了 这个谭大师跟秦家走得很近 是秦家的座上宾 他们家的别墅豪车 都是秦家送的 我颇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个姓谭的 还跟秦家扯上了关系 小陈先生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带兄弟们马上赶过来 张斌在电话那头问 我想了想 说到 那你们过来一趟吧 直接去找那个谭俊有 国学传统文化协会 有人叫他国学协会 也有人叫他传闻协会 但其实从本质上说 他就是风水协会 既然这是牵扯到了悬门术法 让协会的人参与进来 是理所应当的 是 张斌没有多问 立即下去准备了 我思索片刻 问道 崔大师 你的意思呢 刚才我跟张斌打电话 并没有逼着任何人 所以这崔大师 肯定是听得一清二楚 我跟陈先生一起去 崔大师急忙道 我点点头 让林阳仙带着孙茜 他们几个女的先回去 土豪哥 求求你了 我想跟你去 许盈盈跑过来 泪眼婆娑地 拉住我的胳膊 我见孙茜定定地看着我 虽然没有说 但我知道他也是想去 那好 就一起去 我答应了下来 于是 崔大师让两个徒弟 把李静和王魁两个人 拎起来 一起上了车 我们几个 还是坐了林阳的车子 朝着城北急驰而去 谭家的别墅 就在城北一个高端住宅区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就见三辆黑色商务车 停在住宅区门口的路边 我一眼就认出 这是张斌他们的车 让林阳放缓车速 开到他们边上 果然 就见张斌摇下车窗 朝我们这边挥了挥手 走吧 我说道 好 张斌立即吩咐一声 车子朝着小区内开了进去 此时已经过了半夜 不过小区内的别墅 大多数还亮着灯 我们两辆车 跟着张斌的三辆车 一路来到一栋气派的别墅前 停好车 张斌带着十个兄弟 从车上下来 在来的路上 我已经大致跟他说了事情的经过 因此 也不用再特别交代 张斌跟崔大师打了个招呼 然后分了五个兄弟 来保护孙倩他们的安全 之后就有人上前拍门 别墅里还亮着灯 显然对方还没有睡下 过不多时 就有个女佣过来开门 你们找谁啊 女佣打量了我们一眼 大概是看我们人多 有些惊异不定的 我们找谈大师 张斌淡淡道 我们家老爷正在会客 你们跟老爷有约过吗 女佣问 张斌道 不用约 伸手轻轻一拨 把那女佣拨到一边 其他人跟着我鱼罐而入 你们 你们干什么 女佣吃惊地叫道 她的惊叫声 引来了屋里的注意 大半夜鬼叫什么 有个年轻人晃到门口 不耐烦地骂了一声 结果就看到了我们 你们谁啊 她叫骂道 张斌上前抓住她的衣领 不由分说 把她拎到一边 我带着人一步入内 就见装饰奢华的客厅内 灯光耀眼 桌上摆着山珍海味 三个人正在饮酒吃喝 坐在主位的 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穿着一身黑色绸衫 脸色红润 颇为富态 在他左右两侧 还坐了两个人 跟他年纪差不多 三人正在谈笑风声 高大师 吕大师 张斌有些诧异地道 小张 你们半夜三更的 跑来这里干什么 这二人看到张斌 皱眉道 张斌没有截查 低声跟我说道 小陈先生 那个穿筹衫的 就是谭初泰 另外这两位 也算是咱们协会的人 不过平时不怎么在江城 那谭初泰 就是谭俊友的老爹 问你话呢 你们跑来这里干什么 那高大师把酒杯 往桌上一个 恼怒地问道 张斌没有理他 来这里当然是有事 怎么 打扰几位喝酒的雅兴吗 我淡淡道 那高大师怒道 你又是哪来的 这里什么时候 轮到你说话了 小张 你怎么带的人 还有没有规矩了 另一位吕大师也冷道 我们也就有段时间 没回江城 没想到现在协会里的小年轻 都这么不懂事了 还不给我出去 我直接忽略了他们 挥了挥手 崔大师的两个徒弟 把李靖和王奎 两人往地上一丢 二人的手掌和脚掌 血迹斑斑 扑倒在地上赶紧大叫 谭俊游你快出来 谭俊游你快出来 胡闹 高大师猛地一拍桌子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没有理会 李靖和王奎越叫越响 这时 咚咚咚几声 从楼上下来个人 大概三十岁的样子 头发染了几根黄毛 眼圈微微有些发黑 恼火地骂道 谁在那鬼叫 小陈先生 那就是谭俊游 张斌小声提醒道 李靖和王奎见到来人 也是狠命大叫 你们两个搞什么鬼 谭俊游也认出了两人 催了一口骂道 李靖和王奎扭头看了我眼 立即大声把之前在崔家说过的话 又重复了一遍 你妈的 你俩是不是想死 谭俊游一脚揣在李靖胸口 只把他揣得滚了出去 两眼翻白 呵呵作声 王奎吓得急忙连滚带爬地 逃到我脚边 那谭俊游还要追过来 被张斌给拦下 高兄 吕兄 你们协会的年轻后生 还真挺虎的呀 谭出太呵呵笑道 那高大师顿时把脸一板 张斌 你到底在搞什么 张斌冷声道 高大师 您刚才没听明白吗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谭大师家的公子 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高大师拍着桌子 怒声道 那高大师 您又是怎么知道他没做过 张斌不客气地反问道 混账 高大师大声斥骂道 就你也敢跟我这么说话 我进协会的时候 你们这帮小子 怕是还在喝奶 可不就是 现在这群小兔崽子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那位吕大师 也是脸色阴沉 谭出太呵呵笑道 高兄 吕兄 消消气 不值当 再说了 年轻人嘛 难免心浮气躁 顿了一顿 淡淡道 小军 你说说看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那高大师和吕大师笑道 谭大师说笑了 小军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我让他们马上走 二人话音刚落 就听那谭俊有不以为意的笑道 爸 前段时间 我是搞了一个女的 长得还可以 高大师和吕大师文言 不由地呆了一呆 哈哈 小军 你可真是会开玩笑 两人忍俊不惊 谭俊有道 这有什么好开玩笑的 不就是一个女的 搞了就搞了 高大师和吕大师笑容一僵 你个狗东西 你害我姐姐 这时 被郭伶俐拉着的许音音 忍不住骂了出来 那谭俊有转头看了她一眼 笑道 你是那妞的妹妹 长得还可以啊 你 你怎么不去死 许音音大骂 要不是被孙茜和郭伶俐死命拉着 估计就已经冲上去了 大概在场也没有人会想到 这谭俊有居然会如此嚣张 压根半点不掩饰 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认了 是你下的将说 我冷声问 哟 你还认得出将主 可以啊 是我下的 怎么了 谭俊有挑了挑 眉头笑道 谁叫那骚 或不识抬举 我肯睡他 那是他的荣幸 还他妈的不知好歹 只好送他上路 那高大师和吕大师 都听得呆了 估计他俩也没想到 这谭俊有 居然会嚣张到如此地步 谭大师 你怎么说 我看了一眼 端坐在椅子上的谭初泰 谭初泰呵呵笑道 犬子只是开玩笑而已 你们听不出来吗 同时眉头一皱 呵斥道 俊儿 别胡说八道 那谭俊有却是满不在乎 摆了摆手道 爸 我是把那个女的搞了 还给他下来的酱头给整死了 嗨 不就是个女人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闭嘴 谭初泰猛地一拍桌子 极言利色 那谭俊又吓了一跳 勉为其难改口道 好吧好吧 我跟这只屁关系没有 都听到了吧 谭初泰这才恢复了笑眯眯的模样 道 大家都听到了吧 犬子刚才的确是开玩笑 这父子俩的对话 别说是我们 就连那高大师和吕大师 都给听得呆了半天 羚羊他们气得破口大骂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你们可以走了 谭初泰下了逐客令 高大师咳嗽了一声 道 小张 带着你的人赶紧走吧 以后把事情搞搞清楚再说 省得闹笑话 张斌没有动 还愣着干什么 吕大师催促道 张斌终于没忍住 怒道 两位大师 你们这样子像什么话 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高 吕二人听得勃然大怒 你这小子竟然敢这样 跟长辈说话 简直无法无天了 等我见了领会长 我倒要问问他 他是怎么教你们的 高大师大声呵斥道 张斌道 可是这谭俊友 明明都已经承认了 两位大师也轻而听到了 发生这种事情 咱们协会难道还不能不管 还胡闹 吕大师恼怒地打断道 都说了是开玩笑 怎么还在这里纠缠不清 给我滚蛋 张斌一众协会子弟 纹丝不动 行了 还是我来吧 我拍了张斌一下 是 张斌带着弟兄 推到我身后 那高大师和吕大师见状 狐疑地冲我看了几眼 你什么人 我没有理睬 静止向着那谭俊友走去 你小子 谭俊友吃笑了一声 话还没说完 被我瞬间抓住脖子 一把灌在酒桌上 哗 杯斩酒水四箭 那弹出太和高 驴二人急忙向后跃开 但还是被酒水给溅了一身 我这一下出手极重 那谭俊友把酒桌砸他之后 就跟一只虾米一样 蜷缩在地上 不停抽搐 混账 你想干什么 高大师和吕大师气急败患 我一晃身 啪啪 两声 二人被我重重地抽了一个大耳瓜子 顿时跟喝醉了酒似的 东倒西歪 脚步亮呛 你 两人好不容易缓过进来 面红耳赤的 还要准备挥手施法 又被我给抽了两下 这回直接一头扑在地上 总算老实了 这两个老东西 不是要跟林会长请教请教 那就带过去 我冷声说道 是 当即上来四个人 把那已经半昏迷的高 吕二人给拿下 那谭初泰站在那里 脸色阴沉 兄弟 有话好好说 咱们没必要逗个你死我活 我微微笑道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开玩笑 谭初泰挤出一丝笑容 刚才是老哥的错 先给兄弟你道个歉 不过嘛 也就是个女人而已 何必大动干戈呢 你个老狗 还我姐姐命来 许音音破口大骂 谭初泰根本没有看他一眼 笑道 兄弟 这是就算老哥的 你要怎么赔偿 说个数 我保你满意 问上去 一脚踩在谭俊友的手掌上 他的五根手指硬生碎裂 谭俊友惨叫一声 清醒了过来 连声哀嚎胡同 兄弟 你别太过分了 谭初泰怒声道 我很是诧异 乃过分了 不就是个狗东西 弄死了就弄死了 等会赔给你 谭初泰脸色铁青 你是纯心想跟我过不去 我咔嚓一声 又踩飞了谭俊友一只手 痛得他鬼哭狼嚎 痛哭流涕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 谭初泰勃然大怒